怎么样小施主 厉不厉害小施主 你再交两块金钉 贫僧便收你为徒 传你这铁沙掌的绝学 一群胖和尚们围着林小璐笑道 而林小璐则小脸一变 捏住了小拳头 对着他们怒目而逝 你们是不是看我年纪小就糊弄我 说完他小手一伸 大喊道 我不给你们捐香火钱了 把金子还给我 几个胖和尚一愣 看了看周围 见香客们都在前院 这里四下无人 便不动声色地把林小璐围了起来 为首的胖和尚更是皮笑若不笑的 看着这只有十三岁的男孩 毫不掩饰地威胁道 小施主 这香火钱已经浇了 哪有再讨回去的道理 佛祖会怪罪的事啊 而且小施主 你看了我们弥陀律寺的绝学 这么点钱可不够 小施主 你的背包也得留下 林小璐瞬间就怒了 指着这帮胖和尚大喊 你们信不信我报官 官几个胖和尚 直接就笑出了声 官还能比佛祖大不成 就是皇帝老爷来了 见了咱们的佛祖 那也得下跪磕头林小璐 下午 阳光明媚 处处惊慌 林小璐踩着高高的石阶 从弥陀律寺走出 临走前 寺庙里还不断响着 和尚们的痛叫声 帅帅压跟在他脚边 一边费力地下楼梯 一边惊叹 想不到你 居然这么强 那么短的时间 就把他们全部打飞了 林小璐一脸地愤愤不平 气道 我还以为 这里会有真功夫 没想到全是骗子 真是气人 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和尚了 行了 你那么帅 和他们见识什么 而且 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 他们这种 只能算是佛门的败类 一人一压 闲聊着来到寺庙外 牵走马车 随后一人 一压 一马 便来到了关道大街 一时间 不知该何去何从 现在怎么说 我们去哪 帅帅压 仰起丫头看他 我不知道啊 林小璐挠了挠头 目中一时间也有些迷茫 我是爱寻找武术的 可是这个国家 好像没什么武术 说完 他看了一眼 脚边的帅帅鸭问道 你不是经常浪迹天涯吗 你知不知道 哪个国家有武术啊 我是一只靠脸吃饭的鸭子 怎么可能关注武术 帅帅鸭一边说 一边在地上拉了泡鸭屎 拉完之后舒畅道 林大帅逼 我拉完屎了 现在肚子又空了 我们去吃饭吧 林小璐哈哈一笑 行啊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一家烤鸭店 我带你去吃啊 帅帅鸭文言 一脸愤怒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一人一鸭聊了一阵 没商量出主意 便准备先去吃饭 再给马喂点马草 而刚走没几步 他们就看见不远处的街道中 一家九楼的二楼窗户忽然破碎 一名背着黑色布包的少女 从里面飞出 姿态优美 夹带着破碎的木屑 一直飞到半空 一人一鸭 见到这一幕后 结实愣了一下 随后林小璐便看着那名少女 露出疑惑的表情 帅帅鸭 你觉不觉得这个女孩 有点眼熟帅帅鸭 抬起小翅膀 世间一折 放在一双鸭眼上 挡住阳光 随后眯起眼睛 看着那名还在旋转飞舞的少女 一本正经地说道 好像是有点眼熟 林小璐牵着马 站在关道中央 看着少女继续疑惑 你觉不觉得 她长得有点像阿宁有一点 不过阿宁的额头上 没有红红的水 站在少年脚边的帅帅鸭说道 林小璐N了一下 随后又问 那个红红的水 会不会是这个女孩的 血她的头被打破了 有这个可能 帅帅鸭非常认真的继续评价 不过她的脸 好像也比阿宁大 这个倒是 林小璐看着少女 开始从高空中往下坠落 摸着小下巴 思考了一会儿后继续猜测 她的脸比阿宁大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她的脸被打肿了 嗯 这个可能也有 帅帅鸭继续点头 说完她 忽然愣了一下 惊讶地扬起丫头 看向林小璐问 所以有没有可能 这个女的就是阿宁 嗯 有这个可能 林小璐的脑瓜 随着少女从半空往下坠落 而缓缓降低 然后思考着说道 如果我们不救她 有没有可能 她会死帅 帅鸭文言非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 随后说 不好说 万一只是摔残了呢 也对 林小璐点头同意 原本有些紧张的心 也放松下来 而在少女就快要重重摔在地上时 旁边的店铺内 忽然冲出两名身穿淡灰色长衫的男子 同时掐出法掘 随后两条熊熊燃烧的火蛇 便旋转而出 对着坠落到一半的江宁 狠狠扑去 一人一压 继续站在街道中央看着 而帅帅压见到这一幕后 终于有些惊讶了 用小翅膀拍了拍林小璐的小腿 喂 修仙者爱 嗯 我看见了 你说阿宁遇到这种情况 估计就不用残疾了吧 应该会直接死吧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林小璐点完头 然后忽然反应了过来 惊叫一声 卧槽 阿宁要死了 花两条狭长的火蛇盘绕而起 烈火在风中狂抖 带着狂暴的热浪席卷而来 直直地扑向已经晕厥的阿宁 而就在此刻 林小璐全速冲出 直接施展出了鸳鸯部 一个剑步飞升而来 同时 右手手腕上的银环大亮 手掌猛地往旁边的空气中一伸 下一秒 惊人的一幕出现 他的手明明是伸到侧边 什么都没有的空中 此刻却仿佛插进了一片淡青色的湖面中一样 手掌更是消失在青色的波纹之中 而波纹则在四周荡漾掀起了阵阵液 接着 那伸进青色湖面的右手 便从里面反手抽出一柄青铜色的刀饼 转瞬之间 一把全长四米 宽为三十多厘米的青铜巨刃 便随着他的奔跑 从青色波纹中被整个抽拽而出 全程如丝滑般顺畅 无数行人尖叫逃窜的官到中央 少年反手持着巨刃一路急行 冷烈的刚风 吹散了他额头前的碎发 露出稚嫩的少年面容 同时 一双小短腿将青石地板踩得寸寸崩碎 仿佛一道长长的勾曲般 尘土飞扬 哄 一步之危 青石暴碎 少年飞身跃到现场 毫不犹豫地单膝跪地 然后左手一把 接住从天而降的阿宁 同时右手拽着刀柄 往身前一伸 直接将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整个鞋里在侧身一挡 下一刻 那两条呼啸而来的炽热火蛇 便狠狠撞在了仿佛盾牌一样的大根青铜器上 只听刺拉一响 火光飞溅之中 青烟震震 见到这一幕的两名修士 皆是震了一下 看着面前不断冒着青烟的巨刃 一脸猛逼 这什么东西突然就跑过来了 此时 街上的行人们 因为恐惧 早就已经跑得不知所踪 而片刻之后 那把护住少女的青色巨刃 便缓缓下移 露出了一张稚嫩的少年侧脸 啪啪啪少年身后 见到这一幕的帅帅鸭 拍着小翅膀嘎嘎直叫 这个救人的动作这么帅 倒是有本鸭当年的风采 好活 当赏 街道之中 林小璐眨巴着双眼 瞅了瞅怀中虚弱的阿宁 然后将他扛在自己的肩上 持刀站起 扭头看向这两个来历不明的修士 表情中挂着些呆萌 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呢 还是修仙者打烦人 太过分了吧 你看看 阿宁都被你们打胖了 两名修士并尖而立 眼神阴冷地看着这名少年 两久 其中一名修士冷笑 不管你是什么人 把那丫头留下 然后 滚 林小璐一听这话 顿时恼火了 鼓着脸颊气道 我下山之前答应过我师姐不打架的 你们不要逼我 师姐另一名修士文言 差点笑出了声 小鬼 你可知你肩膀上的女人是谁 我劝你最好放下她 不然别说 是你师姐 就是你师娘来了 那也是死路一条 听到这两个人骂自己师姐 林小璐的脸色 彻底冷了下来 我要是不放呢 不放呵呵 修士冷笑了一声 阴沉着脸没说话 双方在空无一人的官道上对立 寒风席卷 呼声轻响之后 左边的那名修士突然爆喝一声 下一秒 他便和身边的修士同时掐绝大喊 眼蛇 哄 他们刚喊到一半 林小璐就一个干净利落的侧踹 一脚踹在巨大的大根青铜器上 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顿时呼 被一声横飞出去 仿佛一堵横过来的墙 带着狂暴的飓风 直接将这两名修士 撞成了肉泥 之后继续向前 一直飞撞进后方的酒楼之中 酒楼一被这重达八十万斤的大根青铜器 撞出一声爆响 砖墙破碎 木梁纷飞 瓦朔四箭 顷刻之间 整座酒楼就被撞塌 伴随着满天灰蒙蒙的尘土 将那两名铸鸡进修士的尸身 彻底淹没 化为一座废墟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间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 从旁人的视角看来 就是少年漂亮的抬腿一踹 飞出去的大根青铜器 便催哭拉朽间 一路向前横推 连人带酒楼 通通撞成一堆鸡粉 此刻 关道之中 林小璐扛着昏迷不醒的阿宁 看着眼前尘埃阵阵的废墟 不懈地撇了撇小嘴 随后轻飘飘装了个逼 帅帅压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只觉得怀疑压生 自己这个煞笔大哥 居然瞬间秒杀了两名铸鸡漆修士 而这两名铸鸡漆修士 到死都没来得及哼一声 他看了看这并不高大的少年 又看了看废墟 当即在心里下了决定 自己以后 可得跟这煞笔大哥好好混 这是大考山啊 少女醒过来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是木质的镂空顶棚 他眨了眨眼 过了好一会 才有些头痛地想起一切 随后立马做起 警惕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他发现自己 好像处于一家客栈的房间内 他的黑色布包 就在床头安静地放着 这倒是让他微微松了口气 虽然依旧有些疑惑 自己明明已经被他们找到了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 没有被那些人抓回去 逼问口诀 总归是好的 更何况乾隆红英也还在 真是父王母后保佑 少女欢喜地 拿起黑色布包 掀开被子刚要下床 随后便发现了一件 令他整个人差点疯掉的事情 自己身上的粗布麻衣 没了 变成了一条青色的碎花长裙 他在惊恐地一摸脸 果然 当初为了躲避他们 而特意在脸上涂抹的灰尘 也不见了 自己 自己这事 遭遇了什么 少女正惊恐着 恰巧这时 房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说话声 刚才那个大叔卖的糖葫芦 一点都不甜 等我回头 去收他的保护费 好啊好啊 到时候 大哥你捂住他的眼睛 不让他看 然后我就去 把他的家搬空 哇哈哈哈哈 哇哒哒哒哒哒哒 伴随着一人一压嚣张的大笑声 房门被一下推开 林小璐和帅帅鸭狼狈 围歼地走了进来 阿宁穿着青色的碎花长裙 光着白嫩的小脚 站在房间内 美目泛红地瞪着林小璐 而当林小璐和帅帅鸭 见到阿宁后 也是同时一喜 阿宁你醒了 林小璐笑哈哈地说道 阿宁你别问我是谁救了你 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 是我救了你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感谢我 也不要请我吃饭 吼吼吼吼吼吼 帅帅鸭也在一旁帮腔 女人 我也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们在 看到你被打飞的那一瞬间 我大哥就飞冲上去了 没错 我们绝对不会跟你说 在我把那两个 助击镜修饰打死之后 又来了四千多个 助击镜修饰 大哥我怎么记得 是四万哦 对对对 是四万个助击镜修饰 额外还有四千个结单 四百个原因 没错 当时我大哥裤子一脱 哦不对 是一副一仙 对着天上黑压压一片的修饰 豪迈的一拍小肚皮 直接就喊了一句 这个姑娘 我冬瓜村一霸照了 哪个不怕死的 就上前一步试试 林小璐被捧得开心坏了 在房间里小手一插腰 得意忘形地大笑道 帅帅压这话说的一点都对 当时那么多修饰 都被我的熊子给吓住了 不少人直接吓得拉巴巴 阿宁 你能想象那幅画面吗 四万多个修饰 悬停在高空 稀稀拉拉地往下拉巴巴 那场面 跟他们下雨一样 我的衣服 是谁换的房间内 少女清冷的声音 颤抖着发出 打断了林小璐 和帅帅压的一唱一和 林小璐愣了一下 看了看面前的阿宁 有些疑惑 衣服是帅帅压给你挑的 换的话 是这家客栈的掌柜给你换的 一个很喜欢八卦的大娘 对啊 女人你怎么了 我大哥 没给你换衣服 你失望吗女人 你不要得寸进尺 听到是一个大娘 给自己换的衣服 阿宁这才松了口气 她刚才的那一瞬间 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她不傻 自然知道自己 是被小璐救下的 但如果因为被救 自己的身子 就被她看光 那她也无法面对 好在 男孩比女孩长得要慢 心智也是如此 小璐好像 还不怎么懂男女之事 房间内 林小璐继续看着阿宁笑道 阿宁你以前 为什么总是涂那么多灰啊 掌柜大娘给你上药的时候 把你的脸擦干净我才发现 原来你长得 还挺特娘的像个人 阿宁 她美好气地瞪了林小璐一眼 随后又感受到了振振虚弱 她伤势还没好 连忙扶着桌子 坐回到床榻上 阿宁 那些人为什么要打你啊 我看他们都是 住基金的休闲者 对啊对啊 居然打你一个凡人 真是太过分了 少年和鸭子 蹲在少女床前 七嘴八舌地说着话 女孩抿了抿 有些苍白的嘴唇 没说话 过了许久 她才对林小璐倾道 你今天救了我 日后我会回报你的 哎呀 这有啥的 林小璐哈哈一笑 我是习武之人吗 俺们这帮练武的人啊 本来就是要行侠仗义 更何况 咱们都是朋友 出来混要讲义起的 说完她接着问道 阿宁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呀 说出来 我帮你解决 帅帅鸭在一旁连连点头 我大哥特别厉害 可以秒杀住基金的休士 女人你有什么麻烦 就快说出来 让我大哥开心开心 阿宁看着面前的少年和鸭子 抿了抿嘴唇 随后面无表情地开了口 我的麻烦很大 你救我一次 我就已经付不起报酬了 我不喜欢欠人情 听到这话 林小璐一愣 帅帅鸭也愣了一下 房间内忽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之后 林小璐突然吐了口气 露出了一张笑脸 行吧 大夫说你伤得挺重 需要好好养伤 我也不是休闲者 没有给你治疗伤势的手段 阿宁你就在这里敬养一段时间吧 说完 她就笑呵呵地起身离开 帅帅鸭看着少年离开 然后又看了看坐在床边的阿宁 翅膀挠了挠挠挂 最后气汹汹地对她哼了一下 也不知道 你整天骄傲个什么劲 亏我跟我老大 还把你当好朋友 跟你讲江湖义气 结果你 居然跟老大讲报酬 义气是可以用报酬来衡量的吗 早知道就不该让老大救你 真是气人 说完 帅帅鸭就一扭鸭屁股 迈着小脚离开房间 带他俩都走了 房间内便只剩下了少女一个人 他默默地坐着 然后目光看向了床头放着的黑色布包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许久 他拿起了黑色布包 将其抱在怀中 死死地抱着 大哥 你是不是在生那个女人的气啊 太过分了 你救了她 她还那副样子 我一只鸭子都看不下去了 燕门关的某处急事之中 林小璐一边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闲逛 一边听着帅帅 鸭发牢骚 你小点声 让别人听见你会说话 别人会被吓到的 不是啊大哥 你都不生气的吗 刚开始有点生气 现在不生气了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蹲在一处小摊前挑选水果 大说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一文钱一金 甜吗肯定甜啊 不甜不要钱 哦 那给我来两个不甜的 摊主 林小璐挑了两个不甜的西瓜 用一个篮子 装着拎在手里 并对帅帅鸭说道 阿宁只是因为怕连累到我们 所以才刻意跟我们保持距离罢了 帅帅鸭一愣 惊讶地看着少年 老大你怎么知道猜的 帅帅鸭 那我们还要管他吗 帅帅鸭继续问 暂时先不管了吧 他如果执意要离开 咱们也不能拦着呀 但如果咱们遇到他了 他有危险 肯定还是要救的 习武之人嘛 不路见不平 也说不过去 好吧 大哥你还挺有担当 嘿嘿 那是 一人一鸭 继继续悠哉悠哉地在街上晃荡 而没过多久 林小璐忽然看到 前面人头攒动的行人中 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赠光瓦亮的大光头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显眼得很 他当场吃了一惊 哎呀卧槽 弥陀律师的秃驴有点东西啊 被我打成那副德行 居然这么快就能出来溜达了 说完 他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帅帅压倒 这些死秃驴没一个好东西 走走走 我们再去打他一顿 哈哈 好嘞老大 热闹非凡的集市之中 林小璐和帅帅鸭挤开人群 直奔那醒目的大光头而去 可这大光头 似乎是发现了他们一样 明明没有转头 看他们 此刻却走得越来越快 不一会儿 便溜进了一条无人的泥巴巷子 死兔驴还挺鸡贼 估计是发现我们了 只可惜 他遇到了我冬瓜村一霸 林小璐带着帅帅鸭 一同拐进了小巷 接着便看到了这河上的背影 这条泥巴巷子 是一条死胡同 此刻 这位和尚穿着一身洁白的僧袍 背对着林小璐和帅帅鸭 安安静静地站在巷子内 林小璐看到他的身形后 先是一愣 他有些诧异 眼前这个秃驴 好像没有弥陀律寺那些秃驴那么胖 反倒是瘦瘦的 个子也有点矮 感觉还没自己高 帅帅鸭也是一正 眨巴着鸭眼看了看和尚 随后又看向林小璐 大哥 这好像不是弥陀律寺的那帮秃驴啊 嗯 估计不是被我揍的那批吧 林小璐迟疑了一下后 就直接大喊了一嗓子 喂 你是弥陀律寺的那帮秃驴吗 话音落下 片刻之后 一道清澈的少年声音响起 两位施主 恐是认错人了 说完 和尚转身 露出了全貌 这是一个颇为英俊的少年和尚 年纪大约跟林小璐差不多大 看起来也就十一二岁的模样 模样很清秀 但脑门上却有一枚黑色的肿块 看起来有些影响美感 此刻他转过身 林小璐身上的藏蓝色道袍 也是微微一愣 随后非常乖巧的双手和识道 原来是一位道爷 小僧失礼了 林小璐猛逼地看了看他 问道 你不是弥陀律寺的兔驴小和尚 含笑摇了摇头 小僧是从无心寺来 无心寺那是在哪 林小璐诧异地看了他好几眼 随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算了算了不管了 总之我看见兔驴就不顺眼 说完 他就抬手对着小和尚一指 大声怒吓 小秃驴脱裤子 小和尚文言吓了一跳 脸都白了 他看着凶神扼杀的林小璐 迟一片刻后 哆嗦着嗓音轻道 不 不要了吧 帅帅鸭一听他说不要 顿时就不乐意了 站在林小璐脚边 翅膀一插腰 嘎嘎大喊 让你拖你就拖 你在墨迹 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小和尚见帅帅鸭居然会说话 再次一正 随后惊讶地看向林小璐 原来施主也是修士 小僧失礼 林小璐微微一愣 也难不成你是佛门的修士 小和尚含笑到了声 是 林小璐文言 有点感兴趣了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佛门的修士 因此上下打量了小和尚好几眼 随后才自我介绍道 我叫林小璐 是来自峨眉的 小兔驴你 怎么称呼原来是峨眉的施主 施敬 小和尚掌中挂着念珠 背对倪墙 再次对着林小璐 双手和识 呈大慈悲义 尊敬道 法本无心 我本无垢 平僧法号 无垢 林施主 鸭施主 小僧法号无垢 本是无心思的和尚 两年前去往九华山 拜见地藏菩萨法乡 现在准备回原寺 你八巷子内 小道士 小和尚 以及一只小鸭子 蹲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圈 一起唠着刻 林小璐好奇看了看 无垢小和尚额头上的黑色肿块 疑惑道 你这是被人打的吗 小和尚轻柔地笑了笑 林施主误会了 这是小僧磕头刻出来的 小僧离开师门去九华山拜见地藏菩萨 是行三步一跪 五步一拜 七步一叩手 一路磕头磕出来的 所以才走了足足两年多 你的爱好真奇怪 居然喜欢磕头 帅帅鸭惊叹 无垢双手和尚 鸭施主误会了 这是表达小僧对地藏菩萨的尊敬 是信仰 林小璐继续好奇地看着他 一脸坏笑地问道 小兔里我看你 跟我差不多大 你什么修为啊 回林施主 小僧目前修为是宁气三层 一惹你这也太弱了吧 林小璐一脸嫌弃 你简直比陈念云还弱 也就东方淡和汤圆差不多的水准 我妹妹今年才十岁 都可以助击了 提起妹妹 她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骄傲 见自己的修为被鄙视了 小和尚尴尬地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脑瓜子 咳嗽了一下说道 小僧是出家人 修行和许多修士是不同的 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佛法上了 那你们佛法都学习的啥呀 林小璐继续好奇地询问 她自己是道士 但除了学字以外 是从来没看过道经的 虽说俄眉有专门的道经堂 但是她从来没去看过 不过老大好像挺爱看书的 成天捧着一本图画书看 那里面估计是很有学问的道家经文 见林小璐好奇 佛法是研究的什么 小和尚也知无不言 非常开心地宣传道 佛法的法 拆开来念 就是三个点 和一个来去的去 所以说 学习佛法 就是教导人们去掉三个点 哪三个点泥巴向内 小和尚对林小璐和帅帅鸭 竖起了三根手指 贪 趁 吃 中午时分 林小璐热情地邀请小和尚 来自己住的客栈下榻 并表示 吃穿住行都包在自己身上 当然 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因为 林小璐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武艺 就跟小和尚 说了自己的困惑 而小和尚则告诉她 在她的无心寺中 有两卷前人留下来的真金卷书 这两卷眷书高深莫测 且跟武术有一定关联 据说 是小和尚的师父 一位叫无缠的老和尚 在年轻时 从义武术高人手中获得 但因为她和她师父 都是修仙者 因此 这两卷经书虽然巧妙 但并没怎么研究过 只是用来收藏 而这两卷经书的名字 则分别叫做 心一把和一金金 故而林小璐 便热情地接待了小和尚 并表示自己 就是习武之人 想要去无心寺看看 而小和尚也很高兴 一口答应下来 毕竟她所在的无心寺 其实很小 里面只有她和她师父两个人 平日里也没有什么同龄人玩耍 这下子找到了一个玩伴 也觉得挺不错 小和尚 你以后就跟我混 别拜佛祖了 拜我吧 对啊对啊 我就天天拜我大哥 他不让我 拜我还不高兴 饭都吃不下 帅帅压在旁边搭枪 无够害羞地双手和十 念了生佛语 听到 小僧随师父学佛法 是不拜佛祖的 不拜佛祖 那你们拜谁 领小鹿惊讶 我们拜佛法 无够笑着解释道 师父教导小僧 佛法并不能指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化身 而是一种大慈悲的理念 所以 小僧和师父所拜的 正是这种大慈悲 哇 想不到你和你师父还挺特殊 跟我以前见过的秃驴 一点都不一样 领小鹿嘖嘖称其道 俩人一压有说有笑地进了客栈 进门后 便看见了坐在大堂里喝粥的阿宁 他脸色苍白 整个人意识憔悴不堪 一吹就要倒的模样 小鹿见到他后 乐呵呵地 就冲他打了个招呼 阿宁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 这个小和尚叫吴够 是来自一个叫无心思的寺庙 小和尚 这是我的半个朋友 他叫阿宁 具体名字 我也不知道叫啥 他没告诉我 听见小鹿对自己的称呼 从朋友变成了半个朋友 阿宁的脸色 更加白了几分 女施主好 吴够很有礼貌地 对阿宁做了佛家的拜见法 阿宁也点头回应 声音虚弱地道了句 小师父好 随后 他便再次看向嘻嘻哈哈的林小鹿 迟疑着开了口 跟我过来一下 啊 林小鹿后知后觉 他见阿宁已经吃力地起身 拿起黑色布包 往客栈后院走去 便只好把西瓜放下 有些疑惑地跟了上去 小和尚我们一会儿接着唠嗑哈 晚上我请你吃鸡腿 客栈大堂内 一身洁白僧衣的无垢小和尚 和帅帅鸭并排而立 看着他俩一前一后离开的背影 皆是有些茫然 随后 帅帅鸭活动了几下翅膀 绝着肥美的鸭臀 目露沧桑地感叹道 女人心看不透 只因胸前肉太厚 无垢小和尚 也在他旁边双掌合十 低头道了声 阿弥陀佛 林小鹿跟着阿宁 一路来到空无一人的后院 张口就问 阿宁你喊我干嘛 院内 少女背对着他 停了一会儿 才声音有些微颤地开了口 我姓江 全名叫江明 江 宁林小鹿疑惑地点点头 你喊我来 就是跟我说你的名字的呀 少女没说话 似乎是在 纠结着什么事情 林小鹿则撇了撇嘴 她不喜欢说话做事 总是吞吞吐吐的人 因此不耐烦地撇了撇嘴 没什么事儿 我就先回去了 我买了不花钱的西瓜 一起来吃吧 等一下 江宁喊了一声 转过身 手里提着长长的黑色布包 非常认真的 看向林小鹿 她安静看了面前的少年一会儿 随后 袖口微起 小鹿 你听过大唐吗 听过啊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 大唐吗 少女摇了摇头 这里是唐国 不是大唐 唐国只是 先门峨眉的一个附属国 而大唐 是一个可以跟 修仙宗门 平起平坐的强大国家 就拿峨眉来说 大唐就不完全弱于峨眉 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吗 林小鹿有些惊讶 你是说 这个什么大唐 作为一个凡间国家 可以和峨眉相提并论 嗯 将您沉吟了一下 随后皱着秀眉点头 如果峨眉没有 李明如 作证的话 那确实是可以 相提并论了 听见阿宁 喊自己老大的名字 林小鹿 微微有点诧异 她没想到 阿宁一个普通人 居然还知道自己老大 不过她面上不动声色 也没说 李明如就是自己师尊 而是决定 把这个事情 留着下回装逼用 因此 林小鹿继续问道 你说的大唐 我没听过 你干嘛要跟我说这个 你不是一直好奇 我的来历吗 将您露出一个 颇有些苍脈的笑容 我是大唐唯一的公主 林小鹿 院中 少年听完先是一愣 随后两只小手一摊 鼓着脸道 那又怎么样 你是在跟我炫耀 你的背景吗 我可是峨眉下一代掌门 论身份 一点都不怕你好吧 江宁 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宁有些哭笑不得 无奈解释道 大唐已经被灭了 我现在是一个亡国公主 说完 江宁便向面前的少年 阐述了自己的过去 大唐 是位于神州东部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全民尚武 军队骁勇善战 民间武术门派繁多 曾经一度非常繁荣昌盛 是繁奸一等一的大国 而江宁作为大唐的长公主 那也是自幼习武 从小便练得一手好枪法 且席得大唐国术八卦掌 和白鹤拳 而大唐周围的修仙宗门 只有一个 云古宗 那是一个底蕴不下于峨眉的强盛宗门 宗门内有杰丹靖修氏庶名 筑姬修氏无数 其宗主和老祖 也皆是圆英镜的强者 即便是面对峨眉 也绝对不虚 当然 除了李明如 但云古宗虽然强大 大唐却依然不弱 几百年的时间里 二者一直处于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 大唐的子民 也从不信奉云古宗的先人 这其中 除了大唐是全民上武的国家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一把名为乾隆红英的红英枪 传闻江宁的先祖 大唐开国皇帝江太清 也曾是一大能修士 精彩艳艳 享遇神舟 但其后人却没有修行天赋 于是他 便用一把普普通通的红英枪 附住了一条强大的苍龙 并将其龙魂收服于枪内 之后 江太清突破原因 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 便将此枪留给后人 并留下一道 可以召唤龙魂的口诀 且只有将是后人的血脉可以使用 这才让大唐彻底拥有 与修仙者平起平坐的资格 小院内 林小鹿趴在墨盘上 捧着小脑瓜 听江宁讲故事 目光也好奇 撇向了江宁手中的黑色布包 这不会就是 那把藏有龙魂的红英枪吧 他好奇地问道 江宁点了下头 同时苦笑 只可惜我是女儿身 即便知道口诀 这把乾隆红英内的龙魂 也不愿奉我为主 无法像当年太爷爷那样 面对云古宗那帮强盗 愣是凭借这赶红英枪 站在大唐国门之下 以一身血肉之躯 长枪独守大唐魂 长枪独守大唐魂 林小鹿回味了一下这句话 感觉还挺酷的 那之后呢 大唐是因为什么原因被灭的呀 他继续问 江宁听到这个问题 娇曲顿时一颤 仿佛想到了什么悲痛的事情一般 美目中含着滔天的愤怒 咬牙切齿道 因为我们江家出了一个叛徒 谁呀 我的双胞胎弟弟 江远安 原本乾隆红英到了这一代 继承人有两个 一个是太子 我的大哥江请光 另一个就是我弟弟江远安 但却很意外的 我弟弟有了修行天赋 且天资不俗 年纪轻轻便达到了宁气四层 宁气四层 林小璐愣了一下 这个实力的话 天赋好像 确实比东方旦和汤圆他们强一些 然后比陈念云要弱一点点 不过确实还算可以了 小院中 江宁继续悲痛地讲道 那个叛徒 为了寻得长生之法 心甘情愿做了云古宗的走狗 并且得知 大哥是太子 他无法得到乾隆红英的情况下 杀凶是负 然后逼问父王乾隆红英的所在地 和其口诀 等一下 林小璐突然打断了江宁 眨巴着大眼睛疑惑道 你弟弟不知道口诀不知道 江宁摇了摇头 江家祖训 只有太子继承大统的时候 才可以从父皇那里得知口诀 我和江远安都不知道口诀 我大哥那时候还没继位 也不知道 所以 后来才有了他杀凶是负的一幕 当时父皇和大哥 被那畜生下了毒 然后父皇被其逼问 恰巧被我撞进了这一幕 那畜生便逃回了云古宗 而大哥最先毒发身亡 父皇也在临死之前 把口诀和所在地告诉了我 让我带着乾隆红英 去找远在另一处诸侯小国当王的叔叔 将乾隆红英和口诀告诉他 林小璐听得一脸猛逼 他大概好像可能是搞懂了 所以 你其实是要去找你叔叔复国事 我们大唐的子民 原本从不拜神仙 只拜祖皇帝 但现在那里已经被亡 人们更是跟奴隶一样 家家户户都要拜云古宗的修士 而我的弟弟 也因为杀兄是父 这一诸狗不如的举动 彻底立了大功 在宗门内地位超然 说完 江宁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平复了下心境 随后抬起泛红的双目 看向少年 轻道 小璐 很高兴你能拿我当朋友 我也不瞒你了 云古宗一直想要得到乾隆红英 得到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口诀 就是想用仙家手段 抽出里面的苍龙之魂 大唐子民的信仰念力 乾隆红英的苍龙之魂 他们都要 所以他们会不断派修士来抓我 现在已经有两个住基金的修士找来了 后面恐怕就会有更多厉害的修士过来 我 江宁停了一下 目录决然地说道 我估计我很难抵达叔叔所在的诸侯国了 你帮不了我 你的本事虽强 但终究受限于你的年纪 对付不了结单金以上的修士 所以 很抱歉小璐 我们萍水相逢 我不想拖累你 林小璐尴尬地砸罢了一下嘴 江宁在后院中的一口井边坐下 并从腰间束带 掏出一块金钉丢给了少年 少年接住 疑惑地望着他 而他 则难得地对林小璐 露出一个寒泪的笑容 之前带着乾隆红鹰 从皇宫里逃出来 因为走得交集 身上没有带钱 所以我这个王国公主 其实还挺穷的 我为了可以赶到叔叔那儿 才那么贪财地跟你要钱 不过云古宗已经有修士找到了我 他们虽然死了 但后续肯定会有更强的修士来抓我 我应该是赶不到叔叔那里了 所以这块金钉 我也就不需要了 林小璐闻言不懈地哼了一下 小妞儿 送出去的金子 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 你这是瞧不起 我们出来混得是 不将您听到他这不着调的话后 先是一愣 随后扑吃一声破涕微笑 没好气瞪了他一眼 谁敢看不起你 你那么厉害 一个人打几万个修士 面前的少年骄傲地哼了一声 嘚瑟地笑道 多大点是吗 你离你叔叔的诸侯国不远的话 我送你一路 保证你平安无事 小璐你别瞎逞强了 江宁目中含泪 他说道 云古宗是个很大的势力 宗门内强者如灵 即便你的靠山是峨眉 那也不好对付的 那我老大李明如呢 林小璐突然笑呵呵地问 李 江宁听到李明如三个字 原本柔美的瞳孔瞬间一缩 整个人激动地直接从井边站起 不敢置信地看着少年 你师父真的是李明如 坚守人间正到三百年的李明如 林小璐刚想傲娇地点头 但听见阿宁对老大的称呼后 也是猛了一下 坚守人间正到三百年 这是什么鬼 老大不是号称抬首摘星辰 惊扰天上人的妈 什么时候还有过这个称号 而在小璐茫然的时候 江宁的目光中 也彻底闪烁起了希望的亮光 说实话 他从未想过 小璐的师父会是李明如 毕竟在他看来 李明如那样的高人 是不会轻易收弟子的 更何况是小璐这样看起来 有些不合情理的弟子 但如果小璐的师父 真是李明如的话 那所有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了 他还记得在自己年幼时 父皇曾跟自己讲述过一生中 见过最厉害的修士 其中说过的大能修士不少 但最厉害的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李明如 父皇说 在很多年以前 李明如曾经来过大唐游历 当时的父皇还是个小孩 和先皇爷爷 以及满朝文五百官 都见到了他 那时候 云古宗的宗主 和他们的老祖宗也都来了 他们都是原音尽的修士 可当他们见到李明如时 是全程跪着的 而且并不是李明如逼迫他们跪 是他们自己要跪的 拉都拉不住的那种 一个个开心的不得了 嘴里还一个劲说着 多谢李半神 给我云古修士贵贱的机会 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那个云古宗的老祖 逢人就吹嘘自己贵贱过李明如 骄傲了好几十年 所以 如果李明如出手 那所有的问题 都将彻底不是问题 院内 将您非常激动地看着林小璐 秀纯亲启道 小璐 你可以请出李上仙吗 我老大在闭关 林小璐哈哈大笑 不过阿宁你放心 我下山的时候 留了本命灯 如果那个什么云古宗 派一些结单镜 原因镜的修士来欺负我 我就先把自己打残 这样 掌门姐姐就会感应到 然后让我老大来救我了 江宁 他有些哭笑不得地 看着林小璐 先把自己打残 你可真是个狠人 林小璐却浑然不觉 丝毫没觉得 自己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 反而信誓旦旦地继续笑道 所以 阿宁你 完全不需要担心 有我老大呢 回头我们就去看看路线 看你叔叔的那个小猪猴国 和去往无心寺的路线 是不是再一块 然后 咱们可以一起上路一起玩 多开心 江宁抿了名嘴 苦涩地笑道 我已经是个亡国公主了 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 小事 这有啥会不回报的 我们习武之人 就是要帮助好人 然后欺负恶人的 说完 林小璐才看着少女 眼巴巴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老大李明如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你说的什么 坚守人间正到三百年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呀 你没听过吗 江宁也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完全没听过 林小璐摇头道 我大概知道我老大挺厉害的 人称抬首摘星辰 惊扰天上人 但没想到 还有这么个称号 江宁坐在井边 金智的小脸上也是有些猛 抬首摘星辰 惊扰天上人这句话 他也没听过 李上仙原来还可以摘星辰的吗 一时间 俩人的气氛变得有些安静 而一向机智的异逼的林小璐 也渐渐意识到了一件事 自己其实对老大一无所知 而且很可能整个峨眉 包括掌门姐姐在内 对老大的了解 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安静的气氛持续了一会儿 江宁开口倾道 李上仙应该是挺有名的 你带回来的吴构小师傅 不也是修饰吗 可以问问 他听没听说过李上仙 好 我这就去问 林小璐二话不说 就扭头跑向了客栈堂院 而带他走后 井边端坐的少女静坐了一会儿 这才抹掉眼泪 露出可爱的笑容 提着黑色布包前往堂院 此时 客栈堂院中 吴构正在帅帅压 一起品尝外绿内白 无色无味的西瓜 他俩正吃得开心 林小璐忽然就凑了过来 小脸严肃 神秘兮兮地来了一句 我师尊是李明如 吴构 帅帅压 一人一压 同时都愣了几秒 而随后 他俩都炸锅了 林施主 您的尊师 居然是李明如 大哥 您的师傅 居然是李明如 林小璐看着面前小和尚 和帅帅压震撼的反应 彻底猛逼了 小和尚知道也就算了 居然连一头鸭子 都知道自己老大的名讳 他惊讶地看了看吴构 又看了看帅帅压 然后试探着问道 你们知不知道 我老大的称号 是什么帅帅压 此刻已经激动坏了 在桌子上挥舞着小翅膀 嘎嘎大叫 这当然知道了 谁还能不知道李明如啊 好多修士不是都说过吗 平生不见李明如 纵是天人也枉然 林小璐一脸呆滞 这特别又是什么称号 他又将炽热的目光 看向吴构 而脑瓜赠量的吴构 也是一脸兴奋地回答道 林施主 小僧常年和师傅 在寺内研修佛法 倒是不太清楚 李前辈的称号 只是听师傅评价过李前辈 哦 你师傅无心大师 是怎么评价 我老大的呀 林小璐饶有兴致地问 唐院内 吴构小和尚双手和时 腼腆一笑 师傅说 天下修士分两种 一种是李明如 一种是其他修士 司令小璐听到这个评价后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只感觉整个人头皮发麻 浑身上下都直起鸡皮疙瘩 这小和尚的师傅 也太能吹捧自己老大了吧 还特么得到高僧呢 出家人是不能说谎的吧 自己老大真的有这样牛逼吗 为什么自己一直以为他 只会喝大酒看图画书 年幼的林小璐 甚至忍不住在脑海中 连想出一个画面 就是老大提着个 破破烂烂的酒葫芦 一脸嘚瑟地对自己见笑 傻途 你对为师的牛逼一无所知 哦吼吼吼吼 一想到这幅画面 他就感到脑瓜疼 直接就在心里下了决定 等自己回到峨眉以后 一定要去问问老大 问问他 以前到底做过多少 人生共分的事情 才能获得这么多吊炸天的称号和评价的 实在是太过分了 逼一格居然比自己还高 那自己17岁成年之前 还能超越得了他吗 压力好大 时间慢慢推迟 不久后到了夜晚 江宁 吴购 小璐 帅帅鸭 一起在大唐吃起了晚饭 因为燕门关靠近沙漠的原因 所以这里的物资 比起唐国中央地带是 比较匮乏的 吃不了火锅 因此 林小璐花了一块金锭 买了一头烤骆 摆了长长的一个大桌 吴购是出家人 不能吃肉 虽然小璐和帅帅鸭 极力劝说 他也依旧不吃 给自己盛了一份稀饭 拿了一根黄瓜 以及一根胡萝卜 然后一边看着他们 胡吃海喝 一边咽口水 林小璐很喜欢热闹 现在这种一伙人 围在一起吃饭的景象 就让他觉得很开心 胃口大开 整个人跟个小野猪一样 一头烤骆 几乎是被他一个人吃完 而吃完晚饭后 他们便计划了一下路线 因为江宁叔叔所在的小猪猴国 就在去往无心寺的必经之路中 因此 一切也就顺理成章 三个少年人和一头鸭子 决定先送江宁去他叔叔那里 然后再去无心寺寻武 咚咚咚咚咚 官子在菩萨 行身搬惹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舍利子 色不易空 吵死了 小和尚你安静一点 哦 抱歉林施主 第二日 大清早的 天都还没亮 林小璐就被无垢敲打木 于背诵经文的声音吵醒 他一脸愤怒地从床榻上坐起 对着无垢怒目而是 你信不信我揍你 沐渝声一停 小和尚抱着小木锤 一脸害羞 支支吾吾道 不 不要了吧林小璐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起身穿上衣服 看来自己今天只能提前起床去跑步了 这小和尚不知发什么疯 起得居然比自己还早 窗外的天色还黑着呢 就起床诵经 真是对佛法有够勤奋 我要去跑步 你去不去小僧要做早课 就不去了吧 小和尚红着脸说道 说完 他不好意思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林施主 咱们这个客栈 没有其他房间了吗没了 我问过掌柜大娘了 夜门关人少 除了住军以外 平时很少有人来 所以 客栈只有两间房 你咋了 不愿跟我睡一个房间 不不不 小僧 小僧指示 指示 见小和尚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林小璐顿时觉得不耐烦 一边穿鞋 一边催促道 大老爷们的 你想说啥就说呗 小和尚憋了半天 只能仗红着脸道 小僧只是觉得 林施主睡觉时不穿衣服 有点奇怪 这有啥奇怪的 我们都是男的 你怕啥林小璐翻了个白眼 觉得这小和尚什么都好 就是胆小 还总是一副小女儿性情 估计江宁的胆子都比大 说完 他便不再理会小和尚 一把拽起 还在酣睡地帅帅压出了房门 这两天 他们是没有能直接出发的 江宁的伤 还需要休养两天 所以定的是 后天离开燕门关去大漠 昨晚吃完烤骆驼以后 林小璐就把江宁的事情 告诉了无垢 心性干净单纯的 无垢小和尚也很讲义气 直接表明 我佛慈悲 愿意协助 还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本事不差 然后林小璐 在拔出大羹青铜器 给他看看之后 他立马又说出了 出家人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谦逊的心 自己还需要多锻炼 早上午时 林小璐跑完一个 时辰的步后 回了客栈 发现江宁和小和尚 正在吃早饭 小璐 你跑完步了江宁笑吻 对啊 我发现昨天卖西瓜 给我的那个爷爷不见了 林小璐一边说一边坐下 招呼掌柜给自己上 二十个肉包 十个烧卖 十个鸡蛋 十碗粥 一会儿你陪我出去一趟吧 把马和马车去卖了 江宁一边喝粥一边倒 我们进大漠前 要先换个骆驼 直接去买骆驼就好了吧 那么麻烦 林小璐说道 江宁瞪了他一眼 那马能马送人吧 我懒得折腾 反正我贼有钱 江宁闻言 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你就不知道省着点花少女 有钱人的世界你不懂 一旁的帅帅鸭帮腔道 就是 还大堂公主呢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说得对 李明如是我老大 你觉得 我不配乱花钱吗 林小璐一副欠揍的模样 一旁安静的无垢 努力地憋着笑 怕笑出声被打 江宁则美好气地 瞪了这一人一压一眼 他觉得林小璐 在知道礼上先的厉害程度后 就越来越嚣张了 真的是好欠打 吃过早饭 三个少年人 以及帅帅鸭 就一同出了客栈 去置欢骆驼 而他们的模样 也惹得街上许多人纷纷注目 一个略显婴儿肥 到哪儿 都露着坏笑的小道士 一个相貌清秀 笑容温暖 还总是脸红的小和尚 一个气质出尘 手提狭长黑色布包 仿佛女侠般的小姑娘 以及跟在三人后面 卖着小鸭步伐 昂首挺胸 一脸拽扬的鸭子 真是怎么看怎么奇怪 江宁牵着马车 去了一处马匹厂贩卖 愣实拉着马厂老板一阵忽悠 最后卖出了一定金子 五两文银的价格 比原先还多卖了五两银子 这番操作 把林小璐惊为天人 江宁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居然这么会做生眼 小和尚也是惊叹不已 江施主年纪轻轻 就这般有生意头脑 日后若是想致富 那可真是轻松至极 江宁美滋滋地 把卖来的钱丢给林小璐 骄傲地对她笑道 怎么样 本公主还是有点用的吧 用处跟汤圆有的一拼 汤圆是谁一个足智多谋 还会恋单的少年 哇 小璐你是夸本公主聪明吗 想不到你还挺有眼光 嘿嘿 过奖 三个少年人一路聊着天 嘻嘻哈哈地 又去了卖骆驼的地方 全程还是江宁砍价 最终以一块金钉十五两文银的价格 买下了一头标肥体状的骆驼 另外 因为是要去大漠 林小璐还买了不少的水和干粮 然后无垢小和尚 是可以用纳戒的 只不过他的纳戒在手上的念珠里 林小璐就把买来的水 干粮等物资 清一色放进了无垢的念珠之中 之后的几天时间 几个小伙伴就一直住在客栈 每天玩玩闹闹 一会儿听无垢说说佛法 一会儿听小璐聊聊打劫的心得 一会儿听帅帅鸭 讲述自己当年的纵横压界的风流运势 过得还挺悠闲 之后 终于等江宁的伤势恢复差不多了 他们才再次出发 骑着骆驼 过了烟门关城门 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漠 这日 猎阳高挂 凌空闪耀 将整座沙漠 照耀成了一片金黄 林小璐骑在高大的骆驼上 被一前一后两坨柔软的驼风夹着 手里捧着水囊喝得不亦乐乎 帅帅鸭 则骑在骆驼的脖子处 他身子小 可以半躺在骆驼背上 面对着火辣辣的阳光 跟晒太阳一样 江宁和无垢小和尚 则跟在骆驼旁边 江宁和小璐 是轮着骑骆驼的 每人骑一个时辰的时间 无垢不骑 他不愿 让骆驼操劳 江宁我们已经进大漠两天了 还有多久才能到进国啊 骆驼背上 林小璐无聊地喊着 他觉得自己 都快被太阳晒黑了 快了 大概还有个三五天 就可以出沙漠了 说完 江宁又扭头 对他叮嘱道 晋国不是依附于峨眉的国家 他们那边依附的是全真 到那边 你可得收收性子 全真的修士会打我吗 那不会 毕竟也是正道宗门 江宁说道 那我要是遇到他们 跟他们说我老大是李明如 他们会不会把我当爹一样 供着林小璐继续问 这个 不太清楚 林小璐觉得自己 下山的目的已经变了 从一开始认认真真地 寻找武术 变成了逢人就说 我师尊是李明如 他觉得 寻找一下自己老大的 牛逼往事 也挺有意思的 小璐 一个时辰到了 该换我骑骆驼了 哦好 林小璐翻身从骆驼上跳下 然后看着江宁 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江宁一起上来 立刻就感觉 沙漠里的毒太阳是真热 这会儿又是八月份 周围的空气 都因为高温而不住地颤抖 还是凡人的他 不像小璐那样身体变态 也不像吴构那样灵气充盈 只能对着下方的吴构大喊 吴构师父好热 你会不会求雨呀 听见江宁的要求 吴构小脸一红 抱歉回应道 江施主 小僧只是宁气三层的修士 不曾学习过求雨之术 林小璐听见吴构这非常有礼貌的话 笑嘻嘻地忘了忘她 可以呀 小和尚 想不到你对阿宁一个凡人女孩 都这么客气 还真是有得到高僧的风范 我越来越喜欢跟你玩了 那可不 吴构小师父最懂礼貌了 不像某些人 天天说脏话 江宁骑在骆驼上 可爱地哼着 林小璐听见他一有所指的话后 先是一愣 随后就对骆驼上 已经睡着的帅帅鸭鄙视 你看看 让你天天吹牛 被阿宁嫌弃了吧 睡梦中的帅帅鸭 打了个喷嚏 扁嘴硬得不行 无垠的沙漠里 吴构被小璐和江宁夸赞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脸蛋也红得发烫 我讲了 小僧只是有一个好师父罢了 师父曾经教导小僧 无论是修仙者 还是凡人 大家都是天地间的生灵 本质上并无不同 或许每个人的出生 天赋 能力 会有高低之分 但每个人的灵魂 却并无贵贱之别 林小璐一听这话 顿时高看了他一眼 拍着他的肩膀称赞 小和尚你可以的 我觉得你的师父无心大师 应该也是 一个值得被尊敬的人 说完他继续对吴构孝道 我突然发现 咱俩还挺玩得来的 至少咱们的里面都很接近 我是习武的 我就觉得 习武之人不比修仙之人差 凡人也不比修仙之人差 你这小和尚 则是觉得众生平等 不错不错 说完 小璐又笑哈哈地问道 小和尚 你师父无心大师 还跟你说过什么经典的话吗 快来跟我说说 洗涤一下我这牛逼轰轰的灵魂 骆驼上的阿宁 也是饶有兴致 端着下巴起哄 对啊 小师父 你跟小璐讲讲你师父的里面呗 多开导开导他 省得他整天不着调 无垢挠了挠小光头 害羞的都不敢看 林小璐和江宁 只能支支吾吾地开口 师父说过的话挺多 这突然一下子 小僧也想不起来 只想起来一句 哪一句啊 小璐追问 圣人求心不求佛 愚人求佛不求心 此话一出 才学不俗的江宁 顿时美目一亮 大声夸赞道 大智慧 喂喂 这什么意思啊 林小璐鼓着脸猛逼 我听不懂啊 小璐你笨死了 江宁笑着解释道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说 真正品格优秀的人 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本心做事的 不需要求神拜佛 因为他们心中无愧 反正那些做了坏事的愚昧之人 才更需要去求神拜佛 借此来阐述自己的恶念和愧疚 寻得心安 寻得解脱 无垢文言笑了笑 夸赞 江施主很有悔根 不过这句话的意思 却还是解答错了 哦 江宁眨着眼睛好奇道 无垢小师父 这话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呀 无垢效应 这句话的深层意思是指 学佛实际上就是修心 而佛只是心的外向 或者说 佛已修得了真心 而圣人是有大智慧的 他们明白学佛的真谛 所以就像内求 所以修心 不用修佛 而愚人的智慧未开 所以以为 佛才是主宰一切的根源 所以就像外求 所以求佛 一番佛与论禅 把灵小路听得晕头 转向云里雾里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觉得 小和尚其实还是挺牛逼的 心里也对 这刚认识不到三四天的小伙伴 多了几分尊重 毕竟小和尚虽然年纪小 但却是个值得尊重的真和尚 如果他年纪 要是再大一些 夸一句活佛都不过分 跟弥陀律寺那些山泡一比 那可真是天差地别了 三个少年人 一边走一边欢乐地闲聊 不知不觉地 只感觉空气中的炎热 都淡了几分 而几个时辰过后 随着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渐渐变暗 原本炎热的气温 也开始骤然下降 沙漠就是这样 昼夜温差极大 前两天倒还好 没那么冷 今晚不知怎地 气温比之前还要低了不少 几人不再赶路 而是开始准备露宿 无垢从念珠里 取了燃烧用的木柴 和休息用的垫子 以及小路的洗尘单 干粮和水 没多久 三人就在一处比较平坦的 沙滩地上点起了篝火 煮起了干粮 阿帖 篝火旁 江宁还是打出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冻得清水鼻涕都滴了出来 整个人更是裹着 林小路的道袍直哆嗦 这会儿已经彻底到了晚上 整个沙漠都被点点星光 和惨白的月光 照耀成了银灰色 虽然好看 却又因为一望无际 而显得有些荒凉 给人一种凄美之感 而且 今晚的沙漠也是真冷 江宁自己都没料到会这么冷 毕竟他没来过沙漠 准备不足 只想到了买骆驼 却忘了要多带衣服 这会儿 即便是靠近燃烧的篝火 都冻得直打喷嚏 哈哈哈哈 阿宁你别再把鼻涕弄到嘴里了 哈哈哈哈 看到江宁挂着清水鼻涕的模样 林小路开心地要死 一边笑话他 一边在篝火旁翻起了跟头 帅帅鸭也在他身旁嘎嘎大笑 他倒在地上 小翅膀捧着肚皮 笑得直蹬腿 一人一压 看起来要多欠有多欠 林 林小路 你 你给我等 给我等 等 阿帖 江宁裹着林小路的道袍 简直欲哭无泪 他已经冷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正在煮炒米的无垢无奈 看向林小路道 林施主 你还有衣服吗 江施主这样下去不行的 哈哈哈哈 我也没了 你看我现在都只剩内衣了 林小路指着自己白色的内衣笑道 无垢闻言叹了口气 对江宁抱歉地笑了下 江施主很抱歉 小僧习得的法术太少 也没什么能帮助你的方法 这就把僧衣借给你遇寒 无垢师父不必客气 我已经很感激您了 不像某些人 就知道在旁边幸灾乐祸 江宁一边说 一边对着林小路怒目而逝 林小路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冲他可爱的一吐舌头 扮了个鬼脸 江宁见此更是气得一哼 然后忍不住又打了个喷嚏 他实际上还是挺感谢小路 借给自己倒袍穿的 只是一看到他那副剑兮兮的样子 就忍不住来气 真恨不得踹他两脚 还有那个帅帅鸭 一副狗腿子的模样 自己迟早要把他的毛都给拔光 沙漠中 无垢看着不停打喷嚏的江宁 感受着空气中略显冰凉的微风 叹息道 只可惜沙漠里没有墙壁挡风 不然江施主也不会这么受罪了 正在和帅帅鸭玩闹的林小路 听见这话赫然眼前一亮 有了 我想到办法了 说完 林小路就在江宁和无垢面前 抓起一把沙子 然后双手一拍 小路你在干嘛紧紧裹着道袍的江宁疑惑 无垢和帅帅鸭 也有些茫然地望着他 林小路哈哈大笑 我用地上的沙子给你做一堵墙 给你挡风 你别折腾了 江宁无奈道 我们没有 没有足够的水 沙子是 是 是 阿T 是拒不起来的 面对少女的怀疑 林小路黑黑露出一个坏笑 女人 你对我的牛逼一无所知 说完 她的双手就猛得一发力 随后只听一声轻响 一块坚硬的沙石 便在林小路手里诞生 见到这一幕 江宁猛了 无垢也猛了 就连帅帅鸭都张着小扁嘴 半天合不上 我的天 你这到底是什么力气 江宁尖叫出声 鼻涕都不流了 无垢看着林小路 不断将细腻的沙子 压缩成坚固的沙石 也是被震撼得不轻 嘖嘖称其道 神乎奇迹 神乎奇迹啊 林施主虽不是修仙之人 但却凭借一身气力 已经远胜许多同辈修仙者 真是好一尊怒目金刚 说完 她羡慕地看着江宁道 真羡慕江施主 可以遇见林施主这样重情重义 又有手段的少年狼 江宁一听这话 顿时小脸一红 没啃之声 场中 林小路速度飞快 不断地用双手挤压沙石 不久便捏出了无数块沙砖沙石 然后将其堆积起来一堆乱拍 愣声声凭借一身怪力 拍出一个小沙墙 刚好可以帮江宁挡住寒风 江宁也满心欢喜地待在了沙墙之下 裹着盗袍 对她道了线 并夸赞道 你力气真大 林小路嘚瑟的小脑瓜一昂 这有啥 这只是我的冰山一角 愚公移山 你们听过吗 江宁和吴够同时点了点头 随后吴够双目一亮 惊喜地崇拜道 难不成林施主也移过山 不不不 愚公做过的事 我怎么可能再做 我做的要比愚公牛逼 多了林小路骄傲地说道 你做过什么江宁坐在篝火边 依靠着煞墙 好奇问道 在吴够和江宁好奇的目光中 林小路嘴角一翘 露出了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 我把鱼公移了 江宁 吴够 啪啪啪啪啪 帅帅鸭大肆鼓起了掌 张着小扁嘴嘎嘎直叫 吊不吊就问你们吊不吊 世人只知鱼公移山 却不知我大哥一鱼公 这才是真男人 江宁 吴够 夜晚 几人吃过晚饭 又聊了 一会儿天边陆续睡去 吴够也开始打坐修行 而当时间来到深夜五十左右 林小路 江宁 帅帅鸭 骆驼 全都熟睡之后 打坐中的吴够 忽然心有所感 睁开了双眼 他先是看了看自己手腕上 隐隐转动的念珠 随后又看了一眼 身旁抱着帅帅鸭憨睡的少年 和一旁侧躺 耳眠的少女 见二人都睡得很熟 便轻轻从垫子中站起 将清澈的目光投向沙漠远方 夜晚的沙漠很荒凉 且伴随着阵阵寒风 五名身穿浅灰色长衫的修士 正身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柔软的沙子中 往一道亮着篝火光芒的地方前行 他们并没有飞行 而是不动声色的挪步行走 一路上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似乎是怕惊扰梦中的某人一样 而当他们前行了一段路 距离篝火营地越来越近时 他们看见远处 走来了一个身材雷弱的少年 那是一个相貌清秀俊郎的小和尚 他穿着一身洁白如玉的僧袍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意 头顶满天繁星 目镜如水 气质出尘 独自走在这银灰色的无垠沙漠中 仿佛一副绝世画卷 五名修士一时间都没有再动 而是不约而同地抬起手 一副随时准备要掐绝厮杀的模样 小和尚却仿佛看不见他们的动作 一步一步 一直走到他们跟前 停下 然后双掌合时 闭上双目 口中细弱文英的莫颂经文 他就那么静悄悄地站着 且嘴角始终挂着洒脱温柔的笑容 虽然实力低微 只有宁气三层 却也让这五名柱激进的修士 有些茫然 不知道这突然冒出来的小和尚 是什么意思 五名修士中的围守者 用眼神扫了一眼左右的同伙 手中法觉也已经成形多实 却有些犹豫 要不要杀了 这来历不明的小和尚 而就在他即将忍不住要动手的时候 无垢终于睁开了双眼 并与其温和地主动开口 五位施主 小僧想请你们放过江宁施主 五名柱激进修士 无垢露出温柔的笑容 轻道 小僧的朋友 江宁施主 只是一凡间女子 如今已是国破家王 实则是苦命之人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小僧请求五位放过他 也放过自己 小僧给你们磕头了 说完 他竟真的下跪 对着五人攻攻进进磕了三下头 在沙地中磕出一个深坑 五名修士一时间面面相去 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磕完头 小和尚并未起身 而是就那么跪着 双掌合十 继续对他们倾诉道 五位施主 小僧的另一位朋友 林施主 由怒目金刚之威能 五位施主不是他的对手 再往前进 只会是自寻死路 小僧知晓 五位只是奉命行事 并不是真正的大恶之人 因此前来此解救诸位 还请五位施主 放江施主一条生路 也放自己一条生路 说完 无垢再次真诚地磕了三个响头 呵呵 看着不断磕头的小和尚 五名修士中的首领 忍不住笑出了声 真是活见鬼了 看你这意思 我们在往前是必死事 有灵施主在 几位必死无疑 磕完头的无垢 毫不犹豫到 那你还来这里送死一名 助激进修士继续吃笑 反正听你的意思 我们继续往前都要死了 你就不怕 我们杀了你 或者绑了你威胁 那个什么灵施主小僧 要解救诸位 自然不怕 无垢一脸诚恳地说道 小僧实力低微 不是五位的对手 故小僧已经没送了地藏经 为诸位和小僧自己做了超度 诸位如若还要执意往前 那就请杀了小僧吧 修士们听到这话 皆是有些面色古怪 这小和尚准备得也太充足了吧 居然都给自己超度好了 场中有人不屑地出声讥讽 真厉害 真是佛门高僧啊 居然连死都不怕 妈的 笑死老子了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小傻子 还想跟我们一起死 真是搞笑 小和尚 你快点给爷爷滚 别以为爷爷真的不敢杀你 我们的任务 只有那个大唐公主 和乾隆红英 你快点离开 修士首领也是皱眉说道 小和尚 你快点离开吧 我不知道你是真傻 还是真活佛 但我们这些人 命都是宗门给的 平日里脏事也没少做 死后注定会下地狱 而你不管是真傻 还是真活佛 死后一定会早登极乐 所以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还请你赶紧离开 无够跪在地上 坚定地摇了摇头 施主放心 小僧会和诸位一起下地狱的 此话一出 修士首领愣了愣 所有人都愣了愣 为何修士首领问 因为只有下了地狱 小僧才能见到众生苦 解救众生苦 无够神情诚恳 即便跪着 目光却要比许多站着的人更加干净 干净纯粹到了极致 他说道 施主 所谓极乐 实则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只是各有不同罢了 而与其众生受苦 不如让小僧一人独苦 这便是小僧的极乐 所以 小僧并不惧怕死亡 怕的是五位施主 不愿放过江施主 不愿放过自己 银灰色的沙漠之中 寒冷的风 不知何时停了 五名著激进的修士 站在沙漠之中 看着面前 对自己下跪磕头的小和尚 再也说不出什么嘲笑的话语 他们安安静静地站着 一言不发 而且 许多人的心里 甚至还生出一个荒诞的念头 即便是传说中的佛祖如来 和这小和尚相比 只怕也不过如此吧 次日 清晨 灼热的阳光如约而至 用温度唤醒了沙漠的荒凉 睡梦中的林小璐 也被这阳光刺醒 抱着同样刚醒的帅帅鸭 自铺垫中做起 林施主 鸭施主 早上好 一旁正在煮草米的无垢 冲他俩微笑打了声招呼 并将洗尘单递给他 林小璐长长地啊了一声 打了个哈欠 随后冲他帅气地摆下手 以示回应 帅帅鸭也嘎嘎叫了两下 将洗尘单服下 少年看身旁的江宁还没醒 便蹲到篝火旁 眼巴巴看着锅里的草米 林施主今天不去锻炼了吗 无垢一边用蒲扇给篝火煽风 一边亲吻 我吃完了再去吧 林小璐一边看食物 一边咽着口水说道 说完他看了无垢一眼 发现无垢脸上一直挂着笑意 好像很开心 小和尚你咋笑得那么嚣张嗨嗨 无垢肝大了一下 然后抿着嘴不说话 看到他一副便秘的表情 林小璐顿觉不对 立马严厉问道 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说 无垢被林小璐的话噎了一下 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 低着头支支吾吾道 小僧昨晚做了件好事 所以心里快乐 哦做了什么好事说出来 让我和帅帅鸭听听 小僧不说 无垢闷着脑瓜道 小僧要是说了 林施主一定会怪罪小僧 多管闲事的 此话一出 林小璐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心头一思量 立刻猜出了事情的原委 直接怒目而视 你这么开心 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收保护费了 无垢我看错你了 我们绝交 帅帅鸭也在一旁 用小翅膀插着胖腰 嘎哒大叫 就是 这么好玩的事情 你居然都不喊我大哥 兄弟不做了 年仅13岁的无垢 见他俩误会了自己 心里顿时觉得委屈 眼眶也忍不住红了起来 而正当林小璐 对无垢堆得起劲时 铺垫上的江宁 忽然发出一丝难受的声音 下午 金黄色的沙漠之中 无垢牵着骆驼 骆驼则背负着帅帅鸭 不急不缓地行进着 林小璐跟在无垢后面 背着意识不清的江宁 一边走一边发问 阿宁 你不也是练过武术的吗 怎么还能感染温病呢 面对林小璐的问题 脑瓜滚烫的江宁 根本提不起力气回答 只能软绵绵地趴在小璐背上 搂着他的脖子 默默忍受体内的燥热与难受 沙漠里昼夜温差太大了 江施主虽是习武之人 但毕竟是女儿身 气血不比男儿 感染温病也是在所难免 无垢叹息着说道 林小璐无奈 她的脖子被江宁滚烫的鼻息 弄得痒痒的 一边背着 她走一边嘀咕 长这么大 只有我妹妹被我背过 你是第二个 回头要是你复国成功 当上大唐女皇了 你可要记得我对你的好 给我和我妹妹留两个大官的位置 啥时候我不想再讹眉混了 就去找你玩 然后专门去欺负那些贪官污吏 地主老财 江宁难受得不想说话 便用小手凝了她一下 可惜这种力度 林小璐根本感受不出来 整整一天 小璐全程都背着江宁 但江宁的体温依旧是没有下去 整个人迷糊得不行 这也是林小璐和吴购 不敢把她放在骆驼上的原因 怕她迷迷糊糊地再摔下来 不久 夜晚再临 冷风再起 气温也又一次降低 吴购点了一个大大的篝火 给江宁取暖 林小璐则费了好大力 愣是靠着一双小手 捏出一堵半圆形的沙墙 给她挡风 江宁就这么坐在篝火边 面色潮红地倚靠在沙墙上 整个人无意识地低声呢喃着 吴购和林小璐 见此都急得不行 怕她这样下去会傻掉 民间因为感染温病 朝热不退 而变傻得穷人不在少数 江宁这要是变成一个傻子 那将来 还如何复国小璐施主 粥好了 吴购将一碗炒米煮成的粥 递给林小璐 林小璐注意到了 她对自己称呼的改变 宠她哈哈一笑 随后便先端着米粥 去喂江宁 她虽然嘴上不着掉 但动作却很轻柔 每次都先将滚烫的米粥吹凉 再轻轻喂到女孩口中 女孩则裹着她的道袍 面色潮红 小口小口地吃着 两人皆坐在沙漠夜晚的繁星之下 映着火光 一个喂粥一个喝粥 安静无言 吴购见到这一幕 笑呵呵地 给帅帅压成了一碗粥 小道 小璐施主 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 帅帅压听了她的话后 嘎嘎扇了扇翅膀 看我大哥那熟练的模样 就知道 大哥肯定不是第一次这样给别人喂粥 哦 小璐施主很擅长照顾人吗 无够好奇地问 别问本鸭 本鸭可不知道大哥的过去 说完 帅帅鸭就舞动着小翅膀 对着米粥大快躲移 不久 一碗热粥禁术喂下 林小璐摸了摸姜宁的额头 发现还是烫得厉害 想了想后 便卷起袖子 抬手往地里一插 噗 一声轻响 在她狂暴的力量之下 整条小臂便直接插进了沙地深处 然后从里面掏出冰凉的沙土 小璐施主 这是何故见到这一幕的 无够不解询问 林小璐笑哈哈地解释道 阿宁的脑瓜太烫了 这样下去 肯定会把脑子烫坏的 我妹妹小时候也得过温病 当时是大雪天 村里的说书先生 就去结了洞的河里 取来一些冰块 然后用布包着 敷在我妹妹额头上 说是叫什么物理降温 物理降温无够一愣 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效果还不错 林小璐继续解释道 白天的沙漠被太阳照得滚烫 但夜晚就不会了 尤其是这些地下的沙土 冷得就跟冰块一样 可以给阿宁治病 说完 他就取出江宁随身携带的手绢 将冻起来的沙土包好 附在少女滚烫的额头上 见到这一幕 无够双手合时 在篝火旁赞叹不已 小璐施主真是好智慧 哈哈 这算啥 小和尚你的佛法才厉害呢 那才是大智慧 林小璐难得谦虚了一下 来到篝火旁坐下 一边喝粥一边笑道 相比与你的佛法 我这只是小道罢了 小璐施主太谦虚了 无够非常认真的回应道 智慧其实并无大小之分 就像此刻将您施主 饱受病痛的折磨 小僧的佛法与智慧 并不能帮助到他 但小璐施主所想的方法却可以 因此 至少在这一刻 小璐施主的这个方法 就超出了世间所有的佛法 听见这话 林小璐顿时面色一喜 眼巴巴地看着他 小和尚你是认真的吗 是说我这一刻 比佛都牛逼了 无够含笑点头 林小璐听了这话 开心的不行 捧着热粥 直发出吼吼吼吼的笑声 无够见他这般高兴 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两个十三岁的同龄少年 一个道士 一个和尚 在温暖的篝火前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吃过晚饭 林小璐又给江宁换了新的沙土 每次冰冷的沙土 被他的额头捂热后 林小璐便重新挖沙土出来 帮他降温 并不断地为他喝热水 让江宁在睡梦中出了一身细汗 一直等他的额头 终于渐渐变得清凉 才放心睡下 两久 夜深人静忠 帅帅鸭已然熟睡 无够也在餐禅中入定 病情有所好转的江宁 不知何时睁开了眉目 好奇地看了看四周 他发现 林小璐正在自己身旁躺着 肚皮朝天 鼻子上还冒着个大大的泡泡 伴随着均匀的呼吸变大变小 他看了看睡着的少年 歪着头有些疑惑 白天的时候 他一直都迷迷糊糊的 意识也是时有时无 夜晚更甚 但他隐约还记得 是林小璐一路照顾的自己 背着自己上路 给自己喂粥 喂水 还用凉凉的东西 敷在自己额头上 此刻 少女就有些感激地 看着熟睡的少年 轻轻嘟囔了一声 想不到你 还有这么暖心的一面 说完 他看着林小璐鼻尖上 顶着的泡泡 有些好奇 江宁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睡觉 会出现这么大的泡泡 忍不住 就好奇地凑近瞅了瞅 片刻后 他抬起手指 对着泡泡一戳 波泡泡没了 林小璐被吓醒 一脸猛逼地睁开双眼 正好和近在咫尺的少女 四目相对 碰 啊 我承认 我刚才下手重了一些 但你也知道 对于我这样一个 追求速度的人来说 手比脑子宽那都是基本操作 更何况 我也及时反应过来了 不然你以为 凭你这小身板 能经得住我一拳屎 都能给你打出来好不好 而且 再说了 你自己靠那么近吓唬我怪谁 我又不是故意的 所以 这一切归根结底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根本就不能怪我 篝火在夜风中抖动着 江宁捂着被打肿的眼睛 咬着嘴唇 看着面前高弹阔论的林小璐 红唇紧咬 一副恨不得咬死他的模样 他知道自己眼睛的伤 确实不怪小璐 可是这还是 很让人生气 一想到明天早上 无垢小师傅和帅帅鸭一醒 看到自己的眼睛 他就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让自己明天怎么见人 江宁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 与一般的公主不同 从小习武的他 并不像许多公主那样矫情 反而比许多同龄人 更加稳重懂事 但女孩的心思 终归还是细腻的 说句不夸张的话 疼爱江宁的父母和兄长 已经全都离他而去 他自己 也被云古宗的修饰追捕 随时都会面临生死危机 所以现在的林小璐 是唯一可以给江宁安全感的人 这不只是因为 他是李明如的徒弟 更加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两人的相处 两人现在都是 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伙伴的 而也正因如此 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孩 江宁有时候 也希望自己可以被呵护一下 让林小璐偶尔能惯着自己 就像亲近的家人一样 让自己能实施小性子 毕竟 他这个王国公主 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 被呵护的感觉 可谁知道 林小璐这个吊毛 居然丝毫不惯着自己 刚才那一拳 他确实是及时留守了 但这也不是他一个 14岁的小姑娘能扛住的 而更过分的是 这家伙还在这里 一个劲地跟自己讲大道理 完了还信誓旦旦地 说自己活该 特么的 你跟女孩讲道理 你是不是有病 道个歉安慰两声 你会死是吗 阿宁 请不要再用你那 紧身一只的眼睛瞪着我了 我知道你很想反驳我 但是又无话可说 可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无话可说 还不就是因为 我说的是对的吗 所以说 你这一切 确实是咎由自取 不信你明天让小和尚来评评理 看他帮我还是帮你 说完 林小璐就抱着小胳膊 骄傲地昂起头一哼 一副老子 占领天下无敌的气势 看到他这副欠打的模样 将宁气的胸口一阵起伏 整个人都气得咬牙切齿 捂着那只被打肿的眼睛 狠狠瞪着他 你以后晚上睡觉 给我小心点 我们山水有相逢 林小璐看着少女 那副乃凶乃凶的模样 直接不屑 翻着白眼哼道 我林小璐最喜欢 对那些自认为 能力出众的人出手 女人劝你一句 不要用你的个性 来挑战哥的耐心 哥你大眼 你比我还小一岁呢 哼 只能在年龄上面 找找自信了吗 可怜的女人 去你大眼 将宁抓起地上的一把沙子 狠狠砸向他 林小璐非常自信地没有闪 然后 哎呀哎呀 护眼睛了 女人 我看不见了 我瞎啦看着他 在那一个劲地搓眼睛 将宁忍不住扑吃 笑了一下 然后傲娇地一喝 不再搭理这家伙 躺下睡觉 之后的两天 三人一压小团队 在沙漠里 度过了平静又祥和的旅程 当然 江宁的眼睛一直美好 全城黑漆漆的 仿佛大熊猫一样 看起来颇有些滑稽 而林小璐 也和帅帅鸭一起 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他 整整两天 还给他取了一个 熊猫公主的外号 气得江宁整整两天 都没跟林小璐说话 一直到第三天 他们终于走出沙漠 抵达全真地界 这种情况才结束 这日上午 原国某小城内 掌柜大叔 我这头骆驼飙肥体后 性格温顺 您出价一定金子 三十两文银确实低了 之前在唐国 有人出价两定金子 二十两文银 我都没卖 掌柜大叔 我看您也是个 和气的生意人 实不相瞒 我的这位朋友 最近得了疯病 需要银两治疗 所以才将骆驼贱卖 所以 两定金子的价格 一文都不能少 骆驼场内 一位老者疑惑地 看了看面前这三个小孩 疑惑地对江宁问道 小姑娘 你哪位朋友得了疯病啊 江宁抬起白皙的小手 转身对着正专心 舔唐葫芦的林小璐一指 她 非常感谢阿宁 可以给予我这次 施展才华的机会 让我发现自己 居然还有这么强的表演天赋 虽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哈哈 原国边城 某店铺林立的青石砖道上 林小璐三人 坐着新买的马车 人手拿着一串唐葫芦 边吃边悠闲的驾车前行 小璐吃得最欢 脸颊都被圆溜溜的糖葫芦 撑起一个小包 单手驾马的江宁 也是一直带着笑意 她现在只要一想到 林小璐方才在骆驼场里 瞪斗鸡眼扮傻子的模样 就会忍不住再次笑出声 这家伙扮的是真相 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或许是林小璐扮演的傻子 太逼着的缘故 骆驼被成功卖出了两钉金子 之后 江宁又用一钉金子 买了匹新马 和一辆崭新的马车 如此倒买倒卖空手套白狼的操作 只看得两个少年头皮发麻 就连帅帅鸭都佩服得不行 林小璐都有些感叹 江宁今后如果不当女皇 一定会是个投机倒把的大奸商 三人小团队 就这么有说有笑的前行 闲车内太闷的林小璐 还跑出来 坐到马车的驾台上 一边饶有兴致 观赏着原国的风土人情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 和驾马的江宁聊天 渐渐的 日暮渐晚 暗夜降临 江宁驾着马车 来到了一处颇为豪华的客栈 随后对林小璐和吴够笑道 在大漠里待了五六天 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 对啊 我吃炒米都快吃吐了 林小璐哈哈大笑 抱起帅帅鸭跳下了车 吴够也跟着从车内下来 客栈前 跑堂的伙计见来了客人 第一时间上前招呼 江宁把马绳给了伙计 嘱咐他喂嚎草 便领着身后交谈圣欢的 两位少年进了客栈 三位客官 这么晚了 您是住店 还是用饭先给我们开三间上房吧 然后给我们准备些吃食 江宁说道 撑 三位里面请 少女来到客栈大堂的一张空桌子上坐下 见林小璐和吴够 还在窃窃私语的小声说话 时不时的还传出一两句轻笑 便美目一瞪催道 你们点不点菜了 哦 来了来了 林小璐拉着吴够入座 然后抱着帅帅鸭 对店小二笑问 你们这都有啥好吃的呀客官 我们店的酱牛肉远近闻名 唇香可口 您看给您来上二斤二斤这么一点点 够谁吃啊 先来二十斤吧 说着 他便在店小二猛逼的目光中 掏出一定金子 继续问道 有肉包子吗 呃 有的客官 店小二被林小璐才大气粗的气势吓到了 热情推荐道 客官 本店的名菜 还有白切鸡 很多客官也都挺喜欢的 嗯 那给我先来十个包子 那个什么鸡也来两只吧 说完 林小璐便看向江宁和吴够 你俩吃啥再来几个 摘菜就行 你点的肉已经够多了 无够又不能沾 说完 江宁便对店小二笑道 给我们上几个摘菜吧 三碗米饭 哦对了 你们店会做糖醋排骨吗 我想吃糖醋排骨 会的会的 那就十个肉包子 二十斤酱牛肉 两份白切鸡 一份糖醋排骨 几个十令摘菜 再来个菠菜鸡蛋汤 林小璐招呼道 好的客官 您稍等 店小二说完就笑呵呵地去了厨房 店小二走后 江宁用茶壶里的茶水 给三人涮了茶碗 连帅帅压的茶碗 也一起涮了一下 随后一一给他们倒茶 今晚本姑娘要大吃一顿 吃完还要好好泡个澡 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她一边倒茶 一边笑道 我不是给你洗尘担了吗 还洗什么澡文言 江宁瞪了林小璐一眼 你的洗尘担 已经没几颗了 我们后面还不知道 要在荒郊野外待多久 你就不知道省着点用吗 林小璐一听这话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看向正在喝茶的吴购 小和尚 我的洗尘担还剩几颗啊 她的洗尘担都放在 吴购的面珠里了 吴购放下茶杯回应 小璐施主 洗尘担还剩下三颗 啊 林小璐一脸猛逼 师姐丢我的洗尘担 居然只剩下三颗了 这怎么办 江宁冲她翻了个白眼 让你平时 花钱用东西都大手大脚 现在傻眼了吧 林小璐直急地抓耳挠腮 一时间确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她怀里的帅帅鸭 忽然抬头对她提议 大哥不用慌 这儿不是全真的递贱吗 咱们可以去全真抢 哦不对 是去见 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双目一亮 一拍桌子大笑 对啊 我可以去全真借几麻袋 洗尘担回来啊 帅帅鸭 你真聪明 看着林小璐在那儿 抱着帅帅鸭傻乐 江宁却面色一变 语气中带着一丝惊恐道 小璐你不是认真的吧 你别惹事啊 全真底蕴不比额没差的 可是我老大是李明如呀 林小璐非常自信地大笑 到时候 我就跟全真的修士说 我老大是李明如 看他们什么反应 不行 江宁气地在桌子下 踢了她一脚 你不许惹事 我们在全真地界 就好好的路过就成 尽量不要节外生枝了 为什么呀 林小璐一脸不服气 扭头看向无垢 小和尚 你怎么看无垢双手和时 温柔硬道 小璐施主 小僧也觉得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毕竟洗尘担不完全算是必需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小僧曾听人说起过 全真的这一任掌门 和上一任掌门 都被李明如前辈打过 林小璐 林小璐顿时一脸猛逼 江宁也不觉有些诧异 只有帅帅鸭 却仿佛细以为常一般 一边继续喝着热茶 一边嘎嘎轻笑 很正常 李明如吗 能被她打也是一种荣幸了 林小璐疑惑地看了看帅帅鸭 又看了看无垢 然后一脸疑惑地问 这一任掌门和上一任掌门 是师徒俩一起被我老大打了吗 好像是这样吧 小僧也不太清楚 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吴够回应道 大堂中 正当林小璐 被自己师尊的牛逼 再次深深震撼时 帅帅鸭忽然来了一句 其实也没多久 也就一百多年前而已 这事儿 在我浪迹天涯的鸭声中 曾听人聊过 据说当时全真和俄梅有冲突 然后前后两位掌门 就轮流被李明如抽 而且 李明如是全程一只手插兜 徒俩那场面 泽泽 没见过的人 估计想都不敢想 但话又说回来 也不是说全真掌门弱 而是李明如太变态了 说完 帅帅鸭便抬头对林小璐劝道 大哥 我说回我刚才的话 我们还是别去全真了吧 如果他们知道 你是李明如的徒弟 你可能就会不怎么愉快了 听到帅帅鸭委婉的话语 林小璐不禁觉得有些郁闷 同时心里 也对自己那个整天嘻嘻哈哈的 杀笔老大更加好奇 老大当年到底有多强啊 逼格也实在太高了点 少年好奇片刻 随后不经意地撇了帅帅鸭一眼 鸭子 你知道的还挺多 帅帅鸭一愣 随后尴尬地哈哈大笑 多谢大哥夸奖 不久 芳香四溢的饭菜 一一端上了桌 酱香浓郁的酱牛肉 皮薄馅大的大肉包子 滑嫩味美的白切鸡 软嫩酥烂的糖醋排骨 还有几道新鲜爽口的 十令蔬菜和菠菜鸡蛋汤 摆了满满一大桌 大伙也就先忘了洗成丹的事 一个个大块朵一起来 姜宁和无垢食量不大 都是只尝了浅浅几口 他们俩没多久就吃完了 然后就一起看着林小璐 和帅帅鸭吃 而不管是姜宁还是无垢 他们每次看林小璐吃饭 都会被他的食量给震撼住 尤其是姜宁 他简直都不能理解 这家伙也不是那种 块头特别大的大胖子 到底是怎么做到 把这么多食物 放进肚子里去的 真特娘的神奇 啊 林小璐发出长长的脱音 嘴巴也张得老大 然后就把一枚巴掌大的肉包子 整个塞进了嘴里 姜宁和无垢 就那么一左一右盯着他看 然后双双沉默 吃完晚饭 林小璐和帅帅鸭 才挺着肚子回房 他也听从了姜宁的话 没再用洗成丹 而是在房间内 和帅帅鸭一起舒舒服服 泡了个热水澡 还别说 好久不泡澡了 这突然泡一次 还挺舒服 不久 洗白白的少年 便抱着帅帅鸭 一起钻进了被窝 然后双双进入梦乡 夜晚 饮食 正在房间内打坐的吴构 忽然睁开双眼 看了看手腕上 缓缓转动的一颗念珠 随后便苦笑着 准备再次起身 可他刚站起 却发现 转动到一半的念珠 突然不动了 他眉头一紧 心头升起了一丝疑惑 云古宗的修饰 这是 离开了 同一时间 援国城门之外 漆黑一片的荒凉大漠中 一名身穿五颜六色的蓬松小裙 扎着丸子头 仿佛陶瓷娃娃一般精致的小姑娘 正翘生生地站在沙漠里 抱着小胳膊 用一张看似人畜无害的小脸 对着面前跪在地上的修饰冷笑 而此刻修饰的周围 还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尸体 皆是他的同伴 并且全是清一色的住击镜 本小姐只是想问个路 你们这帮修仙庶民 居然敢叫本小姐滚呵呵 有种 女孩傲慢地倾笑 修饰兼自己被称为庶民 惊恐的目中露出一丝茫然 庶民一般都是修仙者 对凡人的称呼 这世上还有谁会称呼 修仙者为庶民 惊恐的修饰挣了片刻 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随后双目猛然一缩 不敢置信地再次看向女孩 见她这副惊讶的模样 女孩眯起弯弯的眼睛 可爱笑道 知道本小姐是谁了 修饰恐惧的点头 嘿嘿 少女甜甜一笑 露出一双可爱的小虎牙 既然你都知道 本小姐是谁了 你觉得 你今天还能活吗 修饰恐惧的整个人牙关都在打仗 她看着面前 明明实力只有宁气两层 年纪也比自己小上一轮的女孩 顿时觉得无比憋屈 她根本就不是打不过这个女孩 只是这个女孩身上的法宝 实在是太特么多了 而且全都无比珍贵稀有 随便一件价值 都足以抵得上一座小宗门的那种 自己这边 足足有八个住基金修饰啊 居然愣是被这么一个宁气二层的小女孩 用一身的法宝 给活活堆死了七个 这叫人如何能接受 她看着面前仿佛小恶魔一般的女孩 不觉惊怒交加 说说吧 你想要怎么死女孩抱着小胳膊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修饰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一白 而下一秒 她就嘶吼着扑向了女孩 既然逃不掉 那还不如拼一拨 给我死 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修饰那饱含淋的一掌 打在少女脸上 却愣是被一道如有实质的光运挡住 丝毫没有作用 而女孩还是那副傲慢的模样 抱着胳膊笑眯眯地看着她 仿佛在看一头丧家之犬 此刻 修饰见自己的攻击毫无作用 顿绝悲愤无比 同时她也彻底放弃了反抗 直接掉头飞离 而女孩却并未阻拦 只是静静看着她飞 等她飞出千米远的距离之后 女孩才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 然后不急不慢地从那界中 取出一个造型古怪的弹弓 对着即将消失在天边的修饰一拉 橘色的皮筋瞬间绷紧 修 清冷的月光照耀下 女孩收起弹弓 转身哼着小曲儿 走向原国城门 而下一秒 在她背后一千多米远的地方 飞到一半 自以为逃出生天的修饰 就忽然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 伴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人直接炸成了漫天血雨 而可爱的女孩 就这么被靠着漫天血雨 顶着月光繁星 蹦蹦跳跳地进了原国 林 小 鹿 次日 大清早地 江宁的尖叫 毫无征兆地在客栈内响起 然后她就抱着刚起床的林小鹿 一顿暴打 一副要跟她同归于尽的架势 无垢和帅帅鸭 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 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不久 他们陆陆续续地起床 准备吃早饭 林小鹿是最后一个起的 她说她 昨晚没睡好 做了很恐怖的噩梦 所以今天才起这么晚 完了江宁就问她 做了什么噩梦 林小鹿便说 她梦见江宁在吃时 然后她就在梦里 劝江宁不要吃 可江宁不听 还边吃边打她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 啊 本公主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白鹤权 江宁一边掐着林小鹿的脖子 一边使劲捶她的头 林小鹿脖子被锁 脑瓜被拍 但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连发型都没乱 反而非常不屑地冷横道 女人 我劝你还是松开我的好 不然等一下我一个滑铲 你就会很没有面子了 你铲呀 谁怕谁 江宁一边大喊 一边继续捶她 她决定了 自己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给这家伙一个教训 让她再这么欺负自己 不远处 一脸无奈的吴狗 和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帅帅鸭 都默默关注着 这场惊天动地的较量 而就在江宁打林小鹿打得手疼 准备拿菜刀砍死这个王八蛋时 客栈门外 却忽然响起一道 银银般的少女声音 庶明 你们在做什么林小鹿 江宁 吴狗 帅帅鸭 三人一鸭循着声音 望向客栈大门 那里 正站着一个很奇怪的女孩 是真的很奇怪的那种 这个女孩最奇怪的地方 首先就是她的装束 她穿着五彩缤纷的碎花裙子 裙子显得很蓬松 腰部以下 像一个倒口过来的彩色酒杯 和正常女孩穿的那种长裙 很不一样 然后她的身上 挂着各式各样精致的珠宝首饰 像什么蓝宝石项链 珍珠手链 翡翠戒指 珠宝耳坠等等 应有尽有 有的像手链这种戴一个还不够 一戴就是五六串 琳琅满目地挂在身上 只给人一种绝世爆发户的感觉 之后视线下移 落到女孩的鞋子 女孩穿着一双苗绣蝴蝶的粉色绣花鞋 绣花鞋上 似乎也镶嵌着 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总之 在如此多五颜六色的珠宝首饰反光下 女孩全身都泛着各种颜色的光芒 亭亭玉丽 跟个花蝴蝶似的 再加上她本身也挺好看 头发扎成两个圆圆的小丸子 绑着红色的丝带 丝带很长 一直垂挂到肩 巴掌大的一张小脸 细细的眉毛 圆圆的眼睛看起来很可亲 只是这会儿抬着小下巴 神情又很傲慢 瞬间就让那份可亲 看起来不怎么显眼 就漂亮程度来说 她和江宁算是各有千秋了 江宁是那种可温柔可帅气 有些英姿洒爽爽的那种漂亮 而这个女孩 则是一种有些古灵精怪的可爱风 只是她的可爱里带着傲慢 而且因为她奇怪装束的缘故 也让她的漂亮显得有些浮夸 此刻 林小璐等三人一压 见到女孩的打扮后 都有些猛 他们不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是谁 而女孩等了一会儿 见没人回答自己 便再次骄傲的一台小下巴 庶明 回答本小姐的话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林小璐和江宁对视了一眼 随后江宁便迟疑着问道 你是本小姐 是上官家的三小姐上官十六 你们可以叫我上官大人 骄傲的话语一出 林小璐瞬间一愣 什么狗屁上官大人 你算哪根葱 自己堂堂东瓜村一霸 额眉至尊都没让人尊称大人 你一个花蝴蝶也配 她和江宁都觉得 这个女孩可能有点毛病 而一旁的无垢和帅帅鸭 在听到女孩的称呼后 也是同样愣住 显然都不知道 这个女孩是何方神圣 小和尚 帅帅鸭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林小璐面朝无垢问道 这女的好嚣张啊 比我还嚣张 真是气人 无垢皱了皱清秀的眉 似乎在思考 过了一会 她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 一旁的帅帅鸭 倒是似乎想起了点什么 用小翅膀端着下巴吃一道 上官家 听着倒是有些耳熟 她想了想后听道 大哥 好像是某个挺厉害的修仙家族 我记不太清了 不过应该不是正道修士 不是正道修士林小璐和江宁 皆是一正 帅帅鸭点了点头 好像是魔道的某个修仙家族 不过魔道中人 我了解的也比较少 也是第一次见到 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在西域和南疆一带活动 神州腹地是很难见到他们的 那这个什么 上官家厉害吗 将您询问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帅帅鸭一边说 一边用两个小翅膀 使劲拍自己的头 一副绞尽脑汁的模样 我有点印象 但就是想不起来 毕竟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在神州腹地出现过了 行吧 看样子 应该是某个被宠坏的魔道大小家了 将您评价 三人一压 在那里自顾自地议论 上官十六有些生气了 觉得这几个人好没有教养 都不搭理自己 他直接抬起挂着五颜六色珠子的手 向江宁一指 本小姐在问你们话 你为什么要 一直打这个男孩 他犯了什么错质问的话语问出 林小璐顿时有些好奇 原来这花蝴蝶 是在替我抱不平吗 他瞬间觉得这花蝴蝶 好像还不错 而被指着的江宁就不爽了 他觉得这姑娘好没礼貌 顿时哼了一声 同样骄傲的一台小下巴 我们是朋友 我打他他都没说什么 关你什么事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少管别人 上官十六见此更不高兴了 小下巴抬得更高 你怎么敢这样 对我说话 我为什么不敢江宁 也不是什么怕事的人 他作为大唐长公主 自幼习武 虽然不比修仙者 但也是武术高手 他都没有在民间横行霸道 哪里轮得到 别人当着他的面嚣张 而此刻 面对江宁的反驳 上官十六小手一插腰 下巴简直都快仰到天上去了 骄傲道 我爹是上官生 江宁 林小璐 吴够 江宁 吴够 林小璐 三人听到女孩的话后 都是一脸茫然 所以 这女孩是要比爹的意思吗 和他们的迷茫不同 一旁的帅帅鸭 在听到女孩说出的名字后 却是压言一遍 一脸震惊地看着上官十六 他记起来了 三千魔宗上官家 客栈内 林小璐和江宁 并未发现帅帅鸭的震惊 尤其是林小璐 他见眼前的女孩一言不合 名字顿时觉得无比气愤 这花蝴蝶咋这么能装逼呢 自己老大 还是李明如呢 自己骄傲了吗 他不屑地一哼 抱着胳膊翻起了小白眼 所以呢 上官十六也愣了一下 想了一会儿问道 什么所以我朋友是问你报 自己父亲的名字 干什么是认为 这能吓住我们麻蚁旁的江宁解释 上官十六一听这话更吃惊了 睁着圆圆的大眼惊讶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 我父亲的大名吗 林小璐没注意 脚下的帅帅鸭 拼命对自己挤眉弄眼 抱着胳膊 一脸不屑地摇头 没有 江宁也毫不客气地 在一旁附和 从没听说过 没见识的家伙 上官十六又不高兴起来 他觉得这里的人都傻兮兮的 好蠢 但马上又觉得自己 不应该跟凡人计较 于是便很大度地对林小璐说道 算了算了 看你只是一个凡人 本小姐原谅你了 林小璐一听这话顿时梦啊 张着小嘴 抬手指了指自己 不敢相信地看向花蝴蝶 原谅我对啊 感激替凌骂 庶明不是所有修仙者 都像本小姐这样 愿意为凡人鸣不平的 也只有我们上官家的人 才会这样做 上官十六一脸傲慢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 本小姐是上官家的三小姐 你要对本小姐保持尊敬 客栈内 上官十六 再次骄傲地介绍完自己 随即便 有些疑惑地 看着坐在地上 开始托负重装备的林小璐 庶明 你在干嘛哦 我准备教你做人 林小璐一边摘下小腿上的负重 一边对她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林小璐可不会管你摸到正道 直接就准备动手 而她的动作和话语 也让上官十六愣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道 你都不是修仙者 居然要跟本小姐动手 你哪里来的勇气没办法 我打小就牛逼 就喜欢 对你这种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出手 帅帅压吓坏了 连忙拉住林小璐劝道 大哥 你先别激动啊 这姑娘的背景 有点牛逼啊 那又咋样 林小璐一边摘负重 一边哼道 牛逼的人 我又不是没有打过 帅帅压 连忙甩着压脖子摇头 急道 大哥呀 这个不一样的 我刚才也是听见他说 自己父亲是上官生才想起来的 他们是上官家 南疆那边的一个修仙家族 是三千魔宗的统领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魔道修士家族 传闻天下魔宗三千道 上官一家两千九 上官家是魔道修士中的巨博 其实力和底蕴 甚至比峨眉 还要强悍不少 而他的父亲上官生 就是上官家主 也只有魔道的上官家 才会称呼修士为庶民 因为在他们眼里 修士和普通凡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也只有原因境界的强者 才能被他们稍微尊重一下 帅帅压的话说完 吴够和江宁都是有些惊讶 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着这傲慢的小姑娘 林小璐却依旧不屑一顾 一边摘小臂上的负重 一边白了帅帅压眼 所以呢 所以这个姑娘很牛逼啊 帅帅压即道 有我老大牛逼吗 林小璐问 帅帅压 前一秒还惊恐不安地 帅帅压当场掖住 然后眨了眨压眼 也是 上官家确实很牛逼 作为天下魔道宗门的实际领袖 一直和神州六大仙门道宗 分庭抗礼 而如果上官家 率领三千魔宗一起上 说不定真能比肩 全盛时期李明如的几百分之一了 确实够可以 林小璐 她没好气地 瞪了帅帅压一眼 合着你 把这小丫头的父亲说得这么强 背景说得这样牛逼 结果只有自己老大 全盛时期的几百分之一 而且 你这是什么表情 为什么一副能比肩我老大几百分之一 就已经很牛逼很厉害的样子 她看了眼帅帅压 觉得自己 回头得好好问问这家伙 毕竟这家伙知道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多得有些不正常 她一边陆续摘下负重 一边继续对帅帅压横道 我管这个花蝴蝶是谁呢 居然敢信誓旦旦地说原谅我了 简直不把我冬瓜村一把放在眼里 这我要是都不把她抽哭 那我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小鹿你别闹事了 我们不搭脸 她就行了 江宁拉着她轻劝 她不想节外生枝 一旁的无垢 也是双手合十地劝道 小鹿施主 冤家以解不以解 我们可以和这位上官施主 坐下来谈谈 嘿嘿 没事了 林小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嘻嘻哈哈道 等我把她打哭 我再来跟她坐下来讲道理 让她知道 做人这么嚣张是不可取的 这也算叫人向善了 江宁和无垢听后 皆是一阵无奈 他们也明白 林小鹿脾气上来了 就跟头倔驴似的 索性由着她闹吧 反正她有她师尊李明 如给她兜底 确实也有底气闹 大清早的 客栈的大堂内也没什么人 上官十六 就这么一愣一愣地 站在客栈门口 仿佛一个五颜六色的小傻子 惊讶地看着 拖完负重起身的林小鹿 惊讶后 她抬着雪白的小下巴 神情傲娇道 庶明 不得不说你很有勇气 可是本小姐如果出手的话 你就必死无疑了 本小姐也不屑欺负你一个烦 看招 话还没说完 女孩便看到眼前的少年 从身旁什么都没有的空中 抽出一把四米多长的青铜巨刃 然后迫不及待奔着自己冲来 午后 温暖的阳光 不留余力的照耀 在原国这座不大的边境小城上 也将客栈外那满目疮痍 片瓦无存的青石骨接 照耀得无比醒目 从衙门领回赔偿清单的江宁 走过一处又一处 被林小鹿和上官十六轰撞出的原型深坑 如果一动又一动 被他俩波及的 只剩残垣断壁的房屋建筑 无奈地回到客栈 幸好你们俩还有点理智 打架的时候 刻意避开了人群 无够小师傅也拼命跟着你们 一路帮你们擦屁股保护人 不然今天真就是要尸痕遍野了 他瞪着面前被包扎成大白粽子的两个家伙 亮出手中的清单 往桌上用力一拍 这是衙门点出来的赔偿款 你俩看着办 呜呜呜 我居然没打过这个花蝴蝶 呜呜呜呜他的法宝实在太多了 呜呜呜呜 被包裹成白粽子的林小鹿 半躺在一张太师椅上 嚎啕大哭 直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跟死了清爹一样 根本没有心思理会僵宁 呜呜呜 本小姐居然没打过一个舞者 还被打烂了八十多件法宝 呜呜呜呜 一旁同样被包裹成粽子 躺在另一张太师椅上的上官石榴 也是哭声嘹亮 其流出的眼泪 甚至比林小鹿还重 他身上的首饰 除了几个别以外 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那件 像什么手链 项链 戒指 耳坠 足足有十几枚 各自存放着不同的法宝和物资 而其中就有一枚 是专门用来装疗伤丹药的 结果在斗殴的过程中 被林小璐直接打碎 接着里面那整整六大箱子的灵丹妙药 天才地宝 就被这绝世大杀笔一刀拍烂 所以才导致自己 只能苦逼地跟他一样 包扎成一个白胖的大粽子 要不然早就吃丹药疗伤了 客栈大堂中 看着这俩动弹不得的卧龙凤厨 无垢和帅帅鸭皆是一脸无奈 江宁更是被这两个家伙气得头疼 情况他们大概也都知道了 这个叫上官十六的大傻子 是上官家最受宠的小女儿 然后因为某些原因离家出走 偷偷溜到来到神州腹地闯荡游历 机缘巧合之下就碰上了他们 而刚开始 江宁还对所谓的魔道修士有些恐惧 但接触下来之后 他却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吓人 这个上官十六根本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孩 只要不惹她 那她除了说话不好听 惹人嫌以外也没什么了 就好比这次她路过客栈 见到自己在打零小鹿 以为自己在欺负她 所以就想出来主持公道 只可惜 这姑娘的智商是真的不怎么高 在家里任性惯了的她 仗着自己有上百件法宝 完全不屑人情事故 零小鹿又是个炸药桶 所以才一言不合就干了起来 而这一干就毁了好几条街 六十多栋建筑 以及一座石桥和一座骆驼场 倒真是让江宁无垢帅鸭等大开眼见 叹为观止 零小鹿里能开天 深如蛟龙 一把重达八十万斤的大根青铜器 被她捂得虎虎生风 愣生生从街头一直砍到巷尾 无数房屋被她波及 变成了废墟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发生地震了 上官十六则是毫无人性 以每秒寄出一个法宝的速度 被这零小鹿狂轰乱炸 把各种稀奇古怪珍贵万分的法宝 当豆子撒 什么自动护主的琉璃镜 可变成巨型兵偶的布娃娃 催发龙卷风的俘虏 射人心魄的波浪鼓等应有尽有 整个就是一人形法宝库 这样强悍的俩人 从城内的酒楼打到戏院 又从戏院撞到民宅 催哭拉朽般一路横推 全城硬碰硬 最终小半座城都被她俩给搏击成了废墟 此刻 江宁就看着这重伤的俩人气道 你们俩个先别嚎了 半个城都被你俩毁了 还有脸嚎 能不能先把账截一下 你们不会准备欠凡人的钱把我来捡 林小璐霸气地含泪怒问 多少 所有的损失加起来 一共是九万零三十二两银子 换算成金子的话 就是九十三钉金子零二两银子 无够 拿钱 林小璐嚣张大喊 无够看着林小璐 双手合十 清秀地脸上露着尴尬 小璐施主 您的金子只剩下十二钉了 林小璐一愣 随后脖子一伸 大声气愤道 我先欠着 等我伤好了 我就出去卖一还钱 说完 他就仗红着小脸 对旁边的上官十六怒吼 花蝴蝶 你给我等着 一会儿 我就自己砍字节 把我老大召唤出来 然后抢你的法宝 教你做人 上官十六也不甘示弱 瞪着红红的大眼睛大声回应 臭牛鼻子你完了 回头我就联系我爹 让他过来 把你暴打一顿 然后控制你的魂魄 让你当我的奴才 你让你爹动我一下试试 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 林小璐不服气地 继续冲他怒喊 脖子也伸得越来越长 我管你老大是谁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爹是上官圣 女孩毫不犹豫 再次怒喊出 自己亲爹的名字 俩人都受着伤 身体也包扎着动不了 因此就相互摊在太师椅上 伸着脖子对喊 仿佛在比谁嗓门大一般 不久 林小璐终于彻底发飙了 瞪着眼珠 脸蛋通红地死喊 我告诉你 我老大是李明如 上官十六刚欲继续反驳 但听到李明如三个字后 却生生把反驳的话 给咽了回去 然后眨巴着红红的美目 有些呆滞地看着林小璐 短暂地安静过后 她忽然再次大喊 不可能 李明如不可能有你这么蠢的小店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客栈大堂内 被包成大白粽子的上官十六 费了好大劲 才抬起胳膊 摘下自己的一枚蓝宝石耳坠 然后不情愿地撅起小嘴 在众目睽睽之下 用耳坠不断往地上喷吐着金钉 犹如喷泉 一块块金钉 落到地上四处滚动 不久便堆积成了一座小金山 只把林小璐等人看得扎舌不已 即便是江宁这样的异国公主 也被这么多金子黄的掩韵 这是真土豪啊 先说好 本小姐可不是怕了 你老大李明如 毕竟我爹也不差 只是不想 因为你跟本小姐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 挑拨他们老一辈的关系 上官十六一边嘟囔嘴 一边郁闷地继续撒黄金 林小璐见他主动承担了赔偿 也就勉强原谅了他 贪在他边上哼道 别吹牛了 我老大是名门正派 你爹是磨到头子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 上官十六文言美目一瞪 你可拉倒吧 别人本小姐不知道 你老大本小姐 还是听爹爹提起过的 他当年抢了我爹的小黄 哦不对 是借了我爹的密法典籍 都几十年了还没还 说完 他便继续喷洒金块 同时郁闷地用 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嘀咕 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明如不就是厉害了一点 强悍了一点 无敌了一点 然后打得天上那些 突破原因的修士 不敢下凡吗 哼 等我爹再修炼个几年 说不定就 说不定就 说不定 嘀咕到最后 上官十六 自己都嘀咕不下去了 顿时更加郁闷 小脸憋得通红 直气得自己胃疼 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 但是打败李明如 自己爹爹这辈子 估计是没希望了 撒完金块 他收起耳坠 对再长的几人气道 这些金子 应该够赔偿这里的庶民了 咱们俩亲 说完 他便费力地扭头 看向身旁的林小璐 瞪着大眼珠子 露出一副咬牙切齿的凶悍模样 仗势欺人是不对的 我爹教过 做人不应该总是比家里的背景 而是应该比自己的本事 所以你也别拿李明如欺负本小姐 有本事 我们走着瞧 等下次见面 就是你的死气 随后 他便在江宁 无垢 帅帅鸭等人担忧的目光中 费力爬起 他要离开这个 让自己丢脸的地方 等以后 长大了 再来找这个叫林小璐的家伙算账 你要不要等伤好了 再走江宁见他哼哧哼哧 一副母猪上抗的模样 不禁觉得有些可怜 不用 上官十六 瞪着美目怒喊 我上官家记住你们了 咱们山不转水转 后会有期 说完 他就神情壮烈地抬起 被包扎岩石的小短腿 毅然决然迈出了第一步 然后脚下一滑刺溜一声 给在场所有人披了个叉 夕阳西下 脚跃高抬 到了夜晚时分 林小璐已经摘掉了一半的绷带 他的身体素质强悍 恢复力也是不弱 现在已经勉强能够下地活动 但两条胳膊 还是疼得抬不起来 这会儿 吴构正一口一口温柔地给他喂饭 旁边不远处 江宁也在给他在太时以上的上官十六喂饭 这姑娘上屋匹了个叉 导致伤口又撕裂了一些 估计没有个七八天是下不了床了 所以 那个什么狗屁云古宗 就一直在追杀你一个凡人上官十六 一边吃得脸颊鼓鼓 一边对江宁问道 江宁点了下头 带着红小妹妹的语气轻道 上官姑娘见笑了 这有啥见笑的 本小姐最见不得修饰欺负凡人了 你把那个云古宗的位置告诉我 我让我爹去弄死他们 直接涂了他们满门 还要抽干魂魄 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呵呵 真能吹 一旁的林小璐 同样嘴巴含着饭菜 一边吃一边鄙视道 我都听帅帅鸭说了 那么多正道修饰在呢 你爹根本进不来神州 还弄死他们 真的是 比汤圆还傻 汤圆是谁脖子一动 就疼得上官十六 斜着眼睛问他 一个大 林小璐刚要说一个大杀笔 忽然看到喂饭的江宁 正疑惑看着自己 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连忙改口道 一个炼丹奇才 绰号绝世大聪明 说完 他见江宁的目光移开 才偷偷松了口气 靠 还好自己机智 即使反应过来 自己现在手无负机之力 要是阿宁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当初忽悠他 然后发飙打自己一顿 或者学罗刹鬼婆那样 谈自己小弟 那自己就会很没有面子了 另一边 不是很机灵的上官十六 听到林小璐的话后 也没再多想 而是非常热情地 替江宁想办法 他一边往嘴里吸溜着青菜 一边给他出谋划策 你叫江宁对吧 你不用太担心 即便我爹过不来 你也可以 让那家伙师傅来啊 那家伙师傅那么牛逼 小璐的师傅在闭关 只有他出现生死危机时 才会感应到 江宁一边给他喂食 一边笑道 上官姑娘不用操心了 先好好养伤吧 江宁现在 也没再对上官十六 有什么看法 因为了解下来之后 他发现 这姑娘其实还挺有趣的 这姑娘的童年 应该被父亲保护得很好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魔道修士 而上官十六 也是真的热心肠 他吃着江宁喂给自己的饭菜 很开朗地继续笑道 这样子啊 那如果没有我爹和那家伙师傅 帮忙的话 那个小兔驴 不也在这呢吗 正在给小鹿喂饭的无垢 听到小兔驴三字后 顿时动作一顿 一脸疑惑地扭过头 看向上官十六 上官施主 小僧只是宁气三层 我知道呀 可是你师傅也可以来帮忙呀 上官十六 对他露出一副 小狐狸般的狡狭模样 本小姐都跟你们在一起 一天了 你当本小姐还没看出来吗 本小姐已经认出 你身上的月华僧依 和接地接地十三僧丽 萨婆和念珠了 你就是无心禅师 唯一的徒弟吧 那个传说中的 心佛无够温柔的双目一愣 随后 他就再一次脸红了 露出一副 被人看穿心事的羞涩模样 上官十六的一双远眼 完成了两枚小月牙 笑盈盈地看着眼前这帮人 继续倾笑 大魔王李明如的徒弟 还有无心禅师的徒弟 你们这是最强修仙二代团队吗 此话一出 林小璐愣了 江宁也愣了 他俩都有些疑惑地看向无够 无够端着给林小璐喂食的此碗 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干净 出臣 他总是这样 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舒服 和谐 或许这就是佛法高深的缘故吧 但他的性格 却很容易害羞 而且 修为也确实是实打实的宁气三层 林小璐也一直以为 他师父无心禅师 只是一个普通的佛门修士 最多佛法研究商厉害了一点而已 现在看来却是不简单 估计能比得上自己老大全盛时期 一千分之一 嗯 真厉害 此刻 客栈内的气氛暂时安静了下来 但很快便又一次响起 上官十六银灵般的笑声 本小姐改主意了 我也加入你们 陪将您小姐走一趟吧 护送她去她叔叔那 这样一来 福道魔就差一个如了 真是想想都好玩 他刚才仔细看了看无够和林小璐 忽然觉得自己 干嘛要走呢 本来就是偷偷溜出来玩的 和这帮人待在一起也不错呀 等哪天回家了 跟自己的傻狗二哥 和冰块大姐吹牛 都有资本啊 我跟李明如的徒弟打过架 我跟无心禅师的徒弟唠过客 真是想想都开心 他已经开始幻想 二哥和大姐震惊的画面了 客栈内 江宁还有些猛 他有些跟不上这上官十六的脑回路 上一秒还信誓旦旦的 要走要报仇 下一秒就要加入自己这些人 这是什么绝世土豪小奇葩 而且听着姑娘的意思 无垢的师父 也是一方大佬 此刻被说穿后台的无垢 露出了一丝既羞涩 又无奈的表情 随后便脸色红润的双掌和石 轻念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喝 庄严清澈的诵经声 和上官十六的娇笑声 在客栈内回荡 并未有人发现 当上官十六说 林小璐的团队加上他以后 佛道魔就差一个如实 角落里专心吃着烤鱼的帅帅鸭 鸭眼猛地一缩 帅帅鸭 说说吧 你是怎么知道 这么多修仙界的事情的 夜晚 林小璐躺在温暖的鸭绒被中 抱着怀里的鸭子问道 大哥 很抱歉 我当初骗了你 帅帅鸭也不装了 苦着鸭脸直接道 其实我不是两年前 吃的神秘珠子 而是两百年前 林小璐 娘的 一只鸭子 居然都比自己大 她顿觉脑瓜疼 白天没打过花蝴蝶 就已经够脑壳炸裂了 晚上又被自己的小弟 炸裂了一把 而且现在无垢 也摊牌了 她师父无心禅师 跟自己老大事就相识 两人年轻的时候 经常一起讨论福道理念 因此她师父非常牛逼 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牛逼到自己老大 抽她师父的时候 都感觉自己 是在抽如来佛祖的程度 这简直太恐怖了 有没有抽如来佛祖啊 这谁能下得去手 嗯 自己老大下得去手 据说还抽得贼这么开心 抽到洞情处 还忍不住银尸作对 拔酒高歌 大哥 真不是 我要故意骗你啊 被窝里 帅帅鸭哭丧着脸 嘎嘎直叫 我当时被你买回来 不是一直想逃走吗 就想着把自己说的没用一些 你就会放我走了 谁能想到你那么牛逼 老大会是李明如吗 那你除了会说人话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真没了呀 帅帅鸭喊道 我真就只会说人话 我发誓好吧 如果我帅帅鸭 除了会说人话以外 还有任何其他本事 就让我身上的羽毛 全部掉光 变得跟你一样光溜溜 跟你一样愁 林小璐 当晚 林小璐的房间内 不断传来帅帅鸭的惨叫声 一直想到深夜 第二日 林小璐起床的时候 身体又恢复了一些 她起得还是很早 已经养成习惯了 当然 今天她肯定是无法锻炼了 和花蝴蝶一战 她用出了毕生所学 手段进出 而花蝴蝶也是真有钱 法宝之多 犹如刚中之米 仿佛天下所有的魔道 都是她家的一样 还好自己本事够硬 最终跟她占了个两败俱伤 谁也没讨到便宜 看了看 软啪啪躺在被窝里的帅帅鸭 林小璐独自起身 用洗尘单 给自己洗了树 洗尘单也是 花蝴蝶给的 昨晚她表示 要加入自己的小团队 一起护送江宁 自己便收了她一些入伙费 不多 杂七杂八加起来 也就一只翡翠手桌而已 嗯 手桌里放着八个大箱子 每个箱子 都能把自己装进去的那种 洗完树 少年晃晃悠悠出了客房 今天不能锻炼 但走走路也行 毕竟从小养成的习惯 不动弹两下都不舒服 这会儿时间也还很早 客栈大堂里空无一人 但林小璐走过吴构的房门前时 还是能听见 吴构送金敲目鱼的声音 她发现 吴构跟别的修仙者不同 别的修仙者 都会为了长生努力修行 而吴构却似乎 不怎么在乎长生 把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了送金上 林小璐搞不懂 送金有啥好送的 你都把金文背下来了就行了呗 每天还要翻过来 覆过去的背 真是奇怪 难不成还能背出多花来 不过她也没打扰吴构 人个有志 更何况吴构是自己人 那肯定只能宠着了呀 不然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冲进去 给她塞两块砖头吧 下楼 在客栈大堂内溜达一圈 林小璐便悠哉悠哉 去了客栈后院 而刚一来到后院 她就听见一道冷力的娇和 客栈后院的泥地中 将您穿着一身 身红色的练功服 长长的头发上 绑着根红色丝带 一直垂到腰部 整个人显得非常干脸 而此刻 她正将那把神秘的黑色布包 持握在手中 直舞得虎虎声风 气势惊人 林小璐是个舞痴 便饶有兴致地 看着江宁舞枪 她看了一会儿 有些惊讶 江宁果然是有两下子的 自己虽然不懂枪术和棍法 但也能看出 江宁的舞意不是花架子 因为她每一次的发力 都非常标准 被黑布包裹着的长枪 也握得非常稳 不管是劈 骚 疗 挡 刺等 都丝毫没有晃动 这一点没有长时间的锻炼 是很难做到的 一般普通人 若是没有经过训练 拿着把剑 抬手直刺 剑身在空中 便会不自然地抖动 很容易出现刺歪 刺不准的现象 这是因为 肌肉在不受控制地抽搐进链 而江宁手中 这笔剑更难驾驭的长枪 却丝毫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 她的枪法一看就是苦练多年 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自幼习武的林小璐 一眼就看出 江宁的功夫不软 当然 她没有用过受血 跟自己肯定不能比 但其一身武艺 已经不低于像张勇大叔 那样的御林军将领 这对于一个公主来说 确实是不易 哼 远中 少女发出一声清脆的娇和 人枪结合之下 转身倒甩枪头 长长的 马尾带着红色丝带 一起随身甩动 英姿萨爽间 刺出一记 又快又准的回马枪 阿宁 你的枪耍得真厉害 林小璐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惊叹出声 江宁被少年 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这会儿刚捂完枪 光洁的额头上 还有着一层晶莹的汗珠 脸颊两侧 也升起了两坨红韵 让他看起来很可爱 你要死啊 走路都不出声的 林小璐 你干嘛偷看我练功 这有啥的 咱俩都这么熟了 看看怎么了 林小璐插着兜 嘚瑟地抖着小短腿 江宁听见这话 脸上的红韵 瞬间蔓延到了耳朵根 有些不敢看他 只好傲娇地 背着小手抬眼望天 装出一副 毫不在意的模样 轻哼 真不害臊 谁跟你熟了 嗯 咱俩难道不熟吗 少年一脸猛逼地问 江宁懒得搭理这家伙 瞅了瞅他的身体轻问 你的伤怎么样了还行吧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估计过几天就能翻跟头了 说完 林小璐便好奇看着他问道 阿宁 你今天怎么会起来练功啊 以前你都没有这么勤快的 问题问完 还不等江宁回话 林小璐又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神情 猜测道 是不是你觉得我跟吴狗 还有新来的花蝴蝶 背景都太厉害 太牛逼 然后你有压力了怎么会 江宁白了他一眼 你们的背景实力越强 我将来对付云古东的希望 就越大好不好 而且我一个凡人 居然能有这么多厉害的好朋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嘿嘿 这倒也是 林小璐插着腰 非常自信地大笑 阿宁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你叔叔那儿了 直接去云古东的所在地 打进他们老巢 然后让我和吴狗 花蝴蝶挨个背景 让云古东的修饰 排队叫爹 不行不行 江宁果断摆手 为啥不行林小璐疑惑 我老大是李明如 花蝴蝶他爹是磨到头子 吴狗的师父也很厉害 吓都能给他们吓哭 你傻呀 心思活络的江宁 没好气瞪了他一眼道 上官才十二岁 年纪比你还小 他仍来风没脑子 你也没脑子 你仔细想想 他来到神州 也就是遇上了咱们 要是他遇见的是某个正道宗门 比如全真那样的 然后他跑到全真大喊一声 我父亲是上官生 你觉得全真会如何 林小璐闻言皱眉思考了一下 接着双眼便猛然一等 他虽然见识少 但并不傻 江宁一提醒他就反应过来了 就像江宁说的 自己老大虽然是正道修士 但自己老大本就和其他正道修士不同 他跟花蝴蝶的父亲关系还不错 借过他父亲的书 但这不代表别的正道 宗门就和他父亲关系好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自古正邪不两立 而花蝴蝶 作为魔道头子的亲闺女 要是真傻兮兮 跑到某个正道宗门自爆家门 那会是什么下场 估计很有可能当场就被诛杀 或者生情 干净的小院内 江宁见他反应过来了 便继续说道 还有无垢小师傅 人家之前一直没提过 自己师傅的厉害往事 只是说了一些佛理 就说明无垢小师傅 根本不想吹嘘自己师傅 这你不会也看不出来吧 林小璐 他嘴巴张了张 一时间反驳不出来话 便只能有些尴尬地问 那 那不还有我呢吗 我去报我老大的名字 也可以把他们吓尿吧 江宁有些哭笑不得 无奈摇头道 小璐 你昨天跟上官说 你师傅是李明如 他什么反应你没看见吗 林小璐 江宁抱着胳膊 跟教孩子一样 教导面前的少年 上官虽然刁蛮任性 但心思实则很浅 非常单纯 你跟他说 你老大是李明如 他都差点不信 你指望那些大修士 会相信 也就只有我和吴构 在跟你比较熟悉了以后 才会信你好吧 说完 他便抱着胳膊道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去我叔叔那把 别想歪主意了 见江宁这么说 林小璐也就点了下头 勉强同意下来 随后 他好奇 瞅了瞅江宁的黑色布包 阿宁 你上次说前龙红鹰 可以用口诀召唤出什么苍龙之魂 有多厉害啊 打得过我吗 当然打得过 江宁非常骄傲地笑道 我父皇说过 我们江家后人 若是用这把枪 可以直接召唤出苍龙之魂 让其附身 之后就可在一定时间内 拥有比肩原鹰修士的实力 真假的 林小璐眼睛瞪得溜圆 不敢置信地看着黑色布包 比肩原鹰镜 那岂不是直接和掌门姐姐一个级别了 院内 江宁抱着黑色布包 有些自嘲地笑道 只可惜 我是女儿身 虽有江家血脉 苍龙之魂却不认我 略显苦楚地说完 少女却又目录坚定道 等我们 抵达我叔叔的诸侯国 就让他用这把枪 冲上云古宗 严惩我弟弟 光复大唐 嗯嗯 林小璐虽然只听懂个大概 但并不妨碍他能看出江宁的决心 一脸赞同道 江宁你一定会复国的 说书先生常说 有智者 是进程 他老人家说的事情 从来没错过 在一个月黑 风高的夜晚 本小姐孤身一人 走在一处乱葬岗中 那里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无止 而当本小姐走过一块墓地时 突然 一只白花花的手掌 从一块墓地里伸了出来 一把抓住本小姐的脚 哇好恐怖 呜呜呜呜 呜呜呜 娘 有个姐姐吓我 哇 客栈门口 包扎成白色粽子 坐在石阶上的上官石榴 看着被自己吓跑的几个小孩乐得哈哈大笑 他边笑边喊 为你们别跑啊 姐姐给你们讲故事啊 哈哈 笑了好一会儿 客栈内的江宁 便一脸无奈地过来扶他 石榴 吃饭了 哦 女孩被江宁搀扶着费力起身 撅着小嘴不满道 江小姐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要喊本小姐上官大人 石榴石榴的难听死了 江宁名嘴笑了笑 你爹给你取的名字 我能有什么办法 对啊 你爹干嘛给你取名叫石榴啊 他 很爱吃石榴吗 餐桌上啃鸡腿的林小璐问 因为 我娘爱吃水果呗 所以他就给我 取了这个名字 真是讨厌 上官石榴来到桌前坐下 拱了拱小鼻子 颇为不满地哼道 林小璐和江宁一听上官的父亲 这么爱他娘 双双顿了一下 两人忽然都有些想念已故的爹娘 几人安静地吃着饭 吴够在吃下一块玉米后 忽然脸色一红 有些难为情地 看向上官石榴 上官施主 小僧有一事相求 哦 说来听听上官石榴 扶着雪白的小下巴看他 吴够慢条斯理地开口道 上午掌柜跟小僧说 您裹着一身纱布 坐在客栈门口晒太阳 把客人都吓跑了 所以想让小僧 劝您回房休息 掌柜的怎么自己 不过来跟我说 本小姐又不会吃了他 人家哪敢跟你说话呀 江宁没好气到 你跟小陆打个架 把半座城都打烂了 见到你躲都来不及呢 上官石榴 一听是这样 也就哼哼轻轻地 没再说话 撇了撇嘴 抬手从手练的那戒中 取出一块巴掌大的筋钉 小和尚 你去跟掌柜的说 这家客栈本小姐买了 让他少打扰本小姐晒太阳 饭桌上 几人再次被他的有钱震撼 江宁更是打趣地 看了林小陆一眼 你看 这姑娘比你 更像爆发户呢 之后的几天 几个少年人就继续这么在客栈住着 每天念经的念经 练武的练武 倒也过得悠闲 上官石榴很喜欢跟小孩玩 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 给周围的小孩讲故事 等伤势稍稍好了一些之后 他又带着一群孩童 天天踢剑子 捉迷藏 孩童们都很喜欢这个 穿着花裙子的姐姐 而他的这一模样 倒是也让大伙跟他的关系 更加亲近了一些 因为他在孩童面前 一点也不像传闻中的魔道修士 反而像个普通的林家女孩 这样的情况 一直等到七八天之后 林小璐和上官石榴 彻底恢复伤势 他们才准备再次启程 而临行前 上官石榴 还给那些小孩 买了许多糖果零食 然后嘻嘻哈哈地跟他们告别 几日之后 原国某山脚 让你走大路你不走 你偏走小璐 林小璐 你脑子是被门挤了吗 花蝴蝶 你再这么跟我说话试试 你信不信我砍你 来啊来啊 你砍啊 你真当本小姐 怕你不成 一座不大的小山脚下 上官石榴光着小脚 站在清澈湍急的浅水溪流中 踢着裙摆 愤怒地看着一旁 扛着马车的少年 此刻 无垢 上官石榴 还有牵着马的江宁 全都站在他身旁 江宁和上官石榴一样 踢着裙子 露着白皙似雪的脚丫子 站在冰凉的水里 这片溪流是个浅滩 下面是一颗颗五颜六色 圆滚滚的鹅卵石 除此以外 还有不少比较大的玩石 马车过不去 林小鹿只能扛着马车前进 没办法 这里只有他扛得动 上官石榴 莫要着急 无垢站在一旁 双手合十道 大路要绕很远 何况小鹿石榴 也不知走小鹿 会碰上溪流 可以理解 就是 你在嘚死我大哥 就得弄死你了 帅帅鸭踩在林小鹿肩膀上 嘎嘎大喊 上官石榴小嘴一撅 没好气摆弄着自己被淋湿的裙子 颇为不耐烦 那现在怎么办 这里钱不着村 货不着店的 本小姐已经好几顿没吃了 无垢的储蓄戒里 还存放了不少炒米 凑合吃点呗 江宁笑道 本小姐不爱吃炒米 上官石榴郁闷道 爱吃不吃 惯得一身毛病 扛着马车的林小鹿 直接就骂街了 这个花蝴蝶事实真多 比自己还挑食 自己虽然也不喜欢吃炒米 但自己至少也能吃得下去 这花蝴蝶就不一样了 昨天他们出城进入野外 在野外露营 然后无垢煮好了炒米 他不吃 在那里嫌弃 这嫌弃那的 还说 这不是人吃的 要不是无垢和阿宁拦着 自己早给他塞砖头了 真是气人 本来之前看他喜欢小孩 自己对他的感官 还稍稍改变了一些 没想到还是这副德行 江宁以前是大唐公主 他都能乐呵呵地吃炒米 你不能吃 无垢 生火做饭 这货不爱吃炒米 就让他饿着去 霸气地说完 糖水走到岸边的林小鹿 就将马车放下 看都不看 对自己怒目而视的上官石榴 无垢和江宁 见词也没再说什么 默默地开始生火做饭 卢流上官石榴 一人孤零零地 站在河岸边 他看着林小鹿 江宁 无垢围坐在点燃的篝火边 用溪流水煮泡炒米 不搭理自己 顿时觉得心里委屈 粉答答的小嘴 也扁得跟帅帅鸭一样 片刻后 炒米在锅子里煮沸 食物的香气冒出 从昨晚到现在 都没吃饭的上官石榴 吸了吸鼻子 你们给我等着 本小姐给自己抓鱼吃 河岸边 林小鹿三人猛逼地 看着上官石榴 用法宝对着溪流轰炸 直炸得水花似箭 他在干嘛这家伙想炸鱼 林小鹿立马猜出了他的心思 吃着炒米吐槽道 这条溪流这么浅 应该是那边小山瀑布 流窜下来的溪流 怎么可能有鱼 最多有一点小鱼苗 溪流边 果然跟林小鹿说的一样 上官石榴炸了好一圈 结果并没有看到鱼被炸上来 反而被冲天的水浪淋了一身 浑身湿漉漉地 跟个二傻子一样 闻着身后炒米的气味 他不自觉地又咽了下口水 不行 自己现在要是低头 肯定会被他们笑话的 自己这么多法宝 还怕找不到吃的吗 想到这里 他转身狠狠瞪了林小鹿一眼 然后就往一旁的树林里走 准备去找些食物果腹 吴构见到这一幕 有些疑惑 上官施主 这是 他是想去打猎 林小鹿一边嚼着干巴巴的炒米 一边继续吐槽 真是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这里不是深山 也不是森林 只是靠近村镇的田林 然后有个小山丘而已 他要是能找到大的猎物 就见鬼了 而且即便找到了 他也不会做 江宁见林小鹿 好像能完美猜出 上官下一步的行动 不禁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小鹿 没想到你还挺懂女孩子 没有啊 我只是比较懂他而已 少年嘴巴里塞着炒米 脸颊鼓鼓囊囊 含糊不清道 花蝴蝶倔强的性格 跟我睡的时候 还是有点像的 只不过他没吃过苦 小鹿施主经常吃苦吗 无够好奇 也不算吃苦吧 林小鹿盘腿坐着 开口道 我阿爹阿娘走得早 七岁就带着妹妹 在村里生活了 七岁将您吃了一惊 七岁自己 还被父母宠着呢 什么也不懂 天天无忧无虑的 而小鹿却已经带着妹妹 在小村庄里讨生活了 没人照顾你们吗 他问 村里的说书先生 会接济我们一些 不过他也挺穷的 去镇子上说书 一直没什么人听 好像是因为 他说的书都挺怪 很多人都听不懂 也就说给我和妹妹听 少年怀中 帅帅鸭好奇地 扬起鸭头 看着他问 大哥 那个说书先生说的 都是些什么书啊 这个 我记不太清了 林小鹿挠了挠头 努力回忆道 好像是叫什么仔来着 然后还有个什么文冬之类的 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都快忘了 几人一边闲聊 一边吃着炒米 不久便结束了午饭 无够见上官十六还没回来 便将他的那一份 扑在阳光下暴晒 这样他回来就可以吃 上官十六没回来 大伙也不好继续上路 林小鹿便和帅帅鸭 在溪流边打起了水漂 江宁则蹲在一旁 笑盈盈地看他俩完 呀哈 伴随着稚嫩的呼喊 扁平的石块 瞬间加带着飓风声飞出 哄 强大的力道 将溪流整个爆开 掀起漫天水浪 石块也因为承受不住撞击 而直接粉碎 哇嘎嘎嘎嘎嘎 大哥你的力气用大了 瞧我的 帅帅鸭用嘴巴叼住 另一枚石块 小翅膀直扑腾 跳跃起来后猛地一甩 长长的鸭脖 石块顿时灵巧地飞出 仿佛活物一般 在溪面上一跳一跳 足足跳出了八下 林小鹿见此顿时就郁闷了 自己怎么能打水漂 打不过一只鸭子呢 他立刻不服气地 再次拿起石块投掷 阳光炽热的下午 上官十六一直没回来 几人也没怎么担心 那家伙厉害得很 大伙就这么边玩边等 而且 这会儿也正是阳光最好的时候 明媚的午后阳光 将清澈的溪流照耀的 波光玲玲 不远处 马匹则在草地上 悠闲吃着马草 这样的环境很宜人 亲人心疲 不管是打水漂打得 起劲的林小鹿 和帅帅鸭 还是一旁观战的江宁 又或者在岸边 打坐宋经的吴构 大家都觉得很惬意 而一直等到天色渐晚 几人准备今晚在这里露营时 上官十六才再次现身 和中午的时候不一样 再次现身的上官十六 浑身脏细细的 湿透的花裙子上 满是污泥 而且一天没吃饭的他 还一副随时要饿晕过去的模样 整个人看起来惨不忍睹 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 林小鹿 江宁 吴构 帅帅鸭 见到他这副尊容后 都吓了一跳 而委屈极了的上官 则是红着眼眶 撅着嘴 站在他们面前 一副本小姐要哭了 快来哄我的模样 打了一下无水漂的林小鹿 上前瞅了他几眼 迟疑着问 被劫道地抢了上官 顿时恨恨地瞪了这大厦比一眼 不过他现在饿得完全没力气 连降嘴都懒得跟他降 上官你怎么才回来江宁和吴构 也上前关心地询问情况 江宁一副把他当妹妹看的模样 请问 你遇到什么了 对呀 你说话 吓傻了女人 我大哥在问你话 你再不回答我大哥就要 拿你打水漂了 上官施主 有话但说无妨 几人围着上官十六七嘴八舌的询问 而面对他们十二岁的上官十六 忽然眼眶一红 小嘴一扁 乌叶的哭腔声 从他嘴里哼出 他眼泪巴巴地 对面前几人嘟囔道 我 我不爱吃炒米 你们谁去给我打链 我就送他法宝 啊这 江宁和吴构都是一愣 他们是真没想到 这丫头 居然会因为这点事被整哭 他等林小鹿打架的时候都没哭 居然因为炒米哭了 真是不可思议 他俩都不理解 林小鹿却心思熟络 从小在乡下混大的他 立刻就猜出上官十六 是什么个情况 不爱吃炒米是小事 主要是觉得自己丢脸了 抓鱼又抓不到 打了一下五裂 也没打到 而且看他身上的泥巴 搞不好这货还摔了一跤 此刻无非就是心里委屈 肚子还 呃呃 所以就哭了呗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能自己 把自己给气哭的那种 此刻 林小鹿就看着一脸 倔强任性的上官十六 没好气地哼道 你知道有多少人 还吃不到这样的炒米吗 你知道我小时候吃的是什么吗 嫌弃这嫌弃那的 爱吃不吃 别拿你的大小姐名号压我们 在这儿不好使 说完 林小鹿就掉头离开 他才不会灌着这花蝴蝶 一切都仿佛和中午一样 江宁与吴构对视了一眼后 也相继离开 再次独留上官十六孤零零的一个人 不久 夜晚降临 天空渐渐暗了下来 吴构在篝火旁点燃了一只 可以驱蚊驱虫的青香 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念珠 奇怪 云古东的修士是放弃追沙江施主了吗 这都多少天了 都没有再派刺客来 他心有疑惑 顶着月光 在篝火前没送起了经文 一边没送 一边看着自己的小伙伴们 不远处 上官施主正红着眼睛 狼吞虎咽地往嘴巴里塞炒米 因为塞得太急 他时不时地就会被呛到 然后在那里一阵垂胸顿足 小鹿施主没有让他们去跟上官施主说话 而是让上官施主 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 小鹿施主说 他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别人跟他讲大道理 顾觉得上官施主 肯定也不会喜欢 所以有些事情告诫过了 该翻篇的 就要及时翻篇 毕竟大家都是好朋友 火光下 吴构看着正和江宁谈天说地的少年 目中满是欣赏 小鹿施主真的很温柔呢 而且 是个很有大智慧的人 今天的事 小鹿施主虽然看起来汹汹的 但其实做得很对 他真正告诉了上官施主 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人会让着谁 交朋友也是如此 只有坦诚相待 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而上官施主 最后坚持不住 开始主动吃炒米时 他也没有让将施主去说教 更没有去嘲讽 而是最大程度 给予了上官施主的尊严 真是一个很贴心 很温柔的少年 吴构面露微笑 映着火光 对那嘻嘻哈哈的少年 双手合十 亲切默念 愿你永远幸福安康 我的小施主 嗯可可嗨 上官十六 忽然被干巴巴的炒米噎住 忍不住再次咳嗽起来 这次咳得很重 抬起小手直拍自己的胸口 江宁建了 连忙将水囊递给他 喝点水 你吃太急了 少女腮帮子鼓鼓的 大眼睛瞪着像只小仓鼠 赶紧接过水囊喝了一口 带喘息过来后胸道 有什么了不起的 回头林小璐再欺负本小姐 本小姐就不跟你们玩了 本小姐回家 这个时候 林小璐刚抱着帅帅鸭睡下 她睡得很快 躺在篝火旁 肚皮朝天 不到时夕 便打起了小呼噜 江宁建上官十六 鼓着腮帮子 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忍不住轻笑了一下 小璐不是有意要欺负你的 只是昨天吴构 做好了饭你不吃 还说 这不是人吃的 这确实是有些过分 本小姐又不是故意的 少女气呼呼道 而且小和尚都没说啥 她有什么资格替小和尚生我气 因为她和吴构是 好朋友呀 江宁继续笑道 而且你不尊重食物 小璐就很不喜欢你这一点 上官十六 闻言小嘴角的老高 一脸不服气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自己没必要让她喜欢 自己长这么大 都没吃过这种亏 那家伙真讨人厌 仗着她师父 是大魔王李明如 就欺负自己一个 心地善良可爱乖巧的女魔头 哼 真不要脸 生完气 她又往嘴巴里塞了一口炒米 然后好奇地看了熟睡的 林小璐一眼 眼珠子一转 江宁 你说这货睡得那么香 应该很难醒吧 江宁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随后就见上官十六 忽然露出小恶魔般的坏笑 提起裙子 就向林小璐飞跑过去 她吓了一跳 连忙想要阻止 但却已经晚了 提着小裙子的上官十六 已经飞冲上去 抬脚就往林小璐 挂着鼻涕泡的脸上踹 哼 可恶的笨蛋 居然害得本小姐那么惨 给我死 温暖的篝火旁 江宁看着被林小璐 锁喉锁的嗷嗷大哭的上官十六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看来 林小璐上次跟她打架 已经打出惊艳了 醒过来后 先是按住这丫头的两只手 然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用铁头弓将其撞晕 再用一只胳膊 将她的两只手牢牢别住 让她拿不到那戒 最后又从后面 施展出了一个标准的单手锁喉 此刻 看着这俩仿佛野猪打架似的 在那乱队 江宁直觉得自己 憋笑憋得好辛苦 小璐我先睡了哈 你俩也早点休息吧 江宁笑盈盈地 冲他俩摆了摆手 哦哦好的 我再锁他一个时辰就睡 林小璐笑哈哈地回应道 林小璐你赶紧给本小姐松开 你再不松开 本小姐非弄死你不可 我发誓 我会将你碎尸万段 啊 江宁苦笑着摇了摇头 独自去了一旁休息 不久 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 无垢已经入定 帅帅鸭和江宁 也都彻底在铺垫上睡熟 上官十六 却还被林小璐锁着喉 他一边背锁 一边义正言辞道 林小璐 峨眉自古以来都是名门正派 其仁义理智性享誉神舟 所以 你作为峨眉弟子 不应该欺负我这么一个 可爱的小女魔头 你可爱吗 林小璐问 我不可爱吗 你有我可爱吗 林小璐再问 上官十六 林小璐 你还要不要点脸 狗贼 松开我 上官十六 一边小短腿 直登一边撒泼 可林小璐何许人 也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 任由他闹 毫不留情 过了好一阵 上官十六终于恨恨地 在嘴上认输 少年这才不屑地松开他 并摆出一副长辈姿态 抖着小腿横道 大晚上的不睡觉 非要逼我教你做人 哎 篝火照耀下 上官十六坐在一旁 捂着被锁肿的喉咙 愤怒地反驳 你是男的 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算什么好汉 你那么有钱 趁我睡着了 偷袭我一个穷鬼 你算什么姑娘 上官十六听得 捡起一块石头丢他 林小璐却丝毫不怕 躲都不带躲的 直接用脑瓜跟石头硬碰硬 把石头给撞碎 然后一边抖腿 一边嘚瑟 这就叫铁头啊 上官十六被他气得没一招 只好撅着嘴 然后拿自己的大眼睛瞪他 而经过这么一闹 林小璐也没了困意 他见上官十六 一副恨不得吃了自己的模样 不屑道 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有才华 还英俊 还擅长打劫的人吗 呸 真不害臊 上官十六气鼓鼓地说道 昨天的事情是本小姐不对 本小姐不该侮辱粮食 但你以后也不许再欺负本小姐 不然本小姐就不跟你们玩了 林小璐渐兮兮地耸了耸肩 丝毫没有留他的意思 上官十六气得脑瓜 差点冒烟 营地中 篝火霹雳啪啦地燃烧着 火苗窜动着升空 少女独自生着闷气 和林小璐坐在一起 大眼瞪着小眼 而正当他准备再骂这家伙两句 就回去睡觉时 林小璐的目光却忽然越过了他 直勾勾看向他的身后 并说了一句 谁大晚上的你 是想吓唬本小姐妈上官十六鄙视的哼道 这种吓唬人的手法也太幼稚了 本小姐又不是小孩子 而且你还不知道吧 小和尚手里的念珠 是一个很厉害的法宝 有很多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感应方圆十里的敌意 如果真有人想偷袭咱们 小和尚也会醒 但现在 她的话还未说完 面前盘腿坐的林小璐 就忽然抱起 刷 得一声从她头顶跃过去 抬起臂膀 狠狠的就是一个前冲 八级 铁山靠 哐 巨响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形身影 直接被林小璐轰飞出去 重重地摔进漆黑的溪流之中 上官十六猛了 江宁和吴构也被惊醒 此刻 篝火照耀下 一个浑身漆黑 脸色铁青的怪异男子 正一动不动地平躺在溪流中 而林小璐则保持着铁山靠的姿势 警惕地盯着她 吴构下意识看了下手腕上的念珠 却发现代表菩萨多文力的那颗念珠没动 她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着这奇怪的男人 而下一秒 溪流中平躺的男子 忽然直挺挺地起身 水花肆意滴落 仿佛一具雕塑 被人笔直地扶起来了一样 并僵硬地抬起满是黑色利爪的双手 对着最近的林小璐扑袭而来 林小璐见状 也是微微有些诧异 随后不再留手 静声高高挥起了右拳 赫然挥出一道鬼哭狼嚎的奸笑之音 二重暗静 斑蓝锤 哄 又是一声直震的人 耳膜疼的巨响 斑蓝锤狠狠轰击在了男人胸口 男人的身体微微一颤 其后背更是穿出一道无形的热浪 将身后五六米外的一株 参天巨树轰的木屑纷飞 不久 巨树便在一阵咔嚓咔嚓声中 缓缓栽倒 阿宁 这又是云古宗派来的修士吗 看了看一动不动的男人 林小璐好奇地起身收拳 转身对大伙问道 他觉得 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已经死了 毕竟二重暗静都透体断树了 那他的五脏六腑肯定也已经被绞碎 而正当这几个少年人 也都觉得已经完事之时 林小璐身后的怪异男人 忽然再次抬起双臂 狠狠插向林小璐的后脑瓜子 小璐小心 江宁吓得尖叫一声 无垢和上官石榴 也是猛的瞳孔一缩 二人当场就准备施展手段 而林小璐也感受到了 那身后呼啸而来的飓风声 顿时吓了一跳 这祸还没死 他来不及扭头 直接调动体内真气齐聚后脑 一身的横链硬气功展开 只听 当 得一声 愣是用后脑扛下了男人的力爪 同时 林小璐手腕上的银环大量 抬手往面前什么都没有的空中一身 青色的波纹再次出现 林小璐也毫不犹豫地 从里面拽出大根青铜器的刀柄 转身横斩 午夜时分 四人围在已经失手分离的尸体面前 皆是一脸猛逼 他们猛逼的原因只有一个 眼前这个奇奇怪怪的人 并不是修仙者 也不是舞者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而且 是一个已经死掉的凡人 吴够查看了尸体的情况 表示这家伙 应该死了很长时间了 不知道为什么 肉身一直没有腐烂 而当林小璐得知自己 刚才是在和一具尸体打斗时 顿时吓得小脸煞白 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是 上官 你是魔道中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生灵吗 将您问 本小姐也不知道 上官十六蹲在尸体边上 有些尴尬到 本小姐一直被爹爹关在家里 很少拽完 这应该不是什么生灵 吴够迟一道 这具尸体攻击小鹿尸主的时候 小僧的多闻力念珠 一直没有转动 很奇怪 奶奶的 这特么到底是个啥 林小鹿踢了尸体两脚 一脸的疑惑 我刚才那一记斑蓝锤 应该就已经打死他了 结果这货还能对我动手 真任性 江宁和上官十六文言揭示 有些无语 这特么是任性不任性的问题吗 你不会用词 就不要瞎用呀 几个少年人一筹莫展 都不知道眼前这玩意儿是啥 而林小鹿想了想后 忽然眼前一亮 起身 走到还在熟睡的帅帅鸭旁边 快乐地给了他一脚 起床啦 帅帅鸭从睡梦中被踹醒 顿时压眼一横 谁他妈踹你压眼 待他见到是林小鹿后 顿时嘎嘎大笑 真不愧是我大哥 这一脚给我踹的舒坦啊 江宁 无够 上官 哼 果然是什么样的主人 养什么样的宠物 上官十六笔试地瞪了他俩眼 林小鹿拽着帅帅鸭 来到尸体面前 你来看看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帅帅鸭瞧了瞧尸体 打了个哈欠道 这玩意儿是僵尸呗 还能是啥说完 帅帅鸭又用小翅膀 抚摸着下巴沉思 奇怪 这地儿怎么会有僵尸呢 在场的几人都是 第一次听到僵尸这个名词 纷纷好奇询问 僵尸是啥 明亮的篝火旁 帅帅鸭便对这几位 刚入江湖的少年们 介绍了起来 僵尸 是一种不入六道轮回的东西 他们就好比石头这种死物 无法投胎 大部分都是人的尸体 变得 拥有身兼四铁 力大无穷 好食人血肉的特点 对于凡人来说 很难被杀死 必须要砍下头颅才行 这玩意儿的成因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自然因素导致 它不入轮回 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的生灵 无穷听了这话 惊讶到 怪不得小僧的念珠感应不到它 原来是不在六道轮回之中 说完 无穷感叹了一句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可是人死后 不是应该变成鬼的吗 那这玩意儿 是不是跟鬼很像啊 林小路问 大哥 这玩意儿 跟鬼完全没关系的 帅帅鸭解释道 鬼是有魂无魄 而大部分的僵尸是 有魄无魂 简单来说 鬼会有一部分神智 而大部分的僵尸没有 除非是非僵级别的僵尸 而且这年头 僵尸已经很少了 这玩意儿 本身也不算强 除非是那种非僵级别的 不过那种都已经是传说了 像这种普通的僵尸一般 宁气三四层左右的修饰 就能对付它 当然 对于凡人来说 这玩意儿 就是灾难了 因为僵尸的爪牙 都带有尸毒 被他们抓伤咬伤了之后 人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 然后也变成僵尸 而且 他们力能刚顶 跳跃距离远 刀枪不入 凡人除了用火和糯米以外 几乎没什么好的办法 对付他们 说完 帅帅鸭 便看着面前的几人 面露迟疑 你们说 这头僵尸 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 晃悠过来的 比如说前面的某个村庄 此话一出 几人心头一惊 扭头便看向尸体 这具僵尸 穿着黑色的粗布麻衣 所以 他原本应该是个普通的村民 那也就是说 有很多普通人遭遇了僵尸 走走走不睡了 我们收拾收拾上路 心急如焚 想着去救人的林小璐 直接招呼大伙上马车 他是习武之人 遇到不平之事 必须要出手 不然对不起自己这一身武艺 哎呀没事了 全真不是这儿的修仙宗们吗 他们会管的呀 上官十六慵懒地说道 来不及的 一旁正在给篝火添加木柴的无垢劝道 如果僵尸出现在城里还好 那确实可以向全真求救 但乡下的许多小村庄 很多都是一村一个姓氏 相互距离的也比较远 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联系 小僧以前就曾路过一个村庄 那里发生了瘟疫 一整个村子的人全部丧命 过了几个月才被人发现 因此 我们得赶快动身 这僵尸这么晃悠过来 说明出事的地方 应该离咱们不远 说完 乌垢便将尸体抱起 放入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 随后双手合十 轻松 一切众生为解脱者 信实无定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轮转五道 熊熊的大火前 身穿洁白僧衣的无垢 轻松完地藏菩萨本愿经 便背靠黑夜 对着在火光中渐渐消散的僵尸 赠你人世间最美的微笑 施主 愿你常欢喜 苦难皆不在周家村 是元国境内 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 位于檀城和汴州城中间 坐落在一片深山中的洼地 周家村的村民 许多都是狄青关系 大部分的村民皆以周姓 过去村里的老人常说 周家村风水好 因四面环山 山外有河 是典型的紫气东来 乾隆在渊之地 这样的地方 将来是会出皇帝的 周家村有没有出过皇帝 孙子并不知道 孙子只知道 自己所在的村子 是有名的光棍村 村里的很多大人都是光棍 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 想要离开这里 去城里生活 而无论是那四座大山 还是那蜿蜒齐驱 犹如鸡肠一般的山道 都死死困住了村民 也困住了他们的思想 因为山路不变 让这里变得非常贫穷 再加上村里 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 久而久之 便造就了周家村上百村民 许不上媳妇的惨况 此时正值深夜 年仅十岁的孙子 正眼巴巴地看着大人们 在村外连夜挖壕沟 那是一个围绕 整个村庄的巨大壕沟 壕沟的上方 则每隔三米 插着一根不断燃烧的火把 将整个村子外围 都照耀得灯火通明 事情发生在五天前 村里卖猪肉的正屠户 被人发现惨死在家中 死因不详 当时他的亲人们嚎啕大哭 并准备给他料理后事 结果正屠户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死而复生 然后发疯式地咬人 当时 正屠户力大无穷 村里的壮小伙子 手持菜刀利斧 都砍不伤他 最后还是见多识广的村长 想了法子 让村民用家里所剩不多的糯米扔它 说来也怪 浑身刀枪不入的正屠户 在被普普通通的糯米砸中之后 立刻就开始滋滋 冒黑烟 没过多久 便在凄厉至极的惨叫声中 化成了一堆黑渣子 村长说 正屠户是变成僵尸了 栓子不知道僵尸是什么 只听说 这是人死了以后会变的东西 会吃人 十岁的栓子知道以后 非但没害怕 反而每天都眼巴巴地期待着 期待那被父亲活活打死的阿娘 也能变成僵尸 从土里爬出来 让自己可以像小时候一样 上前抱抱它 哪怕它咬死自己也好 而正屠户的怪事结束以后 村子就彻底乱了 先是有村民接二连三的失踪 接着是天空再也没有亮起过 到了白天 无论上午或者下午 天空永远都是漆黑一片 宛如深夜 而且还是那种没有星星 没有乌云 没有月亮的深夜 那是一种纯粹的黑 给人以极致的压抑与绝望 久而久之的 孙子感觉自己 都快忘记阳光的颜色了 孙子 你帮叔挖上两铲子吧 书些话 别害怕 有火把罩着 僵尸不敢吃你 男孩木讷地硬了生蚝 结果铲子下了壕沟 这两天 村里几乎所有的的木柴 树木 都用来做火把了 用来防御僵尸 而大人们 则是不分日夜的连夜赶工 在村子周围挖出壕沟 用来做第二手防御 僵尸怕糯米 可是周家村很穷 大伙都不富裕 糯米自然也是少得可怜 僵尸也怕火 所以就先用木柴做火把 将村子团团围住 让其一刻不停地燃烧 同时连夜挖出壕沟 以防止村里的木柴烧完以后 有东西可以继续防御 以此来拖延时间 等待全真的仙人救他们 但很可惜 第五天了 那些去向城里求援 向仙人求救的大人们 全都杳无音讯 没有一个人回来 昨天村里的裁缝 还偷偷跟人议论 说他在火把旁挖壕沟时 看到了一只僵尸 那只僵尸 就是之前去外面 求救报信的四老头 他说得很吓人 说当时四老头的身体 藏在黑暗里 被火光模糊地照耀出 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 然后用没有眼珠子的 空洞眼窝看着他 仿佛是在问 为什么要逼自己 一个儿女双亡 无依无靠的老农 去通风报信 为什么不是其他人 为什么不是你 难道就因为 自己是外星人吗 出去找救援的人 都变成僵尸了 这让村里的每个大人 都忧心忡忡的 各种议论声 也是越来越多 栓子时常会听见一些议论 毕竟他还是个小孩 也没有人避讳他 而这两天 他听到别人议论最多的 就是说自己这个 从小带到大的村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 乾隆在渊的府邸 而是一处 彻头彻尾的大凶之地 至于那所谓的四面环山 山外有水 这样的地势 根本就是一处 天然的棺材 此时 村外 三米一根火把的照耀下 栓子拎着 比自己人还高的铲子 跳下壕沟 卖力地挖着 这会儿 壕沟内还有其他的村民 在奋力挥铲 他们看到栓子 跳下来之后 并没有什么表情 神情都有些木呢 呆滞地挖着自己的 仿佛挖的不是用来 困住僵尸的壕沟 而是自己的坟墓 栓子年纪小 挖了没一会儿 便累得不行 整个人也开始 口干舌燥起来 便准备爬出去找口水喝 可他刚刚爬出壕沟 就看到远处的黑暗中 出现了几个 略显模糊的人影 十岁的他 趴在壕沟边 从壕沟里面探出小脑袋 好奇地望着人影 他并不担心是僵尸 毕竟身后就是 不断燃烧的火把 僵尸不敢靠近 不久 人影近了 并传来一道清澈的说话声 以后我再也不买马车了 爬山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坐在马车前缘上的林小璐 对身旁驾马的江宁抱怨道 我扛着马车爬山的时候 这匹马开心得不得了 专门走在我前面 全程用屁股对着我 时不时还扭头细血地看我一眼 我从他的眼神里 看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将您轻问 小雅 你也有惊天 扑痴 将您捂着嘴笑的花枝乱颤 随后美好气白了这家伙一眼 行了 你都抱怨一路了 这不都到了吗 他抖了抖手中的缰绳 嘟起绣唇 发出一声长长的淤 然后对车厢内轻喊 无垢上关 我们到了 马车停在壕沟前 坐在前缘上的林小鹿小短腿 一脉就蹦了下来 随后打亮着眼前这奇怪的村子 长长的火把镇 将面前同样狭长的壕沟 照耀成了橘黄色 许多正在挖壕沟的村民 正从壕沟里探出脑袋 或惊恐 或疑惑 或激动地看着他 少年也瞅了他们几眼 随后双手插腰 得死地哼道 怎么现在做老大的不出来 让小的上来顶啊 让你们大哥出来 听说了吗 来了几个小娃娃 据说一路杀了好多僵尸 来到咱们村呢 或 不会是全镇来的仙人吧 啊 好像不是 好像是路过的仙人 发现咱们村有僵尸 就过来帮助咱们了 目前他们都在村长家呢 好多人都去看了 走走走 咱们也去 咱们也去 周家村的一处土房内 林小鹿抱着帅帅鸭 和江宁 吴沟 上官十六三人 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 听着面前慈眉善目的老者 讲述僵尸一事 江宁和吴沟听得都很认真 而林小鹿跟上官十六 就没什么耐心了 俩人东瞅瞅 西望望 竖起耳朵 听门外偷看的村民议论自己 上官十六发现 门外聚集了不少村民 一个个都在用很奇怪的眼神 看自己和江宁 只是江宁背对着他们 在和村长说话 没发现 林小鹿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这个村子里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男的 此刻正一个个眼貌绿光的 看花蝴蝶和江宁 他觉得这些人还挺有眼光 这么快就发现 他俩长得丑 几位上仙 可以先在这里住下 等明日再对付江师 老朽代表村民 对几位上仙表达感谢 老人家不必多礼 江宁连忙扶起 主着拐杖鞠躬的村长 听到 他们三才是仙人呢 我跟您一样 也只是一个凡人 此话一出 门外围观的村民们 再次骚动起来 不少人都将目光 放在江宁恶挪的背影上 反复地上下打量 这一切 林小鹿自然是尽收眼底 他觉得 阿宁还是太老实了 不懂得装一装 一说自己是凡人之后 这些村民立马就有些瞧不起他了 村长家的地方还是挺大的 虽然简陋 但却也干净整洁 几个少年人便这么住下 林小鹿和吴构一个屋 江宁则是和上官石榴一个屋 几人奔波了一夜 都没怎么睡好 用了洗尘单后不久 便沉沉睡去 一夜无话 第二日 村里的天空依旧是漆黑一片 林小鹿一大早就被吴构 送金的声音吵醒 气呼呼地抬手 就想拍他脑瓜 在看到无够眼眶微红的小脸后 又没好意思拍 村长家的土房外是一个小院 被吵醒的少年无心在睡 索性起身下床 用了洗尘单便出了门 在小院里扎起了马布 然而扎了没多久 他就看到一个身穿粗布麻衣 年纪大约在三十多岁左右的村民 出现在一旁的土路上 好奇地往自己这里张望 他看了那个村民一眼 没搭理他 继续扎自己的马布 可过了一会儿 又来了两个村民 好奇地往他这里张望 他美好气地看了这些大人一眼 兄道 你们在看啥几个村民 似乎是对他这个小上仙 有些好奇 脸上并没有多少敬畏的神情 其中一位村民 直接就开了口 上仙 昨天小人看上仙和村长交谈 有个姑娘说自己也是凡人 哦 你说阿宁啊 是啊 咋了上仙 那个姑娘是哪里人啊 我们很仰慕他 另一个村民迫不及待地问 林小璐也没觉得哪里不对 直接应道 阿宁是大唐的 一个很远的国家 我也没去过 几个村民见林小璐 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样子 年纪也小 顿时激动了 再次开口询问 小上仙 那姑娘可有婚配啊婚配 林小璐愣了一下 猛逼道 阿宁才十四岁 也就比我大一岁 哪来的婚配 十四岁不小了 不小了 是啊 俺们村好多姑娘 十三四岁就嫁人了 土路上 村民们越聚越多 一个个地开始议论纷纷 这让林小璐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 片刻后 他看着面前众多年纪 要比自己大两三轮的村民 微微迟疑道 你们 不会是想娶阿宁吧 村民也没否认 其中一个大胡子搓着手 笑道 嘿嘿 小上仙莫怪 咱们村市 有名的光棍村了 大伙都娶不到媳妇 这难得来两个天仙一般的姑娘 大伙自然瞧得心里痒痒 众人看林小璐脾气似乎很好 话匣子也就彻底打开了 一个个七嘴八舌就聊了起来 场中有位年纪都能做林小璐爹的汉子 更是扎巴着嘴道 老汉我活了四十多年 头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女娃子 要是能给我生娃就好了 可不是 比人牙子拐来的那些女娃 好看太多了 此话一出 林小璐顿时心里有点不舒服 前面几句 她听着倒还勉强能接受 但这会儿 这些村民说的话 却已经越来越不堪入目起来 林小璐 本着自己不应该欺负普通人的原则 对这些人提醒道 我们是来对付僵尸救你们的 对付完僵尸我们就会走了 上仙这又没啥的呀 有村民笑道 那姑娘不是凡人吗 你们带着她也没用 回头小人就去问问她 娶她要求高不高 对呀上仙 那位女娃娃 做一个凡人 怎么能和你们待在一块啊 她是你们的仆人吗 林小璐 她是真的有些火了 这帮人有病吧 想娶媳妇想疯了 阿宁不是我的仆人 是我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我们只是来对付僵尸的 两句有些不客气的话语放出 村民却依旧没有当回事 仿佛只当她是一个 有点本事的普通小孩 继续自顾自讨论着江宁的身材 甚至还有个人来了剧 要是能和这样好看的姑娘 睡上一晚 那可真是死都值了 总比在这段子绝孙的强 林小璐听得彻底都猛了 从未接触过这种事的她 一时间直接僵在了原地 她能看出来 这些人对于仙人 似乎根本就不怎么敬畏 他们好像 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娶到媳妇 能不能有后 而就在她猛逼的无以赴加时 屋子内 扎着两个丸子头 穿着彩色花裙 身材娇小的上官十六 却突然走了出来 她一出现 立刻就吸引了所有男人的目光 足足几十个男人 盯着她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看 那场面 让林小璐怎么看 怎么觉得不舒服 上官十六 翘生生地走到林小璐身边 撇了她一眼 不懈地哼道 你对厉害的修饰那么嚣张 动不动就能拔刀 对这些不知死活的庶民 怎么就这么软弱了林小璐挠了挠头 尴尬得有些不知所措 而上官十六 轻哼了一下后 就面朝一众眼貌绿光的村民 露出了一个小恶魔般的冷笑 从现在开始 哪个家伙 要是在轻薄本小姐和江宁 哪怕只是看一眼 议论一句 本小姐就挖出她的眼珠子 挖完眼睛割舌头 割完舌头剁手 剁完手剁腿 剁完腿剁小弟 剁完小弟抽魂魄 你们不是说死都值了吗 那好 本小姐就让你们生不如死 让你们连投胎都投不了 狠辣的话语说完 她便抬着小下巴 霸气地扫视了一眼所有村民 哪个想试试 认真而恐怖的威胁话语放出后 村民们都低下头 支支吾吾地散去 丝毫不敢在眼前 这凶狠的小仙女面前放肆 而他们走后 上官十六 便鄙视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你真怂 林小璐 我才不怂呢 你都不知道我杀过多少人 我凶起来自己都怕 无论老人 女人 还是小孩 我童童都不会放过 行啊 上官十六 冲远处 河岸边坐着的一个乡下小男孩 挪了奴嘴 诺 那边有个小孩 你去把他的脑袋摘下来 给本小姐 本小姐当球踢 林小璐 Sigma林小璐 噎了半天 随后仗红着脸大声反驳 你叫我去我就去 那我多没面子 我偏不去 切上官十六 傲娇地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这嘴硬的家伙 抱着胳膊 扭头回屋 林小璐也气呼呼地继续扎马步 边扎边在心里安慰自己 自己是一个杀人如麻 莫得感情的小孩 之所以不愿意动手 只是怕血溅到身上不好洗 晨时 马步扎完 小璐跟大伙一起吃了早饭 随后便在村长的嘱咐下 出村除僵尸 出发前 小璐无意中看了一眼 离村长家不远处的那条河 发现那个小男孩还没走 依旧孤零零地坐在河边 背对着自己 他略微疑惑了一下 也没再多想 这时候的天空 依旧是黑漆漆的 给人的感觉很压抑 身穿道袍的林小璐 抱着帅帅鸭 和一身洁白僧衣的无垢 古灵精怪的上官十六 以及沉舟冷静的江宁 一起出了村 越过壕沟 往黑暗中前行 为啥这里的天都是黑的呀 我都看不清路 小璐施主 这一点小僧也不太清楚 别看本小姐 本小姐不知道 不清楚 帅帅鸭 你不是活了二百多年的老鸭子吗 快来告诉我们 为啥这里的天是黑的 大哥 您能换个称呼吗 老鸭子这话 听起来像是在骂鸭 我就要这么喊 老鸭子老鸭子 老鸭子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林小璐一手抱着帅帅鸭 脚下踩着一头僵尸 一发力 直接将他的头颅踩碎 他走在队伍最前面 已经连续杀了七八头僵尸 搞得上官十六 都没有动手的机会 而无垢则跟在他们身后 一路上双手合十 莫颂经文 超度着这些悲惨的生灵 有两种可能 帅帅鸭坐在少年怀里说道 要么是因为室友修士 特意炼制僵尸出来 然后在这里布置了某种阵法 比如把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 都炼成僵尸之类的 要么就是 这里曾经发生过极致凄惨的冤案 有人死后化为厉鬼 怨气重地化作实质 最后将太阳都给遮挡住 哪一种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提着黑色布包的江宁问 目前来看还不好说 见多识广 一副老江湖模样的帅帅鸭 继续开口道 这个村子很奇怪 没有人知道 僵尸是怎么形成的 昨天问那个村长 那个村长好像也不清楚 而如果是自然因素产生了僵尸 是不会让天空变黑的 嗯 这个村子确实不正常 上官十六 想到早上的那些村民 非常赞同道 那些村民一个个都怪力怪弃的 本小姐早就想弄死他们了 帅帅鸭 你是说 这里的僵尸 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岂不是还有其他敌人将您询问 帅帅鸭点了点头 应该是这样 有敌人就有敌人呗 反正我这样牛逼 谁来看谁 几人一边走一边聊 轻松惬意地 仿佛是出来秋游 没过多久 迎面又蹦倒过来一头僵尸 队伍最前面的林小璐 二话不说 非常熟练地起了一个横踢 在一场 狂暴的力量驱使下 一脚 就将僵尸的脑袋踢飞 他现在有经验了 打僵尸 都是直接打头 一击必杀 身后 无垢继续为倒下的僵尸 送念经文 林小璐则搭着他的肩膀笑道 无垢 咱俩配合真是越来越默契了 以后就这么干 你负责普度天下众生 我负责荡尽世间不平 无垢闻言 脸色一红 轻轻点了下头 小璐 你还挺会咬文嚼字 不就是你负责打人 无垢师父负责超度吗 居然被你说得这么有意见 江宁和上官十六一脸的哭笑不得 嘿嘿 少年傻乐着口嗨起来 我小时候读书可好了 被我们学堂的先生夸赞为额眉小如胜 此话一出 两个姑娘一同摇头表示不幸 就连他怀里的帅帅鸭都抬头望他 大哥 你这完全跟如没有一点关系好吗 不是你这样的 哦 那是啥样 呃 我不好说 一上午的时光很快过去 随着几人深入黑暗 村外出现的僵尸也越来越少 当他们实在找不到僵尸之后 便只好再次回了村子 僵尸虽然除得差不多了 但天空却还是一如既往的黑色 几个少年人商议一阵后 便决定再在村里待上一段时间 观察一下 中午的时候 村长热情款待了他们 林小璐和帅帅鸭又是一阵胡吃海喝 其不合情理的饭量 只将年过半百的村长 看得老泪纵横 而吃饱喝足后 几人才各自散去 乌购回了房间 独自没送经文 上官十六表示自己要去美美地睡个午觉 江宁去了院中练习枪法 林小璐则和帅帅鸭一起去跑步 现在 僵尸已经被除 村民们的脸上 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大伙暂时恢复了往日平静的日子 村外 林小璐绕着村子一遍遍地跑 帅帅鸭则费力巴拉地跟在后面 他的腿比林小璐的还要短 直跟得上气不接下气 勉强跑了一圈后 便彻底坚持不住 直接摊在地上 不再动弹 大哥我不跑了 你自己跑吧 帅帅鸭扁着鸭嘴大喊 那你自己当心险 遇到僵尸你就飞 知道了 帅帅鸭喊了一句 然后看着渐渐远去的少年无力吐槽 本鸭飞得还没有僵尸跳得高呢 距离也不远 遇到僵尸根本没有用好步 说完 累瘫了的他便起身 来到一棵白杨树前坐下 靠着树背 抱着小翅膀思考 如果真不小心遇到僵尸了 本鸭该说些什么 才能让他羞愧得不咬本鸭呢 这会儿不在六道轮回之内 说什么都不太好 使把村外 林小璐又跑了小半个时辰 然后才畅快地伸了他懒腰 真爽啊 好久没跑这么舒服了 跑步完 他便沿着一条溪流漫步行走 活动活动 刚刚运动完的身体 并一边走 一边看着田地里恢复劳作的村民 似乎是上午上官十六放狠话的原因 田里劳作的村民们 根本不敢看他 一个个都是搭着脑袋干自己的活 这让林小璐觉得有些无聊 逛了一会儿 觉得没啥意思之后便准备回村长家 可刚欲转身 他却发现前方的溪流边 正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男孩 这孩子好像早上就在那坐着了吧 林小璐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疑惑地走上前去 喝道 小子 你哪条道上的 男孩回头见识林小璐 吓了一跳 立马就要下跪磕头 林小璐却抬起脚尖 顶住他下跪的膝盖 不让他跪 小子 你想干嘛我 我要拜见仙人哥哥 仙人有啥好跪的 林小璐打量了鸡眼小男孩 他的年纪应该是在十岁左右 只比自己小了一点 脸上也脏兮兮地 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 此刻正光着脚 站在满是泥泞的河边 林小璐也不嫌脏 在男孩身旁坐下 两只手撑着地 笑着招呼道 坐 男孩有些害怕地坐下 低着头 一言不发 我看你都在这儿坐了一上午了 你在干嘛 林小璐笑问 我在看河 男孩说道 和有啥好看的 里面有鱼骂林小璐好奇地凑近漆黑的河水 想看看有没有鱼 却发现河水很浑浊 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 估计村民没少往河里丢垃圾 你叫啥 他问 栓子 哦 我叫林小璐 你今年多大十岁 哈哈 你比我小 叫大哥 大哥 嘿嘿 你以后就是我以德夫人帮的人了 以后你肚子饿了 可以去峨眉 报我的名号 吃饭不用给钱 林小璐嘻嘻哈哈地笑道 随后便想要脱掉鞋子刀水丸 栓子见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连忙阻止他 小璐哥 水脏 林小璐文言微微一愣 诧异地看着栓子 两个男孩 一个十三岁 一个十岁 气氛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林小璐原本带着笑容的小脸蛋 开始变得严肃 其精致的眉宇也渐渐皱了起来 这河里 是不是有东西 栓子忽然之间 吓得脸色煞白 整个人甚至都因为极致的恐惧 而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他连连摇头 张口就要喊没有 林小璐却忽然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他发现 那些原本正在田里干农活的村民 此刻却齐刷刷地站起了身 往自己和栓子这里张望 栓子 回头如果有人问你 咱俩聊了什么 你就说 我问问你们村有什么特产就成 另外 如果有什么人要欺负你 你就直接大喊 你相信大哥 大哥一定救得下你 低声说完这些话 林小璐就一改严肃地表情 哈哈大笑 拍着栓子的肩膀道 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就已经天天去学功夫了 话说 你别光摇头啊 你们村这么困难啊 真的没有什么土特产吗 远处的村民听到这话后 似乎是松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 便继续低头干起农活 吴够曾经不止一次地夸赞 说小璐是个有大智慧的少年 事实也确实如此 虽然他很多时候不着调 但却具有远超他这个年纪的观察力 悟性 以及毅力 所以 无论是当年在十字堂十字 还是学习功夫 领悟太极 自创二重暗镜 他都能做到超凡脱俗 当然 因为林小璐目前年纪还比较小的缘故 导致其自身见识并不算多 但林小璐绝对不傻 他清楚地记得说书先生说过 是出反常必有妖 下午 他就和栓子在河边闲聊 然后自己锻炼 还教了栓子一些防身术 跟他玩得很开心 而到了夜晚吃过晚饭之后 林小璐便独自一人回到河边 趁着四下无人 一头扎入冰凉腥臭的河水中 夜晚时分 村长家的小院内 上官十六 抱着帅帅鸭 坐在门口的十街处 无聊地看江宁在院内舞枪 他一边看 一边摸着帅帅鸭 洁白柔软的鸭毛 只把帅帅鸭摸得眯起了眼 好无聊啊 鸭子 你大哥今天一天都干嘛了 一整天都看不见人 除了吃饭的时候 会出现一会儿 不知道啊 大哥估计是去锻炼了吧 帅帅鸭舒服地硬道 有什么好锻炼的吗 我爹以前也天天 逼本小姐修炼 本小姐每次都偷懒 从来不听 他郁闷道 无够那个小和尚 天天闷得要死 就知道在房间里念经 江宁也天天练那把枪 都没人陪本小姐玩了 院内 刚把一套枪法捂完的江宁 听见这话 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上官 你家是那么显赫 修行资源那么多 又有天赋 像我和小鹿那样的凡人 当然不能比了 所以只能用汗水去吸物了 得了吧 林小鹿那家伙要是凡人 天底下的凡人 就不会被修行者视为草剑了 他抱着帅帅鸭 粉嘟嘟的小嘴觉得老高 那家伙虽然很讨人厌 但确实很厉害 同龄人当中 能硬扛本小姐那么多法宝 跟本小姐斗得势均力敌的 他是第一个了 而且 他居然还是个一点修行天赋 都没有的凡人 就凭这一点 本小姐今后就再也不相信天赋一说了 上官十六的话说完 无垢不知何时从屋内走了出来 他在胸前竖着手掌 温柔地笑道 上官施主 小鹿施主 其实是很有天赋的 毕竟每个人的天赋各有不同 并不只有修行才算天赋 坐在台阶上的上官十六 见自己被反驳了 顿时气呼呼地抬头望了无垢一眼 但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却难得地没有发飙 而是郁闷着哼哼 小兔驴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我爹爹说过 以师父无心禅食的修行天赋就很平庸 修为也不算高 只有结单净 但佛法却深不可测 我爹向来最讨厌和尚 如来佛祖 他都不放在眼里 却唯独对你师父赞不绝口 听到赞扬 无垢笑了笑 双手合十 道了声 阿弥陀佛 而几人正说着话 不远处却传来了急切的脚步声 没过多久 一身水渍的灵小鹿出现 他浑身湿透 带着点点心臭 而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几人见到少年这副模样 皆是一愣 刚要上前询问情况 少年就捏紧了拳头 脸色铁青的吏声怒斥 我日他个亲娘的 我们就不该管这帮畜生 就应该让他们 被僵尸活活咬死 几人见到他这副模样后 皆是一惊 无论是江宁 无垢 帅帅鸭 还是古灵精怪的上官十六 都从未见过这么愤怒的林小鹿 那充满杀意的眼神 仿佛恨不得沙光村里所有人 乡下的村民 睡得一般都早 尤其这段时间 周家村的村民们 没日没夜地挖毫沟防御僵尸 累得够呛 现在僵尸已除 天色一黑 村民们便早早地开始休息 而江宁 无垢 上官十六几人 则在村长家的小院里 听眼前这名叫栓子的小男孩 讲述一条名为女人和的故事 栓子说 从他有记忆开始 村里的大人们 就很热衷于从人牙子手里 购买被拐来的女人 这些女人 大多来自于原国的各个城市 价格并不便宜 村民们往往需要用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积蓄 才能买得起一个女人 村里没有女人 大家都需要女人 来给自己传宗接代 因此 购买完女人之后 村民就会跟他们生孩子 如果生下的是女孩 就会将女孩 扔进那条河里淹死 在大家的认知里 女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长大了以后 还得嫁出去 既不能为后 也不能给自己养老 只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这对于本就贫困的村子来说 是累赘 而如果生下的是男孩 那么那些被拐来的女人 就会被活活打死 结局依旧是被扔进河里 原因是因为整个村 都在买女人 人数太多 害怕官府发现问罪 所以村民都会毁尸灭迹 而久而久之 那条淹没了无数女人的河 就被村里的人称之为女人河 在栓子的童年中 曾经亲眼见到 自己的一位表叔 耗费半生积蓄 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结果连生三胎皆是女婴 而表叔则非常冷漠地 将三个女婴全都扔进河里 最后 表叔买的那个大户人家小姐 在已经疯掉的情况下 终于给他生了一个男婴 然后便在生下男婴的当天 被表叔用厨地的稿头 活活打死 因此 村里的男孩们 从未见过自己的娘 他们出生的当天 就是亲娘的死期 所以他们对娘这个东西 显得很冷漠 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 他们从小受到的世界观 就跟其他村民一样 认为女人的作用 就只是发泄和传宗接代 生完孩子 以后就再无作用 但栓子是个例外 栓子说 他娘生下她以后 他爹不忍心将娘杀死 就把娘藏进了家中的羊圈 每日养着她 所以 栓子是许多同龄人中 唯一一个记忆里 有娘这个东西的男孩 但很可惜 在栓子六岁时的某一天 他爹 从地里干活回来以后 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 一改往日 对娘亲的嘘寒问暖 发疯似的用一块铁托 将娘给砸死了 娘在死前一直苦苦地哀求 但爹却仿佛根本听不见一般 殴打娘亲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仿佛殴打的 根本不是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 而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仇敌 女人和漏洞百出的故事不长 很快就被栓子讲述完 但这短小的故事 却让几个少年人 皆感到心底泛寒 那条河里 葬着多少女人 无够看着面前的栓子问 栓子低着头 手指头拨弄着一角 两九 他说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一千多个 村里的老人说的 在场的几人听到这个数字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而抱着帅帅压的上官十六 已经开始从那界里挑选家伙了 他一边挑选 一边愤怒道 晚上我们屠村罢上官 先别激动 同样很生气地将您冷静劝道 我们可以报官 让官府来管 无够沉默了一会儿后 看向林小璐 亲问 小璐施主 你想怎么做还能怎么做 我要大开杀箭 林小璐愤怒到了极点 他怒斥道 我下了那条女人河 在河底看到了数不清的尸骨 这帮村民的所作所为 简直比僵尸还可怕 可我们还是不知道 僵尸是怎么来的 无够面色平静 道 小僧觉得这件事 还有很多疑点 能有什么疑点啊 上官十六泼辣道 江宁 小和尚 你俩要是下不去手 就让本小姐跟林小璐去下手 本小姐一想到 那些被拐来的无辜女人 所遭遇的事情 就只感觉背后发凉 这样一个愚昧无知 不分善恶的地方 简直比魔道还恐怖 这里的村民死不足惜 说完 他就拿起一枚弹弓 起身看着林小璐道 我从村委开始杀 你从村头开始杀 除了小栓子和那个村长以外 其他人无论老少 统统都不放过 打配合的时候到了 好 两个欢喜冤架 此刻意见出奇的一致 一拍即合 风风火火地 当即就要行动 让无够和江宁 都觉得有些无奈 而当无够想要阻止 这激动的两人时 一道苍老缓慢的声音 却忽然在院内响起 几位莫及 小栓子的故事并不完全 众人听见声音微微一愣 诧异地扭头 看向声音的主人 那位年过半百 白发苍苍的村长 漆黑的夜色之下 村长拄着拐杖 静悄悄地 站在土屋门前 目光幽静 深远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而且 他的身上 还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这股气息 林小璐和江宁是感受不到的 只有无垢和上官石榴能感受到 而无垢和上官石榴感受到那股气息后 看向村长的目光便同时一鸣 修士 小栓子 看见村长爷爷 怎么不像小时候那样 上来要堂吃了老人笑呵呵地对栓子说道 栓子吓得一哆嗦 惊恐地看着村长 仿佛看到了人世间最可怕的恶鬼 林小璐见此便迈不挡在了栓子面前 直面村长那和蔼可亲的眼神 实际上 不管是极恶如仇的林小璐 还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上官石榴 对于村长都还是感觉不错的 如果这个村里有像正常人的 那也只能是这年老体弱的村长了 但很显然 此刻的村长也不正常 此刻 四个少年人一字排开 面对着面前一脸慈祥的老者 目光皆是有些微动 而村长却丝毫不以为意 反而笑呵呵地说道 几位 栓子今年才只有十岁 以一个十岁孩童视角所说的故事 不够完善 老朽愿为几位 诉说真相 哦这么说 你是赶着要去投胎了 上官十六霸气的哼道 署名 你可知我爹是谁 你可知我老大是谁 林小璐也一样霸气地哼道 哼完他还看了无够一眼 见无够不说话 便帮着他一块哼道 你可知他师父是谁 村长笑而不语 等面前的几个少年人说完话 便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那仿佛长辈对晚辈的慈祥笑声 在这永无光亮的黑夜里 显得分外刺耳 无论几位小娃娃是什么人 有多厉害的背景 老朽可以告诉你们 凭你们的实力 你们今天走不出这个村 啊 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 能力出众的人出手 林小璐一脸不屑 看着村长喝道 这儿的僵尸 就是你练出来的村长 笑眯眯地点头 没办法 修行上没有天赋 只能另寻其他长生路 他笑着对几人自我介绍 老朽名幻周平安 周家村人士 曾是全真门下一外门弟子 几人听了心头一愣 全真 无够皱眉 全真是六大道门先宗之一 怎会做此龌龊之事 老朽那满是皱纹的脸 挤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 确实啊 全真是道门先宗 形势向来光明磊落 老朽给宗门丢脸了 但是老朽也没办法呀 老朽没有修行天赋 六岁敬全真 当了十三年的外门弟子 却连宁气一层不修不到 更别说进入内门 只能被遣返回乡 最后做了这周家村的村长 场中 他拄着拐杖 拱着腰 目录回忆地说道 老朽依稀还记得 当年离开全真之前 杂役处的师兄说 像我这样没有天赋的人 天生蠢笨如猪 就应该认命 不应贪图长生之路 回乡下默默等死 就是最好的结局 林小璐听了这话 微微皱了下眉 忽然想到了自己 院内 老者笑得很开心 继续说道 老朽以前听人说 神舟上 也曾有过普普通通 没有天赋的人 得到过大机缘 然后一飞冲天 让那些曾经瞧不起自己 那些自诩为天纵奇才的人看看 他们的眼 是有多瞎 而很巧合的是 老朽就获得了这样一个机缘 一则名为 诗鬼法证术的灵法 被老朽无意中获得 你们说 这样不可多得的机缘 老朽能不接着听到这里上官十六 已经懒得听下去了 一脸不耐烦得到 所以你就炼制僵尸 你能快点说一言吗 本小姐已经迫不及待要弄死你了 老朽没在意他的话 而是继续自顾自的回忆 算上今年 老朽刚好做了一甲子的周家村村长 这些年来 我为求长生 用这儿的村民 修炼诗鬼法证术 前一末话控制他们的思想 给他们下尸毒 控制他们残害女人 直到前几日前 才终于成了 一甲子啊 老朽为了长生 用了足足一甲子的时间 才残害了一千多个女人 收获了这厚重的 可令天地蒙黑的巨大怨气 当真是煞费了苦心 他一脸骄傲地赞叹着 仿佛在感动自己的毅力与坚持 诗鬼法证术 是什么无垢皱着眉头问 这是一门可以逆天改命的秘书 老者笑着解答道 人有人道 鬼有鬼徒 诗鬼法证术 就是将自己炼制成僵尸 并将厉鬼 奴役在自身体内 而达到长生的秘法 说完 他再次直勾勾地 看着眼前这四人一压 我被修饰 应当遵守诺言 老朽说了 你们离不开这个村子 说道 自当做道 撒 话音一落 一道道凄厉至极的惨叫声 忽然响起 他的身躯 缓缓飞腾到了空中 而不远处的女人盒中 肉眼可见地看到 无数惨叫的怨毒女鬼 从河内生出 扭曲成一道巨大的螺旋黑浪 越过长空 尽数钻进老者的头颅 几人都被这一幕吓呆了 他们看到那些女鬼 化作了一张张怨毒至极的女人面容 嘶吼声 怒骂声 尖叫声 痛哭声 诅咒声 各种声音交杂在一起 各种面容成螺旋汇聚 源源不断往老者的脑子里钻 紧接着 村内的村民 不知何时 从一座座填射房屋中飞出 一个个木讷至极 眼神空洞 只本能地发出阵阵惨叫声 同样尽数飞入老者的身体 林小路惊讶之间 忽然发现 身后的栓子也猛地飞起 直奔老者体内而去 他连忙抬手 拽住栓子的小腿 直到此刻 众人才明白 这一切的真相 这里的村民 其实早就是半人半师了 只是他们 自己不知道 而女人河里的女鬼 应该也是 被老者用那什么 诗鬼法证树下了咒印 此刻 这老者就在将 这些女鬼和僵尸结合 全部融进自己体内 以此来达到长生的目的 林小路抓着栓子的小腿 惊讶地感受 这强烈至极的吸扯力 居然连自己的气力 都隐约有些抓握不住 半空之中 老者头顶吸入着上千名女鬼 苍老不堪的身躯之中 又被无数村民的肉身失血填充 而他则 依旧是那副和蔼长辈的形象 居高临下的孝道 僵尸有魄无魂 厉鬼有魂无魄 二者结合 便可谓失鬼法证 长生之道 从来都不止一种 那些修仙之人 窃取天地灵气 老朽便夺取万民失气 怨气 以助我长生大道 去你娘的臭沙笔 你这样根本不是修仙 你这样 最后连人都当不了 林小路咬着牙大声怒吼 此刻他为了拉住栓子 浑身轻筋抱起 吃奶的尽头都涌了出来 但却依旧有些拉扯不住 两条小短腿 都在地上踩出了深坑 而在无数厉鬼活尸的 私声尖叫中 老者看着苦苦拉住栓子的 林小路 放声大笑 老朽只想长生 不管是做人 做鬼 还是做狮 只要不死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哈 你咋不做识 林小路小脸憋得通红 竭尽全力 拽着已经失去理智的栓子 厉声大吼 栓子别怕 你加入了以德夫人帮 就有大哥赵你 他话音刚落 原本不断惨叫的栓子 忽然哭声一停 眨巴着红红的眼睛 看向苦苦拉着自己的林小路 小路哥 我想我娘了 林小路一愣 紧握栓子的手 不自觉松了一下 林小路 这小孩已经是半人半师 没办法了 上官十六的语气中 充满了无奈 他是比较懂修行的 知道这种准备了 一甲子之久的秘法 一旦全面开启 就注定无法停止 至少凭借他们这些人 无力回天 当初 孙子的爹把他娘藏了起来 就说明 孙子的爹也有过反抗的心理 或者说 毅力比较强大 但毕竟只是一个凡人 最后应该是 被这老不死的发现了 才会不受控制的 杀死自己的妻子 整整一甲子的时间 这些村民体内的尸毒 已经达到骨髓 扭曲的思想 也是根深蒂固 根本阻挡不了 小路哥 放手吧 我想像小时候一样 去抱抱我娘 孙子露出孩童干净的笑脸 对着竭尽全力 救他的林小路笑道 谢谢小路哥 今天下午在河边陪我玩 还教我武术 我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林小路咬着嘴唇不说话 眼眶微红 到最后终于拉扯不住 眼睁睁看着十岁的孙子 从自己手中飞走 一头钻进了老者体内 至此 周家村所有生灵 彻底化作僵尸 被老者吸收 女人和一千多名厉鬼 亦被其吸收 老者所谓的机缘 准备了一甲子之久的 诗鬼法证术 大成 漆黑如墨的夜色下 上官石榴 看着从空中 缓缓落下的慈祥老者 难得严肃了起来 秀眉紧皱 这个老怪物 一夜之间 居然从只有一点灵力的底层修饰 变成了接近结单的存在 此刻 老者畅快地深吸一口气 随后丢下拐杖 一头的白发迅速变黑 驼背的身躯也直立起来 同堂的中年人 随后 他看着面前的几个少年 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老夫终于长生了呀 机缘加上老夫自己的努力 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 上天真的很公平 付出 努力 就会有收获 说完 他看着面前一身 洁白僧衣的吴构 笑呵呵地开了口 小师傅 你是出家人 佛法高深 可否回答老夫一个问题 吴构面无表情 默默地对其双手合十 老施主请讲 老者的笑容中 带着嘲讽 张口问道 老夫体内 现在有一千多头 寒冤死的厉鬼 怨气冲天 还有整个周家村 数百村民的精气血肉 滋补身躯 小师傅 这么多的生灵亡魂 你作为出家人 你渡的了吗 吴构想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 小僧受限于年纪 目前渡不了老施主 老者一听 脸上的笑容 顿时更加得意起来 不过 吴构忽然再次开口 慢条斯里的倾道 小僧虽渡不了老施主 但其他施主可以 哦谁能度老夫小鹿施主 话音刚落 老者便看到一个少年 从无垢身后跃出 持着一把四米长的青铜巨刃 狠狠对着自己劈来 咔嚓哄 院内的土壤 被大根青铜器 破开一个巨大的深坑 不知何时摘下负重的林小鹿 一刀不中 就对着飞到空中的老者 毫不犹豫起刀一踹 直接将这八十万斤重的 大根青铜器踹出 老者立在高空 看着迎面来的青铜巨人 吃笑一声 抬手间凝聚出一道 满是厉鬼面孔的 黑色球体麾下 伴随着巨大的空间 炸裂声响起 黑色的气浪赫然爆开 粗狂的大根青铜器 也被这股爆发打落 而正当老者准备 再次起手之时 下方的上官十六猛然一跃 他那双小巧精致的绣花鞋 闪烁着金光 让他可以凌空飞起 同时一手持握一把赤红色的短笔 一手持握一面淡蓝色圆镜 身上亮起一套金色的甲皱 身躯周围 还盘绕出一条巨大的青蛇须翼 原本还想嘲讽林小鹿 不自量力的老者 但看到上官十六猛 却是愣了一下 这特么什么鬼这么多法宝 下一刻 二者在空中相对 黑色鬼气 带着各种流光溢彩四处纷飞 照亮了漆黑的夜 下方 愤怒到极点的林小鹿 看着和老者激战的上官十六大喊 花蝴蝶 我砍不到他 你把他弄下来 让我砍 夜色下的高空中 上官十六和老者激豆 产生的波浪 让周围的填射房屋 纷纷破碎成了废墟 他一边拼尽全力 用一身法宝和老者激豆 一边急迫地大喊 我有什么办法 我的法宝不是打人的 就是保护我的 能飞的法宝 也只有我脚上这双踏云靴 你自己想办法吧 说完 他就丢下被老者打烂的法灵镜 又从自己的项链里 拿出一杆小旗子 再次嗷嗷叫着飞向老者 林小鹿不能飞 在下面急得团团转 而就在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时 他忽然看到 院子里有一口井 井边有一条打水用的粗麻绳 顿时眼前一亮 哈 随着稚嫩的焦喝声响起 位于高空的上官十六 一甩小旗子 顿时甩出树道火焰鸟雀 展翅高飞的扑向老者 而吸收了一千多只厉鬼的老者 强悍无比 丝毫不拒 他的身躯中 涌现出无数院毒的厉鬼亡灵 化作一个由无数女人 连孔组成的巨大圆球 裹住自己 尽数挡下了飞扑而来的火鸟 二人在空中激斗 各种手段平失 秀为直逼结单的老者 居然硬生生压制住了上官十六 几场交锋下来 就将上官十六打得节节败退 女娃娃法宝还挺多 你也是迷门之后吧 正好 老夫恨透了你们 这帮天之骄子 说完 他身姿一转 再次凝笑着 飞向上官十六 已经略显疲态的上官十六 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准备掏出新的法宝阻挡 而就在老者离他不过数寸之时 下方却忽然传来一道破空声 地面上 林小鹿左手持着一根 数米长的粗麻绳 一路狂奔之后 小短腿愤然发力 其狂暴的力量 直接将地面踩得支离破碎 而他整个人也生生跳跃到了五六米高的半空 随后甩起左手的麻绳 对着老者奋力一挥 麻绳立刻搜 得一声飞荡出去 直接卷住老者的脚踝 谁让你飞的 给我下来 少年奋力咆哮着一拽 惊人的怪力将麻绳直接拉断 但却也将天空中的老者 生生拽下 下一秒 林小鹿就和老者一同落入地面 随后他便毫不犹豫 持刀奔着老者冲去 丝毫不给他再次起飞的机会 直接挥刀横斩 狂 老者的身躯 虽然笼罩在满是女人面孔的黑球内 却也根本抵挡不住他惊人的力道 直接被这霸道无双的一刀击飞 身躯悍然飞撞在一座田舍房屋中 将房屋整个撞爆 接着又被这力量所带来的惯性 一路横推 从变成废墟的房屋中飞出 带着无数沙土碎石 又飞了十几米 然后一个后翻落地 单膝跪地在田地之中 再次一路后移 在田地里 又一出足足数米的沟渠 林小璐扭头对身后的无垢江宁急道 你俩退远一点 别伤着 无垢羞涩地点了下头 江宁也有些紧张地看着林小璐道 你 你别逞强 打不过自己先跑 跑林小璐一手持着拖在地上的大根青铜器 不屑地哼道 这个老头子 作恶多端 吃了那么多屎 不对 是害了那么多人 我今天不砍死他 我都对不起我新收的小弟栓子 说完 他就一手拖着狭长的大根青铜器 嗷嗷怒叫着 向老者飞奔 此刻的林小璐 是真心想弄死这个恶贯满盈的糟老头 整个人悍然冲入 方才被他撞碎的田舍房屋 然后轰隆 一生 用自己的脑瓜 撞碎本就残破不堪的土墙 拖着大根青铜器 带着滚滚沉烟冲进田野中 静止对着老者冲来 速度快得惊人 而天空中的上官石榴 也同是一个俯冲飞向老者 一望无际的翠绿田野中 老者看着这一个在天上飞 一个在地上跑的小娃娃 心中有些诧异这两人的实力 随后猛地抬起手掌 掌心中竖起一个 怨毒无比的女人眼睛 下一刻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气浪 便仿佛密集的剑雨一般 从那树眼的眼球中 轰射而出 直向持刀而来的林小璐飞去 老东西 你牛逼你妈呢 林小璐看着对自己 释放黑色气浪的老者 愤然大吼 吃屎吧你 他一手抄起大根青铜器上的 三枚铜环 将整个刀身鞋横于身前 仿佛顶着一面巨大的长方形盾牌 继续冲锋 扑射而来的黑色气浪 尽数被无间不摧的 大根青铜器全部挡下 林小璐的小短腿刀的飞快 顶着密集的黑色气浪 一路横冲直撞 尘土飞扬 势不可挡 天空中的上关石榴 也带着狭长的气浪 手持一柄断刃法宝 飞身切割而来 最终双方彻底在田野中 击撞在一起 哄 狂暴的巨响 伴随着冲击四处波及弥漫开来 远处的江宁和无垢 双双捂住了耳朵 足足上千亩田地 因为双方的碰撞而颤抖不已 狂风呼啸 凉田崩碎 无论是上关石榴 还是林小璐 又或者是老者 都被这强大的震荡 给震飞出数十米 三人的身躯 仿佛三道利剑一般 在翠绿的田地之中 摩擦出三道笔直的泥沟 一路摔得土壤四剑 道河纷飞 一场交锋结束 老者躺在被自己 摔出的泥泞深坑中 捂着酸疼不已的胸口 有些惊讶于 这两个小家伙的厉害 他原本以为 这几个人中 只有上关石榴 和小和尚是修士 而且都只是 宁气二三层的境界 完全没想到 最强的 居然是身为凡人的林小璐 他刚欲起身 远处忽然再次想起 一个少年的怒吼 草泥马的老砸碎 你今天就是给老子 下跪磕头 任老子当爷爷 老子也要砍死你 啊 草泥马 还没喘过气来的老者 看着不远处 再次往自己怒冲而来的少年 顿时一脸猛逼 这玩儿有病吧 自己杀的人虽然多 但跟他又没关系 至于这么拼命吗 另一边同样 倒在田野泥坑中的 上关石榴 也是有些疑惑 此刻他的脸上 沾染着不少泥土 和翠绿的稻荷 整个人也是 刚刚从泥坑中做起 看着少年持刀 向老者飞奔的背影 上关石榴 茫然地吐了口泥巴 林小璐都不痛的吗 他应该和自己一样 都被刚才的冲击轰飞了吧 虽然他身体结实 但自己还有护体法宝呢 照样是疼得不轻 这家伙 怎么跟蛮牛一样 一转眼又冲上去了 都不需要歇息一下的吗 林小璐不痛吗 当然痛 但是这点痛 对于他来说 真就不算什么 临时之苦他 都能硬扛一个多月 而不崩溃 这点痛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此刻 满怀怒意的林小璐 提着大根青铜器 飞奔到老者身前 一句屁话没有挥刀 就开始砍 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仿佛一根青铜铁柱般 被他捂在手中 一刀接着一刀 仿佛从高处倾泻下的 洪水瀑布 源源不断 对着老者的罩子 劈头盖脸 就是一阵乱砍 一时间 竟把修为无限接近 劫单的老者 给逼得不断后退 啊 看到 顶心肘 再看到 斑蓝锤 还看到 劈挂掌 老看到 铁山靠 林小璐嗷嗷大喊 全程拳脚并用 一边砍一边 对着老者拳打脚踢 完全放弃了自身的防御 用这种以伤换伤的打法 跟老者搏命 最后更是瞪着眼珠子 哇哇大叫 马勒戈壁 你把那些凡人的命 给老子吐出来 我草泥马 田野间 愤怒的少年 高举青铜巨刃 寒怒奋斩 直将老者的罩子 砍得咔嚓咔嚓响 不久便有了崩溃之势 老者也彻底地慌了神 他已经被眼前 这不要命的少年 打得鼻青脸肿 此刻抵挡树刀后 不敢再跟这上古巨兽 一样的小娃娃缠斗 身姿一动就要飞走 可他刚刚飞起 怒到极致的林小璐 就一把抓住他的脚踝 再次将他给拽了下来 你飞个锤子 少年愤怒一拽 抓着老者的腿 就往地上一摔 直摔得整个地面 都晃了一下 他嗷嗷大叫 将老者倒拎在手中 从左砸到右 再从右砸到左 将周围的田地 砸得轰轰作响 泥土纷飞 整个地面都被砸得 不断下沉 最后再次起刀 对着老者的脑袋 一顿乱砍 全程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只将他整个砍得陷入地底 框 框 框 大更青铜器和老者的圆兆 碰撞出一下又一下的 铁器轰鸣声 每一下都震耳欲聋 直听得远处的上官石榴 都心惊胆战 好家伙 这好像不需要自己帮忙了吧 这家伙权力爆发出来 居然这么强 看来上次他跟自己打架 还是留守了呀 远处 江宁看着这一幕 同样惊骇不已 整个人都被 林小鹿的狂暴吓住 现在的小鹿 看起来好凶 好吓人 小鹿施主 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呢 一旁的无垢双手合十 脸色微红道 江宁白了他一眼 无语道 这哪里温柔了 我怎么看不出来 无垢微微一笑 江施主有所不知 为了不相干的人惨死 而心怀悲天悯人之慈悲 此为佛 为了不相干的人惨死 而心生熊熊怒火之愤怒 此为道 而小鹿施主 却可以为了不相干的人 豁出自己的性命 倾尽全力 也要让恶人付出代价 江施主 你可知 此为何物 将您闻言顿了顿 没开口 有一说一的讲 他觉得 为了不相干的人 豁出自己的性命 这样子 其实有点傻 虽然小鹿做的确实是对的 天下或许也需要更多像 小鹿这样的人 但从他从小 接受的教育来看 这就是有点傻 身旁 无垢见他不说话后 笑了笑 刚想说些什么 一旁关注 战斗的帅帅鸭 却忽然脸色平静地 开了口 世人只知 这世上 有如是道魔四种理念 却不知还有一种理念 一种曾经在古籍中有过记载的 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理念 江宁疑惑地看了帅帅鸭一眼 好奇到 什么理念安静地帅帅鸭 看着远处怒发冲关 十刀问天的少年 目光幽静了许久 随后喉咙滚动 缓缓吐出了一个字 侠 小娃娃 你找死 大更青铜器地连续挥击之下 老者也彻底火了 他整个人陷进了地里 抬手间爆发出数到七粒至极的怨毒厉鬼 生生抵住林小璐下砸的刀锋 一千多头厉鬼 好似铺天盖地一般 将林小璐围住 疯狂轻视他的身躯 抵抗他落下的刀锋 但林小璐却浑然不顾 依旧死死压着硕大的大更青铜器 根本不松手 双臂上更是不断爆出一根又一根的青鸡 眼看着上千厉鬼 都有些抵挡不住这少年的刀 老者彻底地就慌了神 小娃娃 老夫让你们走 你我本就不认识 你也不需要为那些平民 跟老夫斗得两败俱伤 他们只是凡人 你有你的阳关道 我有我的独木桥 我们个退一步 可好 林小璐文言 在不断地发力中吃笑一声 仿佛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身躯 已经被周围 厉鬼吞噬得残破不堪 他见自己手中的大更青铜器 砍不下去 毫不犹豫 抬起自己的一条小短腿 狠狠踩在了刀背上 咔嚓 双手持刀下斩 脚踩刀背下压 地面再次下陷 无数女人面孔组成的圆罩 也开始寸寸崩碎 而那把青铜色的巨大刀刃 也再次下降了几寸 直接抵到了老者的头颅上 死老头 你作恶多端 残害生灵 杀戮无辜女性 将凡人活生生炼制成僵尸 天怒人怨 今日 天不灭你 我灭你 逼格满满的话音落下 居高临下的少年再次发力 整个人身子前倾 小短腿死死踩着刀背下压 刀刃瞬间斩碎罩子 直接砍在老者的脑袋上 一时间血浆暴涌 我没错 满头是写的老者 瞪着不甘的眼珠子 声嘶力竭的历声咆哮 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努力和机缘 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看看 我凭借自己的努力 也可以超越那些所谓的天骄 我想长生 我想修仙 我努力谋划了整整一个甲子 你这小娃娃 凭什么要毁掉我的梦想 那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我只是想要向那些高高在上的天才们证明 只要人愿意努力 愿意把握机遇 即便没有所谓的天赋 也可以做到天才所能做到的事情 也可以长生不老 你不应该杀老妇 听着这有些熟悉的话语 愤怒中的少年 微微恍惚了一下 眼中的滔天怒意 也渐渐淡了一些 但片刻之后 他居高临下的目光 就再次看向面露不甘的老者 目光中闪过一丝决然 下辈子 少吃点屎 上位 老者 不吃 大羹青铜器全力下斩 伴随着一声轻响 老者的头颅彻底崩裂 被其一刀砍成了两半 老者死了 碧绿无垠的田野中 浑身是伤的少年 静静地站着 江宁 上官十六 无垢三人 刚想要上前问问林小璐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他们就看到一缕缕女鬼幽魂 从老者裂开的头颅内飘出 飞到空中 对着那持刀力的少年 无声跪拜 足足一千多只女鬼 并排在空中 对一少年人下跪行拜 这诡异而又壮观的一幕 所有人都纷纷动容 无垢更是双手合十 温柔地笑道 千鬼敬拜 真乃慈悲六道 小璐施主 大善 林小璐提着刀 有些诧异地 看着向自己跪拜的女鬼们 然后目送着他们陆续消散 他还看到了栓子 那个自己刚收的小弟 跟在一个面容清秀的女人身边 笑着朝自己挥了挥手 最后和女人一同消失 虽然栓子变成鬼了 好像说不了话 但他笑得还挺开心的 他一定 会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快快乐乐地 想着我这个大哥吧 这样想的少年 露出了欢喜的笑容 而在所有的女鬼全部消失后 头顶一望无际的黑暗 也终于散去 许久不见的阳光 再次洒了下来 照耀在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上 仿佛是在洗涤这片土地 曾经发生过的鲜血历史 最后 少年看着脚下 已经变成尸体的老者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你这样罪孽深重的人 还是安心地去地狱吃屎吧 至于你想要证明的东西 我来替你证明 三日后 夜晚 热闹非凡的城市街道中 一位穿着短衫挂子的老者 正和自己的妻子 儿子一起在一处热闹的河畔前 表演登影戏 这是他们祖传的首艺 尤其擅长演绎原国的经典故事 白河江 此刻 老者一人操纵着数个影人 妻子跟儿子 则是在一旁负责声乐 配音 起演一只精彩 影人做工之传神 让白幕前 一众蹲着的孩童们 看得叹为观止 而这一众孩童之中 还蹲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和一只 鸭子 大哥 那个老头家里找出来的 试鬼法证术你 居然给扔女人合了 也太浪费了吧 帅帅鸭看着 正不断叫好鼓掌的少年 满脸无奈地说道 那么好的法术 虽然确实邪恶了点 但里面的记载 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是机缘啊 少年一边专注地看着皮影戏 一边不懈地回应 机缘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玩意儿 害了那么多人 就让他跟那些 无辜的亡灵 一块投胎去呗 说完 登影戏正好演绎到了 精彩之处 少年再次大声欢呼 小手直拍 激动得整张脸蛋 都是红的 不久 一出荡气回肠 栩栩如生的白河 将演绎完 少年看得意犹未尽 刚想喊老人家再演绎出 身后却传来了 悦耳的少女声 林小洛 快来看看本小姐 和将宁买的新衣裳 好不好看 嗯嗯 好看好看 好 老爷爷好本事 再来一个 上官十六 见到林小璐 丝毫不扭头 反而专心致志地 看登影戏 顿时期的鼻子 都歪了 当即抬起小短腿 一脚踹在少年的屁股上 棒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穿着一身 洁白素裙的上官十六 抱着踢腾的脚丫子 直吸气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这家伙 怎么连屁股都这么硬 真是石头做的嘛 一旁的江宁和吴构 见到这一幕 也失乐得不行 不过他俩很给面子的 没笑出声 憋得异常艰辛 离开周家村 已经三天了 这只护送大唐公主的小团队 也已经来到了 原国最繁华的城市丹阳 恰逢听说丹阳今夜 有天灯晚会 几个少年人 便决定在这儿玩上一晚 此刻 河畔旁的街道上 络绎不绝地 经过着才子佳人 行人商贩 各种说笑声 打闹声 商贩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 将今晚的夜色 渲染得格外亮丽 上官十六声拉硬拽的 要将林小璐拽走 这货却死活不肯 于是上官十六就扒他裤子 最后 林小璐才无奈地 跟他们一同逛街 听说今晚害事城里 就会放天灯 到时候 咱们也去买几个放 好呀好呀 到时候 天上到处都是天灯 一定特别好看 上官十六和江宁两个女孩 叽叽喳喳地走在林小璐 和吴构前面 穿梭在人来人往的人群中 一边商量着一会儿的行动 一边传出一声声悦耳的娇笑 而对放天灯这种事 丝毫不感兴趣的林小璐 却是一脸悲愤 把心愿写下来 放进天灯里 这不就跟当初 再大月放花灯的兴致一样吗 自己已经玩过一次了 完全没有兴趣好不 他一边走 一边无所事事地四下张望 而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 前方有一座灯火通明的 华丽酒楼 酒楼二楼的露天高台和门前 均簇拥着许多阴阴厌厌的女子 一个个千娇百妹的招呼游人们 进去歇息 林小璐好奇瞅了两眼 心头压抑 这个酒楼 怎么那么像当初的妙玉方 他眨白了两下眼睛 然后露出一个坏笑 偷偷对身旁的吴够问道 吴够 你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吗 吴够文言好奇地 看了看那座酒楼 然后一脸茫然地摇头 小僧不知 嘿嘿 大哥一会儿 带你去见见世面 林小璐对吴够坏笑着说道 跟女孩逛街 一点意思都没有 咱俩就应该自己去找点乐子 你说对吧 吴够一脸猛逼 刚迟疑地说了句 可是下方的帅帅压 就拍了一下她的腿 鄙视道 可是什么可是 小和尚你要多 跟我大哥学学 跟姑娘逛街 能有前途吗 对啊对啊 林小璐在一旁连连点头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也该去干一点大人的事了 吴够文言 却还是有些迟疑 他看了看那些衣着暴露的女子 脸色一红道 小璐施主 鸭施主 这些女子各个齐装一服 笑容邪魅 恐是恶人 所以才要你去度她吗 帅帅丫鬟不吝的催促 佛祖不是说了吗 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吴够 这不是佛祖说的 是地藏菩萨说的 出自地藏菩萨本愿经 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行行行 地藏就地藏 小和尚 我跟大哥 都要去度那些 深陷苦海的女子们了 你难道不去吗 吴够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迟疑地点了下头 鸭施主说的也有道理 小僧愿去度他们 说完 他便要跟江宁和上官石榴 打声招呼 林小璐却眼疾手快 趁着那俩丫头 在前面聊得起劲 一把捂住无垢的嘴 直接扛起来就跑 帅帅鸭 也一同跟在他脚边 两个翅膀往身后一展 脖子冲前 小鸭掌直刀 开玩笑 要是跟江宁和花蝴蝶说了 那自己还玩个屁 街道中 许多正在游玩的行人 都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一个小道童 扛着个脸颊通红的小和尚 跑得飞快 后面还跟着个 一脸严肃的小鸭子 不久 二人一压 便来到了这座名为 阳春白雪楼的豪华酒楼前 看着酒楼门前的 一众苏香软玉 林小璐一脸的激动 小和尚 今晚就是咱们 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拿出你的勇气 拿出你的慈悲 狠狠地度他们 吴够听了这话脸色古怪 他总觉得 这话哪里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片刻后 只能无奈地点了下头 小僧尽力而为 哈哈 好 林小璐拍了下他的肩膀 随后便大摇大摆 带着他和帅帅鸭 走进这阳春白雪楼 而他俩一个道士 一个和尚的身份 一出场 便瞬间 吸引了无数女子游人的目光 只让周围的人 纷纷议论起来 不久 两个少年来到门口 一位手持团扇 身着眉红色宫装的美妇人 便注意到了他们 美妇人先是诧异地 看了一眼这俩人的打扮 随后就见怪不怪地 上前热情迎接 哟 两位小师傅好 无垢见面前 浓妆艳抹的妇人 对自己行李 瞬间脸色涨红 整个人低着头 不敢吱声 林小璐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他能硬装出 一副熟客的样子 且不断安慰着自己 在心里对自己说 林小璐 别害怕 这种地方 你八岁就来过了 熟得很 千万别让人家笑话 不然就很没有面子了 给自己鼓励完毕 他便大咧咧地 看着眼前的美妇 小手一插腰 直接豪情万丈地大喊 我要吃饭 美妇人 听到这奇怪的要求 美妇人脸上标志性的笑容 顿时微微一僵 但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觉得林小璐是道士 脸皮薄 不好意思 在这么多人面前 说自己要的话 道长放心 我们这儿 一定会让你吃饱的意味 深长地说完 他又看向无垢 笑眯眯问道 这位小师傅 也是来吃饭的吗 无垢的脸 已经红得快冒烟了 哼吃哼吃了半天 低声吐出一句 小僧来度人 扑痴 周围听见这话的姑娘 纷纷笑出了声 美妇也是被这小和尚给逗乐了 直接对身旁两个娇艳欲低的 年轻女子笑道 冬月春情 服侍两位小师傅进房 好的妈妈 小师傅 请跟奴家来 便抱着兴奋的帅帅鸭 和无垢 一起进了富丽堂皇的酒楼 走过大厅长梯 不久 两个少年便被两名姑娘 各自带到了一间暖房前 林小璐对吴够大喊 吴够 好好度她 吴够也对她回应 小璐施主放心 小僧 并当竭尽全力 二人的这一番话 再次让两名姑娘 笑得花枝乱颤 随后 林小璐就跟随 名为春情的姑娘进房 房间内的布置还不错 酒桌上也提前预备好了酒菜 林小璐一句话没有 进屋后就被饭菜吸引 直接开始和帅帅鸭大吃大喝 而负责 服侍她的女子春情 见林小璐这副模样后 倒是也没说什么 微微一笑道 道长是第一次来吗 需不需要奴家先为小师傅 捏捏肩不用了 你有什么才艺吗 林小璐一手拿着一个鸡腿 边吃边问 回道长的话 奴家自幼学习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音律方面 也是略知一二 哇你会的还挺多 林小璐鼓着脸道 那就先给我翻个跟头吧 此话一出 正在吃油闷大虾的帅帅鸭 瞬间抬起鸭头 用怀疑鸭声的目光 看着林小璐 咱们来这儿不是的吗 翻跟头是什么鬼 而名叫春情的姑娘 听到这个要求后 也是整个人都不好了 直接愣在了当场 另一边 害羞的吴够跟随冬月进了房 还没缓过神 一酌清凉的冬月 就要上来脱他的衣服 吴够吓了一跳 连忙抬手阻止 女施主且慢 冬月鸣嘴一笑 露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妩媚笑道 小师傅不用紧张 瞧小师傅的模样 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奴家会好好服侍小师傅的 不用服侍 小僧是来度女施主的 冬月听到这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直接笑得合不拢嘴 整个房间内 都是她的娇笑声 哥哥哥哥 想不到小师傅还挺有趣 她笑了好一阵 随后给自己倒了杯酒 喝下之后 坐在粉红色的床榻上 媚眼如丝 娇声轻盈道 小师傅 你要怎么度奴家呀 无够沉思了一会儿 随后到了剧 女施主先盘腿坐好 小僧这就来度你 同一时间 林小璐的房间内 林小璐一边吃着鸡腿 一边对着面前 疯狂翻跟头的春情 连连催促 速度再快一点 速度再快一点 你都转不出风 再快一点 帅帅压在一旁 看得整个压都不好了 心里直骂自己 这煞笔大哥 抱舔天物 此刻的她 已经完全明白了 自己这个大哥 根本不知道 妓院是干嘛的 她只是因为小时候 被忽悠到一个妓院里 差点做了轮童 从此便对妓院 就有了一个 大概模糊的印象 而在她的印象里 妓女都是要 从小学习很多才艺 然后陪客人玩耍的 所以她是真的 来找妓女陪自己玩 让妓女翻跟头 给自己看的 另外 她之所以带无垢一起来 也只是单纯觉得自己 出来玩没啥意思 想找个一起玩闹的而已 此刻 帅帅压就看着林小璐 在那一本正经地 跟春情讲述 翻跟头的动作要领 直看得压眼一阵暴跳 恨不得一头撞死 你的腰部柔韧性还不错 但力量不足 翻不到几个胳膊 就撑不住了 这样不行 需要多锻炼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评价道 一连翻了几十个跟头 想喊淋漓 气喘吁吁的春情 倒在容不坦上 脸上充满了无奈 她抬起明媚的小脸 对着林小璐撒娇道 道长 我们做正事吧 人家好累啊不急的 我来之前喝了几碗冰粉 现在还不是很饿 把做正事 理解为吃饭的少年说道 这样吧 我来给你翻几个跟头演示一下 你要记一下动作要领 演示完我要考的 说完她便不等春情阻止 直接在房间里 花花翻起了跟头 一边翻海 一边嘚瑟地哈哈大笑 怎么样掉不掉 就问你掉不掉 这才叫翻跟头 吼吼吼吼吼吼 知幻即离 不假 便 罹患即绝 意 剑刺 女施主可知 这句禅语 是和道理 另一间暖房中 无垢正义脸温柔地 对床榻上猛逼的冬月 说着佛礼 冬月盘腿坐在床榻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吼吼便耐心地为她解释 这句禅语是说 如果知道这些都是幻 那么这些 幻自然远离 不需要修行 如果存着执着之心 明知道 是幻还不曾忘却 便要努力修行 说完 吼吼便一脸真挚地 对冬月说道 女施主 悟到了吗 冬月看着面前 一本正经的小和尚 哆嗦了几下红唇 许久 两行青泪无声落下 这特么什么客人啊 真是造孽啊 而看到她流泪 吼吼立刻以为她 是被佛法的大慈悲感动到了 顿时觉得无比欣慰 夸赞道 女施主好慧根 接下来 小僧正式为女施主 讲解《炎华经》 度女施主脱离苦海 冬月听到这话后 脆弱的神经 终于支撑不住 直接崩断 你好 请问您有没有 见到一个小道士 一个小和尚 还有一只小鸭子哦 不好意思打扰了 你好 请问您有没有 见到一个小道士 一个小和尚 还有一只小鸭子哦 不好意思打扰了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的街道上 江宁四处向人 询问着林小璐 和无垢的下落 精致的脸上 写满了交集 而一旁扎着 两个小丸子头的 上官十六 则是非常生气 抱着胳膊哼道 他俩一定是去 做什么好玩的坏事去了 然后故意不带咱们俩 哼 真是气人 怎么会 江宁拽着 上官十六粉嫩的胳膊笑道 小璐虽然平时不着调 但最多只是贪玩了一些 能做什么坏事呀 说完 他便继续交集地 向来往的路人们 打听那两个少年的消息 而没过多久 倒还真有个糕点摊的摊主 见到过林小璐和无垢 你说的小道是 小和尚 是不是都挺小的 大概十二三岁 是的 大叔 你有看见他们去哪里了吗 江宁惊喜地问 正在为糕点包装的摊主 嘴巴一动 面朝远处 一家富丽堂皇的酒楼 看见了呀 刚才他俩一块 进了阳春白雪楼 十四岁的江宁听后一愣 阳春白雪楼是什么地方夜晚 害时 林小璐和无垢 几乎是同时从房间内走出 二人相视一笑 皆是满目春风 一脸潇洒 我房间的姑娘 已经掌握了翻跟头的种种药领 而且 我还吃了好多好吃的 玩得真开心 小僧房间内的女施主 也已经初步理解 严花经的奥妙 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从他感激涕零的眼神中 小僧看出了 他对佛法的向往 小道士和小和尚 开心地相互诉说 然后来了个喜悦 而又欢快的机长 爷 走下楼梯 那位美妇人和其他女子 也笑盈盈地上来相送 两位小师傅要走啦 小师傅记得下回再来啊 下回换奴家服饰 您邻小鹿支付了一枚 精定做嫖子 对着一众音音艳艳傻乐 行 日后有缘我再来 找你们玩 诸位女施主 今后有缘 小僧再来度你们 两个小家伙结伴行 有说有笑地 在一众千娇百妹 婉转柔荫下 走出阳春白雪楼 而刚一踏出大门 他俩就看到大门外 站着两个翘生生的身影 一个是秀眉紧簇 红唇清敏的江宁 一个是一脸坏笑 抱着小胳膊的上官石榴 二女看着从百花丛中 走出的两个少年 神情各异 林小鹿看到他俩后 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地上前 你们俩怎么来了 里面可好玩了 小鹿施主所言即是 这里的女施主 都很有回根 小僧度她们 度得很开心 热闹的街道上 穿着青色素裙的江宁 看了看无垢 又看了看小脸 红扑扑的林小鹿 声音中带着一丝清冷 两位少侠真是豪雅性 说完 她便冷着脸 直接转身离开 林小鹿看着江宁远去的背影 疑惑地挠了挠头 江施主怎么了 无垢疑惑地问道 不知道啊 林小鹿茫然地回应 可能是困了吧 上官石榴 看着这俩没见过 世面的土包子 圆圆的眼睛迷成月牙 抱着胳膊横道 你俩倒真是绝配 还有你林小鹿 亏阿宁还那么信任你 信誓旦旦地跟本小姐 说你只是贪玩 不会做什么坏事 没想到你居然带着无垢 说完 她又看向无垢 一脸坏笑道 怎么样小和尚破戒的感觉 爽不爽 无垢一脸猛逼 破戒小僧没破戒啊 一本小姐都看到你 从妓院里出来了 还说自己没破戒 出家人不打妄语哦 她真没破戒 下方的帅帅鸭 一脸无奈 贬着嘴解释道 她俩一个在里面让妓女翻跟头 一个给妓女说佛法 压根就没碰过妓女 帅帅压的话一出 上官十六直接就猛了 一脸错愕地看着林小鹿和吴构 只想问你俩是什么绝世大奇葩 今晚原国丹阳的夜晚 注定是灯火通明的 从高处俯瞰丹阳 可以见到一望无际的万家灯火 仿佛黑暗中的萤火虫一般 只不过不是青绿色 而是橘黄色 心情不是很好地将您拿着火折子 笔杆和纸张 以及还没点燃仿佛不带子一样的天灯 来到客栈的屋顶 坐在屋顶的屋檐边 他们所在的客栈 是这座城市中比较豪华的 楼层也比较高 可以一睹整座城市的风光 此刻 江宁就在一张纸上 细心地写着自己的心愿 准备到时候 跟城市中的所有人一起放天灯 他写了自己想要复国的愿望 写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准备再写一个其他的 阿宁 还没来得及动笔 身后却传来了某个讨厌鬼的声音 林小璐不知何时跑上了天台 来到他身旁 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你在写愿望吗 不关你的事 江宁不看他 堵着气道 我放我的天灯 你逛你的祭院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没事 我可以一边看你放天灯 一边去祭院玩 林小璐大咧咧地在他身旁坐下 探头探脑地看他手中的纸笔 你要写什么愿望 请你离我远一点 江宁气得恨不得 把这臭不要脸的一脚踹下去 一副想要和林小璐保持距离的模样 安宁你不要这么小气嘛 要不然 下次我也可以教你翻跟头呀 不过你好像本来就会 毕竟你习过我 江宁 他转头疑惑地望了林小璐一眼 什么翻跟头就我教祭院的姑娘翻跟头啊 那的姑娘还不错吧 就是力气很小 翻不了几个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林小璐回答道 你去祭院 是去教别人翻跟头去了怎么会 我本来是想让那的姑娘翻跟头给我看的 可他们太笨了 于是我只好亲自出马 耐心地给他们演示了一遍 江宁 林小璐说完 便看着身旁的女孩 撅着小嘴吐槽道 花蝴蝶说我和吴够浪费她的钱 去了祭院不干正事 完了她也不告诉我俩 正事是啥 真是好气啊 扑齿 听到解释的少女忽然破涕微笑 原本郁闷的心情也变得一扫而空 她瞪了这家伙一眼 跳过祭院这个不开心的话题 将手中的纸笔放进林小璐手里 小璐你跟我一起放天灯吧 你也写一个愿望 放进天灯里 不要了把林小璐懒洋洋地坐在屋檐边 两只胳膊撑在背后 这种游戏 我小时候就玩过了 当时我写了几十个愿望 结果一个都没成真 罗刹鬼婆也没拉肚子 罗刹鬼婆是谁将您好奇地问 听到这个问题 少年的小脸瞬间变得无比悲愤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残的女人 喜欢谈别人小弟 还喜欢打别人屁股 灭绝人性 丧心病狂 也不知道她现在死了没有 同一时间 峨眉 通腰封顶 灵兽骨 正在给咕咕鸡 未视领骨的唐心 忽然打了个喷嚏 奇怪 我居然打喷嚏了 我的修为还能感冒不成 唐心疑或者四下张望 发现没有人 但不知为何 她的脑海中 偏偏冒出那个 一脸坏笑的小鬼 怎么又想到 那个小王八蛋了 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唐心有些思念地嘀咕道 客栈楼顶 在江宁孜孜不倦地要求下 林小璐 只得同意了写愿望的要求 豪情万丈地在纸上一挥 写下了一个愿望 江宁凑到她旁边想要看 林小璐却一把捂住了纸 你不许看 我不 那纸上也有我的愿望 你都看到我的愿望了 江宁不依不饶 不行 不给看 就是不给看 林小璐把纸张塞进了 天灯下方的篮子里 然后就开始用火折子点灯 小璐我们还没到时间呢 哈哈 要做第一个放天灯的 愿望才会比较容易实现 少年笑嘻嘻地将天灯点燃 看着小帐篷慢慢鼓起 然后将天灯拖起 轻轻推送出屋檐 看着它慢慢飞入夜空 天灯被烛火照耀成了橘黄色 仿佛一个金黄色的圆柱体 缓慢地升高 飘远 而在这朵天灯飞升后没过多久 正是点燃天灯的时辰就到了 一时间整座城池 无数朵带着人们美好愿望的金色天灯 悄然升空 仿佛一个个金色的小精灵一般 将漆黑的夜晚都给照亮 见到这一幕的江宁 喜悦地拉着林小璐 从屋檐上站起 温柔似水的目光中 倒映着眼前一望无际的金色灯海 哇好漂亮 小璐 等我以后成为大唐女皇了 我也要传播这个传统 让我的子民 都在每年的这一天点天灯 客栈屋檐上 她看着眼前壮观凄美的一幕 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林小璐则仰着头 直勾勾看着自己点燃的 那个天灯 此刻她已经超脱于重灯 飞到了最高处 当年在大月 自己写了几十个愿望 结果一个没成真 这次自己 只写了一个 总应该成真了吧 她写的愿望是 阿宁的愿望成真 两久 两人并肩一同坐下 坐在高高的屋檐边 晃悠着小腿 说笑着一同眺望那 一望无际的万家灯海 次日 大清早呼噜呼噜呼噜 林小璐一手捧着 比自己脑瓜还大的面碗 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着面汤 另一只手则握着筷子 飞快地往嘴里刀面 哐 面碗放下 她意犹未尽地大喊一声 火接 再来八碗牛肉面 多肉多葱 多蒜少面 对面正在吃红枣粽粽子的上官十六 见此狠狠踢了她一脚 你能不能低调一点 又不丢人 林小璐嘚瑟的一仰小下巴 哼了一声 完全不搭理她 自顾自地接过满满当当的牛肉面 然后继续发出酣畅淋漓的 呼噜呼噜呼噜声 上官十六看得直恼火 埋怨地看向身旁小口喝粥的姜宁 阿宁你看她 你也不管管 姜宁喝粥的动作一停 颇为喜爱地看了林小璐一眼 名嘴轻笑 我怎么管 总不能让小璐饿着肚子吧 坐在林小璐旁边的无垢 也是笑劝 小璐施主虽然饭量大 吃相也比较粗鲁 但很接地气 就是 帅帅鸭咬着油条含糊不轻道 我老大怎么吃饭 还要你来管 那等她以后长大了 有什么需要了 你是不是也要管上官十六 无垢 姜宁 林小璐 呼噜呼噜呼噜 背对生气的上官十六 懒得在理这几个家伙 看向姜宁问道 咱们这两天 应该就可以出原国了吧 阿宁 出了原国以后 离你叔叔那儿 还有多远啊 没多远了 再走一个月 应该就到了 姜宁扶着下巴笑道 到时候 我让我叔叔好好招待大家 哈哈 不用客气 上官十六 俨然已经把姜宁 当成了自己的闺中密友 非常讲义气的笑道 咱们这帮人每天在一起赶路 其实还挺开心的 这都不算是 等回头你叔叔拿了 那个什么乾隆红鹰 要是还对付不了 那个云古宗 本小姐就亲自打残灵小鹿 然后召唤大魔王李明如 正在吃面的林小鹿 动作一顿 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一旁的无垢 看着上官十六 有些好奇地问道 上官十六 小鹿十六的师尊 在各个地方留下的故事 称号都皆有不同 你们南疆三千魔道 都称呼李明如十六 为大魔王吗 上官十六一边吃着粽子 一边含糊不清地点头 爹爹说过 李明如的性格 在某些方面 其实挺像魔道修士的 随心所欲 放荡不羁 所以跟我爹关系也挺好 他们年轻的时候 经常一起吹牛逼 一起打架 一起逛窑子 有时就连上茅房都经常一块 然后李明如还总是在茅房里 嘲笑我爹短 把我爹气得好几天都不搭理他 而他的实力 那就更不用提了 全盛十七 整个天下就没有那个修士 能顶得住他一巴掌 故被我们魔道修士 称之为大魔王李明如 听着上官十六夸张的话语 林小璐猛逼地放下 已经空了面碗 这段时间接触下来 他发现 上官十六 好像是几个人当中 最了解自己老大的人 毕竟他爹跟自己老大关系好 他作为魔道大佬的女儿 所能了解的东西 自然也就比其他人多 此刻 林小璐就有些好奇地问道 花蝴蝶 你爹有没有说过 我老大巅峰时期 是什么境界啊 说过啊 我爹说 你世尊在巅峰时期 有可能是天人静 天 在场的几人皆是一愣 帅帅鸭也微微顿了一下 不管是吴构还是林小璐 所知道的修仙境界 分别就是 宁气 结丹 筑基 原因 这个天人是啥 此刻 从小就见多识广的上官十六 见吴构和林小璐 都用茫然的眼神看着自己 顿时骄傲地扬起小脑袋 哈哈 你们没听过吧 真没见识 天人是原因之上的境界吗 林小璐迫不及待地问 对啊 上官十六解释道 原因之上 就是天人境界 说完他不屑地 瞥了林小璐一眼 亏你还说自己是 李明如的徒弟 连自己师父的境界都不知道 我老大也没跟我说过啊 林小璐一脸猛逼 随后迫不及待继续询问 我只知道 我老大很牛逼 后来受了很重的伤境界 就掉下来了 你跟我说说呗 这个天人是啥我老大 又是怎么受伤的啊 一旁的吴构 江宁也都眼巴巴望着他 纷纷露出好奇的神情 又求着本小姐了呀 上官十六美滋滋地哼道 你求我呀 你求我我就告诉你 林小璐顿了一下 随后便开始准备拔刀 上官十六见此才 连忙开口 实际上李明如的事 我爹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只大概知道一点 他对面前的几个好奇宝宝解释道 在咱们神州 修为最顶端就是原因 而如果突破原因 就会成为天人境 就会飞升到另一处世界 我们称之为天界 也就是长寿的天上 而只有到了天人境界 才算是真正的神仙 那我老大 曾经也去了天上林小璐追问 没有 他没去 上官十六摇了摇小脑瓜 轻道 我爹说 他好像因为什么原因不想飞升 然后天道 就想束缚他 逼着他飞升 结果天道失败了 林小璐 无够 这特别太牛逼了吧 天道都失败了 餐桌上 上官十六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 具体的本小姐也不清楚 只是听爹爹杂乱地说了一些 毕竟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你们峨眉的 那几个长老 估计都不知道 你老大的过去 因为李明如以前 很少待在峨眉 天天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去打架的路上 只是这两年 他才渐渐归隐山田 那我们为啥没听过天人境的修士的传闻啊 林小璐扭头对一旁的吴沟问道 你听过天人境吗 吴沟一脸猛逼地摇头 表示自己也没听过 你们当然没听过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飞升成为天人了 而天人境的修士 也已经三百多年没有下凡 上官十六解释道 天人境现在只有 各个宗门的一些老祖籍人物才有印象 我爹说 在三百年前 天上那些天人境的神仙 其实偶尔也会下凡 他们会随自己的心意 拨弄人世间的是非 然后李明如 好像就很不爽 以一己之力 把他们全都暴打了一顿 一直到今天 虽然李明如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受了重伤 境界也已经倒退到了结丹 但只要他一日不死 天上众神就 一日不敢下凡 听到上官十六的这一通介绍 林小璐几人皆是有些猛 一个个被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 信息量太大 尚且年幼的他们 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 此刻的林小璐更是惊为天人 他忽然回想起当年七岁的时候 自己被说书先生一顿忽悠 说什么 村口来了个穷道士 只要自己去打劫他 就一定可以获得好处 结果自己就真信了 傻了吧唧带着妹妹就跑去打劫 然后就遇到了李明如 而再然后 自己就成了天下第一李明如大帅逼的徒 林小璐突然感觉 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 琢磨着自己 回头有机会 真得回趟村子了 去好好问问先生 吃过早饭 几个少年人便再次启程 江宁驾着马车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坐在他旁边 乌垢和上官石榴 则坐在车厢里 悠哉悠哉地顺着官道前行 上午时分 马车出了丹阳城门 一路行驶 终于在天黑之前 抵达原国边界 一座名为富丰的城市 过了城门哨巧后 江宁就一边驾着马车 一边很开心地 对身旁少年说道 富丰是有名的刀法之乡 小璐 你不是一直想学武术吗 可以在这里看看刀法 一旁正抱着帅帅鸭 昏昏欲睡的少年 一听到刀法 瞬间清醒 哇 这里有什么刀法呀 江宁微微一笑 我也不太清楚 只记得曾经是专门对付 东营倭寇的刀法 东营倭寇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的林小璐 有点猛 他怀里的帅帅鸭 则给他解释道 东营是一个岛国 在神州以外的地方 那里曾经跟神州开过战 后来他们败北了 那里也有修仙者吗 林小璐问 肯定有呀 当年被李明如拿着鸡毛胆子 打得直较跌的东营修士吗 帅帅鸭很随意地说道 林小璐 好吧 他现在已经对自己老大的厉害程度 完全麻木了 内心毫无波澜 哪怕下次帅帅鸭告诉他 老大其实不是人 他估计都不会觉得稀奇 怀里的帅帅鸭 继续介绍贬着嘴道 在很多年以前 东营曾和神州各国开战 无论是东营的修士 还是东营的武者凡人 全都集体出动入侵神州 而双方在开战前 也定下了协议 凡人和凡人的战斗修仙者 不可以插手 凡人对凡人 仙人对仙人 因此当时神州的凡人武者们 也是倾囊而出 和东营的凡人武者们 相互厮杀 而援国的这门 专为克制东营武士道 而生的刀法 估计就是那时候的武道高人所创 哇 真是太酷了 林小璐听得直接喊了出来 他觉得神州大帝的武术门派 其出 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少年抱着帅帅鸭激动询问道 那东营的修士厉害吗 咱们神州的修士 也都出动了吗 还挺厉害的吧 东营那边有各种手段 诡异的忍术阴阳术 而且东营修士 非常团结 不像咱们神州散漫 至于神州的修士 见多识广的帅帅鸭扁着嘴横道 咱们神州的修士 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入侵 因为他们还没过东海 李明如就拿着根鸡毛胆子 傲立在东海汪洋之巅 一个人抽的所有东营修士 全面崩盘 说完 帅帅鸭扬起鸭头 看着林小璐说道 你老大当时抽了好长时间 连那边的天皇都没放过 抽完 还吐槽他们脸后 说自己的手都给抽翻了 林小璐 帅帅鸭的话刚说完 马车内的上官十六 就不服气地哼道 李明如太过分了 上官十六 从车帘内探出一张小脸 气鼓鼓地道 当时他去东海 我爹就跟他传音 让他留几个 给我爹也抽一抽 结果当我爹赶到东海的时候 他就已经全部抽完了 一个都没给我爹留 把我爹气得 差点跟他绝交 扑吃哈哈哈哈 大伙顿时乐出了声 就连正在念经的无垢 都没忍住笑意 在欢快的笑声中 马车驱驶进了富丰市 来到了一家颇为豪华的客栈 跟以往一样 几个少年人 嘻嘻哈哈饱餐了一顿 随后林小璐 便表示明天自己就要 去拜访这里的武术门派 让对方传授自己 专门对付东营倭寇的刀法 所以让大伙 陪自己多待个两天 大家自然也都没什么意见 毕竟小璐虽然不着调 但不知何时 却成了这帮人里的主心骨 一个个有说有笑的 就答应了下来 当晚 没再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大家伙都睡得很香 除了江宁和吴购 都觉得有点奇怪 不知为何 都过去这么久了 云谷宗那边 都没再派新的刺客来 第二天 大清早的 几人一起吃了早餐 尤其品尝了 富丰一种叫做 生煎包的特色美食 这玩意儿贼好吃 外酥里嫩 一口下去滋滋冒油 林小璐一口气 吃了120多个 将客栈的掌柜和伙计 都吓得求他高抬贵嘴 上午晨时 富丰城著名的七家道馆外 正站着 数十位身强体壮 挥舞铁刀的汉子 他们一个个虎背熊腰 绑大腰圆 在清晨的太阳下挥汗如雨 让无数路过的行人 频频侧目 七家道馆 是富丰最著名的武道馆 这里的武者门生 各个武艺高强 身手不凡 最难得的是 品性优良 经常帮助城中的百姓 过去城里发洪水 又或是遭遇麻匪 他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动作简直比衙门的官兵还快 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而这也是因为 七家武馆的馆主收徒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拜师费多不多 是不是习武的材料 这些都是次要 主要还是看来拜师的人品性如何 只有经过一年考察 确定是品性优良之人 才能正式在七家道馆 拜师学艺 此刻 这位年过五时 续着一口 黑色大胡子的馆主 就跟往常一样 端着个茶壶 在道馆门口悠闲地 看徒弟们练功 用点力 声音再大一点 小臂 小臂伸直 马步扎吻 挥刀的时候 注意登地发力 他挨个检查了一圈 对徒弟们的情分 颇为欣慰 刚欲回去坐着 却无意中发现 道馆旁的街道处 不知何时 站着一个志气未脱 年纪大概在 十二三岁左右的小道士 此刻 这小道士正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 看自己的徒弟们练武 馆主也没在意 他不怕有人看 相反觉得 城里的百姓 要是看到自己 这七家武馆的徒弟们 每日勤练武艺 会觉得更有安全感 武者嘛 就是要保一方平安的 这也是 祖先留下的教诲 上点先 那边有个小道士在看你们 拿出点真本事 给人家看看 让人家知道 有咱们七家道馆在 没有人可以欺负这儿的百姓 把林小璐 当成百姓的馆主 被徒弟们喊道 汉子们一听 顿时也练得更起劲了 一个个热火朝天地怒吼着挥刀 向林小璐 展示自己的强壮与武艺 而馆主也是 直接开始大喊 基础动作就练习到这里 下面开始训练窝刀术 促击刀士 起 场中的汉子们动作同时一顿 远处偷看的林小璐 看到这些汉子的动作一愣 这刀法居然还有这样子的 他自己只掌握了招式大开大合 简洁明了的锦衣卫扒刀 却从未想过 还有这种使刀的方法 第二是 围刺刀士 开始 第一是 演练完 丝毫不怕绝学被学区的馆主再次喝道 窝刀术招式虽然不算繁琐 也都很实用 但不经过多年苦练 照样是用不出来的 所以他丝毫不担心那个小道士学会 此刻直接就是有意显摆 让小道士知道 附丰城有自己的道馆守护着他 第三是 掌破刀士 开始 场中的汉子们纷纷继续练习 一个个呐喊声震天 林小璐则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看着 第四是 朝天刀士 开始 到了这一世 场中的汉子就不是每个都能使出来了 前三世都还好 也算简单 但这一世 就需要极其强大的身体协调能力和速度相互结合了 已经开始属于上乘刀法 此刻 几十个汉子中 只有两个人比较不错地施展出这一刀士 五六个勉强使出 其他人则全部失败 而馆主笑了笑 不动声色地瞄了林小璐一眼 哈哈 小娃娃 被我七家道馆的窝刀树吓到了吧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 根本馆主住在一个城池 安全感爆棚 嘿嘿嘿 内心系十足的大胡子馆主傻乐了一下 随后再次严厉的大吼 第五是 俯虎绝刀士 开始 这一招式喊出 场中所有汉子们便齐刷刷单膝下跪 一手按住地面 身姿纷纷降低到极致 然后反手持刀高高举起于身后 下一刻 所有人猛地借助手掌按地 脚尖踏地之势 使出一个平滑而又迅捷的侧身闪 在这一瞬间 就有许多汉子因为练习不到位 而掌握不了平衡 直接摔倒在地 而剩下的数位 则是侧身闪后 一个剑步上前 借沉身之势 引刀上流 但很可惜 动作虽然勉强做出来了 但却因为各种因素 导致其毫无力量感 只是花架子 大胡子馆主见到这一幕后 顿时呵斥了他们一顿 一个个的 平时练功就知道偷懒 学了几年了 俯虎绝刀士还用不出来 丢不丢人 呵斥完 大胡子馆主就迫不及待地撸起袖子 对众人喝道 都过来 过来看本馆长大 一边说 他还有一无意瞥了一眼 那个小刀士 开心地开始准备显摆 嘿嘿 小刀士 今天让你看看本馆长的武艺 他刚准备拿把铁盾刀展示 道馆边上的小刀士 忽然动了 林小璐没有拿大根青铜器 而是小手承持刀撞 空着手开始练习 刚才的几组刀士 在大胡子馆长 和数十位汉子眼前 他非常顺畅地 就使出了第一式猝击刀士 接着回刺刀士 掌破刀士 朝天刀士一一施展出来 最后更是直接就施展出了 俯虎绝地势 全程如丝滑般顺畅 毫不拖泥带水 所有人 大胡子馆主 大胡子叔说 后面还有什么刀士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施展完五套刀士的 林小璐站起身 眼巴巴地对他问道 中午十分 七家道馆内 强壮威武的大胡子馆主 站在木制地板上 居高临下 看着面前小不点式的林小璐 皱着没问道 你不愿拜我为师 那可不行 你这样的练武奇才 我可不能放你走 要么你就把学会的东西吐出来 要么你就 乖乖拜我为师 说着 他还真伸出了 菩萨一般的大手 跟个小孩似的 向林小璐讨要 他是争起了爱才之心 更何况林小璐年纪小 以后自己只要多教教他 势必会让他成为一个 品行优良的习武奇才 他都已经想好了 以后把自己的一身绝学交给他 然后让他成为下一任管主 然而林小璐 根本就不可能不同意 此刻小脸憋得通红 伸着脖子大喊 我 我有老大了 我可以买你的刀法 本馆主不要钱 你必须拜本馆主为师 不然我就不让你走 林小璐 少年不愿用自己的先人身份 去压眼前这个豪爽的大胡子大叔 只能一本正经地要求道 我不是有意要学的 明明就是 你们的刀法太简单了 看一遍就会了 简单大胡子馆长气乐了 随手从刀架上 取下一把练习用的铁钝刀 小娃娃 莫要小看了窝刀树 你不是想知道 俯虎绝刀是后面是什么吗 本馆主就施展给你看看 看好了 窝刀树第六诗 斩篮错玉刀 场中 大胡子馆长猛然起刀 速度飞快 手中的铁钝刀 更是带出阵阵刀锋 只见他猛的一个后仰 一手撑地 身姿倒过来一个急转 铁钝刀随之绕身狂舞两周 随后单手发力一个空气 单膝落地间 收刀后刺 林小璐看得目瞪口呆 这动作也太酷了吧 嘿嘿 怎么样 厉害吧 看着林小璐惊讶的样子 大胡子馆长显摆地笑道 窝刀树一共七诗 这斩岗错玉刀 是第六诗 是专门以一笛多的上乘刀法 至于第七诗 极形踏焰斩 和只存在于理论中的 辐射刀 空 就连本馆长也还没有掌握 不过 你如果拜本馆长为师 那本馆长以后 掌握了 自然也会教你 林小璐猛猛地愣了一会儿 过了片刻后 再次摇头 对不起了大胡子叔叔 我有老大了 说完 他便在大胡子馆长 诧异的目光下 掏出了一枚金钉 我买你前五诗的刀法 后面几诗 我就不学了 将金钉放下 林小璐就毫不犹豫地 转身离开 带他走后 大胡子馆长忽然叹了口气 将铁钝刀收好 转身进了一处 放满林卫的小房间 给里面的令牌 挨个上了香 爹 我今天遇到一个练武奇才 小小的年纪 只看一遍 就能完美无趣地 施展出俯虎绝刀式 可是他不愿意拜我做师傅 因为那孩子已经有师傅了 他看着面前的灵卫 目中露出一丝怀念 粗犷的表情 也变得跟个孩子一样 爹 咱们家的极星踏验展 算上我这一代 已经三代没有人练成了 不管是爷爷 还是您 都没能掌握 更别提 只存在于祖宗理论中的 俯舍刀 空 那孩子我见了 挺好的一孩子 我看得出他很想学 但他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师门 改拜我为师 更没有撒谎忽悠我 是一个品性优良的好孩子 爹 您觉得 我要不要把密集给他 爹 我的资质太过愚钝 苦练四十年刀法 依然施展 不出第七世 极星踏验展 所以 我是有些心动的 那孩子天赋太好了 可能真能学会 已经失传许久的极星踏验展 到时候 也能让咱们七家窝刀术的绝学 重现神舟武林 专杀东营贼寇 中午 林小璐回到客栈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 江宁和上官十六 正嘀嘀咕咕地聚在一起说话 也不知道他俩在说啥 吴构则一如既往 持着念珠 老神在在地没诵着佛经 把桌上趴着的帅帅鸭 都快念睡着了 而林小璐一进门 就疯疯火火地向众人委屈道 那个大胡子叔叔果然厉害 可是他不愿意把握刀术全部交给我 非得我拜他为师他才肯 你给他展示一下你的力气 正和江宁商量 下午去哪儿玩的上官十六 出谋划策道 让他知道 你是可以打败修仙者的舞者就好了呀 我不喜欢那样 林小璐嘀咕着 来到桌边坐下 抱起茶壶就开始痛你 喝完后 一脸心痛地说道 那个窝刀树确实牛逼 如果我能用大羹青铜器施展出来 那威力一定还能翻倍 说完 他便对大伙开口渴求道 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吧 回头我再去找大叔求一求 拜托他教我 众人也没啥意见 纷纷点头同意 林小璐见词很认真地 对所有人到了声线 随后就起身 又往客栈外跑 小璐你又去干嘛 那个窝刀树 看得我热血沸腾 实在太厉害了 我要出去跑几个时辰去去活 说完 精力旺盛的林小璐 就跑出了客栈 一路飞奔着远去 接下来的几天 林小璐每天早上 都会准时去道馆 去看道馆的弟子们练舞 大胡子馆长也没拦着 反而有时候 还会特意向他展示一下第六式 斩岗错玉刀 而没过多久 林小璐就彻底学会了这一招式 并在所有人面前展示了一次 把道馆所有人再次震撼了一把 小璐道长 你学武真是太快了 我练了三年了 第五式拂虎绝刀式都还没学会 你这么小 又才来两天 连第六式就学会了 真是天动奇才 是啊 小璐道长 你真应该拜我们馆主为师 我看得出来 馆主也非常喜欢你 对的对的 我以前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天才 自从见到了小璐道长 我就相信了 中午时分 道馆的弟子们 在练功闲暇之余 和林小璐一起嘻嘻哈哈地闲聊 习武之人心性都还算比较单纯 何况七家道馆的武者品性优良 是出了名的 各个都是仗义之士 称得上是一位好汉 因此 林小璐也乐地跟他们打交道 这两天他每次来 都会带一些生煎包 给这些好汉们享用 他就喜欢跟这种品性优良 爷们 豪爽的好汉打交道 畅快 兄弟们 实不相瞒 我在娘胎里就开始习武了 刚出生就会翻跟头 一岁就可以做单手俯卧称 两岁自动学会轻功 三岁打遍全村无敌手 过去别人经常问我是如何做到这么调的 其实也很简单 我打小就特别乖巧 还特么懂事 从来不说脏话 还尊敬老师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天命不凡 有五胜之姿 少年一个劲地吹嘘自己 越吹越离谱 别说道馆的汉子们了 就连一旁的大胡子馆主 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最后他说得兴起 还大咧咧地笑道 骨鱼有云 狗富贵 不相忘 今晚练完功 我请大家去逛窑子 都来哈 谁不来 就是不给我林小璐面子 吼吼吼吼吼吼 嗨吼 身后的大胡子馆主 彻底听不下去了 没好气拍了下她的脑瓜 你才多大就逛窑子 你有那功能吗 瞎胡闹 赶紧回家吃午饭去 汉子们顿时哄笑出声 看着郁闷的林小璐 撅着小嘴离开 回到客栈 江宁 上官十六 吴吼 帅帅鸭 三人一鸭 全都无所事事地 在大堂做着闲聊 面前摆放着丰盛的饭菜 他们都在等林小璐 一起吃午饭 此刻见林小璐回来 上官十六 便立刻气呼呼地催道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大家都等你开饭呢 没办法 太受欢迎了 道馆的兄弟都不让我走 哭着喊着 让我收他们做小店 说完 林小璐便大大咧咧咧 往江宁旁边一坐 拿起一个酱肘子 就准备开始吃 小璐你洗手了吗 江宁拍了他一下 后院有紧 去洗下手 阿宁没事 我不嫌你们脏 所有人 最后林小璐 还是被逼着去洗了手 然后气呼呼地吃上了饭菜 饭桌上 上官十六 边吃边问 林小璐 你下午还要去锻炼吗 去呀 不然我干嘛 本小姐跟阿宁 吴哥 还有帅帅鸭 准备出去逛逛 你要不要一起对啊 老大 咱们出去玩会儿呗 帅帅鸭扁着嘴劝道 天天练功 你不无聊吗 不无聊 林小璐脑瓜直摇 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要练舞 啪 上官十六 才大气粗地 拍出一串手链 这串手链里面的黄金 够买你几百寸的 下午陪本小姐出去玩 林小璐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喝自以为是的女人 此话一出 瞬间把上官十六 气得柳梅倒数 她刚想发一下标 江宁及时笑道 洗舞并没有错 但小璐你 也要劳意结合一下呀 就今天一次 晚上你再练呗 不不不 林小璐软硬不吃 谁的面子都不给 继续摇头道 晚上我准备带无垢去逛摇子 江宁一听这话 顿时也火了 原本温柔的美目 瞬间变得凌厉 你要是敢去 我救 我救 你就啥我救 咬死你 江宁气呼呼地道 对 咬死你 阿宁咬不动本小姐帮她咬 上官十六 在一旁帮枪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林小璐嘴巴里着食物 把脸颊都塞得鼓了起来 然后含糊不清地对江宁说道 阿宁 我们是好朋友 你应该支持 我跟吴够 就比如 以后我跟吴够出去逛摇子 逛完回来以后 你不应该凶我们 反而应该笑着问我们 逛得开不开心 这样才叫好朋友 江宁 吴够 上官十六 旁边 帅帅鸭一边吃饭 一边无奈地摇头 自己这个老大 真是自己见过最有种的男人 真不愧是李明如的徒弟 简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让姑娘问自己 嫖得开不开心 这特娘的 简直比李明如还有种啊 下午 林小璐最终也没跟大伙去逛街 而是先扎了一个时辰马步 然后马不停蹄就出去跑步 绕着整座复风乘跑 一直跑到太阳快下山才停 虽然现在的他 想在武道意图上继续进步 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但这不代表 他就能停止基础的锻炼 老大说过 基础的锻炼 对于武道来说 那就像是高楼的根基 根基越牢固 高楼才能才能建立得更高 更稳 下午 太阳下山前 终于跑完步的少年 一边活动着筋骨 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城中溜达 在经过城边 一座枝繁叶茂的小山坡时 他看到一家生意不错的茶铺 便上前准备买碗凉茶解解渴 大娘 凉茶怎么卖两文钱一碗 哦 大娘给我来一碗 很快 少年接过大碗凉茶 刚要痛饮 却无意中 瞟见离自己不远的城门口中 正走来一位 身穿黑色静装的少年 本来林小璐也没注意 但当这少年 静止走到凉茶铺 来到他身边时 他才意外地发现 这名少年 好像也是一名舞者 这个少年腰杆笔直 气质出众 年纪虽然不大 但一双手上 却全是全简 而且 林小璐还发现 他的后腰上 插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似乎是武器 只是这个武器很奇怪 是两根圆柱形的黑色铁棍 然后棍子中间 连接着一条铁链 林小璐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禁一边喝着甘甜的凉茶 一边好奇 打量着 这比自己要大上两岁的少年 奇怪的少年跟他一样 跟卖凉茶的大娘 要了一碗凉茶 豪迈地饮着 林小璐喝了两口 便按捺不住心中好奇 想上前问问 他混哪里的 不远处的草垛内 却传来一声轻响 咻 一只利剑毫无征兆地飞出 带着尖锐的破空声 飞射向这名奇怪的少年 林小璐目光一宁 刚想出手相助 这名少年却瞬间抬起一只手 又快又准地握住 射向自己侧脸的箭矢 且另一只手 还在不急不慢地 端着茶碗喝茶 仿佛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一样 那不断颤抖的锋利箭头 距离他的侧脸 只有二寸距离 却再也无法刺入 茶铺里见到这一幕的平民 都愣住了 几夕过后 啊 杀人了 救命啊 有人放箭啊 所有人几乎是同时尖叫出声 哭爹喊娘的 就开始到处跑路 一时间茶铺周围乱作一团 茶铺大娘更是连摊子都不要了 嗷嗷大叫着就跑 林小璐端着茶碗一脸猛逼 连忙对着大娘的背影大喊 大娘 我还没付钱呢 大娘不回话 只不断地发出 救命啊 救命啊的声音 林小璐 不久 所有喝茶的客人都跑光了 无奈的林小璐 转头看着 还在咕咚咕咚好饮的少年 待至了片刻后 也捧起自己的茶碗继续喝茶 咕咚咕咚 两个少年一同抱着比脸还大的茶碗 在空无一人的茶铺前痛眠 而没过多久 一旁的草垛里 就跳出七八个手持弯刀 面容冷峻的大汉 一个个如灵大敌地 看着正在喝凉茶的黑衣少年 唐龙 你跑不掉了 黑衣少年一只手捏折箭矢 怡然自得地将凉茶喝完 吐了一口浊气 随后把空碗放在了茶铺摊上 在碗里丢下几枚铜板 又看了 还在咕咚咕咚咚喝茶的林小璐一眼 最后才 转身面向这些持刀的大汉 我作为朝廷亲自认证的武状元 你们觉得 我需要逃吗 他看着面前紧张的几个刀手 轻笑道 你们啊 可能搞错了一件事情 不是你们追杀到了我 而是我心情不好 专门在这里喝茶等你们追杀 此话一出 几个汉子顿时更加紧张起来 一个个面色不善地看着少年 却又迟迟不敢动手 林小璐这回已经喝完了 他意犹未尽地看了看四周 见大娘不在 便自己用水瓢在茶缸里咬了一碗茶水 然后撒了些薄荷叶和蜂蜜 坐在一张小板凳上 一边捧着大碗继续喝茶 一边看黑衣少年和刀手们对峙 他也看出来了 这几个拿刀的刀手 全都是舞者且功夫不俗 而这个叫唐龙的家伙 则比他们更厉害 刚才单手接见那一幕 说实话 把他都给惊了一下 毕竟江湖上常说 林枪一朵 案件难防 而这家伙防起案件来 却是轻松加愉快 喝着茶就把案件给拿捏住了 所以就舞者来说 他绝对是自己目前 见过最强的舞者 虽然刀法上可能不及大胡子馆主 但总体来说 估计要比大胡子馆主还强 此刻 林小璐就期待地 一边喝茶一边看着 迫切想知道 这个唐龙有多强 场中 少年唐龙和刀手们说完话 便慢条斯理地 从后腰抽出那怪模怪样的武器 持握着铁棍一端 晃晃悠悠就甩了起来 铁链连接着另一根铁棍 一甩一甩地 在空中甩出残影 不断发出呼呼呼的风声 持刀的刀手们 见他这副模样 顿时更加紧张 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而少年则非常淡定 他右手不紧不慢地 甩着奇怪的棍子 左手冲面前这七八个刀手抬起 然后嚣张地招了招手 其态度狂傲至极 围守者冷汗直冒 看着面前的少年 迟疑了片刻后 猛地挥刀冲出 砍他 话音刚落 黑少年便猛地发出一声怪叫 我打 后方刚把第二碗凉茶喝完的林小璐 看到黑少年的动作后 顿时惊讶地吐了句 卧槽 只见他发出一声怪叫 用那奇怪的武器 瞬间拨开刀手砍出的弯刀 转身一个快出残影的后白腿 就直接将围守者放倒 全程半息不到 紧接着 那奇怪的武器 就被黑衣少年耍得哗哗作响 化作一片片的棍影 围着他的身体四周 上下翻飞 灵活至极 刀手们 挥出的刀刃根本砍不进去 那被铁链连接着的铁棍 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直接将斩下的刀刃一个 接一个的弹飞 然后又一个 接一个的反击 林小璐都看猛了 这特娘的 到底是什么武器 弓手兼备不说了 还很不合理 你说他刚吧 但他又跟鞭子一样 充满了柔静 你说他柔吧 但他每次抽出 威力仿佛都要比寻常铁棍还要大 根本没有哪个刀手可以挡得住一下 转眼就被打成重伤 场中 这个叫唐龙的黑衣少年 捂着奇怪的兵器 配合速度快到极致的腿法 几乎是寝客之间 就将面前 数人全部放倒 林小璐被震撼到了 这兄弟太猛了 虽然跟经过二次受血的自己不能比 但却无限接近自己一次受血时的状态 林小璐能看出来 他的速度 力量 反应 抗击打能力 几乎都已经接近凡人的极限 而他手里的那个奇怪武器 更是被他运用的如火纯情 出神入化 我打 又是一声怪吼 黑衣少年一棍将最后一名刀手放倒 彻底结束战斗 啪啪啪啪啪 查铺旁 林小璐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 一边鼓掌一边赞叹道 你好厉害 你是我见过最强的舞者 估计跟老大说的那位千户大人比 你都差不了多少了 放倒所有刀手的黑衣少年 看了比自己要小上两岁的林小璐一眼 没搭理他 将棍子放回后腰 转身便准备离开 而林小璐却跟了上去 好奇地询问道 你用的这是什么武器啊 好特殊 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害羞了呀 那些人为什么追杀你呀 你是江阳大盗吗 那样的话 咱俩就是同僧了 我看你年纪轻轻就有一身本事 要不你做我小弟吧 以后别人追杀你 我可以保护你 但是你不能做奸犯科 最多抢一抢地主老财的钱 黑衣少年被烦得不行 暗骂着哪来的小孩子 最终不耐烦地 扭头看了林小璐一眼 你这小道士 是从哪来的 别来烦我 林小璐听到这嫌弃的话 先是一愣 随后不解地询问道 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吧 怎么说话 一副大人模样 我是秦国最年轻的武装员 我还是峨眉上仙呢 峨眉你听过吗 黑衣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疑惑地摇摇头 他自幼习武 对修仙者不了解 此刻 林小璐看着面前的黑衣少年 哈哈大笑道 我看你功夫不错 有没有兴趣 跟我混 我教你太极 你教我你 刚才用的腿弓 或者那个棍子也行 你会太极同样是武痴的 黑衣少年 终于停下了脚步 并上下打亮了林小璐一眼 夜晚 客栈大堂内 江宁 上官十六 吴构 帅帅鸭 所有人和鸭 都看着楼上林小璐的房间 露出了沉思的目光 他们此刻可以清楚地听见 楼上房间内 林小璐和黑衣少年说笑的声音 二人似乎相谈甚欢 时不时就会传出阵阵笑声 真没想到 李明如的徒弟 居然会好这一口 上官十六抱着胳膊 脸色古怪地笑道 不错 会玩 一旁的吴构和江宁 听了他的话 皆是脸色一红 倒是帅帅鸭 露出了一副很正常的模样 年轻人嘛 有时候追求一下刺激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直到深夜 林小璐才和名叫唐龙的黑衣少年 走出房间 二人 就连下楼的时候 都是一副有说有笑 惺惺相惜的模样 最后在江宁 上官十六等人怪异的目光中 林小璐一一不舍地目送他离去 唐龙前脚刚走 客栈内的上官十六 便抱着胳膊哼道 本小姐看你跟人家聊得火热 还以为你会把人也拉进咱们团队呢 阿龙不愿意 林小璐转过身 面对同伴们惋惜地摇头 我们虽说是一见如故 但彼此并不顺路 他只是 给我讲了一套 名叫李三角的腿法 然后我给他讲了 关于太极拳和受血断体的法门 仅此而已 小璐 那人是哪的江宁问 秦国的 一个比较远的国家 林小璐解释道 他叫唐龙 是秦国的武状元 使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双截棍 并且跟我一样 想及百家武学之所长 只不过 他好像惹了一个很厉害的权贵 因此才被人追杀 然后他朋友在神州以外的地方 他就准备去看看 神州以外是哪里上官十六问 我也不太清楚 林小璐挠了挠头 随后兴致勃勃地傻了道 等我回头就去练李三角 然后再把窝刀术学会 到时候一定可厉害 吼吼吼吼吼几人 看着双手插腰不断大笑的少年 皆是名嘴露出了笑意 虽然林小璐才跟唐龙认识不久 但他觉得自己和唐龙很聊得来 因为他俩其实很像 都是那种非常骄傲的人 而且也很勤奋 他觉得自己和唐龙一定会再见的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肯定会成为一名非常厉害的舞蹈宗师 甚至超出自己的想象 次日 七家道馆内 身穿道袍的少年盘腿坐着 看着面前摆放着的一本小册子 口水差点都没滴出来 这是窝刀术的复印本 你想不想要大胡子馆主盘腿 坐在他对面笑眯眯地问 嗯嗯 想要 少年点头如捣蒜 激动道 大胡子叔叔 你要啥我都能给你 只要你别让我拜你为师 什么都可以 哼哼 那我如果要你跪下那大胡子馆长笑问 林小璐 他猛猛地看了看大胡子馆主 小脸上闪过一丝为难 其实按理来说 学人家东西是要行拜师礼的 而拜师礼里面就有下跪磕头这一项 但自己是不能另拜师傅的 所以自然也就不能下跪 房间内 大胡子馆主看着面露犹豫的林小璐 忍不住笑了笑 随后他收起笑容 严肃地对林小璐说道 窝刀树 是我先祖专为克制东宁武士道所创 因此这本刀树 和其他的武学 从根本上就不同 其他的武学 在创立之初 不是为了自保 就是为了杀敌 而窝刀树不同 他的创立 是为了保护神州的百姓 不受窝寇欺辱 因此 这是一门正义之刀树 说完 他看着面前十三岁的林小璐 说道 小家伙 本馆主今年五十二岁 正值壮年 不是那种迂腐不堪的老头 你天资非凡 确实是习武的好苗子 这本窝刀树 你要想拿 可以 本馆主分文不取 但是 你必须立下四条毒誓 一 绝不可杖刀欺人 二 路见不平必挺身而出 三 凡犯我神州大地者 定当拔刀相向 四 今后若有他人问起 必须 以上四条如若有为 惨死在万刀之下 你可愿意 林小璐猛猛地想了一下 然后非常认真的点头 我愿意 说着 他便抬起手 原封不动地 把誓言说了一遍 大胡子馆长 看着面前发毒誓的少年 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 带领小璐发完毒誓 眼巴巴问自己能不能拿时 他笑道 这本窝刀树 是本馆长先祖所创 你不拜本馆长为师 本馆长也能接受 但是 你得去跟我的仙祖下跪磕三个响头 通知他们一声 你可愿意这个可以 林小璐直接点头答应下来 自己学人家的刀树 不拜师 本就很不好意思了 拜一拜创造这本刀树的先辈 那也是理所当然 所以林小璐觉得自己应该跪拜 且跪得心安理得 他毫不犹豫 就起身跟着大胡子馆主 去拜见了七家的灵魏 依依为灵魏们上香 然后恭恭敬敬 磕了三个响头 之后 林小璐便和大胡子馆主告别 非常恭敬地 对他抱拳鞠躬 然后视若珍宝地拿着小册子 离开了道馆 回到客栈后 少年谁都没理 连饭都懒得吃 马不停蹄就回房间 开始潜心研究窝刀树 明天就要再次启程了 他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掌握窝刀树 相比窝刀树 唐龙交给他的李三角 他已经完全掌握 但窝刀树就没那么简单了 他在房间内看了小册子才知道 第七式极形踏烟斩 和辐射刀空的困难程度 要比李三角 还要难上不少 极形踏烟斩 严格来说 是一种轻弓和刀法的结合 只不过这种轻弓跟鸳鸯不不同 它是一种另外的 需要借刀而行的轻弓 林小璐也是看了才知道 怪不得大胡子馆主练刀 四十年都不能施展出这一式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舞者能练出来的 这一式 不仅需要使刀者 拥有极其变态的腿部爆发力 还需要完美地将刀和人结合 来达到在空中借刀滑翔的效果 林小璐自信 这一点 她练个两三天也能达到 毕竟她的身体素质摆在那里 但当她翻到册子最后一页 看到那关于辐射刀空的时候 她就完全梦了 册子上描述 辐射刀原本是东宁武士道里的辐射一刀斩 属于一种名为居合斩的刀术 然后辐射刀空则是七家 先辈在研究刀法后 将辐射刀和神舟传统的描刀刀法 进行融合改良 并将一种名为八段井的养生功法 融入了进去 最终创出了一种 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刀术 而说白了 所谓的辐射刀空 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二重暗镜 进行挥刀斩机 按照册子上的理论 将类似二重暗镜的古怪气力 融入刀中 以辐射一刀斩全力挥击使出 便可形成一种看不见的刀器 以此来达到隔空斩人的效果 当然 这如果对于凡人舞者来说 那确实是痴心妄想 因为人的体力就那么大 无论你挥刀时的速度有多快 力气有多大 人体的极限就摆在那里 根本不可能达到隔空斩人的效果 更何况寻常刀刃 也支撑不住你这么玩 很可能你刚刚挥刀 刀就先撑不住崩溃了 但现在 同时拥有大根青铜器 和二重暗镜的林小璐 将会是个例外 小洛 吃饭了 房门外 江宁挑着一根扁单 扁单两边挂着的篮子里 各自放着几十个肉夹馍 气喘吁吁的他 擦了下额头的香汗 无奈地继续敲门 也亏得自己是习武之人啊 要不然这么多肉夹馍 自己还真扛不动 两久 门被打开 头发乱糟糟 一脸颓废的林小璐 出现在了江宁面前 看着眼前不修蝙蝠的少年 江宁愣了一下 你怎么了 我使不出来辐射刀空 林小璐眨巴着怀疑人生的目光 苦着脸 委屈巴巴道 我以为我可以直接学会的 急行踏焰掌 我现在都有把握使出来了 可是辐射刀空我使不出来 没大听懂的江宁有些茫然 他不知道林小璐说的辐射刀是什么 不过他能看出 这家伙现在心里很难过 真是见了鬼了 这家伙整天嘻嘻哈哈的 居然会因为施展不出武术 而难过成这样 门口 江宁无奈地放下扁单 捂着嘴笑道 你已经很强了 别太压抑自己了 先吃饭吧 说着 贴心的少女便将装满肉夹馍的篮子 搬到他房间的酒桌上 心情不好的林小璐 撇了一眼肉夹馍 吸了吸鼻子 便开始一言不发地 拿肉夹馍往嘴里塞 好吃吗 嗯 少年鼓着脸颊 含糊不清地点头 等再过几天啊 到了我叔叔的诸侯国 我让我叔叔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 江宁扶着下巴笑道 那阿宁你复国以后 你就要离开了吗 林小璐边吃边问 对啊 江宁点着头笑道 我肯定是要回大堂的 到时候 你可得经常来看我 嘿嘿 好啊 等你一走 咱们团队里就剩下我和吴够 还有花蝴蝶了 到时候 我就天天欺负花蝴蝶 扑吃 江宁忍不住笑出了声 没好气瞪着他道 上官多可爱 你天天想着欺负人家 他可爱个鬼哦 天天那么拽 林小璐含糊不清地说道 阿宁你放心 以后你回大堂了 我就做你的靠山 你有啥事都可以来峨眉找我 算了吧 你 江宁冲他翻了个傲娇的白眼 大堂离峨眉很远的 而且我们有乾隆红鹰 也根本不需要靠山 我这要牛逼也不需要吗 林小璐一边吃 一边一本正经地问 江宁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 忍不住再次笑了起来 行行行 需要 你以后就是我们大堂的大靠山 次日 一行人继续不紧不慢地出发 不久后 终于离开了原国 顺着绿水青山 凉田小道 一路南下 他们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 欣赏了各个地方的绝美风景 一路上说说笑笑 吵吵闹闹 让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越发融洽 而经过了一个月 漫长而欢快的路程 几人终于在一路的欢声笑语之中 成功抵达江宁叔叔所在的诸侯小国 前面就到了 我们进去之后 直接去都城 估计第二天就可以见到我叔叔了 马车上 驾着马的江宁 对几个同伴兴高采烈地说道 此刻的他很开心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容 一路流浪了足足三个多月 自己终于要见到唯一的亲人了 少女的心头 可谓是感慨万分 眼眶都忍不住渐渐湿润 仿佛蒙上了一层水雾 马车上 林小璐抱着帅帅压 好奇望着前方越来越近的高大城门 惊讶道 这是诸侯小国城门 简直比原国的城门还大把对呀对呀 比当初复风的城门气派多了 上官十六 也从车帘内探出小脑袋 张望着评价道 我叔叔的诸侯国虽然小 但却很富有 全国几乎没有一个乞丐 城门自然建得比较豪华 心头欢喜的江宁 笑着为二人解释道 行吧 那我一会儿 要吃好多好东西 林小璐一边说 一边扭头看向 对车厢内没送经文的无垢 无垢 晚上让阿宁给咱俩安排 这里最豪华的妓院怎么样 咱俩去让那个姑娘见识见识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纯爷们 江宁听见这话 顿时一瞪美目 美好气地笑骂 去你的 几人瞎聊了一会儿 马车来到了城门口停下 门口检查的守卫官兵 立刻上来查探马车 再见到赶马的江宁后 顿时吓得一哆嗦 立即单膝下跪 单元城守卫 见过长公主殿下 其他的守卫 也是纷纷吓了一跳 一一对着马车上的少女拜见 纷纷高呼 单元城守卫 见过长公主殿下 马车上 江宁刚想让这些人起来 他旁边的林小璐 却忽然抱着帅帅压起身 站在马车上 哈哈大笑 孩儿们不必多礼 都起来吧 哈哈哈哈 江宁 美好气宁了一下这家伙 随后江宁便跳下马车 对着面前 一众拜见的侍卫们问道 皇叔已经收到 本宫的书信了吗 回殿下 陛下在三个月前 收到殿下书信 后就一直在都城 等待殿下到来 江宁闻言点了点头 自己叔叔所在的诸侯国不大 毕竟有大唐守护 单元城 虽是边界城市 距离都城 也只有一日入途 因此 他直接下达了命令 本宫今晚就不在这里休息了 事关大唐安危 连夜前往都城 话音落下 威首的守卫 立刻低着头大声应道 属下这就去准备上好的马车 并让卫队一同护送殿下前行 马车上 林小璐看着眼前 仪态威严的江宁 抱着帅帅压小声嘀咕 阿宁好帅啊 平时还看不出来 现在一下子 就有了公主的威严感了 帅帅压笑着回应道 大哥 您老大 可是李明如 谁还敢在您面前 有威严感 像上官实料 他的来头 比江宁小姐 大了不知多少倍 现在每天 在你面前 都跟着二沙子似的了 哈哈 也是哈 帅帅压 你这话说得真有智慧 林小璐开心地笑道 不久 守卫们就牵来了 两匹 雄壮的高头大马 马匹后面 还带着一辆 异常巨大豪华的马车 林小璐等人 也就直接换乘 坐进了舒适奢侈的马车内 江宁也坐了进去 马车则有两个 身穿甲胄的威武士兵驾驶 两旁还各自跟着 一对威严的骑兵卫队 逼格高到了极点 此刻 坐在空间宽敞 舒适的容不软塌上 林小璐开心地要死 兴奋地欢喜道 阿妮你真厉害 我还是第一次 坐这么舒服的马车呢 少女名嘴轻笑 对着面前的无垢 上官实料 还有林小璐三人 一同说道 这都不算什么 等明天傍晚时分 抵达都城 我让黄叔 好好招待你们 当晚 马车晃晃悠悠地 连夜前进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 和江宁等人 直接睡在了马车里 虽然说 对皇家马车的宽敞程度 还不能让他们 直接躺下 但几个小家伙 都不是普通人 即便是身为凡人的江宁 那也是吃过苦的舞者 所以睡的 也还算可以 而到了第二日 天色刚亮 首位便给他们 奉上了各式各样的食材 只把林小璐吃得心满意足 大呼过瘾 还是当皇帝老也好啊 马车内 林小璐半躺在座垫上 拍着自己的小肚皮 舒服地 对江宁哼哼轻轻 阿宁 回头我就跟我妹妹说 要是我们在 额眉魂不下去了 就一起去大堂投奔你 凭咱们的关系 咋的你 也得给我一个 大官当当吧 江宁笑得花枝乱颤 一旁的上官十六 则不屑地哼道 到时候 给你一个大太监的位置 让别人都喊你林公公 太监是啥林小璐一脸好奇地问 大官 专门服侍皇上的 那我不当 我不爱服侍人 林小璐一脸傲娇 随后又对吴够开口道 吴够你回头 在佛门魂不下去了 也来大堂吧 让阿宁给你盖个庙 然后你就 天天在庙里做着念经 到时候让大堂的百姓 都来拜你 一天拜个几十次 让你直接立地成佛 扑痴 哈哈哈哈 车厢内的几人 顿时都笑出了声 吴够也羞愤地看着林小璐 使劲憋着笑意 今天一整天 他们就在这么愉悦地 闲聊气氛中度过 一直到下午有时 马车才渐渐抵达都城 这会儿太阳已经落山 天空也黑了下来 马车抵达了都城皇宫 江宁立刻怀揣着 激动的心情 踢着黑色的狭长布包 从马车上跳下 而林小璐等人 也跟着一同下了车 此刻 雄伟壮观 富丽堂皇的皇宫门口 非常热闹 无数位队家道相迎 而江宁的叔叔 一位相貌与江宁有几分相似的 中年男子 正披着威严的黑色长袍 满脸泪痕地站在城门口迎接 江宁在看到中年男子的一瞬间 也彻底控制不住 晶莹的泪水 只在眼眶里打转 父母接王三个月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熟悉的亲人 皇宫大门口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 和无垢上官十六等人 站在一起 看着中年男子和江宁说话 期间这个 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 中年男子 大骂了好几次江宁的弟弟 也就是那个 名叫江远安的大唐叛徒 或许是大唐皇室 所剩无几吧 俩人见面后 足足聊了小半个时辰 才想起 林小璐三人还站着 几位就是宁儿的朋友吧 这一路 真是非常感谢几位照顾宁儿 眼睛哭得红肿的中年男子 有些抱歉地 对几人表达了感谢 神情诚恳道 本王已经准备了晚宴 几位少侠 可一步享用 几位放心 等本王光复大唐 一定给几位重重的赏赐 林小璐茫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抱着帅帅鸭 看向男子身后 站着的江宁 阿宁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吗 江宁点了点头 对中年男子开口道 皇叔我也有些饿了 要不我 中年男子 笑着打断了他 不急 乾隆红英是正式 让你的朋友先吃着 一会儿你再去找他们 说完 他拍了拍江宁的肩膀 用非常小的声音道 宁儿 别怪皇叔多想 乾隆红英对咱们大唐 有多重要 你是知道的 这东西 在你手里 你又不能用 确实太危险了 可是 中年男子 拍了拍他 放心 皇叔心里有数 不会亏待了你的朋友们的 他们可都是咱们江家的恩人 说完 中年男子转身 继续对林小璐笑道 几位少侠先吃着 本王跟我这可怜的小侄女 许久没见了 自然也是要说些事的 几位理解一下 一会儿本王 就让江宁去找你们 看着面前的皇叔 江宁微微疑惑了一下 不过他想了想后 也没再说什么 毕竟乾隆红英是光复大唐 唯一的希望 皇叔小心谨慎一些 确实也可以理解 他擦了下眼泪 挤出一个笑容 朝林小璐可爱地挥了挥手 我一会儿就去找你们 林小璐文言扁了扁嘴 不开心地道了山欧 那好吧 上官十六大大咧咧没啥心思 笑嘻嘻地就跟江宁摆手 笑道 阿宁你快点来啊 我给你留饭菜 要不然一会儿都让林小璐吃光了 无垢持着念珠 手指死死捏着那颗代表菩萨 多文力的珠子 不动声色地站着 两久 他见珠子没有转动 便温柔地冲将宁点了下头 不久 几人便跟着皇宫内的亲卫队去用膳 江宁则转过目光 对面前的中年男子尊敬道 黄叔 我们进皇宫吧 好 中年男子领着少女进入皇宫 一路上 他都对自己这个小侄女不断地嘘寒问暖 并仔细问了这三个月路程的情况 当听到江宁为了抵达这里 曾数次遭逢云谷宗修士追杀时 顿时唏嘘不已 宁儿 真是苦了你了 皇兄和皇嫂 被江远安那个镊子害死 这么大的担子 就落在你一个小姑娘肩膀上 他联系地拍着江宁的肩膀安慰道 宁儿你放心 这两日 你先歇息一下 等皇叔彻底掌握乾隆红英 就杀上云谷宗 亲自诛杀那镊子 以继兄长的在天之灵 江宁文言默默地点了点头 许氏提起了父皇跟母后 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低落 不久 二人一前一后地 来到一处名为养心殿的宫殿 在宫殿门口 中年男子对守卫们摆了摆手 你们都退下吧 没有本王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来 守卫们呼了声 诺接着便一一退下 待所有人都离开 中年男子便带着江宁 进入空无一人的大殿 一直走进大殿深处 他才停下脚步 转身微笑道 宁儿 这里就完全没人了 咱们在这商量事情 皇叔才放心 江宁文言点了点头 轻轻到了生恩 中年男子又看了他手里的黑色布包一眼 继续温柔地笑道 你手里拿的就是传说中的乾隆红英来 给皇叔看看 说着 他便朝江宁伸出了手 江宁乖巧地点了下头 抬手便准备把乾隆红英交给自己 这从小就尊敬的皇叔 可当他拎着黑色布包 即将放到中年男子手中时 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动作猛地一听 皇叔 乾隆红英明跟父皇都是从小就见过的 你方才为何要说 传说中大殿中江宁迟疑地看着面前 这和蔼可亲的长辈 声音微颤地问道 一时间 殿内的气氛完全僵住 中年男子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无比僵硬 而下一刻 激紧的江宁就猛地转身往大殿外跑 中年男子则默默地看着 一直到他即将跑出去时 面无表情地抬手一张 一股强悍的吸扯力赫然发出 直接引得大殿上所有的镂空幕门全部关上 生生堵住了江宁的去路 他看着惊慌失措的江宁 细写地笑了笑 真是抱歉 本作是第一次扮演别人 没什么经验 难免会有不足之处 而且本作也没想到你一个14岁的女娃娃 会这么警觉 居然能从这么一句随意的话里发现本作的破绽 不错 不愧是大唐号称文武双全的长 我皇叔呢 两个问题颤抖着问出 中年男子却没急着回答 而是继续和蔼可亲地笑了笑 片刻后 他的身躯闪烁过一道流光 请客之间 便从一个高大威猛的中年人 变成了一个身材瘦弱 面上有致的丑陋男子 本作云古宗长老林浩晨 见过江宁公主 他看着江宁 眼神玩味 轻笑 公主莫及 你的皇叔早在两日前 就被本作剁了喂狗了 此话一出 少女顿觉晴天霹雳 整个人争着不可置信的眼眸 无力地瘫软在了地上 十四岁的精致容颜 也变得面如死灰 彻底失去了声色 看着他这副模样 自称林浩晨的男子 暴闪灯笑了笑 本作也不想对一个凡人下手 只可惜 那个杂碎 倒是个不知好歹的硬骨头 不得已 本作才送他下了黄泉 你 你 我杀了你 江宁立声嘶喊着爬起 挥舞着黑色布包 就扑向男子 男子却丝毫不动 身躯自动散发出一道灵气 直接将江宁轰退 狂 身穿长裙的江宁 重重地撞在大门上 然后再一头摔在地面 公主殿下 还是不要自诩其辱了 看着倒在地上 无力站起的江宁 他继续笑道 方才本作已经留守 要不然只这一下 就可让公主殿下香消玉云 说完 他抱着胳膊 一脸慈祥的笑劝 公主殿下 本作并不是试杀之人 只是前段时间 我云古宗派出去的刺客 禁赎未归 本作不得已才受了宗主之命 来到这凡间小国 上演了一出戏码 倒是让公主殿下取笑了 说完 他缓步走上前 居高临下看着江宁邪笑 公主殿下 其实你换个角度考虑 你完全可以活得很好 你是女儿身 乾隆红衣内的苍龙之魂 不会认你 不如想开一点 你弟弟姜远安 现在在云古宗内 就是内门弟子 地位超然 而你的父皇 母后 以及这个什么皇叔 皆以毙命 你一个女儿家 想一个人肩负起大唐 不现实 相比之下 你弟弟就是聪明人 乾隆红衣 虽说是强大无比 但终究只是武力 和长生相比 自然是不值一提 你弟弟当初 不就是为了长生 而宁愿放弃大唐 加入我云古宗 所以啊 公主殿下 现在只要你乖乖听 本作的话 自然也可以获得好处 虽然不能修炼 无法长生 但本作随便赐点你几枚丹药 让你多活个百八十年 延年一寿一下什么的 完全不是问题 她看着面前 挣扎着起身的江宁 目中闪烁过一丝银鞋 本来本作还不想来 却没曾想 公主殿下 居然是个 国色天香的小美人 你这么漂亮 又这么年轻 死了多可惜 你的亲人 已经尽数离世 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今后如何是好 倒不如 做本作的妾室 那样 你既有你弟弟给你撑腰 又有本作给你撑腰 总比这对你毫无用处的乾隆红鹰要强 对吧 最后 她看着面前目中含泪 楚楚可怜的少女 笑道 一个是延年一寿 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个是对自己毫无作用的乾隆红鹰 怎么选择 公主殿下应该心里有数吧 空旷豪华的大殿内 江宁无声地痛哭着 整个人都因为极致的悲痛 而微微抽搐 她的最后一位亲人 也死了 她真的尽力了 作为大唐的长公主 她独自肩负着 保护乾隆红鹰 光复大唐的使命 但此刻 随着最后一位亲人的离世 让她内心的坚定 彻底崩塌 而此刻 云古宗长老林浩晨 也完全没有 把身为凡人的她放在眼里 而是继续抱着胳膊 仿佛在看笑话一样的威胁道 怎么样了 公主殿下想好了吗 这应该不难选择吧 要么 本作送你下去 和你爹娘团聚 然后取走乾隆红鹰 要么 你做本长老的妾室 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享受可以延年益寿的 灵丹妙药 今后还有本长老 和你最后的亲人 你弟弟姜远安 一起来做你的靠山 道是你一个凡人 却能有两个仙人做靠山 其地位比现在趾高不低 怎么样 我的小公主想好了吗 她的神情上 带着一丝迫不及待 看着面前满脸泪痕 我见犹怜的少女兴奋道 小公主 你已经没有靠山了 你可得把握住啊 空旷的大殿内 江宁紧紧地 将乾隆红鹰抱在怀里 泪如雨下的同时 挣扎着爬起身 她看着面前的丑陋男子 一步步向自己逼近 只能无助地向后退 最后靠在了禁闭的大门上 彻底地陷入绝望 男子笑眯眯地伸出手掌 伸向面前泪如雨下的少女 而就在江宁准备 用乾隆红鹰自我了断之时 她身后禁闭的一扇扇大门 忽然咔嚓一声 同时向外面打开 谁说她没有靠山的本小姐 这不是来了吗 清脆稚嫩的话语 仿佛平地一声雷 赫然从大门外响起 原本悲痛欲绝的江宁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 也是心头一喜 眨着泛红的美目看向店外 而云古宗长老 也是一同目光泛冷地看向外面 大便之外 十二岁的上官十六 正傲娇地抱着胳膊 翘生生地站着 她养着小脑瓜 冲江宁露出了一个可爱的微笑 她边上还站着一身 静白僧衣的吴垢 吴垢拨动着手中的念珠 默默念着佛经 片刻后 她停下动作 冲江宁温柔一笑 将施主莫要伤心 小僧愿意超度 这位云古宗的施主 助她脱离苦海 看着自己的两个伙伴 少女红着眼睛 紧紧地捂着鼻子和嘴 不停地哽咽着 眼泪也止不住地 从脸颊两侧划过 但却唯独没发现 那个讨厌鬼的影子 她紧张地四下张望了一下 好在没过多久 她便看到远方 跑来一个熟悉的少年身影 那少年一边锤打着胸口 一边风风火火地 往这里跑来 身旁还跟着一只 双翅后折 小鸭掌直刀的鸭子 见到那见兮兮的少年 原本心头悲痛的江宁 顿时仿佛看到了 温暖的阳光 眼泪却更加止不住地 往下流 娘的 皇宫里的点心就是不一样 太特么好吃了 都给我吃噎住了 林小璐和帅帅鸭飞 跑到无垢与上关石榴中间 然后一脸气愤地 向他俩抱怨 大老远就听见 三观石榴白了他一眼 你自己贪吃怪谁 拉都拉不走 林小璐闻言 飞飞傻乐了一下 随后便看向宫殿内 哭成泪人的少女 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帅 但实则傻傻的笑容 阿宁你别害怕 以后我做你靠山 你替我大堂称皇 看到面前的三个小伙伴 听着少年这略嫌傻气的话语 将您打心眼里 生起了一丝暖意 他红红地眨着眼睛说不出话 身后的修饰 却是忍不住笑了笑 有点意思 他将手努力的凡人 居然也敢大言不惭说什么 做人靠山 不过本座倒是有些好奇 你们是怎么知道 小公主受难的无垢比较老实 欠这位施主请教 便想告诉他 在他显露真身之后 自己的菩萨多闻力念珠 就感应到了 然而身旁的林小璐 却已经猴急地开始托负重 一边托一边 对修士嘟闹 征服了你这样的傻叉 每次打架之前 都要磨磨叽叽说好多话 完了还刻意放慢语速恶心人 一天天地以为自己有多厉害 其实你就是一个大杀笔 他将手环和腿环卸下 然后起身蹦打几下 反正来之前 已经把皇宫里的凡人守卫 全遣散了 咱们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说完 他看向身边同样 魔拳擦掌的上官十六笑问 花蝴蝶 这个山炮欺负安宁 怎么办上官十六 露出一个小恶魔般的坏笑 砍塌 话音一落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就毫不犹豫同时冲出 二人并肩而行 速度均快出了残瘾 身后的无垢 见俩人一言不合就冲出去了 顿时一连猛 他忽然想到 自己好像没告诉林小璐 这位老师主是结丹静 林小璐是凡人 看不出修为 上官十六修为 只有宁气二层 更看不透这名修士的身前 但他却能用师父赐语的念珠感应到 眼前这个修士 是真正的结丹静 将您让开 看到 林小璐一步飞跃到半空 双手持握着大根青铜器高高厚仰 整个身体仿佛化作了一张拉承满月的进弓 看本小姐 把你烧成灰 上官十六同样飞到半空 手中出现一面小棋 一挥之下 树道活鸟展翅高飞 两人同时 攻向了宫殿门口的修士 而修士却只是冷眼看着 半想之后冷哼一声 身躯陡然化作一道狂风 顷刻间和这对少年少女冲击在了一起 将施主快避开 小心受伤 吴构看着双方在养心殿前的大院内激战 流光溢彩 刀刃飞舞 连忙抱起帅帅压 然后拉着江宁后撤 这个修士是截丹镜 小鹿施主和上官施主 恐怕不好对付 他一边拉着江宁 后退到远处的走廊内 一边转身看向场中 此刻双方激战才不过数秒 林小鹿和上官十六 就已经开始被压制 没办法 境界终究还是差太多了 即便上官十六法宝再多 林小鹿肉身再强 他们现在的年纪 也几乎不可能拿下一位截丹镜 此时 修士一步跃空 一掌之威 连破上官十六十多剑护身法宝 愣是将他打得节节败退 随后又猛然俯冲到下方 挥手间甩出一道弧形灵刀 将用大羹青铜器 格挡的林小鹿轰退 一翼第二 轻松至极 无垢见到这一幕再不迟疑 嘱咐了江宁一声小心 便直接飞奔向双方激战的位置 来到场中 一把甩下手中的接地接地 十三僧丽萨婆和念珠 虽然小僧的师父 不及上官施主的父亲那般财大气粗 也不及小鹿施主的师尊那般天下无敌 但小僧的师父 也是有其过人之处的 他对着正在激战的上官十六 和林小鹿大喊 小鹿施主 上官施主 保护一下小僧 说完 他便猛地抬起缠住念珠的手掌 狠狠往地上一拍 下一刻 代表着佛门十三利的 十三颗萨婆和念珠猛的散开 一道刺眼的金光 从长下瞬间弥漫开来 佛门十三利慈悲大菩萨广修万劫阵 因利 素世之善根利 元利 善至实之教会利 义利 如礼作义之利 愿利 求菩提之利 方便利 依法巧修之利 常利 常依法而修之利 善利 正修之善根利 定利 修止成就之利 惠利 修观成就之利 多文利 多文性正法之利 持见 忍辱 精进 禅定利 正面 正观主通明利 即成就正面 正观六通三明之利 如法调扶诸众生利 即如法调扶刚强众生之利 刺眼的金光 飞快扩散开来 而金光之中 更是出现了十三个形态各异的金色菩萨虚影 这夸张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猛了 就连原本圣圈在握的杰丹修士 不吓了一跳 正持刀利的林小璐 看着那满地的金光 听着耳边传来的阵阵佛音 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下来 手里的大根青铜器都掉在了地上 挖出一个深坑 而受了些轻伤的上官十六 见到这一幕后 连忙对着他大喊 林小璐 保护吴构 让他把菩萨请上身 林小璐听得一猛 虽然他不太清楚吴构 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操作 但他看到那个修饰的目光 已经放在了吴构身上 而那十三个金色虚影 正在和吴构结合 呃 低个娘啊 吴构你太帅了 你这是真要成佛呀 他连忙用脚尖挑起大根青铜器 单手在空中接住后 和上官十六一起挡在了吴构身前 而此刻 遍地金光之中 一身静白僧衣的吴构避着双目 缓缓送着班惹波罗密多心经 他的这个阵法 由他的念珠施展 可召唤出代表十三粒的菩萨上身 短时间内 继承他们的一丝神通 让自己拥有抗衡结单之威能 但这限制也是颇多 比如上身后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敌 所以他才专门跑到这里试展 又比如此法上身后不可杀生 否则就会造成反噬等等 而此刻 十三位菩萨的金色虚影 就在逐渐向他靠拢 然而见到这一幕的结单修士 却是丝毫不慌 直接咧开嘴冷笑 本座真是好运气 这次居然还能得到这样一件佛门法宝 他一个顺身 就要扑杀向莫诵佛经的无垢 保护无垢的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立刻准备迎接 同时怒吼着攻击 窝刀术 朝天刀势 黑金与扇 林小璐在奔跑中飞快地持刀上辽 巨大的大羹青铜器 催枯拉朽般粉碎地面 展出冲天之势 上官十六则持握着一把黑金色的精致扇子 奋力一扇 竖刀黑色箭矢同时飞出 杰丹修士微微一皱眉 他双臂一扬 汹涌澎湃的灵气化作两道弧形怒浪 直接将这二人的攻击挡住 其狂暴的威力更是一路横扫 硬生生将二人冲开 啪 上官十六一头摔进远处的一片荷花池塘内 林小璐也一样到飞出去 但他在飞出去的同时 却愣是忍着伤痛 从刀套上取出三把飞刀 挥手制出 三把飞刀根本伤不了杰丹修士 连让他停一下都做不到 而林小璐在制出这三把飞刀后 立刻在半空中来了个帅气的后翻 单膝落地 一手按住地面 一手持刀插入地面 然后一路后移 分别用膝盖 手掌 还有大根青铜器 在地面摩擦出三道又长又深的勾曲 给本座死 一声爆喝 杰丹修士一掌轰杀向无垢白镜的头颅 将林小璐 上官十六 将您全都吓了一条 无垢 小突驴 无垢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 萨伯赫 最后一句萨伯赫念完的同时 杰丹修士的弧形灵刀 刚好砍在无垢的头颅上 而无垢也睁开了赤金色的双眼 他的双目 绽放着幽远而璀璨的金芒 身后更是具现出了巨大的金色菩萨虚影 老施主 你与以往的几位施主不同 以往的几位施主 是身不由己 而老施主 则是己不由心 因此 小僧愿尽全力来度老施主 杰丹修士 他短暂地愣了片刻 随后痴笑一声 装神弄鬼 说完 他便猛地对无垢展开了攻击 而全身金色的无垢也赫然出手 其金色的灵力 更是在掌中化作一根圆锥形的器物 和杰丹修士的弧形灵刀 凶悍碰撞 滔天巨响之下 狂风大作 杰丹修士宁笑 金刚处有意思 小秃驴 你的法宝虽强 但你自身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现在的你 仍然不是本座的对手 还有本小姐呢 池塘内 浑身湿透的上关石榴 再次飞出 他手里的扇子没了 换成了一枚漂浮在掌心的珠子 而林小璐 也嗷嗷大叫着 再次冲上来 狂暴地挥舞起大根青铜器 照脸就劈 一时间 浮到魔三名少年人 手段禁尸 各种招式灵法平出 其惊人的破坏力之下 周围的凋梁化洞 亭台楼阁 纷纷受到波及 转瞬之间 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满身金光的无垢 一声怪力的林小璐 狂轰乱炸的上关 三人联手之下 竟真的压制住了杰丹修士 上关 你离远了轰他 当心点 别轰到我 吴哥 你抱住他 让我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拿他的蛋来磨刀 臭老头 看我磨你的蛋 吼吼吼吼吼 咖嘶 刺耳的磨刀声响起 啊 小畜生你放肆 杰丹修士惊叫一声 恼羞成怒 一掌打向林小璐 林小璐连忙持刀当作盾牌 被他一掌打飞出树杖 身躯将一座假山撞碎 而击飞林小璐后 杰丹修士刚准备提起裤子 吴哥就抬手 结出一顿金色莲花 对着修士的脸 就是一拍 哄 炙热的爆炸 直接在杰丹修士的脸上炸开 紧接着 杰丹修士 又被上关十六挥出的一道凌浪轰击 他的裤子还没提上 整个人光着屁股连连后退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已经受了些许轻伤的 林小璐猛地从一地碎石中爬起 顺身冲来 四米长的大羹青铜器 被他持握在半空中 挥出一道漂亮的刀花 然后瞅准修士的屁股 全力一个冲刺 噗哧 啊 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起 被偷袭的杰丹修士 一头栽倒在地上 双手捂着高高撅起的屁股 趴在地上疼得直吸气 吼吼吼吼吼吼林小璐 扛着刀尖沾血的大砍刀 开心地发出魔性的笑声 而就在他快乐地飞起的时候 眼前惨叫连连的杰丹修士 忽然抱起 手中那接一闪 掌中赫然出现一把狭长的弯刀法器 本作要你们生不如死 愤怒到极点的杰丹修士 猛地飞上高空 来到皇城上方 一把将裤子穿上 然后手中的弯刀 亮起了阵阵鸿芒 继承了菩萨灵力的无垢 和上官十六对视一眼 随后毫不犹豫一同飞起 直上云霄 林小璐不会飞 只能在下方看得干瞪眼 天空之中 杰丹修士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爆吼 手持弯刀高高扬起 然后奋力一挥 一片巨大的红色灵气便随之展出 狠狠对着下方飞来的无垢 和上官落去 而一身金色的无垢 则顶着头顶猛烈的刚风 双手凝结出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 举过头顶 狠狠迎了上去 上官十六也猛的一拍项链 一枚冰蓝色的琥珀飞出 下一刻 冰蓝色的琥珀变大 将它整个人完全包裹 天空中 毁天灭地般的红色灵气 仿佛海啸一般重重落下 和这一副一抹两个少年人 狠狠碰撞在了一起 哄 仿佛滔天巨浪般的灵气 顿时在皇城上空掀起 一路席卷肆虐 不知多少里地 无垢和上官十六 同时从空中坠下 二人皆是身受重伤 其中上官十六 无垢身上的金光 也消散成了点点余灰 稚嫩的小脸上 全无血色 不久便不省人事 废墟中的林小璐 赶忙接住他俩 待看到他俩的状态后 顿时吓了一跳 远处的江宁 也是看得心惊胆战 立刻跑过来 抱起昏迷不省的无垢 将他拖到安全地方 然后又将上官十六也拖走 哄 杰丹修士落下 尘土飞扬间 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哄 他重重地喘息了几口气 整个人泪得够呛 刚才这一道灵法 几乎耗尽了他自身所有的气力 而自己的身上 现在也伤得不轻 其中菊花和蛋 还在隐隐作痛 真没想到 眼前这三个小鬼 明明是宁气静的实力 却各个爆发出 接近杰丹的威力 难怪 难怪宗门派出去的修士 都无功而返 不少更是再也没有回来 但幸好 现在这三个小鬼 只剩下一个了 他持握着自己的灵刀法器 看着面前沉默的少年 露出了笑容 怎么看着自己同伴 被本座打成重伤 不服气少年 站在已成废墟的场地中 同样看着面前的杰丹修士 脸上挂着深深的怒意 然后 一句话没有 直接飞冲上来 回一刀就砍 枪 大根青铜器 狠狠地劈砍在 杰丹修士的弯刀法器上 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两把刀一束一横 呈十字形靠在一起 杰丹修士隔着刀刃 看着愤怒的林小璐冷笑 你这小鬼 刚才骚话那么多 还抹本座的蛋 现在怎么一言不发了来 说句话 呸 林小璐直接吐了他一脸 然后奋起一拳 狠狠打在大根青铜器的刀背上 二重暗尽 狂 强大的穿透力 通过大根青铜器 直接弹开杰丹修士手中的弯刀 随后 林小璐就拎起刀原地一跃 带着剧烈的风声 转身踢出一记凶猛至极的后白腿 李三角 猛龙摆尾 碰 本就虚弱的杰丹修士 猝不及防之下 被这一记 带着二重暗尽的后白腿 踢得一个亮枪 牙都飞出去一颗 小娃娃 你找死 一声怒吼 修士抬手爆发出竖道灵法 却尽数被林小璐 用大根青铜器挡下 少年用右手套在 大根青铜器上的铜环上 将其当作盾牌 怒吼着冲锋 挡下数道攻击后 直接用这四米长的盾牌 狠狠撞出了铁山铐 杰丹修士也毫不犹豫 抬起一掌 拍在冲来的大根青铜器上 虽然他的灵力 已经几乎枯竭 下体还时不时传来阵阵剧痛 但却依旧可以 凭借一身的精纯修为 将林小璐打退 随后抬起手中弯刀就砍 场中 二人彻底展开一对一的厮杀 修仙灵力四处弥漫 将周围 本就已经破烂不堪的场地 轰得不断震战 而林小璐 却愣是凭借自己的强悍体魄 和一身的神舟武术 与其打得有来有回 他也看出来了 这个杰丹修士的弯刀 根本就是用来施展灵法的 在御用上面一点不精妙 只会一些简单的灰刀 此刻林小璐就连劈带砍的 与其厮杀 八级拳 太级拳 李三角 窝刀术 拳法腿法刀法 尽数施展 一时间 居然也让杰丹修士 感受到了压力 哼 杰丹修士怒吼着灰刀 林立化作弧形琳琅飞斩 林小璐就地一个纵叉 由着弧形琳琅 从自己头顶飞过 轰碎远处地玩时 随后绕到他身后 在他转身的瞬间 单手称帝 整个人倒立起来 急转二周 刀斩脚踢 大根青铜器 在修士的腿上 斩出两道声响 随后林小璐一个后跃起身 持刀后刺 一刀 捅在杰丹修士的小腹上 窝刀术 斩崗错遇刀 杰丹修士后退了两步 笑呵呵地点点头 你的刀法还挺厉害 只可惜 你根本伤不了本作 少年眉头一皱 刚想骂他两句开心一下 杰丹修士再次挥刀 劈出一道弧形琳刀 看着那呼啸而来的琳刀 少年全身绷紧 一个快到极致的左侧步 一到左边 然后就地一蹲 姿态压低到了极点 硕大的大根青铜器 也被他高高持握在身后 哼 林立落在他方才站的位置后方 将养心殿前的石阶 轰碎出一个大洞 而与此同时 姿态无限放低的 林小璐猛的一蹬地 整个人如同脱龙而出的猎豹 以一个快到惊人的速度 飞升上前 持刀横辉 接转刀斜斩 窝刀术 俯虎绝刀士 枪 俯虎绝刀士 是一种先躲闪 然后再发动全力施斩 拔刀斩的刀法 讲究一击必杀 相比于专门用来 以一敌多的斩岗错遇刀 他的威力 无疑要更大 也因此 林小璐在挥刀的同时 卯足了劲 登地的劲 挥刀的劲 再加上大羹青铜器 本身的重量 终于让面前 本就身受重伤的 杰丹修士 皱了皱眉 他捂着被砍到的胸口 感受着那有些剧烈的阵痛 目光彻底阴沉了下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慢悠悠的话语一落 杰丹修士就猛地飞起 再次冲上云霄 他要以绝对姿态 虐杀这个三番两次 让自己颜面尽失的少年 此刻 杰丹修士直接飞到空中 随后便开始掐绝 然后挥洒出一道 又一道满含威力的弧形灵刀 对着下方的林小璐 狂轰乱炸 你不是牛逼吗 这下看你怎么见 场中少年看着头顶上 仿佛倾盆大雨般落下的灵刀 连忙抬手大羹青铜器 护住全身 轰轰轰轰轰 密集的灵刀 纷纷倾泻在巨大的大羹青铜器上 将林小璐轰杂地不断下沉 小娃娃 你今天死定了 杰丹修士 一边不断挥洒体内所剩不多的灵气 一边肆意大笑 你以为你肉身强悍一点 就可以比肩修仙者了 可笑至极 轰轰轰轰轰轰 林小璐躲在大羹青铜器下 抱着脑袋 死死用大羹青铜器护住全身 整个人都被震荡地不断颤抖 远处的江宁和帅帅鸭 也都看得心惊肉跳 从他们的视觉里看 养心殿前的整个花园 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深坑 满目疮痍 而林小璐 更是被密集如雨的灵刀 死死压在了深坑最底下 天空之中 修士疯狂释放着灵刀 一波接一波毫不停歇 将整座皇城都轰炸得不断震战 周围不少宫殿 更是被直接震塌 仿佛要用灵刀 将林小璐彻底掩埋一般 江宁看得泪流满面 手掌死死持握着黑色布包 他犹豫着 要不要将乾隆红鹰和口诀给云古宗 不管是小鹿 无垢 还是上官 帅帅鸭 他都不希望他们出事 高空之中 杰丹修士痛快的 一顿狂轰乱炸 同时居高临下的大声叫嚣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挺能说的吗 说话啊 说话 你特么说话啊 轰轰轰轰轰 伴随着他的怒吼 最后一波轰炸终于结束 体内灵力几乎完全枯竭的杰丹修士 也看着下方被浓浓尘埃所遮挡住的巨大声坑 重重喘了口气 江宁和帅帅鸭 也是有些绝望地看着面前厚厚的烟雾 帅帅鸭很伤心 他觉得自己都换得大腿爆了 嗯 花蝴蝶就不错 又有钱 老蝶还厉害 虽说比不上李明如吧 但也不错了 此刻 杰丹修士傲力在空中 看着下方的尘埃渐渐消散 嘴唇也忍不住翘了起来 而当他自信的嘴唇翘到一半时 他愣住了 下方的深坑内 浑身是伤 陷进泥土里的林小璐 拖着大根青铜器 从泥土里爬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满身伤痕 其中左边的小腿上 还透着点点星红 但 他没死 江宁看到这一幕顿时惊喜万分 而帅帅鸭也是惊讶地争大鸭目 嗯 自己怎么可能换大哥呢 自己是一只忠诚的帅鸭子 坑内 少年亮亮呛呛地站起身 吐了口唾沫 持着刀 扬起脑袋 看向天上仿佛见了鬼式的杰丹修士 嘲讽道 你特娘的 就这点本事 杰丹修士不敢置信地看着林小璐 他知道自己刚才持续那么久的轰炸 有多大威力 这个小娃娃 居然还没死 而他正惊讶着 下方的林小璐 却忽然猛地一甩手中巨刃 四米长的大根青铜器 顿时化作一把巨大的飞刀 被其制出 好似一根青铜铁柱 直冲云霄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青铜巨刃 灵气几乎耗尽的杰丹修士 不敢拖大 奋力一掌将其拍下 随后他自己也终于坚持不住 从高空中落下 他伤得也不轻 而且耗费灵力太多 此刻已经隐约有了脱力感 天空中 大根青铜器旋转着坠落 而刚落到一半时 就被飞跃而起的林小璐一把接住 接住刀刃后 他一手持刀 由上至下的一挥 在刀身挥下的一瞬间 脚尖猛地一踩刀尖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在空中踏了一步似的 瞬间改变方向 以一个极其怪异的弹飞出去 凶狠扑向同样坠落的杰丹修士 挥一刀就砍 我刀树 急行踏烟斩 正在坠落的杰丹修士 一脸猛逼 他根本不知道 林小璐明明没有灵力 是怎么做到 在空中二次转向的 而此刻的他 确实也已经手段全无 看着这扑面而来的大根青铜器 连忙调动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 再次释放出一道弧形灵刀 人在空中几乎是无法借力的 此刻林小璐 已经凭借强悍的身体素质和技巧 借了一次刀力 根本没有办法再进行躲避 只能瞬间崩 紧全身弃血 用横列硬气功来硬扛这一下 最终 双方在空中坠落的同时碰撞 林小璐呐喊着 一刀砍在修士的头顶上 而修士的弧形灵刀 也结结实实地轰击在少年胸口 哄 双方同时遭受重创 在半空中分散开来 随后二人同时落入深坑 林小璐落进深坑后 单膝一跪 用大羹青铜器插入地面 稳住摇摇欲坠的身躯 接着 她的脸色微变 胸膛也微微起伏了两下 然后啊 得一声 吐出一片烟红 而相比于她的受伤程度 杰丹修士 虽然也被大羹青铜器的重量 震得脑瓜嗡嗡作响 但却勉强 还能站起身 至此 高下立判 同一时间 俄眉主峰 青鸾殿 正在一边包香蕉 一边闭关的叶青鸾 忽然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美目微动 她瞅了瞅四周 随后念头一动 下一秒 身影就出现在一间 满是蜡烛的房间内 嘿嘿 让本掌门瞅瞅 是哪个小仔种 遇到危险了 叶青鸾嘴巴里含着香蕉 鼓着脸颊 走过一只又一只 燃烧的红蜡烛 不久 她便停在了一只 不断闪烁晃动 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蜡烛前 林小璐看着蜡烛下刻着的名字 叶青鸾的脑海里 顿时出现一个不断坏笑的男孩 居然是你这臭小鬼 才下山多久 你就要死了 真会玩 你老大和妹妹还没出关呢 她嘟囔了一声 一口吃掉香蕉 丢掉香蕉皮 然后从那戒里 又拿出一只 一边包一边哼道 行吧行吧 你老大不在 那本掌门 只好自己跑一趟了 小璐 安妮你先别下来 我歇一下就好 林小璐忍着剧痛大喊一声 阻止了想要跳下深坑的江宁 此刻的她 单膝跪在地上 剧烈地喘息着 她发现自己的身体 已经开始渐渐麻木 知觉都在渐渐消失 她估摸着 这应该是要腾好几天的节奏了 爱难吧 林小璐郁闷地不行 即便心里再不服气 此刻她也不得不承认 劫单静 真的不好对付 无垢的法宝 花蝴蝶的法宝 再加上拼尽全力的自己 这都没能将她诛杀 现在反而要被团灭 不过 自己伤得这么重 老大也该来了吧 嗯 老大估计还在闭关 那掌门姐姐 也该来了吧 掌门姐姐 你快来吧 把这个臭老头的脑袋 拧下来给我当球踢啊 少年无奈地在心中哀嚎着 而她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心里哀嚎的时候 深坑之外 原本正为自己焦急的帅帅鸭 忽然好像发现了什么 鸭翅一盏 躲进一堆碎石后面 用翅膀抱着脑瓜直哆嗦 她抱着自己的脑瓜 一边哆嗦 一边对不远处心急如焚的江宁小声叫道 阿宁 你别担心啊 叶青鸭来了 原本急的直哭的江宁一愣 疑惑地 看向惊恐的帅帅鸭 刚要问叶青鸭是谁 帅帅鸭却用翅膀对她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你小点声 叶青鸭就是 哎呀反正 你别担心啊 小路今天肯定不会有事 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哈 不然叶青鸭看到我 一定会把我考了的 说完 帅帅鸭就趴在地上 掘着鸭屁股 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 一副生怕被人发现的模样 此时 巨大的深坑中 有些游进灯窟的杰丹修士 持着自己的弯刀 对眼前十几米处的少年轻笑 小兄弟 你确实给了 本作太多的惊喜 居然能以凡人肉身硬扛本作的灵刀爵 确实强悍 但很可惜 你遇到了本作 身躯已经麻木 动不了的林小路 单膝跪在地上 垂着脑袋不说话 他懒得搭理眼前这个人 他在思考 为什么掌门姐姐还不来 迷路了 那自己今天不真要玩犊子了 远处 杰丹修士 一边看着自己手里的弯刀 一边对他继续笑道 本作也没想到 今天居然会伤成这样 体内的灵气也几乎耗尽 但好在本作的这把凤竹灵刀 依旧可以 替本作施展远程攻击 本作已经知道你的不俗 可不会离近了杀你 林小路 他心思动了动 努力地控制麻木的手掌 轻轻握了我 掌门姐姐一直不来 那自己也真没办法了 要不 死马当活马医 再试一次 他这样想着 然后默默闭上了眼睛 记得册子最后一页 所描写过的一种状态 好像还挺接近 自己现在的状态的 全身都在渐渐失去知觉的状态 杰丹修士 剑林小路 依旧单膝跪着 垂着头不看自己 便以为他彻底认命 放弃了挣扎 哼 连抬头看向本座的力气都没有了吗 终究只是凡胎 说完 他便不屑地冷笑一声 随后猛地抬起弯刀 用尽最后一丝灵力 对着单膝跪地的少年 奋力一展 再见了小娃娃 灵刀爵 秀 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红色的弧形灵刀 瞬间斩出 带着尖锐的飓风 笔直飞向少年的头颅 远处 见到这一幕的江宁 瞬间瞪大泛红的美目 在他的身旁 同样重伤的无垢和上关石榴 也是刚刚苏醒 二人 见到这一幕后 皆是吓了一跳 而就在弧形灵刀 距离少年只有数寸 仿佛下一刻 就要将其身手分离之时 低着头 闭着双目的少年 忽然身子一松 随后瞬间绷进 一把握住身旁的大根青铜器 低着头 闭着双目 以单膝跪地之姿 猛然挥刀 彻底施展出 只存在于武学理论中的刀数 扑吃 灵小路睁开了眼 手中的刀依旧保持着灰刀的姿势 而他的面前 是刚刚被斩散的刀浪 刀浪之后 则是喉咙被切开的杰丹修士 嗨嗨嗨嗨嗨 杰丹修士捂着不断喷洒血浆的喉咙 不敢置信地看着少年 你 嗨嗨 你 你这是 什么 灵法 少年缓慢地抬起头 看着他轻道 这不是什么灵法 这是功夫 七家先辈所创 辐射刀空 杰丹修士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由于喉咙漏风再难发出声响 最后他抽搐了几下 捂着喉咙 双膝一跪 然后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没有人发现 深坑之外 一个正在吃香蕉的倩颖 见到这一幕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小家伙不错 几个月不见 都能勉强杀杰丹了 倒是有些臭师弟当年的风范 自言自语完 倩颖看向了场中几个少年人 微微诧影了一下 无心的徒弟 上官家的小丫头黄成 如意店 温暖宜人的暖阁内 三个包扎成白粽子的少年 正分别躺在各自的精致软椅上 相互之间说着话 林小璐 你最后那一刀 是怎么隔空 把那个大傻子砍死的别问 问 就是我天生神力 哼 吹牛 都怪你 上次打架 把我的药箱打烂了 到此刻 包裹成白粽子 躺在软椅上的林小璐 听到这话 瞬间就不乐意了 撇着嘴哼道 那能怪我吗 我又不知道那里面是药箱 再说 那时候 咱俩还不熟 不熟怎么了 不熟你就对我一个女孩子动手 真不害臊 二人吵完 便同时 对一旁全身上下 只有嘴能动 然后就用嘴没送经文的小和尚开口 吴够 你来评评理 吴够正念经念的开心 忽然被林小璐和上官十六一喊 直接愣了一下 随后他看看林小璐 又看看上官十六 温柔地道了句 阿弥陀佛 俩人见吴够谁也不帮 顿时气地哼了一下 继续互相瞪着对方 谁也不负谁 而林小璐瞪着瞪着 就小脸 严肃地对上官十六嘀咕 快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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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拉西上官十六 要不是 他俩现在都包扎着动不了 不然非得打一架不可 过了片刻 贪着的林小璐 见自己的祷告没有用 忽然眼珠一转 费劲巴巴地扭过头 对一旁握在毛毯上的帅帅鸭指挥道 帅帅鸭 去花蝴蝶面前拉驼使 上官十六 俩人继续吵架 毛毯上的帅帅鸭 哆嗦着不敢动 一直在用鸭翅捂住脑袋 只因他能感受到 叶青鸭还没走 虽然叶青鸭压制了气息 连无垢的念珠都察觉不出来 但他却可以感觉到 毕竟他小时候 经常被叶青鸭甩着玩 房间内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不停地相互对骂 而没过多久 江宁就从门外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样了江宁身边 跟着几位侍女 侍女们接端着精致的点心和食物 一位侍女细心地给林小璐喂饭 林小璐就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回应道 阿宁我的伤 很快就能恢复 对啊对啊 这种伤对本小姐来说 那都不叫是 很快就能好 江宁文言点了下头 坐在三个大白粽子面前轻笑 等你们伤好了 就在这里住一阵子吧 我随时可以派人给你们准备马车 送你们离开 三人 场中三人全都看向了江宁 林小璐更是一脸疑惑 阿宁你不跟我们走吗 江宁清笑着摇摇头 本来我就只打算到这儿的 可惜叔叔被害 我们将是只剩下我跟我那个弟弟 乾隆红英 现在只有我弟弟一个人能用 不过我不会告诉他口诀 所以 你是要留在这里上官十六皱眉道 那个什么云古宗 肯定还会派人来吧 毕竟都死了一个结单的长老了 江宁面容苦涩的一笑 没说话 几人见到他的笑容后 也是有点恍惚 房间内 一时间陷入了安静 过了一会儿 上官十六忽然秀眉一束 看向某个正在狂吃点心的家伙 你和吴够是要去无心寺 把林小璐嘴巴塞得很满 鼓着脸点头 我要去学一晶晶核心一把 上官文言 直接对江宁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你先别慌 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一块 去无心寺 找无心禅师 无心禅师 虽只是结单修为 但他老人家佛法高深 应该也是有办法对付云古宗的 吴够也温柔地开口劝道 江施主 继续留在这里 想必会有危险 云古宗后面 如果再派人来 只要你不在 他们应该不会 对这里的凡人怎么样 毕竟 如若他们真实恶不赦 欺压一整个国家的凡人 势必会被天下正道宗门感应到 最后被围攻灭门 小僧可以保证 江施主只要见到小僧的师父 云古宗就绝对欺不了江施主 江宁文言 微微愣了一下 冲吴够感激的一笑 却依旧没在吱声 林小璐见他还是一脸犹豫 阿宁怎么还一副便秘的表情 阿宁你怎么了 还有啥好担心的呀 问完 林小璐见江宁没什么反应 微微思考了一下 随后心头一正 阿宁莫不是 有轻声的想法 他看着面前眼眶微红的少女 大概猜出了他的心思 江施一族 现在只剩下他和他那个叛徒弟弟 而阿宁是姑娘 乾隆红音用不了 所以实质上来讲 大唐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毕竟不可能真把这乾隆红音和口诀 交给那个杀凶师父的江远安吧 因此 即便今后带江宁到了无心寺 无够的师父无心禅师 愿意帮助江宁 甚至自己把老大召唤出来 直接灭了云古宗 但大唐还是大唐嘛 一个用不了乾隆红音的凡间国家 其最终的下场 不还是跟别的国家一样 依附于某个修仙宗门 虽说这也不完全算是坏事吧 但跟当初可以和修仙宗门 平起平坐的大唐相比 那确实是天差地别 爱南半 几个少年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气氛也变得异常压抑 而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跑来一位侍女 长公主殿下 城外有位姑娘 托小人将这封信 交给林小璐道长 侍女突然的话 让沉默许久地将您愣了一下 林小璐也好奇看得过去 自己东瓜村一霸的名号 都已经传到这里了吗 将您接过信封 压住心中好奇 递给林小璐 无够 上官十六 帅帅压也好奇地看着 他们都很疑惑 是谁会给林小璐写信 我胳膊抬不起来 阿宁你念给我听 林小璐躺在软椅上 非常信赖地对江宁说道 江宁闻言 林嘴笑了一下 心头稍微开心了些 打开信封 拿在手中念了起来 小璐无职 无感应到了你的危险 已来过这座诸侯小国 并亲眼见证 你击杀那名结丹修士 无心甚畏 此番下山 无准备好好耍几天 此刻已经离开 林行前特 交代你几句 一 无心之徒可凉交 二 上官生跟你师尊二人 狼狈围奸几十载 偷鸡摸狗 骚视作镜 皆为我被修饰之大山炮 现你若要与上官家的 小丫头相交 无不阻拦 但切记 勿让其他正道宗门知晓 毕竟此女身份特殊 恐有祸患 三 转告大唐丫头 乾隆红阴龙浑在 谁说女子不如男 额眉 叶青鸾 书信念完 几个少年人 全都陷入了安静 帅帅鸭 眨拔了两下鸭目 也没坑气 良久 林小鹿躺在软椅上 猛猛地呢喃 原来掌门姐姐 已经来过了呀 嗯 估计是为了激发小鹿施主 挥出那一刀 所以没急着出手 无够说道 乾隆红阴龙浑在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上官十六 好奇看向几个小伙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无够想了想 十一道 应该是说将施主 并不一定就用不了 乾隆红阴 第二日 中午时分 太和殿 传扇开锅见喜 精纯满意大和大开 师不同源 掀上四干四鲜 六点心三甜碗 再上 清蒸八宝珠 姜米酿鸭子菊花锅子 石井套肠二龙细珠 凤凰斩翅虎皮兔肉 芙蓉路尾松鹤炎年 喜鹊登之密丝山药 唐流马蹄 吉祥如意 日月生辉 林小鹿看着一旁 被称为太监的大叔 跟唱戏式的传报菜名 只觉得有趣 好奇问道 大叔 你为何牵着嗓音说话 太监笑了笑 恭敬应道 回林道长 小人身残至尖 故这般讲话 哦 林小鹿茫然地点点头 他虽然不太懂 身残至尖 跟尖着嗓音说话 有何关系 不过这不妨碍他点头 然后继续让一旁的侍女 为自己吃饭 这会儿 大家都在用膳 他旁边的帅帅鸭 则是对着面前的侍女 怒目而视 气得小翅膀直扇 把这什么姜米酿鸭子 给本鸭撤了 换指烤鸡来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对面的无垢 也正吃着素斋 上官十六 则是在吃蜜糖甘果 主位上 江宁看着面前的 一道道精致菜肴 眉头紧锁 郁闷道 我昨晚试过了 我对着乾隆红鹰念口诀 乾隆红鹰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别急啊 上官十六嘴巴里 塞满了蜜枣 含糊不清道 等我们伤好了 先一起去无心寺 江宁你路上再慢慢试 着急急不来的 对啊 这种事情不能急的 林小璐抱着八宝珠 一边啃 一边颇有惊艳地说道 我有个小弟叫东方诞 他经常便秘 每次也是很着急 但一点用都没有 最后就不去管他 让他顺气自然 结果过了没几天 那玩意儿 就自己出来了 一惹 林小璐你真恶心 上官十六 一脸嫌弃 江宁倒是笑了笑 没说什么 有些无奈地硬下 也只能先这样了 我已经下了告示 等我们走后 此国就由朝中 一位老宰相执政 如果云古宗的人过来 直接投降称臣 不反抗 那位宰相品信 可好上官十六 边吃边问 品信自然是极好的 兢兢业业许多年了 是位鞠躬尽瘁的好官 我小时候还抱过我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那确实没啥问题 未经之际 暂且也只能如此 毕竟小璐的掌门 很明显已经离去 总不能真让江宁 留在这里等死 无够 从这儿到无心寺 还要走多久林小璐 一边吃侍女 地位的虎皮兔肉 一边随意问道 如果是马车的话 还要走大概半年 无够回应 这么久啊 你们寺庙可真远 林小璐郁闷地嘀咕了一句 不过也没再多想 毕竟自己本身 就是下山巡舞的 全当游山玩水了 大事商定下来 几人便接着 在太和殿内边吃边聊 时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之后的几天 林小璐等人 就在这舒舒服服地住下 每日好吃好喝地养着 吃了睡 睡了吃 聊聊几天时间 就把林小璐养得胖了一圈 好在到第五天 他伤势恢复一些之后 就立刻跑出去 肇死了练舞 才终于在出发之前受回来 至此 在第十二四天的上午 一行人彻底恢复伤势 换了一辆皇室专用的豪华马车 驾着三匹高头大马 离开诸侯国 继续出发 几日后 某个凡间国度 夜晚时分 天气转凉了 我要去成衣铺 买两件厚实鞋的衣服 一家客栈内 将您对刚下马车 正在一起吃饭的同伴们笑问 你们要陪我一起去吗 我我我 上官十六主动抬手示意 他闲不住 最喜欢出去玩 我们出发的时候 你咋没从皇宫里 带林小璐啃着鸡腿 含糊不清地问道 我忘了呀 而且我也没想到 到了北方 以后会忽然变冷 将您略显抱歉地 对林小璐笑道 无垢和上官都是羞耻 你也皮糙弱后不怕冷 可是我不行呀 说完 他便看着面前 大快朵頤的少年 笑问 小璐你要陪我去逛逛吗 我不爱陪你们去逛街 我要去再练练辐射刀 天天练练练 有啥好练的 上官十六抬着小下巴 没好气地吐槽 我爹也天天让我修炼 我从来不听 天天在家里玩 人各有志 不练功 我就带无垢去逛窑子 说完 林小璐就看像专注吃馒头的无垢 无垢 是时候拿出真本事了 晚上咱俩去逛窑子 你就跟上次一样 把菩萨请上身 把全身都变成耀眼的金色 狠狠地渡他们 让他们见识一下 你的金色大呜呜成佛法三字 还未说完 江宁就忍不住一把捂住林小璐的嘴 气呼呼地羞愤道 你这家伙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你 羞不羞 一旁的上官十六 也是听得有些面红耳赤 虽然他知道 林小璐应该不是那意思 但还是忍不住想玩 他的脑海里 甚至都有画面了 边上的帅帅鸭 看着江宁 把自己老大伍的直叫 然后上官十六 还在一旁大声指责 忍不住摇头叹息 啊 这就是女人 一个总是会把男人想得 不堪入目的群体 挨吃碗碗饭 四个人最终 还是一块和江宁 上了热闹繁华的街道 为了扫平林小璐心中的不乐意 江宁特地给他买了一个 大大的唐人 以此来堵住他的嘴 这会儿 在一家琳琅满目的成衣铺内 江宁挑了一件 微厚的红色大厂 美答答地在伙伴们面前 转了一圈 然后小脸红红地问 好看吗 还行 挺不错 真特么好看 扑吃 江宁鸣嘴一笑 转身问店家多少钱 然后麻溜地付了银两 买完衣服 放进上官十六的首饰内 几人继续在热闹的街道上闲逛 逛了没多久 无聊的林小璐 就被街边卖艺的手艺人吸引 和许多围观群众站在一起 看得聚精会神 场中 正有一个脸上 画着红色油彩的男人 表演喷火之术 他拿着一根小火把 将松香含在口中 对着火把一吹 得一声 火焰席卷翻腾 好 周围围观的人们纷纷叫好 给表演师傅 打赏着兜里的林钱 林小璐也兴奋地小脸通红 毫不犹豫 甩出一枚金钉 然后直呼好本事 小璐 我们去看看棉絮 你在这里等我们 不要乱跑 知道了知道了 好 大叔好本事 再来一个 围观的人群熙熙攘攘 又是夜晚 大家都是人贴着人 一片片的惊呼声 更是络绎不绝 没有人注意 有一个身穿黑色衣服 个头矮小的身影 在林小璐丢出第二枚金钉的时候 默默靠近了他 场中 表演喷火的手艺人 石握火把 来了个帅气的后空翻 在后空翻的同时 再次喷出熊熊烈火 又一次赢得满堂喝彩 而矮小的身影 也在林小璐激动较好的瞬间 抬手伸向了他的腰 闹是街区之外 一条黑色的小巷子内 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色身影 转瞬涌入 一边跑 黑色身影 一边看着手上的钱袋和流苏 欢喜不已 掂量了一下钱袋 感觉沉甸甸的 里面估计全是精定 这可真是发了一笔横财 随后 他又看向手中蓝色精致的锦囊流苏 心头有些疑惑 一个少年 居然带这么精致的流苏这种东西 还是应该让自己这样美美的女孩子带吧 穿过漆黑的小巷 越过肮脏臭乱的污水沟 一身黑衣的女孩 来到一处破旧不堪的瓦房前 然后在木门上 敲出有半节奏的声响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木门开启 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出现 她的身后 还站着四五个浑身脏乱 破衣烂衫的小孩 年纪均在六七岁左右 童儿姐姐 你回来了 几个小孩看到少女结实一喜 眨巴着明亮的大眼睛喊道 哈哈 少女捏了捏女孩的脸 然后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 迫不及待地笑道 姐姐今天逮到一条大鱼 我们可以大吃一顿 回头再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然后给大家换几身新衣裳 哇 孩童们纷纷露出惊喜的目光 喜悦地看着面前带有婴儿肥的少女 而就在少女准备抱起小女孩进屋时 身后的黑暗中 却冷不丁 响起一个清澈的少年声音 原来你偷钱 是为了这些小孩子吗 声音非常突然 少女顿时吓了一跳 二话不说 脚下挪出一个侧步 右脚高高抬起 然后撤到一半时转身 抬起的右脚边正 一脚蹬在林小璐脸上 十二路弹腿 转睛瞪朝天 想不到你还会功夫 少年的脸贴着女孩的鞋底 有些惊讶地说道 女孩见她纹丝不动赫然一惊 猛地挥手把钱袋和刘苏 丢入身后的孩子们手中 跑 喊完话 少女立刻身姿一转 拧腰翻胯 一记凶狠的横踢 带着呼啸而来的风声 狠狠踢在林小璐的脖子上 十二路弹腿 出马一条鞭 漆黑的巷子里 林小璐傻兮兮地站着 一身黑衣 婴儿肥的少女 一只脚踢在她的脖子上 身躯微微侧倒 一只脚撑地 二人皆保持着这个姿势不动 我不是来 跟你要金子的 林小璐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些金子可以给你 刘苏能不能还给我 那个刘苏对我很重要 少女疑惑地看了她几眼 随后惊讶道 你会横练金钟 找林小璐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喂 林小璐有些生气 脸颊也跟着鼓起 金子可以给你 刘苏不行把刘苏还我 还有 你的脚能从我脖子上下来了吗 你要放到什么时候 女孩文言脸色一红 但她依旧没有收腿 而是有些不相信的问 这么多金子 你就这么给我了 你真舍得 你不是想要偷偷去报关吧 和林小璐被逗乐了 不懈地开口道 那个钱袋里 只有三钉金子而已 这么点钱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说完 林小璐就被起小手 用一副世外高人的语气 对面前的少女哼道 年轻人 有钱人的世界 你不懂 少女 她撅了下嘴 收回自己的腿 然后对身后的女孩招呼 楠楠 把刘苏给她 被称为楠楠的小孩 猛猛地呕了一声 随后拿着蓝色的刘苏 走到林小璐面前 哥哥 还给你 林小璐接过刘苏 重新挂回腰间 瞅了面前的少女两眼 又看了看这一屋子的小孩 随后丢下一句 腿功不错 力道差点 发力姿势也有问题 多练练吧 接着转身离开 潇洒的一逼 黑漆漆的小巷中 看着少年渐渐远去的背影 名叫甜团的少女 陷入了沉思 林小璐回到夜市的时候 姜宁 吴够 上官石榴 还有帅帅鸭正在找她 你是不是又去嫖了 夜市之中 姜宁见到林小璐后 直接就火了 凶巴巴地瞪着她 仿佛恨不得把她的肉 都给咬下来 她质问的声音很大 引得许多行人围观 不少人更是议论纷纷 其中有位大叔 听到姜宁质问林小璐的话后 一脸不屑 自言自语地小声嘀咕 男人逛窑子 怎么能叫嫖呢 那分明就是 去寻找我们逝去的青春 此刻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反驳道 我没有去嫖 刚才有个小偷 偷了我的钱和流苏 我去取回来了 小偷对啊 那小偷功夫还不错 尤其擅长腿功 都给我踢舒服了 我看是给你弄舒服了吧 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上官石了 抬着小下巴哼道 林小璐懒得搭理这个花蝴蝶 冲江宁黑黑一笑 跳过话题问道 阿宁你的靴子买得怎么样了 孟 自己看 江宁也没再多想 伸出被棉靴包裹着的小脚 冲林小璐晃了晃 这是一双做工很精致的小棉靴 红色 看起来圆滚滚 胖乎乎得很可爱 好看吗 还行 像猪蹄 去你的 几元一边说说笑笑 一边结伴行的回客栈 林小璐在路上又买了几根炸麻花 准备晚上当夜宵吃 而就在他们即将回到客栈时 前方的人群中 忽然跑来一位脸上带着婴儿肥的可爱少女 林小璐见到少女后愣了一下 这货怎么跟上来了 她身后 上官石榴 无垢 姜宁 以及帅帅鸭等 也是有些疑惑地看着少女 你怎么来了林小璐好奇地看着少女问道 你功夫好厉害 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我想拜你为师 少女直接对林小璐开口 然后单膝下跪 就地一拜 师父在上 请寿徒儿一拜 林小璐一脸猛逼 身边的其他人也愣了半想 而片刻之后 少年顿时小手一插腰 声音极大的仰天长笑 吼吼吼吼 有人愿意拜我为师了 我出息了 吼吼吼吼吼吼 大伙儿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 周围的行人 也脸色古怪地看着林小璐 而第一次被别人拜师的林小璐 却是很开心 这对年仅13岁的她来说 很新鲜 毕竟长这么大都没有过这种情况 她大笑了好久 才勉强收起笑意 随后在少女面前 摆出一副大老姿态 一脸严肃地问道 女娃娃 你叫什么名字田童 哪里人是民国人士 今年多大14岁 可有过习武基础 我曾在铁腿门 学习过十二路弹腿 学了八年 林小璐文言 老气横秋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看自己的伙伴们 便对面前 这名叫田童儿的少女笑道 我们准备回客栈 你跟我们一块过去 为师要考虑一下 客栈内 林小璐等人 都对这个新来的姑娘 有些好奇 而且 他们还尴尬地发现 田童儿要比林小璐大一岁 通过了解 他们觉得这个田童儿 好像还挺不错 一个人照顾着七个孤儿 然后腿上功夫不俗 轻功也有所涉及 因为他的师门铁腿门 被其他江湖门拍灭门 最终流落街头 无奈之下做了飞贼 这种事情 在江湖上应该还挺多的 算不得有多稀罕 客栈大堂内 林小璐看着面前的少女 开心地笑道 想不到你还挺有眼光 不错 恭喜你 败了世界上最厉害的 无知我为师 那师傅你愿意收我了田童儿惊喜道 说完就迫不及待 准备给林小璐下跪磕头 等一下 林小璐用脚尖顶住了 他下跪的膝盖 微微一发力 就将他整个人顶起 你在这里先等为师一下 小二 给他上壶茶水 说完 林小璐就急急忙忙上了楼 一头冲进房间 独留田童儿和其他人猛逼地坐着 江宁他们也不知道 林小璐搞什么鬼 不过对于这个叫田童儿的女孩 还是挺喜欢的 虽说她的身份是贼 但了解下来 发现这个田童儿还挺讲道义 一举一动 都带着浓浓的江湖气 你们都是习武的吗 此刻 林小璐一走 田童儿便迫不及待地对几人询问 无垢跟上官不适 江宁笑了一下 对他回应道 我是习武之人 你练的什么功夫 田童儿颇感兴趣地问 军中枪术 八卦掌 还有咏春白鹤拳 那你和小璐师傅 谁厉害江宁文言 笑容变得有些尴尬 苦笑道 肯定他厉害啊 他就是站着不动 让我拿刀砍三天 我估计都不能砍破他的皮 哇 田童儿惊喜万分 小璐师傅也太厉害了 看来我这次败师败对了 客栈内 两个姑娘叽叽喳喳聊了一会儿武术 没过多久 林小璐就拿着一本小册子 风风火火地从楼上跑下来 这是维师写的八级拳秘籍 他仰了仰手里的小册子 冲田童儿傲娇道 维师看你腿上功夫不错 就先给你这个 好好练练 等你什么时候 可以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 打败二十个同龄人 你就去峨眉报我的名字 谁都会给你面子的 哇 谢谢师傅 田童儿惊喜地接过小册子 随后又有些害羞地说道 师傅 我没什么钱 交不起拜师费 小善 你师傅我贼有钱 对吧 花蝴蝶上观石楼瞪了他一眼 滚 好嘞 林小璐接着对田童儿老气横秋道 徒儿 为师还要去一个叫做无心思的地方 去寻找上城武术 估计要两年后才能回峨眉 这两年内 你就好好习武 争取把八级拳学好学金 等到了峨眉之后 为师收你为关门大弟子 吼吼吼吼吼吼 江宁等人 看着他在那开心的傻乐 也均是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而田童儿却似乎很认真 虽然他比林小璐还要大一岁 但却也非常诚恳地对林小璐拱手作一 还要给他磕头 却被他阻止 次日 一行人再次上了马车 悠哉悠哉离开了这座城池 田童儿还特意来送行 最后林小璐对他留下一句 勤练武艺 便跟着大伙 彻底离开了此番地界 咕嘟咕嘟 阿爽马车车轮滴溜溜地 转动在乡间小道中 林小璐坐在车架上 一手抱着帅帅鸭 一手拖着水囊喝水 身旁是驾驶马车的江宁 前面有个小村子 我们在那吃午饭 江宁拿着江上 看着他问 行 正好我也饿了 说完 林小璐又给帅帅鸭喂了点水 然后抬起一只手抱着脑瓜 靠在身后的马车梁上 翘着小二郎腿道 这样的生活还挺无聊的 瑶子又不让我逛 真是一点激情都没有 你才多大 就成天想着逛瑶子林小璐你说 你还想干啥江宁反问 听说 有个叫赌方的地方很好玩 我准备回头带吴够去见识见识 你敢 江宁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一天天的不干正事 就知道瞎完 这怎么能叫瞎完呢 林小璐一脸不服气 对怀里的帅帅鸭问道 帅帅鸭 男人去赌方 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没错老大 我以前天天去 一天不去 就浑身不得进 嘿嘿 那你跟我倒是很像 我以前天天杀人 每天都要杀几百人才睡得着觉 每天杀几百人 我们南疆三千魔道 都没你杀的人多 马车内的上官十六亨道 亨完又看向莫颂经文的吴够 吴够 你说这每天杀几百人的大恶人 估计佛祖都嫌弃把吴够不说话 老神再再当没听见 几人继续相互聊了一阵 马车便驶进了一处密铃 不久后 马车驶出密铃 他们便远远看见了一些炊烟生气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正好赶上这个村的村民做午饭 江宁笑呵呵地一抖江声 喊了声 驾 马车速度加快 几间乡野村屋 也渐渐浮现在众人眼前 而与此同时 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在村落中响起 把几人都听得一愣 有人在放炮仗车架上的林小璐 指着前方越来越近的村落惊讶 而江宁也看到 村落中有一户篱笆小院 院内挂满了红色的绸缎布料 到处贴满了红色的洗字 还坐满了正在喝酒吃饭的村民 炮仗声和村民们的说笑声融合在一起 到处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他们在干嘛林小璐好奇地看着 看模样应该是有村民澄清 江宁观察了一会儿回答道 蛙成亲爱 大喜事 我去给他们翻个跟头注注信 林小璐开心地大笑 马车内 上官十六也再次伸出小脑瓜 探头探脑地巴望着 一边望一边惊奇 本小姐还是第一次见到凡人成亲呢 走走走 我们去抢新娘子玩 此话一出 林小璐 江宁 帅帅鸭 二人一鸭 同时扭头看她 上官十六看着这二人一鸭 皆是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 疑惑道 怎么了吗 本小姐又不伤人 帅帅鸭 呸 林小璐 滚 上官十六不开心地哼了一下 关上帘子 然后一脸委屈地 对车厢里的无垢哭诉 小和尚 你说本小姐只是想抢新娘子晚两天 然后再还回去 他们就骂本小姐 是不是可过分 无垢张了张嘴 最后不知该说什么好 只好无奈地双手合十 上官失主 小僧是不可骂人的 不然就犯了恶口戒 与称惠戒了 上官十六 伴随着热闹的炮杖声 马车慢慢靠近 来到了村落之中 此刻 到处充满了喜气的村落里 村民们纷纷停下筷子 好奇张望向了马车 林小璐坐在车架上 也同样聚精会神看着他们 目光也尤其放在了院中 两个身穿大红色衣裳的人身上 玉将您抖了两下马绳 控制着马匹停步 林小璐却已经迫不及待跳下马车 跑到犁瓣院外 趴在栅栏上 用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这些村民 村民们也在看他 双方对视了一阵 林小璐哼了一句 你们瞅啥他一个人 和几十个村民对视 丝毫不带怂的 车内 无垢和上官石榴 也一同下了马车 院内的村民们 见到身穿藏蓝色小道袍的林小璐 以及白镜色僧衣的无垢 目光中带了一些善意 大喜的日子 来了两位出家人 这倒不算坏事 院子内 一位身穿大红色裙子的女子 好奇打量着他们 然后对最近的林小璐敬道 小师傅 你们是我们是路过的 隔着黎巴院 林小璐看着女子 以及另一位身穿红色衣服 相貌颇有些英俊的男子问道 你们是在成亲骂 女子脸色一红 笑着点了下头 男子则拱手笑道 是的小师傅 哦 那我给你们翻个跟头 注注信吧村民 村民们听了一时间 也是有些忍惧不惊 这小道事 怎这般有意思 好在江宁及时拦住了他 并上前 对新娘子说了缘由 姐姐莫怪 我们路过贵村 想逃晚饭时 没曾想遇上姐姐大喜的日子 恭喜恭喜 说着江宁便掏出了一些银两 笑道 不知我们四人一压三马 可否在贵村用上一些饭食 新娘子见江宁要给钱 连忙摆了摆手 温柔笑道 妹妹客气了 我看妹妹的队伍里 有小道长 也有佛家弟子 大喜之日 怎能拒之门外 快进来坐 新娘子 对面前这四个小弟弟小妹妹 印象还挺好 觉得他们面相都挺好看 看着就像好人 除了那位小道长 看起来有些不正经 然后其中有位花花绿绿的小妹妹 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古怪 总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以外 其他都还好 此时周围的村民也是一起起哄 热情招呼道 我们村以前经常招待路过的行人 来者皆是客 几位小兄弟都坐下吃饭 不缺这点凉 对啊 几位小娃娃快入座 喂 四妈 多添几副碗筷 林小路一行人 被村民们热情地招呼进了院子 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 他们也懂事地对新婚夫妇说了贺词 村民们则是对新娘子和新郎官打拒道 还是张家 这对小夫妻好啊 成亲荡日 福到其贺 这肯定能上得大胖小子 哈哈哈哈 村民们纷纷哄笑 把新娘子和新郎官都起哄得羞红了脸 几位小师傅 这是 我们村自家酿的米酒 很好喝的 尝一尝 新娘子将一坛米酒 递送到四人桌上 嘿嘿 谢谢大姐姐 林小路开心地接过米酒 她对辣辣的酒不感兴趣 不过米酒还是很喜欢的 少年将白色的酒水倒入碗中 尝了一口 顿时大眼睛一亮 惊讶到 好好喝 小路小路 给我也倒一点 上官十六端个空碗过来 林小路给她和江宁各自倒了一碗 然后又给帅帅压倒了一碗 几人异常 齐刷刷的眼睛一亮 好酒 这酒可以的 感觉比我爹酒叫里的辣酒好喝 上官十六一边好饮一边说道 想不到这么小的村子 还能有这么好喝的酒 对啊 而且不醉人 不辣口 小孩子也能喝 几人一边喝 一边吃着村民们递来的农家菜 感觉味道也很好 吃得很开心 无垢你真的不喝林小路小脸微红 跃跃欲试地 想吸引无垢破剑 扎巴着嘴劝道 佛祖不是说了吗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小路施主 这话是破山禅师说的 无垢一脸无奈 而且后面还有一句 世人若学我 如同静魔道 破山是谁 林小路问 一位和慧能禅师同样地位的佛教高僧 慧能又是谁林小路在问 无垢 他无奈地解释道 慧能禅师是六祖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首诗 就是慧能禅师所著 而破山禅师也是一位高僧 当年凡间有位将军 攻入破山禅师的国家 逼着他吃肉 破山禅师便说 贫僧可以吃肉 但贫僧吃了肉 将军就要答应贫僧 不伤害城内百姓 将军答应了 破山便大口大口地吃起了肉 然后留下一句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世人若学我 如同静魔道 而之后 那位将军也确实履行了诺言 丝毫没有伤害城内百姓 热闹非凡的院内 几个少年人听着吴够讲故事 虽然听得有些一知半解 但大伙依然听得津津有味 一旁的上官十六听完 更是开始对林小璐 傲娇地对吴够哼道 吴够 你别跟他说 他这种人 就是一点会根都没有 林小璐间自己背对 立刻把帅帅鸭抱在怀里 将他的鸭屁股 对准上官十六 然后凶凶的大喊 发射 帅帅鸭 上官十六 几人继续说说笑笑地继续吃饭 过了一会儿之后 林小璐忽然一边痛快地喝着米酒 一边眼巴巴地对吴够问道 吴够 我老听花蝴蝶说 你和你师父是心佛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你们拜佛法不拜如来嘛 不不不 小璐施主 所谓心佛就佛 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理念和目的的不同 饭桌上 吴够温柔地解释道 天下僧人 所修行的最终目的 几乎都是 让自己四大皆空 给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远离一切烦恼痛苦 截然成佛 而小僧和家师的修行 在目的上 就跟他们不同 家师认为 修行佛法的最终目的 不应该是让自己摆脱痛苦 让自己成佛 而是应该让他人摆脱痛苦 让他人成佛 因此 倘若众生皆可成佛 那小僧自己成不成佛 也就不重要了 此刻 几个少年人听到这从未有过的理念 纷纷吃了一惊 就连帅帅鸭都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林小璐更是完全猛逼 张着嘴巴说不出话 这就是心佛的理念 让天下众生成佛 这也太 不现实了吧 江宁 上官十六 帅帅鸭 每个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惊奇与古怪 其中上官十六 更是苦笑着解释道 我爹跟我说过 他很尊敬你师父无心禅师 更尊重无心禅师的理念 但即便是他也觉得 你师父的理念 太过惊世骇俗 而且很不现实 退一万步说 即便众生最后真成了佛 这一下子涌出数以亿计的佛 你觉得 佛能答应饭桌上 无垢面对上官十六的问题 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先微微笑了一下 随后说道 确实 我们无心寺 其实一直被天下扶到宗门 视为离经叛道之辈 而家师也曾与小僧说过 回到无心寺后 等小僧再长大一些 便会让小僧离开神州 去一趟天竺朝拜 去天竺 帅帅鸭一惊 你要去见如来法乡 无垢点了点头 其实小僧自认才书学浅 对佛法的研究 也远远不够 但家师不知为何 却对小僧很有信心 经常夸奖小僧有慧根 在佛法的理解上 有当年六祖之影 假以十日 必将超脱苦极灭道 而且 新旧佛日后 必将会有一争 顾家师想让小僧 在成年之后 去一趟天竺 去干嘛 临小鹿嘴巴里塞着酱肘子 含糊不清地问 无垢脸色一红 略显羞涩道 去天竺 与如来论法四灵小鹿 将宁 上官十六 乃至于帅帅鸭 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各个目瞪口呆 无垢的师父 这是疯了吧 让无垢与佛祖论法 饭桌上 所有人都呆滞了好半天 随后上官十六 突然一拍桌子 对无垢竖起了大拇指 想不到小和尚 你看起来那么害羞 居然这么狂野 牛逼 够狂 够嚣张 灵小鹿也是嘖嘖称其道 虽然我听不懂 不过无垢你放心去 到时候佛祖要是不肯论法论书了不认账 你就报我的名号 告诉他 是我东瓜村一霸照的 他一定会给我面子 扑吃 将您瞬间被林小鹿的话语逗乐 捂着嘴笑的花枝乱颤 来来来 啥也不说了 让我们祝无垢早日成功 林小鹿好爽地端起米酒 并招呼无垢端起茶水 干杯 爷 四枚酒碗相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桌子少年少女的气氛 顿时变得热烈 林小鹿 上官十六 江宁三人 也都开始莫名地有些期待 这无形禅师 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大师啊 太有意思了 真想快点去见见他老人家 不久 几人吃饱喝足 林小鹿还当真给村民们翻了个跟头 其身手之灵活矫健 让所有村民都大声叫好 掌声不断 而在这之后 一行人便再次启程 继续上路 下午 深时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边 少年们的马车 悠哉悠哉 来到了此地 林小鹿从车上跳下 蹲在江边 瞅着波涛汹涌的大江 以及江对岸的翠绿青山 拾依着对身后的伙伴们问 我们该怎么过江这儿 应该有船家吧 那马车和马品呢 不知道 几人有些茫然 一个个站在江边眺望 江面上 波涛汹涌 声浪震天 这么急的江水 即便真有渡江的船家 也应该载不了马车 除非是那种大船 而过了不久 他们也确实看到了船家 与他们想象的一样 船家只是一个年迈的老翁 船只也非常小 躺在江面上 犹如沧海一速 仿佛随时都能被打翻 一会儿你们上船 我背着马游过去 吴哥 你取些麻绳 给我绑马 说完 林小鹿就站在岸边 朝着划船的老者大喊 船家过来 让我们砍你两刀 啊不是 我们要渡江 他喊的声音很大 没办法 江边浪涛声大 不使劲喊人家 根本听不到 而身穿粗布麻衣 带着斗笠的老者 听到林小鹿的传唤后 动作也很利索 不多时 便滑江引船来 一到岸边 他便看着面前的几个少年人 问道 你们要过江江宁点头 刚准备询问过江价格 却听见叹息着摇了摇头 过不了了 随微山出大事了 几人一愣 什么山 老者无奈地指了指江流对岸 高耸露云的青山说到翠微山 那上面的一个仙家宗门 洛日宗 被灭了 众人 林小鹿好奇地看向上官十六 洛日宗 这也是跟峨眉和全镇一样的修仙门派吗 应该不是 本小姐都没听过 上官十六直言不会道 估计是某个三流小宗门吧 说完 江宁便向老者询问 老人家 发生什么事了 老者叹息道 就前些日子 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妖怪 袭击了洛日宗 老朽当时就在江边 亲眼看到那巨蟒 巨大无比 光身子的宽度 就有一两米 长度更是有几十米长 然后老朽看到那巨蟒用身体 游上了翠微山 在翠微山的山顶来回翻腾 流光四溅 老朽当时赶紧跑回家躲了起来 直到今日 才敢壮着胆子出来看看 您猜怎么着 这洛日宗啊 连护衫的阵法都没了 老朽上去以后 还没到山顶呢 就看到数不清的死人骨头 身上都穿着 落日宗弟子的衣裳 老朽被吓坏了 赶忙就跑了下来 劝你们啊 换条路吧 说完 老者就叹息着 准备离开 哎 老爷爷你别急着走啊 你跺我们过去 我们给你钱 林小璐拽住他的袖子道 小道长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 老朽还想多活几年啊 一旁 将您对上官十六 窃窃私语地问道 上官 那么大的蟒蛇 你和小璐有把握吗 上官十六想了想 十一道 从描述的体态上来讲 那蟒蛇 应该也就是 结单不到的修为 这个什么落日宗 估计 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宗门 估计只比那些 散修家族强一点 问题应该不大 说完 他看向死活不肯 妒忌人过疆的老者 随手丢出一定金子 老头 船卖给我们 你走吧 老者一愣 不敢置信地 摸了摸手里的金钉 然后对几个少年人 丢下一句 诸位小有保重 老朽去也 说完就丢下船只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速度 把林小璐都给看猛了 他一脸无语道 这老爷爷跑得真快 我的轻功都自残心愧 行了别耍贫嘴了 江宁对他和上官十六问道 那么厉害的妖怪 你们对付的了吗 当然能对付 林小璐丝毫不拒 背着小手傲然于江边 目光犀利道 我呀 最喜欢小动物了 帅帅呀好奇地看着林小璐 老大 你有多喜欢跟喜欢酱肘子一样喜欢 你俩行了 上官十六不耐烦地哼哼 本小姐先飞过去看看情况 如果只是小妖怪就直接弄死 你们先在岸边等一会儿吧 对 先让上官去看看情况 别冒失 上官十六抱着小胳膊 看了一圈同伴们轻笑 你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今天我们吃蛇羹 说完他脚下的绣花鞋 便微微一亮 随后整个人飘然若先 拔地而起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直接飞向江对岸的翠微山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林小璐大喊 花蝴蝶你快点啊 我等着你的蛇羹 阳光照耀之下 名为翠微山的山头上空 上官十六曼妙的身姿 穿梭在风浪之中 看着下方快速闪过的山景 轻一一声 只见山景茂密的林中 果然横七竖八 躺着许多人的尸体 血腥味极重 他身子不停 片刻后就飞过 落日宗破败的山门 到了翠微山山顶 山顶的情况更加惨烈 空气里的血腥味 又中了几分 各种残缺不堪 尸体更是躺得到处都是 挂着的 趴着的 躺着的 横七八落 各种残肢都有 宛如修罗地狱 加上山林里的那些 估摸着能有几百人 只有几百个修士 看来真是个不入流的小宗门 这也能说明 这头蛇妖算不上多强 只是灭了一个宗门 听起来比较唬人而已 而只要没有到结丹 上官十六 就有百分百的把握 靠法宝堆死 按照他的经验 妖怪吞车这么多修士的血肉 用这些人体内的灵气滋补 此刻应该正躲在某个角落里 炼化体内灵力 无法无天的他 没有慢慢寻找 而是抬手召唤法宝 直接就是 挥出一道奔腾高飞的火雀 顷刻间点燃一座殿雨 他要让那妖怪 自己出来受死 少女在满地纤细的山门内 一路飞行 飞到哪 烧到哪 很快落日宗就变得火光四起 浓烟滚滚 夜处 还不出来临死 上官十六 插着腰一声娇和 目光也落在了最大的一座大殿 落日殿 诚然 这些房屋都是修士所见 美轮美奂 绝非凡人之力可造 但他回起来 却丝毫不心疼 摸到修士的名号 绝非浪得虚名 而就在他准备 抬手烧掉眼前的落日殿时 殿门处终于出现 一道邪魅的身影 这位道友 奴家并不想与道友对敌 望道友速速离去 一名全身裹着墨绿色鳞片的 诡异女子出现 虽说是女子 但他全身却包裹着绿色的鳞片 再加上他说话时 口中抖动的分叉蛇性 以及那一双金黄色的树桶 都说明了他与人的区别 看来灭了落日宗的妖怪 就是你呀 上官十六神情玩味地说道 同时手中的火焰熊熊燃烧 将他的脸也照耀地越发动人 蛇女笑了笑 倒是让道友见笑了蛇女也不傻 从上官十六出现在落日宗的那一刻 起他就发现了 但他也看出 上官十六虽说修为不高 但身份应该不低 到目前为止 他不管是飞行还是手段 皆是以法宝使出 刚才火烧宗门的一幕也让他明白 眼前这名小姑娘的战斗力 与这三流宗门落日宗的宗主 比都不遑多让 毕竟这个小宗门的宗主 也都还没到结丹的修为 而自己 还要比这落日宗的宗主差一点 只是仗着前些日子 这个宗门有内乱 才敢来这里 用自己的毒物偷袭 眼下他吞了这么多人的灵气 最是需要时间练花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看能不能突破结丹 可没心思与眼前的法宝大佬对敌 狮山血海一般的宗门广场中 蛇女笑着抿了抿嘴 一双金黄色的树眼 也变得越发诡异 道友 还请速速离去 你虽法宝不俗 可奴家现如今吞吃了 整个落日宗的弟子 真打起来 也多半是两败俱伤的后果 你速速离去 这宗门里的一些法宝 法术秘籍 你都带走 如何上官十六气笑了 这蛇妖傻了吧 自己老爹有那么多牛逼轰轰的法宝 自己都不稀罕 会稀罕区区落日宗的破烂 他也懒得说话了 随手甩掉手中的火焰 掌中出现一把银白色的小剑 正好 我的法宝里有一堆 一次性使用的东西 拿你练练手 说完 上官十六 轻轻将小剑往天上一抛 小剑飞到空中 赫然消散成一股股电光 劈啪作响 接着电光 慢慢勾勒出十三柄电光雷剑 盘旋在上官十六身后 剑尖全都对准了面前的蛇女 奴家与道友素不相识 何必苦苦相逼 见到这一幕的蛇女 脸色阴沉 放在以前 本小姐肯定不管上官十六笑着说道 可是现在 你挡了本小姐过江的路 蛇女 一脸猛逼肩 上官十六猛地一挥小手去吧 雷鸣剑 十三柄 雷剑瞬间飞出 带着恐怖的电光呼啸而至 蛇女则猛地往后一缩 身形扭转间 赫然化作一条通体碧绿的巨蟒 巨蟒非常巨大 仅是一个舌头 就如同房屋一般 巨大的身躯 更是将四周的房屋电雨纷纷撞烂 他用半截蛇身撑在地上 前身直立而起 巨大的身躯 竟遮住了太阳 将上官十六 整个人都笼罩在了阴影之下 而上官十六施展的十三柄雷剑 也只在他后世的墨绿色鳞片上 留下浅浅的几道伤痕 死后 本来已经吃得够饱 想着放你一命 谁知你 非要来送死巨蟒口吐人言 居高临下地看着少女 上官十六不屑地吃笑出声 随后赫然起身冲向巨蟒 他知道 妖怪在没有到结丹之前 几乎很少有能施展灵法的 只能依靠强悍的 跟灵小鹿差不多 但灵小鹿至少还有强大的武学技巧傍身 现在的蛇妖有个毛 因此好对付得很 事无追 金龙斧 木灵剑 水龙碑 破颜刀 流星弹 雷弓簪 半空中 上官十六仿佛不要前世地 丢出一大堆法宝 毫无人性 把巨蟒轰得嗷嗷直叫 巨蟒的身躯本来就大 根本躲闪不了 寝客间就被如此密集的法宝 撕裂成了重伤 巨大的蛇身 处处都是皮开肉绽的虎味 鳞片与鳞片的缝隙中 还流淌出绿油油的血浆 死后 他也想反击 但疼得根本反击不了 被无数法宝直接轰塌在地 剧烈翻滚 如此巨大的身躯 在落日宗上滚动 如同秋风扫落夜一般 将一处处房屋垫鱼毁得干干净净 而上官十六 却未被伤到分毫 早在巨蟒翻腾之时 他就飞离到了上空 小雅 根本小姐斗 哼 结单静以下 谁来都不好使 除了林小洛 嘶吼 巨蟒的速度还是极快的 少女的攻击刚停下来 巨大的蛇身 便顶着硕大微额的头颅 张开那如同深渊一般的巨口 寒怒咬向空中的少女 众所周知 蛇的弹冲速度非常快 根本就来不及躲闪 但上官十六 也根本就没打算躲 他直接掏出一枚 刻画着金色小剑的原型剑符 往下一拍 看剑 剑符落下后 在空中一闪 顿时化作一柄硕大的银白色剑影 从天而降 其巨大的剑影宛如实体 威力几乎可比当初 结单修饰的弧形灵刀 对于秀卫不到结单静的巨蟒来说 这一剑绝对是毁天灭地的 此刻他惊距万分 连忙张开巨口 喷吐出蓬勃的碧绿毒云 想要腐蚀剑身 这也是他唯一算得上手段的本事 当初他就是用这一招 偷袭的落日宗宗主 此刻 毒云扩散 犹如绿色的云海般 将巨剑包围 却根本没能阻止巨剑落下 眼看躲不过去 他奔腾张嘴 露出四颗粗大如同石柱一般的蛇牙 一口咬住巨剑的剑尖 却依旧突然无攻 蛇身悍然被铺天盖地的剑身压下 而被压下的过程中 他依旧没有放弃抵抗 哪怕自己的蛇牙 已经被绞得寸寸崩碎 但他知道 如果自己真被这堪比杰丹修 是权力一击的巨剑击中 绝对是实死无生 自己一生修行艰苦 终于有了这般造化 吞撤这一千名落日宗弟子 只要再过一个月 自己必定可以炼化腹中血肉 化蛇为骄 绝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 他拼命挣扎 血肉模糊的嘴巴 已经不能用了 便拼尽权力一个翻身 长长的蛇尾带着身体 毅然决然地缠住 那巨剑的剑身 哪怕自己的鳞片血肉 被剑身两侧锋利的剑刃 撕成肉糜 也在所不惜 吼吼吼吼吼吼 冲天的巨吼声 从巨蟒口中响起 巨大的蛇躯 整个成道立状 身体从下至上一环接一环 死死缠绕住剑身 跟着大剑一起落在了山顶上 远处 翠微风下的江对岸 江宁正坐在江边烤鱼 一旁的林小璐 正望眼欲穿地看着 鱼儿烤得通体焦黄 在火光中滋滋冒油 散发着香气 而就在林小璐缠得 差点受不了时 江宁感觉地面好像晃了一下 小璐 刚才是不是震了一下不知道 我只顾盯着你手中的烤鱼了 林小璐郁闷道 怎么还没好呀 快了快了 里面还没熟呢 江宁笑道 一无垢那江宁看了看四周 忽然发现无垢不见了 他早就游到河对岸了 估计是去超度蛇妖了吧 林小璐抱着帅帅鸭说道 此刻 翠威山顶 落日宗的广场 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上关石榴立在空中 居高临下 看着深坑内 已经奄奄一息的蛇女冷笑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死 倒是有些出乎本小姐的意料 此时的蛇女不可谓不惨 她全身的绿色鳞片 已经彻底支离破碎 嘴巴里的舌头牙齿 都已经被搅成了肉酱 双手双腿 也都尽数消失 躺在堆满自己残肢碎肉的血泊深坑中 只能喘出微弱的气息 她已经无法说话了 只是有些不甘心地望着这名少女 这个修饰的法宝 也太那么多了吧 此刻 一身花裙子的上关石榴 看着下方的蛇女 手中又亮起一枚水滴状的法宝 神色娇媚的惊笑 看你这个样子 是没法说一言了 本小姐就直接给你火化了吧 上关施主 上关施主 手下留蛇呀 少女正准备将蛇女诛杀 无垢的声音忽然从远处的山林中传出 她也不会飞 此刻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 上关石榴看到她顿时一愣 无垢你来干嘛我这边不用帮忙 终于跑到地方的无垢连连喘气 一边喘 一边用宽大的僧袍擦汗 喘息了好一会儿 她才抬头看向天上的少女 上关施主 可否把这蛇妖叫给小僧处理 上关石榴一听 顿时跟看傻子一样地看着她 你还真打算跟蛇妖讲道理啊 不光是讲道理 还有超度的部分 超度一本正经道 超度有很多种的 超度鬼魂怨灵 是让他们放下仇恨 拥抱极乐 超度恶人妖魔 是斩杀他们的恶念 让善良得以解脱 而蛇妖吃人 人却也会吃蛇 自然是可以超度 那好 被她搞得有些无语的上关石榴 将脸旁的发丝 用手指牵动到耳朵后面 抱着胳膊哼道 本小姐倒要看看 你打算怎么超度这条蛇 无垢双手和时表示感谢 随后跳下深坑 来到已经血肉模糊的蛇女面前 丝毫不介意 身上净白色的僧袍 被坑中的血泥沾染 而一身洁白的她 被沾染了一些鲜红厚 反而显得有一种凄美之感 此刻 那蛇女无法说话 只能睁开眼睛看着她 看着这年轻稚嫩的小和尚 用那散发出微微光芒的手指 轻轻放在了自己的额尖眉心处 轻念 我于是时时柱出地 一闻此咒 故超第八地 我时心欢喜 故急发誓言 若我当来 看能力也安乐一切众生者 令我及时深深 牵手牵眼巨足 发誓愿意 应时身上牵手牵眼 吸接巨足 蛇女只觉脑袋深处 响起一声轰鸣 那一刻 她的意识似乎脱离了 而她的眼前 什么都变了 天地翻转 自己并没有躺在 这满是血肉的神坑中 也从未感受到受损的痛苦 回身望去 自己站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 脚下 是淡青色的湖泊 她站在湖面上 能清楚地感受到 湖水从在脚底的肌肤上流动 那棵菩提树 就那么在湖中生长 扎根在湖水里的 是她蜿蜒缠绕的棕色树根 她低下头 看着湖面自己的倒影 她知道 那是自己 看着倒影中的自己 蛇女用脚掌轻轻滑动了水面 让那个自己 被波纹打扫 为何要打散水中倒影 无垢出现在她身后问道 蛇女见她出现 冷笑 你以为变化这样一出幻景 就可以收服我你这和尚 想用我成为你修佛路上的垫脚石 简直是不自量力 我即便是死在那个女的手里 也不会如你的愿 无垢温柔地摇了摇头 施主误会了 小僧是在救施主 外面那位上官施主 还在对施主虎视眈眈 施主一意孤行 只会白白送了性命 哼哼 回应她的 依旧是吃笑 虽然我跟佛门的修始没有过接触 可也曾听闻 你们这些和尚 善用花言巧语骗人 我可不会上你的当 菩提树下 无垢并没有因为蛇妖的话语而生气 她站在湖面上 白色的僧袍 犹如明月流光 说不出的静美 良久 她再次开口 施主方才 打散了自己的倒影 这才过去片刻 倒影就恢复了 这倒影 小僧称为本我无论如何折腾她 她终将恢复成本来的模样 施主也是一样 只要没有死去 你还是可以恢复修为的 当然 施主性子刚烈 不愿委屈自己小僧也可以理解 所以施主不妨 做一场交易 我听到这奇怪的话语 蛇女终于认真看了她几眼 你这和尚倒是有趣 居然还跟我一个妖怪做交易 也不怕佛祖怪罪 你说说看 你要与我交易什么菩提树下 无垢微微一笑 盘腿坐在湖面上说道 施主现在受了重伤 道远也伤了根基 即便是能活下来 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光 才能恢复修为 小僧可以在上官施主面前 将施主保下来 未来的时光里 施主就随小僧吃斋念佛 对外 小僧就说 施主是小僧的弟子 如何呵呵呵呵 蛇女听到这话 直接就笑了出来 随后眼眸中露出一丝阴望 我当你能说出什么法子来 原来你是在拿我当傻子 她眉毛一拧 厉声道 你这秃驴推不老实 什么随你吃斋念佛 你难道不会 在我身上 设置下什么禁忌法术 或者丢我投毒 用解药来要挟我 让我以后 当你这秃驴的狗 无够诚挚地摇头 施主大可放心 小僧不会那么做 只需施主答应即可 小僧也可以立下毒誓 倘若所言有虚 小僧便化为灰烬 生死盗销 永堕阿鼻 看着面前抬起手掌 一脸严肃的小和尚 蛇女愣了 即便是妖 她也知道 誓言对于修仙者的重要性 尤其是像这样修佛修道之人 你知道我杀了多少人 还要救 而且将来 还要放我走 她有些不确定的问 无够笑着露出一丝微笑 施主杀人 确实是恶事 但施主不属于人 自然不能完全用人的眼光 来看待这件事 那样与天理自然并不公正 小僧不是迂腐的和尚 外面有位小鹿施主 是小僧的挚友 他就曾杀过一些 十恶不赦的修士 小僧就丝毫没有阻拦 但施主你不一样 小僧认为 施主与其身死盗销 倒不如 今后行善良之事 以救人之善 抵消杀人之恶 菩提树下 无够双手和时 低头叹道 杀千人为魔 就千人为佛 望施主给小僧一个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好菩提树下 蛇女看着面前 眉清目秀的小和尚 思量了许久 最终不确定地问道 你要救我 真的没有一点条件吗 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一样 发个誓无垢文言温柔一笑 有小鹿施主在 施主恐连杀人的机会 都没有 蛇女 他不知道这小鹿施主是谁 迟疑了一会儿 终于对这比自己小了 不知多少岁的小和尚开口 弟子翠微山柳玉娘 他说这话的时候 既没有低头 也没有抬手行李 显然只是客套 而无垢却丝毫不在意 反而显得很开心 跟林小鹿一样 第一次当人师父的他 显得很开心 有些跃跃欲试地问道 徒儿 要不要为师给你再取个法号 无脑怎么样忘却烦恼 柳玉娘眉头一皱 你TM才无脑 随后他看着这一方天地说道 先说好 我可以跟随你一阵子 但是 你不能逼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 除了杀生之类的恶事以外 我有绝对的自由 你觉得如何可以的可以的 第一次收徒的 无垢笑得比谁都欢 柳玉娘看着乐不可知的娃娃脸 撇了撇嘴 无奈道 现在你说说吧 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一方天地 不会只是为了让我看到 这水中倒影吧 无垢文言 略显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是小僧的本命神通之一 名叫小菩提心 不是用来对敌的 而是小僧的师父 为了让小僧参禅 专门传授 小僧每日修行伶俐 还会进到这小天地中 对着菩提树参禅 这天地虽然不大 但也有四季交替之分 小僧通过观看菩提树 从冬季枯萎到夏季盛放 来感受生命 自然和佛法 扑痴柳玉娘不屑地笑了出来 你们人族修炼可真是厉害 居然这么讲究 我们妖怪可就没你们这些花花肠子 物尽天择 吞吃人族修道者 夺取他们的道心 这才是最快的法子 无垢听到这沙法果断的话 也没有反驳 因为大多数妖怪就是这样 这是从自然法则当中脱胎出来的 但它还是一副苦口婆心模样的清劝道 玉娘啊 天下修行者 其实殊途同归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而你所说的法子 虽然确实增长修行很快 但是日后 修到大境界 就很难度过自己的心魔了 呵呵 我可没想到 我能修到那样的大境界 还有 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 听着别扭 那为师便换作你的法号 无脑把打住 打住 还是叫我玉娘吧 柳玉娘一脸无奈 这和尚取名字的手艺 跟谁学的 简直了 随后 他再次开口问道 师父你叫什么名字无垢文言 稚嫩的娃娃脸微微抬起 双目清澈 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的印导 法本无心 我本无垢 平僧法号 无垢 柳玉娘脱离了无垢的幻境 虚弱不堪地倒在血泊中 无垢便从念珠内取出药物 给他包扎疗伤 你还真打算养这小妖怪 做宠物上官石榴 蹲在他旁边笑音地哼道 无垢没懂上官石榴话里的意思 温柔地笑了笑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将柳玉娘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又给这落日宗的死者们 念一段地藏菩萨本愿经 无垢便带着她 和上官石榴一同下山 一路上 换装成翠绿长裙的柳玉娘 显得有些沉默寡言 丝毫不敢看上官石榴 只硬着头皮走自己的 显然还对她的法宝心有余悸 不久 二人一腰回到翠微山江对岸 这个时候 林小璐已经吃上香喷喷的烤鱼了 正在那儿费劲巴巴地挑鱼刺 江宁看到柳玉娘一愣 疑惑着问道 这位是傻和尚非要救这妖怪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还收她做徒弟 上官石榴一屁股坐下 抢过林小璐手中的烤鱼 边吃边到 无够小师傅慈悲于心 这样也不错 倘若能感化 也算是功德无量 江宁笑着说完 上官石榴 却已经被林小璐拎起来 跟抡大风车式地甩 边甩边喊 你还我的烤鱼 这一幕 把柳玉娘看得吓了一跳 这个凡人少年 居然敢打修仙者 他原本以为 林小璐和江宁两个凡人 是无够和上官石榴的随从 但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 他们彼此之间 好像是平等的关系 而且这个叫林小璐的家伙 怎么看 怎么像队伍里的大佬 场中 柳玉娘默默地站着 看着面前的几个少年人 目光中露出一丝疑惑 接着 他目光转移 放在江畔边的一只鸭子上 这是 随行的口粮 而当这鸭子转过头 用古井无波的鸭目 跟他对视时 哄 柳玉娘顿时舌目一说 妖如大圣 妖如大圣 居然在这里 徒儿你怎么了 无够见柳玉娘脸色苍白 疑惑地问 柳玉娘刚要回应 却发现 鸭子冲自己轻微摇了摇头 便连忙改口 强颜欢笑道 没什么 就是伤口还有些疼 哦 那为师回头 再给你拿几副药材 说完 无够便领着他 介绍给林小璐等人认识 这是小僧新收的徒弟 他叫柳玉娘 林小璐眨巴了两下眼睛 看着面前少妇打扮的蛇女惊讶 你是蛇耕柳玉娘 江宁也好奇地看着这面容妩媚 又纯又郁的蛇女 惊讶到 无够 你居然收蛇腰 为徒弟蛇是很有慧根的动物 而且与佛有缘 无够笑着解释道 天竺佛经里记载 佛陀在苦修期间 曾遇七日暴雨 蛇神纳喀撑开皮者 壮如巨散 庇佑佛陀前心参悟 佛陀是一个充满感恩之心的大智者 后来他用手指按住蛇颈施法赐福 令他成为众蛇之王 于是 蛇神纳喀 也被看作是连接人士与神界的桥梁 林小璐闻言 凑到柳玉娘面前 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有慧根吗 拿出来给我看看 柳玉娘还在对一旁的帅帅鸭胆战心惊 根本不想搭理面前这小孩 故而直接不说话 林小璐见他不搭理自己 讨了个没趣 不开心地掘了掘嘴 行了咱们渡江吧 天色不早了 江宁苦笑道 今晚估计又要在野外过夜了 大伙文言也不再逗留 让上官石榴把马弄晕 然后用粗麻绳 将马皮绑在林小璐背上 这一幕 再次让一直观察的柳玉娘吃了一惊 她有些惊讶 这个烦人小孩的力气 不久 一行人便坐上小船 悠哉悠哉地渡了江 而林小璐也不嫌累 拖着马游到了对岸 然后再游回来 拖下一匹马 再游过去 如此周而复始折腾了好一会儿 三匹马一辆马车 才终于被他全部运到了对岸 而到了这个时候 天色也终于暗了下来 几人也就只好跟往常一样 找了片还算平坦的密铃 准备露营 小璐你去捡一些柴火来 柴火不够用了 张罗着生火的江宁使唤道 正在戍边像帅帅鸭展示 自己尿尿分叉的林小璐被使唤 顿时不乐意地小嘴一歪 哼道 女人 你再叫我做事哼完 林小璐展示完毕 抖了两下 对帅帅鸭笑道 怎么样 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老大 虽然小 但却神乎奇迹啊 帅帅鸭嘎嘎叫道 嘿嘿 那是 林小璐傻乐了两下 随后突然反应过来 鼓着脸气问 你说谁小 面对愤怒的林小璐 帅帅鸭不慌不忙地笑道 老大 我这是在夸你啊 毕竟骨语有云 浓缩就是精华 林小璐文言一愣 随后开心地点点头 有道理 嗨 你们俩去捡点柴火回来 江宁见着一人 一压在那儿聊得起劲 便上去轻轻踢了林小璐一下 然后又狠狠给了 帅帅鸭的鸭屁股一脚 这一幕 把不远处的柳玉娘 再次看得心惊肉条 这个女孩 居然踢了妖如大圣 这是会被天下群妖围攻的吧 她越发胆战心惊起来 躲在角落里 看着这几个年纪都不大的小孩 瑟瑟发抖 这个小团队里都是些什么人啊 太恐怖了 不久 林小璐便和帅帅鸭 一同去了密林深处捡柴火 柴火这种东西 在密林里还是很多的 一人一压不久 便捡了一大落 江宁太过分了 居然在我尿尿的时候偷袭我 就是 老大你不能再惯着他了 等晚上回去 我们就给他绑了 帅帅鸭 给他出着坏主意 密林之中 林小璐抱着一大落柴火 一边往回走 一边看似很随意地 对帅帅鸭问道 那个柳玉娘来的时候 我发现 他看你的眼神很不对 你俩认识啊 帅帅鸭惊讶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自己 这傻老大观察这么敏锐 但随后 他就嘎嘎大笑道 老大这是很正常的 在妖兽界 我的颜值 就跟老大 你在人族一样 走到哪里 都会被吸引 哦 林小璐被变相一夸 顿时豁然开朗 恍然大明白 妖兽是一类 人是一类 嗯 很有道理 一人一压回到营地 无垢点燃柴火 咸熟地煮着炒米 一边煮 一边对柳玉娘说着佛礼 对于这个新来的家伙 无论是林小璐 江宁 还是上官石榴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的所谓 这个小团队里 已经什么玩意儿都有了 多个蛇妖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晚 大伙依旧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林小璐在旁边扎着马步 帅帅压躺在铺垫上呼呼大睡 江宁则和上官石榴 窃窃私语说着悄悄话 时不时传来一两句娇笑 气氛显得非常愉悦 这样的生活 林小璐其实还是挺满意的 每天赶路 每天都能看到新的风景 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身边又有着一群好朋友陪伴 他觉得 这样的生活 要是能一直持续下去 其实也挺好的 很惬意 四日 上午十分 过了翠微山 就是鼠山地界了 行驶的马车上 吴够对车厢内的几人温柔介绍道 鼠山也是六大仙门道宗之一 跟峨眉和全真一样 马林小璐抱着帅帅压 一脸好奇地问 对 吴够点了下头 笑道 神州大帝道门兴盛 六大仙门道宗 横跨于整个神州地界 地位非常崇高 分别为峨眉 全真 鼠山 龙门 茅山 昆仑 这几个宗门 哪个最厉害 林小璐问 这个不太好比较的 上官石榴回应 基本上每个宗门都有自己的特长吧 说完 他又抱着胳膊 一脸傲娇 不管是哪一个宗门 单独拿出来 都打不过我上官家三千摩道 那我老大呢 他不算 为啥他不是人 林小璐 车厢内 几人就神州的道门 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不久 握在小璐怀中的帅帅压 也忽然开口 发表了自己的高见 其实这六个宗门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理念也都很接近 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 然后各自有所长短而已 就拿鼠山来说 鼠山剑修天下文明 鼠山的无极剑海里 甚至藏有现如今保存最古老的剑 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的宗门 就没有剑修了 啊 这个我懂 我们峨眉也有剑修 林小璐哈哈大笑道 他叫陈念云 爱好是把我当爹 众人 同一时间 峨眉 林剑锋 一位面向英俊 剑眉心目的少年 正在盘腿打坐 膝上则横置着一把外形古朴的宝剑 此刻 他避着双目 眉头紧皱 呼吸急促 没过多久 便伴随着几阵剧烈的呼吸 一下子从入定中醒来 怎么忽然在脑海里看到林小璐了 满头大汗的陈念云 深深吐了口气 随后起身 走到屋外 看了看外面的天空 呼吸了几口甘甜的空气 努力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而这么过了一会儿 他却看到自己的师尊 林剑长老方无休 一脸怒气地从外面回来 怎么了 师尊气成这个样子 陈念云见师尊黑着脸 疑惑地上前询问 方无休见到自己这最得意的弟子 脸上的怒容稍微消散了一些 随后气道 为师 方才去和你孙师叔喝茶 遇到了汤汉清那小兔崽子 陈念云一愣 汤原发生什么了 陈念云继续好奇询问 方无休见他发问 脸色再次黑起来 看着陈念云抱怨道 为师 和你孙师叔喝茶喝得开心的时候 那兔崽子 就在旁边的房间里练丹 这兔崽子 还真是个人才 居然炼制出了 可以隔绝灵气的丹药 连为师和孙师弟 都没察觉到他就在隔壁 然后 说到这里 一把年纪的方无休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回忆 居然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怪不得 怪不得掌门 要让这实力低微的兔崽子 也参加三年后的皇天圣楼 还说什么 我劝天宫虫抖擞 不拘一格匠人才 现在自己总算是明白了 就凭这兔崽子 炼制出来的那些丹药 别说其他宗门的天骄了 就是他们的师父来了 搞不好都得吃个教训 陈念云看着自己 师尊的脸色一阵变幻 虽然有些不太敢继续问 但他还是压制不住心中好奇 只好非常小声地问道 师尊 汤圆到底做了什么呀 方无休看了他一眼 随后咳嗽了一下 面无表情道 也没什么 就是为师和你孙师叔喝茶 喝着喝着 裤子忽然不见了 陈念云 汤汉清那小兔崽子 倒也是个人才 他在那阶的基础上 炼制了一枚丹药 服下以后会自动将方圆百米内 所有人下半身的衣物吸入手中 而且是隔墙吸入 目前你孙师叔正在研究其中原理 方无休此刻 已经从愤怒中反应过来 不想在弟子面前失态 故而这般夸赞道 陈念云文言 则是继续呆滞着 两久才迟疑着继续询问 师尊 裤子不见了 那您和孙师叔 一定挺难过的吧 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但后面其实觉得也不错 比较凉快 方无休一脸淡定地说道 同一时间 鼠山地界附属国 民国境内 师兄 咱们去吃糖葫芦好不好呀 都多大了 还吃糖葫芦幼稚 陪师兄去吃碗面吧 不嘛 人家就要吃糖葫芦 好不容易才下山玩一次的 师兄就陪人家去吃嘛 哎呀好啦 陪你去陪你去 人来人往的青石街道上 一对身穿白色长衫的 少年人手牵着手 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 二人年纪皆不大 十五六岁的模样 各自背负着一把长剑 样貌不俗 脸上也挂着 稚气未托的笑容 而周围的行人 见到这对少年少女的打扮后 先是一惊 随后向他俩露出尊敬的笑容 不少人还隔着老远行拜见里 这是鼠山的弟子 又下山采购物资了 民国的百姓 是经常见到鼠山弟子的 而历代的鼠山弟子 品性也皆是不俗 即便是面对凡人 也一直是彬彬有礼 谦逊有加 而且非常公正 经常会帮助受冤的凡人 据说在很多年以前 曾有一位女子 被当地豪身兼淫 最后不堪受辱上吊自尽 而那名女子的老父亲 哭得老泪纵横 就去报了官 可最后 反被关了五十多天 差点把老命折在牢里 好不容易出来后 与豪身有关系的那位县太爷 还嘲讽老人 说自己上面有人 你即便告到皇帝那里都没用 最后老人悲愤欲绝之下 在家中供奉 蜀山仙人的牌位前 嚎啕大哭 而第二日蜀山居然就真的来人 直接越过皇权 亲自问罪 至此 蜀山在民国百姓心中的地位 无限拔高 而蜀山和民国这些凡间附属国的关系 也是整个神州之中 当之无愧的最佳 老伯 两串糖葫芦 街道边 一身白衣若雪的少女 笑盈盈地 对卖糖葫芦的老者开口 而她的师兄 同样一身白衣的少年 正好奇地东张西望着 偷摸顶贴了外门弟子采购的名额 带着师妹下山跑出来玩 少年也是 充满了好奇 毕竟 她也已经许多年没下过山了 她好奇望了望远处在露天阁楼上 弹奏琵琶的青楼异己 又看了街边 正在叫卖各种物件的摊贩 觉得每一样事物都很新奇 而此时离她不远处的地方 还有一位拄着拐杖 正在缓步行走的老婆婆 师兄 糖葫芦 哦好 少年接过糖葫芦 咬了一口 还没尝出味来 远处的街边 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驾 一名榜大妖元 面若黑炭的标形大汉 正骑着快马飞奔而来 速度之快 引得无数路人避之不及 纷纷摔倒在地 而当她带着疾风 从那位风竹残年的老婆婆面前经过时 老婆婆也受了一惊 弥谈了一声 脚下一个不稳 就要摔倒 白衣少年见到这一幕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想要用灵法扶住老人 可她还未来得及掐绝 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呼喊声 老婆婆小谢 下一刻 只见一个身穿藏蓝色道袍的小道士 忽然冲出 及时扶住了老人 柔声安慰了老人两句后 便跑到大街上 大眼睛一瞪 对着远去的骑马者骂起了街 你特娘的你 没长眼睛啊 赶着去投胎啊你 我呸 白衣少年看到这一幕后 微微愣了一下 因为年纪不大 也没什么阅历 她没认出林小璐身上的峨眉道袍 其腰间流速上的小字 也因为离得远没注意到 师兄 这个小道士好凶哦 身旁的师妹看着林小璐 对少年嘀咕道 少年文言温和地笑了笑 这位小道长做得对 虽然话语粗鲁了些 但刚才那骑马大汉 确实差点伤到了这位老伯伯 微兄都忍不住想要掠尸惩 她话语说完 便想上前和这位脾气火爆 但却心怀正义的小道长结识一下 而远处本来已经离去的大汉 却突然掉转了码头 哪个龟酸在骂你爷爷呢 白衣少年听到这带着口音的话语 微微一皱眉 差点撞到人还这么嚣张 而且这口音也不像民伯 倒像是鼠山地界以外的人 她正想着 接到中央的林小璐 却已经彻底火了 直接抬手冲对面的骑马大汉一招手 来来来你过来 我轻一点抽你 骑马的飙行大汉 一见林小璐 顿时哈哈大笑 原来是个乳秀未干的小牛鼻子 说完 她就猛地一抖马绳 直接驾马对着林小璐发起了冲锋 同时 右手抄起马匹侧边握着的一根狭长铁棍 气势汹汹 一副要把林小璐弄死的架势 记好了 爷爷是太云山棍魔 正天雷 街道上 行人见到这飙行大汉 再次骑马冲锋 纷纷吓得躲开 白衣少年一见 也当即准备掐绝帮助这小道士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 小道士面对骑马者的持棍冲锋 居然丝毫不惧 反而直接迎了上去 同时口中大吼 老子记不住 随后 被小道士话语震道的白衣少年 就看到小道士的身躯一跃而起 小小的身体 居然直接越过高大的马匹 然后在空中 踹出一记宛若奔雷的踢机 李三角 小龙问洛 标行大汉见到林小璐的踢机 也是吃了一惊 来不及反应 这小道士为何能跳这么高 连忙双手 持握铁棍 在胸前一挡 狂 哇 标行大汉 根本抵挡不住这一脚 惨叫一声 手中的铁棍 瞬间被踢弯 而他二百多斤重的身躯 也直接从马匹背上飞下 一屁股跌倒在地 掀起一阵尘灰 场中 标行大汉的双手 因为剧烈的冲击 使得虎口都被震出了血 胸口处更是疼得不行 倒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 而林小璐则站在他面前不屑地哼道 亏你好像还是个习武之人 这次给你个教训 再有下次 我废了你的武功 好 周围无数民众见到这一幕 热情地拍着手 而标行大汉则惊恐万分 捂着胸口连滚带爬地离开 马也不要了 少侠好本事 小道长做得好 道长大善 在一片老百姓的鼓掌声中 吃着糖葫芦的白衣少女 看着林小璐 对自己的师兄连连惊叹 师兄 这位小道长好厉害啊 那根铁棍都被他一脚踹弯了 白衣少年也点了点头 这是一个真正的武术高手 高得夸张 维兄也没想到 凡间武术居然会有这么强的高手 真是深山藏虎豹 田野埋麒麟 走 陪师兄去认识一下这位道长 此时 教训完标行大汉的林小璐 正在路边买烤地瓜吃 卖烤地瓜的摊主 见到他刚才的侠义行为后 直接笑着表示不收他钱 还说以后想吃烤地瓜了 都可以来找自己 这么客气 搞得林小璐都有些脸红 也不知道这位摊主大叔 知道自己的食量以后 还会不会这么客气 道长 好身手 林小璐正吃着香喷喷的烤地瓜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转头一看 是两个一身白衣 背负常见的少年人 听到这俩人夸赞自己好身手 嘴里 还塞着地瓜的林小璐 不冷不淡地回复了三个字 我知道 白衣少年文言噎了一下 迟疑了一会儿继续笑道 在下蜀山弟子谭松磊 见道长伸手不凡 又有一颗狭义心肠 故想跟道长交个朋友 一旁的白衣少女 也好奇忘了一眼林小璐 然后挥了挥手笑道 我叫文竹 你叫我竹子就好 林小璐手里拿着烤红薯 好奇看了这俩人一眼 长长地嗷了一声 你俩是鼠山的呀 谭松磊笑了笑 正是 林小璐嘴巴里还塞着红薯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老大是李明如 谭松磊 文竹 下午 某间茶楼里 林小璐正在大吃 特吃小笼包 面前的蒸笼屉 都叠起了高高的好几落 而她的面前 则是彻底被她食量所震撼到的 谭松磊和文竹 所以 你俩连我老大的名号都没听过吗 林小璐一边往嘴里塞小笼包 一边鼓着脸颊说道 你俩也太没见识了 我朋友都知道 你朋友对呀 在东街的月来客站住着 林小璐边吃边道 我们要去一个叫无心寺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路过些一天 明天就继续上路 我是趁他们不注意 才偷偷出来跑会步的 谭松磊文言点了下头 而她身旁的文竹 则好奇地对林小璐问 你真的是峨眉的修士吗 可是我看你都不会领法 当然是了 林小璐白了女孩一眼 哼道 我是习武的 跟你们修仙的不一样 不过我 确实是峨眉的 哦 那我们也算是正道宗门的道友了 谭松磊笑着问道 小璐兄弟 我看你年纪不大 你也会参加三年后的黄天圣楼吗 肯定会啊 林小璐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并跟电火机 又要了一剃小笼包 我和我师妹也会参加 到时候 我们就是对手了 谭松磊笑道 行 到时候我轻一点打你 林小璐非常认真的说道 他觉得 眼前这对师兄妹还不错 人挺好的 年纪上也只比自己大了一点 而听到林小璐的话语后 谭松磊也有些不服气 毕竟是少年星星 因此抱着胳膊傲娇道 虽然小璐兄弟的功夫很厉害 但我也不差的 在我们鼠山同辈当中 我是第一件修 对啊 我师兄很强的 文竹骄傲地附和道 我师兄已经是宁气三层的修为了 在宗门大笔上 打败了所有同龄人 林小璐文言 仔细瞅了瞅谭松磊 随后摇了摇头道 不行的 你比陈念云差一些 陈念云 笨 林小璐一本正经地点头道 你的修为 好像和我的义子陈念云差不多 但感觉还是差一些 你可真会吹牛 白衣少女文竹顿时不高兴了 气道 你才多大就有一子了 而且 你都不能修宪 还敢评价修宪者 不一样的 林小璐非常认真的解释道 强不强的 不是只看修为 刚开始我也不懂 但当我认识吴构的时候就懂了 吴构是我的好朋友 一个小和尚 他的修为很低 只有宁七二层 但这是因为 他每天都把大部分时间 花在了研究佛法上 研究佛法 这有什么用谭松磊 有些不理解的问 每个人的天赋 从来都不止一种 林小璐两只手 拿着两个汤包 左一口 右一口 同时笑道 你们知道修行到后期 会有心魔这个说法吧 谭松磊和文竹同时点了点头 吴构修行佛法 其中一个次要原因就是 他把心境修为放到了前面 这样后期杜心魔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其他修士 要容易很多 跟吴构待久了 林小璐现在也比较了解佛法 心境这些东西 故而对这二人解释到 一个强大的修士 或者武者 所强大的 绝对不仅仅是修为 可是 你说的那个吴构 他怎么知道自己 一定会修行到杜心魔的关卡呢 文竹不解道 毕竟杜心魔是需要很高境界 才会要去杜的吧 那他如果根本修行不到那个时候 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听到这个问题 林小璐笑着反问了一句 你如果都不相信 自己会成为厉害的修士 不相信自己 会到达杜心魔那一步 那你又为何修仙呢 文竹一叶 有些答不上来 我虽然不是很懂修仙 但我知道 人要想做好一件事 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有自信心 而且研究佛法 本就是无垢的喜好和信仰 就好像我的义子陈念云 他有成为天下第一的执念 而你没有 所以我觉得 你不如他 林小璐看着谭松磊说道 或许你们俩的实力差不多 但你的心境不够 所以 你还要多磨练磨练 白衣少年文言抿了名嘴 没再说话 而他身旁的文竹 则继续看着林小璐 你说起来头头是道的 那你的心境怎么样 林小璐一愣 随后看着面前 依旧不服气的女孩 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我的心境 我自己都怕 吃饱喝足 林小璐和谭松磊 文竹这对师兄妹告别 并约好晚上在一起来街上玩 然后便独自准备回客栈 现在江宁不让自己和吴够去妓院 自己就偷偷去 然后晚上把谭松磊也带过去 让这个鼠山弟子渐渐失眠 动摇鼠山未来的根基 吼吼吼吼吼吼 声势时分 离开茶楼的林小璐 又去买了一个烤地瓜 边吃边往客栈走 这的烤地瓜是真好吃 软糯香甜 一个根本吃不够 林小璐一边吃一边走 嘴角上沾着几颗橙黄色的地瓜渣 而他刚走到客栈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泼辣的吵闹声 上官石榴 你七鸭太甚 我帅帅鸭今天就给你拼了 啊 小鸭子 你老大不在 本小姐今天就教教你 什么叫低调 几乎是刚一进门 林小璐就看到上官石榴 和帅帅鸭撕打在一起 而江宁 吴够 以及脸色微微不对的柳玉娘 则是一愣一愣地在旁边看 你们在干嘛 林小璐吃着烤地瓜问 老大这个女人打我 帅帅鸭见林小璐来了 顿时嗷嗷大叫 而见到她这副模样 一旁妖艳妩媚的柳玉娘 脸色顿时变得更古怪 妖如大圣 为什么会怕这个小丫头 她只要一开口 天下群妖都会连滚带爬 扑过来拜见吧 林小璐默不作声 将柳玉娘的反应尽收眼底 然后看着帅帅鸭 和上官石榴 在那里相互指责 一个说对方 当着自己的面吃桂花鸭 一个说 对方不让自己吃桂花鸭 还用屁股对着自己 嗯 因为一刀菜而打起来 这就是他们的出息了 林小璐懒得搭理这俩货 来到桌边自顾自地吃烤红薯 同时一边吃 一边对江宁和吴够说道 我去外面锻炼 遇到鼠山的弟子了 哦江宁 吴够文言 都好奇看向了林小璐 你没和人家打起来吧 江宁拿出手绢 擦了擦他嘴角上挂着的地瓜渣 笑盈盈地问 没有 我跟另外一个不长眼睛的舞者打起来了 一招秒杀 然后那两个鼠山弟子敬为天人 哭着喊着 要认我做大哥 说是要弃鼠从我 不过我看他俩修为太低 且颜值一般 就没答应 林小璐非常自然地说道 完全看不出来在吹嘘 说完 他又继续对吴够说道 吴够 一会儿你取些金钉给我 晚上我要和那个鼠山弟子 再去切磋切磋 你不会又想去妓院吧 警惕起来 当然不会 我是那种人吗 林小璐义正言辞地反驳道 那个鼠山弟子说 三年后也会参加什么黄天圣楼 我估计也会去 所以就想着提前切磋一下 了解了解鼠山的手段 那切磋也不需要精定吧 姜宁继续狐一地看着他 当然需要了 林小璐说道 刀剑无眼 况且我这般神勇 一定会把那家伙打得半死 到时候给他点钱赔礼 这也是应该的吗 吴够对林小璐的话 向来是言听计从 但姜宁可就没那么好忽悠了 他阻止吴够准备掏钱的手 然后秀没轻皱 既然是这样 那到时候 我陪你一起去 我看着你跟人家切磋 林小璐 身后 帅帅鸭还在和上官石榴单挑 一人一压打得天昏地暗 杀声震天 而林小璐这边郁闷了一下后 才鼓着脸对姜宁气道 我们出来混的 都讲究个面子 出去切磋 你一个姑娘家 跟着像什么样子 你会让我被别人笑话的 我怎么会让你笑话 姜宁不解地问 我很难看吗 林小璐闻言一愣 随即震惊到 原来阿宁 你不知道自己难看 姜宁 听到这话 姜宁顿时气地美目一瞪 然后气呼呼地往桌子上一趴 扭过脸 想着自己以后 都不要再理这个讨厌鬼了 哎呀 姜宁你不要难过吗 虽然你长得没有我 无够 还有帅帅牙好看 但你丑的 其实也很有特点呀 林小璐难得温柔一次 笑嘻嘻地劝道 你看看你的眼睫毛 那么长长得跟面条一样 而且你长得还那么白 白得跟要死了一样 已经比花蝴蝶 还有蛇羹姐姐好看多了 一直低调的柳玉娘 正在暴打 帅帅鸭的上官十六 当晚 夜幕降临在民国的这座城池 明月高悬 夜风清起 林小璐顺利拿到了两块金钉 然后连晚饭都没吃 就跑出了客栈 一路上开心的直乐 自己到了妓院以后 一定要大吃一顿 然后让她的妓女 给自己表演才艺 她一路飞奔 不久后便来到一座青石小桥 桥上正站着已经到达的谭松磊 此刻 谭松磊没穿那身显眼的鼠衫服饰 而是穿上了普普通通的公子长衫 谭兄 林小璐高呼一声 抱拳对她一笑 林兄 谭松磊也笑着冲她打招呼 谭兄 你师妹没跟来吧 没有 林兄的朋友也没跟来吧 嘿嘿 林小璐坏坏地笑了几声 道了句 没有 林兄 你下午说的真男人去的地方是哪里啊 谭松磊好奇问道 下午她和师妹与林小璐告别的时候 林小璐就偷偷摸摸问她晚上要不要出来玩 说带她见识见识真男人去玩的地方 还特意强调了让她不要带师妹 而谭松磊虽然今年已经15岁 但终究是少年 好奇心也重 因此答应后便早早开始期待了起来 此刻 两个半大孩子就在青石桥上 一口一个谭兄 林兄的相互叫着 看起来颇有些滑稽 林小璐神秘兮兮地问道 谭兄 你可曾听闻过妓院谭松磊想了一下 随后惭愧道 林兄见笑了 在下自幼在蜀山修行 平日里很少下山 故而不知这妓院是何地 嘿嘿 这是一个只准男人进 不准女人进的地方 林小璐笑道 这个地方里面 会有许多身怀绝技的大姐姐 为咱们展示才艺 好玩得很 咱俩皆是正道宗门的道友 又一见如故 今天我请客 请谭兄去掌掌见识 如此真是谢过林兄了 谭松磊非常感动地拱手作一 还拍着胸脯子说 林兄这个朋友 自己交定了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 小师妹不在的缘故 此时的谭松磊 已经没有下午初见时的那么老成 一举一动 反倒多了几分少年人的童真 或许这就是 跟平辈少年待在一起的模样吧 可以理解 毕竟这世间大多数人 在各个人面前的模样 皆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当然 林小璐除外 夜晚 滑灯初上 街道上热闹非凡 而林小璐 就带着这好奇宝宝式的 鼠山弟子 来到了一处名为 慧贤雅絮的酒楼 看着酒楼门前 花枝招展的姑娘们 林小璐和谭松磊 并尖利 面目冷峻 谭兄 准备好了吗 林兄 我准备好了 好 今天我就带谭兄 见识一下 什么叫机缘 二人的声音不小 惹得路边行人 频频注目 而没过多久 两个少年人 便迈着龙行虎步 神情勇敢地进了酒楼 已经来过一次 妓院的林小璐 可谓是轻车熟路 一副老嫖客 啊不对 老江湖的模样 进门后直接 就对迎接的妈妈 大声勿喊 酱肘子 我要吃八十个 夜晚 虚时 慧贤雅絮妓院 一等上房 道长 现在很少有 像您这么专一的人了 来得妓院这么久 还在吃酱肘子 一位身材妖绕的女子 坐在柔软的床榻上 看着面前酒桌旁 一手一个猪蹄的林小璐 神情哀怨道 道长你多久没吃饭了呀 没吃晚饭 专门空着肚子 来吃酱肘子的林小璐 丝毫停不下来 大块朵頤的满嘴流油 她又吃了好一阵 直到面前小山一样高的猪肘子 都被吃了一半后 速度才微微慢了一些 然后看着面前的女子 边吃边问 你饿不饿 一起吃吧 女子愣了一下 接着无奈道 奴家要保持身材 不然会胖的 胖一些不好吗 那样力气 会很大把林小璐说道 我们村以前的苏大姐 就可厉害 又胖又壮 挑愤能一口气 挑好几里 说完 林小璐看着女子招呼道 行了 我也吃了个小半饱了 来办正事吧 女子微微一笑 准备脱下衣裳 而林小璐 却忽然一脸期待道 你会不会胸口最大时啊女子 另一间房间内 谭松磊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躺在床铺上嚎啪大哭 我师姐因为我年纪小 不愿意做我的道理 最后跟邓师兄在一起了 呜呜呜呜 一名女子看着面前 这悲痛不已的少年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本来这名小客人进来 自己想跟他调 让他喝点酒 结果这家伙一喝就醉 醉了就哭 边哭边说自己为情所困 简直令人无语 呜呜呜呜 我还记得我十二岁的时候 师姐生辰那天 我送给她的那颗红豆 也代表着我的心意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香丝之不知 呜啊 我的心好痛啊 看着床榻上痛哭流涕的少年 女子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不过很有职业操手的她 也不准备再脱了 直接就开始脱衣服 既然公子 你那么难受 那就让奴家来服侍你吧 胸口碎大石 你都不会邻小鹿 看着面前不知所措的女子 气得脸都鼓了起来 你们这也太不行了 胸口碎大石 都不会还学人家开妓院 女子听到这话 顿时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年头 妓女已经连胸口碎大石都要学会了吗 同行竞争 已经激烈到这种地步了 屋内 林小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准备让这姐姐换的表演 跟上次一样 换成翻跟头这种 是人就应该会的东西 而她刚想这么做的时候 屋外忽然传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 啊 你干嘛脱衣服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林小鹿愣了一下 而下一刻 房门就被人一把推开 一身酒气 脸色通红的谭松磊出现 哼哧哼哧地羞愤道 林兄 他脱衣服吓我 林小鹿 年轻人还是需要磨练 虽然谭兄你 比我大两岁 但见识却真的不算多 这种事情 其实是非常寻常的小事 谭兄还是要早日忘怀啊 机院外的街边 林小鹿和谭松磊一起蹲在地上 一边看着过往的行人 一边相互说着话 让林兄笑话了 哥 性情憨厚老实的谭松磊 打来的酒隔 同时醉醺醺地说道 还是非常抱歉 让林兄破费 没有完尽兴 不过林兄这个朋友 我是交定了 嘿嘿 好 咱俩也算是一起逛过窑子的兄弟了 林小鹿大咧咧拍了拍谭松磊的肩膀 一副江湖老大哥的模样 而谭松磊 也是非常真诚地对林小鹿说道 林兄放心 三年后的黄天圣楼 只要我参加 就绝对不会让鼠山弟子和林兄作对 我在鼠山里 跟年轻一辈的师兄弟 关系也比较不错 大家都会给我面子 哈哈 行 那我三年后参加黄天圣楼 也绝对不会让峨眉的弟兄们动你 说完 林小鹿忽然就有些好奇地问 我们老说这黄天圣楼黄天圣楼的 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谭松磊晃了晃了晃醉醺醺的大脑袋 慢悠悠开口道 我听我师尊介绍过一些 黄天圣楼好像是指过去的上三宗 过去的上三宗 嗯 这个上三宗 我也不知道是啥 只听说 好像已经不在人间了 然后这个黄天圣楼 就是过去上三宗所留下的废弃法宝 因为许久无人使用 导致灵气外散 最后 各种废弃法宝的灵气 因为一系列巧妙的原因 化作了一个 有些类似于海市圣楼的地方 当然 它并不是真正的海市圣楼 只是说 这个地方大多数时候 都是跟真正的海市圣楼一样 看得见 但摸不着 而只有到了特定时间 才能真正进入 而这个时间 就是十二年一次的黄天圣楼 那我们进去 是要干嘛 林小璐继续问 为了获得上三宗留下来的那些法宝 许世喝醉了的缘故 谭松磊变得有些大舌头 说话都不是很顺畅 那个黄天圣楼限制还挺多的 必须是年轻的修士才能进入 然后咱们正到六大宗门的天骄 到时候就都会去 相互抢夺法宝的同时 看一看哪个宗门的年轻一代 最为强盛 哦 林小璐长长地应了一声 然后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他是武者 法宝给他也用不了 所以对这个什么黄天圣楼大失所望 而且谭松磊都说了 那些法宝 是什么上三宗废弃不用的 这搞得就跟捡垃圾的一样 想想就蛋疼 一点逼格都没有 见谭松磊醉得厉害 林小璐便将他扶起来 带着他去街边吃了碗拉面 吃完面后 两个少年就在夜幕下的街道中 拱手告别 俩人相互到了距 江湖路远 日后再见 颇有些君子之交的意味 而许多年后 已经成为鼠山掌门的谭松磊 每每回忆起自己第一次 见到林小璐时 总是会忍不住唏嘘一番 然后对着鼠山弟子们苦笑 为师第一次见到那个人时 他十三岁 带着当时十五岁的为师 去逛了妓院 为师还意外看光了一个妓女 建立了修仙生涯中第一个污点 那时候真的好年轻啊 无知无畏 心怀对长生之路 对正义之路的向往 却谁曾想到 会像现在这般 身不由己 己不由心 还是那个人好啊 至少 他活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即便是 已经走出了半个天下 却依旧是当年那个 狭义心肠的少年郎 江湖路远 五个月后 林浩晨那个老色鬼 居然都已经离世了半年之久 真是给了为师一个大惊喜 徒儿 你的那位姐姐 倒是真有点能耐啊 一座建立在主海深处的阁楼顶端 老者站在雕花围栏边上 眺望着远方的日出 对身后相貌英俊的少年笑道 少年相貌俊郎 梅宇坚与江宁有几分相似 正是江宁的亲弟弟江远安 此刻他看着面前的老者 心头忐忑 这是他的师尊 半年前 师尊因修炼云谷宗灵法到了平井 故而需要闭关 闭关之前 他特意让心腹林浩晨长老 去娶乾隆红英 没想到半年过去 师尊春风满面地出关了 林浩晨却已经死了半年之久 而且这半年来 宗门都在没有派遣弟子去截杀江宁 毕竟截丹长老都死了 他们也自然不太敢去 而乾隆红英 也就这样一直踏无音讯 师尊 我那姐姐自幼就诡计多端 狡猾如狐 她定是用了什么下贱的法子 傍上了靠山 少年低声回应道 诡计多端 狡猾如狐可为师怎么觉得 你是在说你自己老者似笑非笑地 打亮了他一眼 少年文言脸色一僵 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再次开口道 师尊 目前我那位皇叔也已经死了 天下除了徒儿以外 再无人可使用乾隆红英 我姐 她也不可能用的了 所以 师尊今后将再无顾忌 话语落下 老者先是停了一会儿 随后吃笑 你皇叔死了 你倒是一点不伤心 说完 他笑着摸了摸胡须 目光继续眺望着远方 良久 才缓缓开口道 徒儿 为师要的 不是什么在无顾忌 为师要的 是你大唐的底蕴 是那苍龙之魂啊 说完 他转身看向少年 慈祥的目光 也瞬间变得凌厉起来 结单都折在了 你姐姐手里 徒儿 你觉得 为师会怎么做少年 微微一愣 随后恭敬抱拳道 徒儿不知 鸟与花香的阁楼内 老者脸色阴冷 声音沙哑 这段时间以来 宗门内有了你大唐子民的敬拜 灵气确实充盈了不少 但这远远不够 那些卑贱的凡人 到现在还在怀念他们的皇上 敬拜我云古宗修士三心二意 一个个口服心不服 简直荒唐 因此 为师必须得到乾隆红英 抽出龙魂化为己用 才能让那些凡人心服口服 才能让我云古宗 彻底变成神州第七大道门先宗 与全真 蜀山 峨眉那些宗门一样 受万民敬仰 少年听着自己师尊的伟大报复 低着头 不敢吭声 两久 他迟疑道 师尊 您是要狮子扑吐 应尽全力 老者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缓缓开口 为师原本以为 林浩尘那老色鬼 定会马到成功 故而放心地去闭关 没曾想一出关 得到的不是乾隆红英 而是他的死讯 也罢 正好这些年神州各地太平 我们云古宗的弟子 也已经很久 没有活动筋骨了 这样不好 他走到少年跟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目光犀利地轻笑 远安啊 你随为师 一同去见见你姐姐吧 全当 是见他最后一面 少年心头一正 随后恭敬点头 是 师尊 大叔 你的烧饼确实挺好吃的 外酥里嫩 而且没有 我最讨厌的香菜 可是你大清早就做这么一点 够谁吃啊 豆腐房里拉末的驴 都不敢像你这么咸 你是不是看不起 我们出来混的上午 一家积满白雪的早餐铺门口 穿着冬衣的店老板 看着面前怒气冲冲的林小璐 欲哭无泪道 小道长 你都已经吃了四十张烧饼了 这真的是卖完了呀 那不行 我看着你做 你做一个我吃一个 直到我吃饱为止 不然你今天就别想走 林小璐大声威胁道 让一旁的江宁 彻底看不下去 上来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然后拧半圈往上提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我们还要赶路呢 大叔对不起啊 我这就拉我朋友离开 江宁付了饼钱 然后就声拉硬拽 将这货拖上了马车 时间过得很快 江宁一行人目前已经离开民国好几个月 彻底到了神州以北的地方 此刻的少女穿着厚厚的红色大凹 一脚把林小璐踹进车里 然后继续架起了马车 现在的气候已经变得越来越冷 路上的行人都穿起了过冬的衣裳 说话的时候还会带出白蒙蒙的雾气 甚至还下起了雪 江宁说 这是快过年了 车厢内 林小璐将一旁打等的帅帅压抱起 五五手 然后往无垢和上官石榴中间大咧咧的一坐 哼道 无垢 我们刚才聊到哪了 身穿洁白森衣的无垢温柔一笑 我们聊到释迦牟尼 放弃了六年的苦行生活后 来到了精明菩提茄业的地方 在一株高大茂密的碧波罗树 也就是菩提树下坐了下来 随后他发下誓愿 说自己如果不原成正等正觉的佛果 命可遂此身 终不起此坐 那他最后成了无垢点点头 他的思维追忆着过去的经历 用大智慧观照宇宙人生的元气本心 经过长时间的思索 进入一种明白或醒悟状态 达到既不知道满意 又不知道失望的情况 似乎错误消失 智慧涌现 黑暗过去 光明到来 和事实证明 如来是错的 光明从未到来过 他所谓的光明 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光明 被林小璐抱在怀里的帅帅压横倒 上官十六 也靠着车臂 声音慵懒地说道 就是 反正我们魔道修饰不幸这些 毕竟我们讲究的是 随心所欲 保存天性 不压制 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没有好坏之分 凡是只要自己做得心里痛快 且能无愧于心就好 说完 他看向一旁的柳玉娘 玉娘 你们妖族怎么看这些柳玉娘的脸上 闪过一丝迷茫 他现在已经不像之前 那么惧怕上官十六了 毕竟也认识了好几个月 关系反而还挺不错 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听自己那傻师傅唠叨 脑瓜都被唠叨傻了 车厢内 几人见小透明柳玉娘 还是不爱说话 也就没再问他 大伙都已经习惯了 现在小团队里唯一能跟他玩得来的 就是吴构和江宁 其他人都不行 而且由于这段时间 气候越来越冷 他犯困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多 毕竟在过去这个时候 他早就冬眠了 大伙继续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而正当林小璐准备给大家 讲一讲自己的牛逼往事住住信时 却忽然听见马车外传来一声长长的 鱼 而随后 他们就听见江宁惊讶的声音 官道被大雪封住了 不能出城城门口 几人跳下满是积雪的地面 踩出挤压摩擦的声音 然后看到江宁正在和几名守卫交涉 你们是回乡下过年的吧 现在官道被大雪堵了 朝廷正在清雪 几位小兄弟请回去吧 守卫官兵非常客气地 对江宁和林小璐说道 文言官道被堵 林小璐立刻自告奋勇 大叔 我去帮你们清雪吧 我利己贼大 他们已经离开民国走了小半年 听吴构说 再走半个月左右 就能到无心寺了 心系武功密集的他 现在恨不得自己能飞过去 因此丝毫不想耽搁 城门的守卫 看了看一身道袍 稚气未脱的林小璐 又看了看吴构这个小和尚 再看看江宁 上官十六两个小姑娘 最后看到唯一看起来 年纪大一些的柳玉娘 顿时哭笑不得 这一群小孩 就一个弱女子带着 还帮忙清雪呢 他笑哈哈地道 小道长 你们是外地来的吧 我们于杭镇的官道 每年冬天都会被大雪堵住 这儿有经验的人都是 提早回乡过年的 不过也没事 年初二之前 应该就能清理完 你们就在镇上歇一歇吧 说完 这几个官兵便不再理会他们 躲进一旁的暖房中 烤火取暖去了 林小璐见状 顿时一脸郁闷 感觉自己被人无视了 还是要快快长大啊 不然自己现在说话都不受重视 大人们都还当自己是小孩子 因为男孩发育比较晚的缘故 江宁和上官十六的个头 都不比林小璐和吴够矮 甚至还要比他俩高出那么一点点 此刻江宁见他郁闷 就拍着林小璐的肩膀 笑道 算了小璐 我们就多等几天吗 不晚的 吴够也是温柔劝解 小璐施主 这里已经离无心寺不远 不急 说完 他面露怀念道 小僧出来不知不觉 都已经三年了 三年没见师父 也确实很想念了 敬相情更切 哎看来我们要留在这里过年了 林小璐一脸无奈 想着自己过完年后 按照凡间虚岁 那就是十四岁了 几人没的办法 只能一边闲聊扯淡 一边回了马车 然后去了这座小镇的 一家客栈落脚 或许真是如官兵所说 镇上很多居民 都回了乡下老家过年 客栈也是冷冷清清 只有一个店小二 在里面烤着炉火取暖 小二 来二十盘鸡 一进门 林小璐就大咧咧地叫道 声音之大把店小二 都给吓了一跳 客官 我们店的厨子 都回去过年去了 没有鸡了 那你们有啥火锅 有没有林小璐眼巴巴地问 呃 店小二脸色尴尬了一下 随后挠了挠头道 后院还有几头猪 然后白菜和粉条 我也囤了一点 您看给您 来个猪肉炖粉条 行吧行吧 多做点啊 我发量大 好的客官 您稍等 店小二应了一声 便转身去了后院忙活 空荡荡的客栈里 顿时只剩下这几个少年少女 大伙三三两两地坐下 相互聊着天 比较怕冷地将您 搬了条凳子 坐到火炉边 一边搓着白皙的手掌 一边打去道 下次我们再出发 我可不驾马了 手都快冻坏了 你们谁驾无垢 看了看独自 跑到一旁扎马步的林小鹿 又看了看抬头望天花板 装傻充愣的上官石榴 最后又看向柳玉娘 和帅帅鸭 柳玉娘一边在桌上包着花生 一边笑道 师父 这个季节 我早就冬眠了 容易犯困 你也不想 我驾马车驾到一半睡着 然后驾到沟里去吧 无垢 帅帅鸭 更是挥了挥小翅膀 对着他怒目而视 我连手都没有 让一只鸭子驾马车 小和尚你很优秀啊 无垢无奈 他并不是很会驾马车 但似乎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大堂内 将您烤着火 请道 过两天就要过年了 我看镇上卖年货的商家还有一些 我们下午去买些年货吧 过年这种事情 不管是无垢 上官石榴 还是林小鹿 都并不怎么感兴趣 林小鹿是对过年的印象很模糊 脑海里只有一些零碎的画面 不过他隐约记得有一年大雪天 自己和妹妹躲在满是破洞的房子里 瑟瑟发抖 然后说书先生出现 给他俩带了一只香喷喷的鸡腿 自己就把鸡腿全部给了妹妹 看着妹妹吃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记忆 而无垢和上官石榴 则是完全没过过年 无垢还好 他知道有过年这个东西 毕竟他在凡间朝圣了两年 也曾听人说起过 而上官石榴 则是连这个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虽然没兴趣 但眼下闲来无事 去就去呗 全当逛逛街了 不久 香气扑鼻的猪肉炖粉调好了 店小二端着满满一大盆 还有一盆米饭 招呼大家享用 林小璐将煮得软烂入味 汤汁浓郁的五花肉 白菜 粉条 还有汤汁一起倒入米饭里 然后用筷子一阵搅拌 直到彻底搅拌均匀后 就开始大块朵移 吃得贼香 不久 几人纷纷吃饱 林小璐便对着店小二大喊 伙计太香了 一盆不够啊 再来几盘 当天中午 贼灯吃的林小璐 一连吃了八盆猪肉炖粉条 八盆米饭 然后才撅着个小肚子 一脸安逸地跟大伙出了门 去买所谓的年货 年货这块几人自然是完全不懂的 不过江宁很熟悉 铺满白雪的路面上 身穿红色大肠的他 一边走一边向几人笑道 小时候 我跟父皇母后一起过年 都可热闹了 我们现在要去买鞭炮 买新衣裳 买瓜果点心 买春联 那个客栈里 好像没啥食材 我们再买点肉和蔬菜的吧 林小璐眼巴巴地提 好啊好啊 到时候 咱们请那个店小二一起吃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过年 也挺可怜的 江宁笑道 可以可以 林小璐开心地连连点头 赞同道 出来混就是要互相帮助 有好吃的一起吃 这样才热闹 小团队后方 无垢听着他和江宁的对话 脸上的笑容更加温和了几分 江施主和小璐施主 都有一副菩萨心肠呢 一路上 江宁挑挑拣拣买了不少东西 并不断给大伙介绍着过年的习俗 上官十六 柳玉娘和她一起挑选着新衣裳 林小璐和帅帅鸭 也一起在卖瓜果零食的小摊前 挑挑拣拣 大伙都在张罗着一起过个年 而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之下 似乎也让这冷厉的寒冬 变得温暖了几分 是啊 不知不觉 他们在一起都已经半年有余了 时间过得 真的很快呢 当天下午 林小璐一行人买了许多东西 大包小包 全塞进了无垢的念珠 然后热热闹闹回了客栈 江宁逛得很开心 小脸红扑扑地说 自己要包饺子 上官十六和柳玉娘 似乎也对这种事情很感兴趣 三个姑娘就这么嘻嘻哈哈地进了后院厨房 时不时传来阵阵娇笑声 至于林小璐 无垢 帅帅鸭三个雄性 则在客栈外的雪地里放鞭炮 堆雪人 帅帅鸭 给我考验一下你的忍受力 鸭子 别怕 这有啥的 林小璐将锤挂的长鞭炮取下两枚 直接往自己鼻孔里一插 然后拿人香一点 哄 看 什么感觉都没有 鼻孔不断冒烟的林小璐说道 这一幕 只把无垢和帅帅鸭看得惊为天人 就连雪地旁边一些 踢着花灯玩闹的孩童 都被吓得一愣一愣的 无垢 把屁股撅起来 让我插一支鞭炮进去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 无垢下的面无土色 脸色煞白 小璐施主 还是不要了吧 怕什么 来嘛来嘛 来让我看看 无垢下的掉头就跑 林小璐就拿着鞭炮和燃香 在后面嗷嗷追 一路上引得许多小孩子 好奇张望 小哥哥你好厉害 居然可以用鼻孔放鞭炮 你这勇敢 孩童们都被林小璐刚才的壮举吸引 一个个崇拜地围在他身边 哈哈 那是 被众多孩童夸赞的林小璐 骄傲点头道 哥哥我行走江湖多年 练得一身武艺 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更擅长胸口碎大石 金枪刺猴 铁头弓 来 哥哥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哈 一下午的时间里 二人一压 都在和镇上的孩子们玩 他们一起堆雪人 打雪仗 直到暮色见晚 暖阳西斜 才回了客栈 我饿了 阿宁饺子下好了吗 一回客栈 林小璐就迫不及待 跑进了厨房张望 这会儿的江宁腰间挂着围裙 手里吃着汤勺正在灶台前做饭 柳玉娘灰头土脸的在烧火 上官石榴则是在包饺子 她脸上白白的沾满了面粉 快了 一会儿就能吃 江宁笑着说完 随后疑惑的看了眼林小璐的鼻孔 你的鼻子怎么在冒烟哦 我拿鼻孔放了几根鞭炮 少年说完 用水瓢咬了厨房水缸里的水 洗了下鼻孔 把三个姑娘搞得无语的不行 还得是小璐 真会玩 洗干净以后 林小璐探头探脑地朝锅里张望 问道 什么馅的饺子呀 好香 猪肉大葱馅和猪肉白菜馅 江宁笑着回答 一旁的上官石榴 一边包着饺子 一边抬起脑瓜横倒 你回去等着开饭吧 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本小姐包的饺子 林小璐瞅了一眼 上官石榴包的饺子 意外地发现 居然还不错 一个个白白嫩嫩的 马放在案板上 看起来很可爱 花花蝴蝶你真厉害 不错 以后你饿不着了 扑哧哈哈 是阿宁教得好 他小时候 好像经常跟他母后包饺子 说完 上官石榴忽然反应过来 笑脸一僵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以后 饿不着了饿不着 就是有饭吃了呗 什么叫有饭吃了 上官石榴 继续皱着秀眉问 有饭吃 就是饿不着了呗 说完 林小璐就转身离开 留着上官石榴 独自生闷气 他越想越气 小拳头都忍不住捏了起来 这家伙 居然敢看不起自己 他看了看江宁准备的几个放醋的碗 往其中一个碗里 狠狠倒了一堆辣椒酱 舌物的林小璐 给我死 夜晚 一伙少年们围在长长的桌前 桌上则是摆了一盘盘芳香四溢的水饺 而他们每个人的面前 还都摆放着一只装醋的碗碟 其中 林小璐的碗碟尤其丰盛 黑色的醋汁里 还混合着红红的东西 这是本小姐特意为你秘制的调料 保证美味 真的嘿嘿 花蝴蝶 你越来越像人了 说完 林小璐就迫不及待 夹起一块饺子 蘸上调料后 就往嘴里一塞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小璐 味道怎么样上官十六笑眯眯地问 还没吃出来 林小璐品尝到 而吃了没多久 一旁的无垢 忽然好奇地看向他 小璐施主 你的脸怎么红了是 害羞了吗 啊是吗 林小璐又夹起一筷子水饺 蘸了调料后 塞入口中 而他刚嚼没两下 帅帅鸭忽然也惊叫出声 老大 你的嘴怎么这么红 林小璐 他猛逼地看了看大伙 又看了看笑眯眯的上官十六 我的嘴很红吗 大家一起点头 就连店小二都连连点头 红得厉害吗 不厉害 多帅气啊 上官十六知道林小璐忍耐力强 感受得慢 因此故意在江宁的耳边 用一个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 指着林小璐说 悄悄话 你看你看 小璐好帅哦 他这么帅 自己能知道吗 听见这话 林小璐顿时高兴地眉飞色舞 虽然他觉得嘴巴麻麻的 但还是乐呵呵地夸赞道 哈哈 想不到你这花蝴蝶 眼光还不错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帅气 不简单 嘴巴红红的少年 继续大快朵移 以飞快的速度 清理着一盘又一盘的饺子 当晚 林小璐的嘴肿了两个时辰 年关将至 因为官道一直被封的缘故 接下来的几天 这几个少年少女们 就一直生活在客栈内 他们在各自的房门外 贴上了春帘 在门外堆起了愁愁的雪人 每天夜晚还会围在火路边 一起谈天说地 讲着有趣的故事 共同等待新年的到来 而一直到了年三十的中午 当他们开开心心地 在厨房里一起做美食 准备年夜饭的时候 距离渔航镇三百多里外的 一座深山之中 一位身形瘦弱 穿着破烂袈裟的老和尚 忽然睁开了双目 老和尚的双目白茫茫一片 显然是个瞎子 他盘腿坐在一座土质的破彩古寺中 抬起头用瞎眼中的混沌 朝向远方 好多修士啊 最弱的也是助激进 最强者甚至连原因都有 徒儿 你这是招惹了什么人啊 老和尚木讷地坐着 许久 他才颤颤微微地站起身 手中念珠一闪 掌心中顿时出现一枚圆溜溜的小石头 而他刚准备走出古寺 下一刻却心有所感 微微转身 用一双瞎眼 直勾勾地看向身后竹林 许久 老和尚双手合时 温柔一笑 上官施主 别来无恙啊 被积雪压着的竹林中 正安安静静站着一位 身穿黑色沙衣 面容与上官十六 颇有几分相似的中年男子 此刻 这位中年男子 看了看老和尚身上 打着补丁的袈裟 剑眉轻皱 无心 你这袈裟穿多少年了 也太破了 一点佛门高僧的样貌都没有 老和尚文言笑了笑 笑容中带着一些害羞 继续双手合时道 再好的袈裟 心不正 穿上也是歪的 满是厚厚鸡血的密林谷寺前 中年男子和老和尚相对立 冷哼道 寺庙里的佛像 可都是塑了精深的 你这也太给佛陀丢脸了 老和尚却继续乐呵呵地一笑 贫僧不是佛陀 但佛陀曾是贫僧 中年人 他无语了一下 然后走进寺庙的露天站台 大咧咧往竹制地板上一座 手中那街一闪 一杯茶水出现 南疆的茶叶 萝卜麻 常常老和尚也不推辞 依旧笑呵呵地 到了去上官施主有心了 随后便接过茶水 坐在他边上 面朝白雪竹林 开心地饮着 这一刻 魔道魁首和当世心佛坐在一起 仿佛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 一同品茶 一同欣赏学景 中年人静静地看着老和尚喝茶 见他喝得开心 目中的桀骜也不禁温柔了几分 随后目光下移 注意到了他手心里握着的小石头 哟 舍粒子都拿出来了 看来你是知道 你徒弟惹上麻烦的老和尚点点头 甘大的笑道 让上官施主笑话了 不过上官施主 为何会想起来找平僧我家丫头不懂事 偷偷溜出来了 然后和几个小屁孩混在了一起 其中有你徒弟 中年人提起自己的女儿 言语中充满了疼爱与无奈 老和尚听了 则是微微一愣 随后笑呵呵地点点头 挺好 挺好 这便是缘分了 是啊 缘分啊 中年人扶着膝盖 长长地叹了口气 道 我每天都用九月临近看我那丫头的经历 得知他要帮一个凡间小姑娘平视 结果惹上了点小麻烦 就过来给他多个底 顺便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听到这调侃的话语 老和尚丝毫没有生气 继续欢喜地品着热茶 随后笑问 上官施主 是如何进入神州的昆仑的修士 没有发现吗 和老子一个人进来 又不是带三千魔道进来 那帮昆仑的倒是能发现在说了 就是发现了 又能怎样弄死本家主 就凭他们无心你说 本家主打架 怕过谁老和尚 听着这一连串四个反问 笑而不语 只是一边喝茶 一边默默地面朝东南方 那里 是峨眉的方向 过了一会儿 中年人见老和尚 还是默默喝着茶 不说话 便随口问道 无心你是准备去救你那小徒弟吧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上官施主要出手吗 无心禅师笑问 不 我不出手 我等别人出手 上官生一脸淡定地说道 哦 无心禅师终于露出了不解之色 嘿嘿 上官生露出一个坏笑 开口道 我家丫头和你徒弟所在的小团队里 有一个叫林小璐的小鬼 那孩子是李明如的徒弟 无心禅师闻言 捧着茶杯的手 顿时一停 李道长的徒弟没错 上官生笑道 那小鬼自己说自己是李明如的徒弟 本来本家主还有点不幸 但本家主通过九月临近看到 那小鬼所用的武器 是炼民宗杀老鬼的大更青铜器 所以 上官施主 是想等李道长现身老和尚问 哈哈 无心你 还是那么聪明 上官生哈哈大笑 拍着老和尚的肩膀笑道 李明如那狗贼 不是秀为掉了吗 到时候看他徒弟被人欺负了 会不会跑出来 给徒弟撑腰 所以只要我家丫头和你徒弟 还有其他小娃儿不死 咱俩就先不动 全当磨练他们小辈了 等李明如出来 咱俩再现身 这是为何无心禅师不解的问 为何非要等李道长出手 我们看李明如的实力啊 上官生飞快说道 那狗贼不是说自己现在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结单禁树名吗 可正常的结单 根本不可能对付云谷宗 那么多修士的对吧 更何况 还有个原因期的宗主 所以 到时候如果李明如要是对付的了 就说明 他的实力根本没掉多少 那我们就全当出来叙叙旧了 那李道长要是对付不了呢 无心禅师问 对付不了上官生 原本为老不敦的笑容忽然一收 随后咬牙切齿 一脸悲愤道 他要是对付不了 就说明 他现在真的只是一个结单 那本家主今天说什么 也要暴打这狗贼一顿 然后让他把白女图件还给我 下午深时 客栈的厨房内 三个姑娘围坐在暖炉旁 一起包着饺子 林小璐跟吴够 则是在和面 一个个的手上 脸上都沾着面粉 笑嘻嘻地吵闹着 小璐 没想到你还挺擅长和面的嘛 和的面比吴够小师傅的 要好很多 将您包着饺子夸赞道 嘿嘿 和面这玩意儿吧 就讲究一个手法 林小璐一边在面团上倒腾 一边笑道 我的手法 可都是融合了太极功夫的 刚柔并济 自然厉害 说完 他瞅了瞅一旁的吴够 见吴够软啪啪地没一点力气 笑道 吴够你不行啊 太虚了 要多吃韭菜 吴够小脸一红 努力辩解道 小僧 小僧已经很努力了 哈哈 没事 让我来 林小璐接过吴够手里的白面 大咧咧糊了起来 吴够则在旁边认真地看 一副虚心求教的模样 小洛 这儿已经包了快有二百个了 够你吃了吧 不够不够 林小璐一边和面一边摇头 饺子这么小 我要多吃一点 先包五百个吧 你真是偷猪 上官十六 朝他一掘小嘴 可爱地哼到 本小姐包的手指头都酸了 累死了 你说谁是猪 林小璐对他怒目而视 我说你是猪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是猪略略略 上官十六 冲他可爱地扮了个鬼脸 你有本事再说三遍 你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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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十六 一口气说了三遍 然后嘚瑟地冲林小璐 翻起斗鸡眼 并再次一吐小舌头 略你有本事再说一百遍 上官十六 看着面前一脸呆滞的少女 林小璐嘚瑟地哼道 何不敢说了吧女人 算你识相 啊 林小璐我掐死你 上官十六 被他嘚瑟地模样 气得嗷嗷大叫 一把扑过去 掐住林小璐的脖子 整个人都掉在他身上 仿佛一只彩色的大王八 哎呀 上官别闹了 面粉都荡出来了 小璐你也是 上官是女孩子嘛 还比你小一岁 天天欺负人家 厨房内 江宁 柳玉娘 帅帅鸭 一起看着这对欢喜冤家打闹 帮衬着想拉开他俩 而一旁的吴构却忽然发现 自己手腕上的念珠 不知何时转动了起来 吴构先是一愣 随后刚欲独自离开 客栈外却忽然听见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 哄 剧烈的响声来得猝不及防 江正在玩闹的众人 都吓了一跳 吴构 上官十六 柳玉娘 以及帅帅鸭还没反应过来 便同时感受到了 浩如渊海的灵鸭 林小璐则后知后觉 一脸猛逼 地震了 而下一刻 他们便听见客栈外 传来无数凡人的惊叫声 几人听到这声音 当即准备出去看看 店小二却忽然慌慌忙忙 跑进了厨房 对着他们惊叫 几位客官 天上来了好多仙人 抬手就毁掉了一座石桥 快逃命吧 说完 店小二就一脸惊恐地离开 丝毫不敢停留 厨房内 大伙被店小二的模样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一切来得太快 他们有些没反应过来 而江宁 则是直接吓得面如土色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半年了 自己离开叔叔的小国 已经半年之久 云谷宗一直都再没派人来 这次居然 阿宁你待在这儿 我出去看看 浑身是胆的林小璐 丝毫不怕 抬脚就往外走 江施主多加小心 徒儿保护一下江施主 是 师父 柳玉娘硬道 上官石榴 也在水缸里洗了下手上的面粉 不开心地哼道 本小姐第一次过年 居然还有人来打扰 奶奶地砍死他们 三个少年人离开厨房 直奔外面去 而帅帅鸭则并未跟随 她很淡定 继续舒服地窝在草堆里取暖 自己老大不会有事的 从上次叶青鸾现身 她就知道了 实际上 从江宁认识老大 一开始 云谷宗的下场 就已经注定了 这对于老大 花蝴蝶 无够来说 从来只是一场 有惊无险的游戏而已 她瞥了眼心神不定的江宁 安慰道 阿宁你别担心了 继续包饺子 准备年夜饭吧 江宁抱着黑色布包 在厨房里急得团团转 眼眶泛红道 都半年了 我每天都对乾隆红英说口诀 可是苍龙之魂就是不理我 现在可如何时候 一旁的柳玉娘看了看她 神情也有些无奈 有妖如大圣在这里 你怕什么呀 当然她不敢说 她很敬畏帅帅压 另一边 撸起袖子的林小璐 带着无垢和上官 风风火火地穿过客栈大堂 一出门 他们就看到无数居民 争先恐后的逃难 这些居民仿佛看到了 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神情焦急万分 偌大的官道上 到处都是脱家带口的人 嘈杂声不断 见到这一幕 无垢双手和时 轻叹 大年三十 罪过 不怕 等本小姐和鹿崽子 砍死云古宗的人 就给这些凡人 每家发一顶金子 上官十六才大气粗地说完 便直接出了客栈 于杭镇的居民 很快就尽数离开 三人也就来到了 散播积雪的官道上 而他们几乎是刚走出客栈 就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 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中 并肩立着 足足上百名修士 皆是旋利于空 一字排开 他们的身躯 因为被身后圆形的 金色斜阳照耀 顾变得有些看不清相貌 只显现出一个个黑色的人影 高高在上俯视着 这三个少年人 极具威压 上官十六 林小璐 无垢见到这一幕 皆是吃了一惊 他们知道 至少要到助击镜才能飞 也就是说 面前的一百多个修士 最低也都是助击 我去 这帮家伙 是想搞群殴啊 林小璐一边托腹重 一边惊叹道 这云古宗 绝对是倾囊而出了 把少年刚说完 上官十六 就忽然扭头看向了他 陆崽子 你让我把你打残吧 上官十六 跃跃欲试道 反正这么多人 咱们也打不过 你最后肯定是要重伤 召唤你掌门 或者你老大的吧 那你与其让这些修士打一顿 不如让本小姐打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林小璐 他想都不想 就准备骂这机智的 花蝴蝶两句 天空中却忽然降下 一道苍老的声音 就是你们三个小娃娃 杀了我云古宗的杰丹长老 听到声音 林小璐 吴够 上官十六 同时向天上望去 只见众多修士的最前方 正旋立着一名 气势惊人的老者 而老者的身后 还跟着一名 被他滴溜在手里的年轻人 吴够用多文利念珠 感受了一下 随后便皱起了眉 这位老者是原因 他刚要开口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却已经开始一唱一鹤起来 你就是云古宗宗主 你手里 领着的是阿宁的那个弟弟老头 你很狂啊 你有种就把本小姐 旁边这家伙打残 你敢吗 林小璐双手插腰 小肚子朝前一撅 非常嘚瑟地开口道 对呀对呀 你来打我呀 原因大杀比 本人牛逼且英俊 你来打我呀 云古宗宗主 听到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不着调的话后 顿时一愣 他身后的众多修士 也纷纷愣在了空中 这什么鬼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嚣张了 主动找打 下方 林小璐继续见兮兮地哼道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 可要自己打我自己了 到时候 你肯定会后悔 云古宗宗主 一时间有些被这话题带偏了 疑惑道 老夫为何会后悔 嘿嘿 林小璐小嘴一歪 露出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 对天空中的云古宗宗主嘚瑟道 因为我把我打残以后 我老大或者掌门姐姐就会过来 到时候 你就要挂了 而你一直到挂了 都没有打我一下 你不后悔 谁后悔 不吃 哈哈 奶奶个熊 笑死本家主了 真不愧是那个狗贼的徒弟 简直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破庙内的竹子地板上 上官声捧着一面圆形石镜 看着镜子内林小璐的模样 直笑得前仰后合 一旁的无心禅师 虽然双目失明看不见 但也听见了林小璐的话 此刻也是有些忍俊不惊起来 无心你是不知道 从我家丫头遇到这个林小璐起 每天本家主笑的 就没停过 这货跟李明如那狗贼 简直一模一样 像急了我们几个当年的样子 无心闻言也是笑了笑 随后轻问 这位小施主修为如何他没有修为 是一个舞者 上官声笑道 本家主也不知道 李明如那狗贼 每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 居然把自己的徒弟 培养成了一个舞者 不过这小鬼能力不低 而且本家主看了他这么久 发现这小鬼 有很多过人之处 和李明如当年相比 他比李明如要勤奋数倍 每日一有空闲时间就去练功 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可谓是非常不错 性格上则 很像李明如 随性却有原则 十而一根筋 却又非常心细 倒是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人 不错 很合本家主的脾气 无心闻言 面容上的微笑 更加柔和了几分 临近之内 于杭镇的上空 云谷宗宗主 似乎已经不愿在跟面前 这三个少年人废话 直接就抬起了手 而在他抬手的一瞬间 他体内原音境界的灵力 便赫然开始绽放 这一击下去 不管是下方的林小鹿 无垢 还是上官十六 都会直接灰飞烟灭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重伤的可能 原音是人间明面上的天花板 随意一击 便可颠覆整个渔航阵 躲都没地方躲 因此 当老者抬手的瞬间 无心禅师即便看不见 却也感受到了 那恐怖的威压 他迟疑道 上官十主 还不过去吗不急 再等等 上官生盘腿坐在主板上 继续看着镜子里发生的事情 明如十主的修为 已降临到了结丹 没有瞬移之能 因此 即便他来 怕也是赶不上吧 倒是清完十主来倒 还有可能 无心苦口婆心地劝道 他有些担心 上官生完脱了 毕竟自己这个老朋友 年轻的时候 就不是很聪明 而无心虽然担心 上官生却毫不惧怕 哈哈大笑道 没事无心 有本家主在呢 安全得很 他看着镜子内 云谷宗宗主的手掌 凝聚出一道 满是紫色流光的球体 毫不犹豫地 就对雪地里 三个少年人麾下 流光照亮了林小璐 吴构 还有自己女儿的脸 他看到林小璐面 朝流光球体 小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然后一把护在了 自己女儿和吴构身前 他还看见客栈内的 那个凡间小姑娘 似乎是听到了动静 踢着狭长的黑色布包 从客栈中冲出 明媚的小脸上 满是惊恐 静了 流光静了 镜子内 林小璐抽出了 大根青铜器 单手抄起上面的铜环 当作盾牌挡在身前 死死护住 吴构和上官石榴 见到这一幕 上官生 桀骜不驯的双目中 顿时闪过一丝满意 这小子不错 是个重情重义的种 娘的 为啥好徒弟 都是人家的 真是气人 他刚感叹完 却突然感受到 一阵琳琅从远处袭来 这股琳琅来得虽快 但却不是瞬移 因此不是原因 客栈厨房内 帅帅鸭 原本闭着的鸭目 猛然一睁 吴兴禅师喝茶的动作 也停了下来 两久 他抬起头 对着远方的冬日暖阳 露出一个温柔至极的微笑 好久不见了 名如施主 一旁的上官生立刻催促 无心 快隐藏气息 不能让那瘪独子玩意儿发现 咱俩在这 不然他肯定不出手 说完 上官生就一屁股 从主板上爬起 一边隐藏气息 一边开始做一系列奇怪的动作 听到动静的无心疑惑 上官施主 您这是本家主在热身 上官生一边挥舞胳膊 一边激动到 一会儿 本家主要狠狠揍那个狗贼 裤子给他拽掉 内裤都不给他留 然后让他光屁股回峨眉 小兄弟都给他冻成冰雕 让他在叶青鸾面前丢脸 哈哈 本家主最喜欢看李明如丢脸了 听到上官生兴奋的话语 无心顿时一脸尴尬 这话说的 搞得你看过明如施主丢过脸似的 一直以来丢脸的 不都是你吗 此时 雪地之中 躲在大羹青铜器后面的林小璐 眨巴了两下眼睛 没感到疼 他顶着大羹青铜器 见身后的无垢和花蝴蝶 也是一脸茫然 旁边则站着眼眶微红的江宁 少年愣了一下 随后手中盾牌下移 便看见自己身前 站着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个背影 他已经一年多没见了 但却非常熟悉 老大身前的男人 扭头露出半张脸 眉飞色舞地瞥了他一眼 打去道 好久不见啊 东瓜村一霸林小璐 看见那张熟悉的脸 愣了两下 然后一把抱住李明如 惊喜地哈哈大笑 老大你真的来了呀 我都还没受伤呢 臭小子 原因一击 要是真落下来 你还有机会受伤 许久没露面的李明如 笑着揉了揉他的脑瓜 林小璐抱着他傻了 他已经一年没见老大了 不过他却发现 自己老大一点都没变 还是跟自己差不多帅 林小璐身后 无垢对着李明如 双手合十 轻道 见过李施主 李明如笑呵呵地道 无心的徒弟啊 小和尚你好 说完 他又看向了上官十六 上官十六顿时小脸一白 又惊又味道 上官加上官十六 见过李道长 嗯 你老爹最近如何了李明如笑问 回李道长的话 家父一直挂念着您老人家 上官十六应道 哈哈 他估计是挂念我的小黄 哦不对 是挂念我的道门无上太厉害心惊吗 李明如一本正经地说道 老大 道门无上太厉害 心惊是啥呀 小孩子不该问的别问 林小璐 白雪矮矮的官道中 李明如是天上一众云古宗修饰如无雾 继续看向了一旁眼眶红红的江宁 你是江家后人 江宁瞥了眼天空中自己的亲弟弟 然后眼眶泛红的点头 李明如笑了一下 不急不缓地拎起酒糊落 惬意地喝了口酒 随后才对江宁笑道 我听我师姐说了你的遭遇 说起来你的父皇和爷爷 倒是个仁慈的君王 我早年去你大唐游历 你爷爷还曾招待过我 请我喝过酒 江宁闻言身子一僵 双目中的泪水再也按捺不住 夺况而出 对着李明如单膝下跪 大声哭喊道 李前辈 云古宗修士 害我父皇母后 害我皇叔和一众至亲 欺压我大唐子明 求李前辈为我大唐将是做主 对呀老大 阿宁是好人 林小璐也跟着央求道 上面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 是真坏啊 今天我不装帅了 我把装帅的机会留给你 你来装 李明如被逗得哈哈大笑 自己这徒弟 真是一点都没变 而他刚想说这小鬼两句 却发现 天空中的上百位云古宗修士和宗主 有小动作 他们要退 李明如直接面无表情地看了过去 只一个眼神 天空之中 一百多名助基修士 连同五名杰丹 以及一位元英镜宗主 顿时全部僵住 一动不敢动 为首的云古宗宗主 从见到李明如开始 就已经彻底猛逼 当即就想要偷偷溜走 可此刻见自己已经被发现 便立刻摆出一张忐忑不安的笑脸 对着李明如恭敬道 李前辈 好久不见 在下 我再跟我徒弟说话 看不见吗 此话一出 云古宗宗主的老脸 赫然将成了猪肝色 他哼哧哼哧了两下 最后实在不愿在弟子们面前丢面子 故而强忍心中巨异 大声怒斥道 李明如 你现在只是个结诞 我敬你是前辈 你不要得寸 话到一半 满头大汗的老者 却忽然停住 再也不敢继续开口 只因为他发现 眼前这个男人 看自己的眼神 变得越发冷漠 就是这个眼神 他当初把上三宗的某位老族打残之前 所露出的 就是这个眼神 雪地里 见天上的修士全都闭嘴 颤颤巍巍地立着 李明如才转回头 继续看向面前跪着的少女 小丫头 你想讨回公道吗 将您含泪点头 公道 我给不了你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个 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机会 说完 他彻底转身 再次抬头看向天空中 所有的云谷宗修士 谁让你们在我面前飞得下来 云谷宗宗主 感觉自己今天真是老脸 都丢尽了 心中不愤的他 直接怒吼 下来就下来 说完就第一个落到地面 动作快得一逼 这云谷宗的修士 怎么能这么怂 本家主还等着看 李明如这狗贼出手吗 古四 镜子前 看到这一幕的 上官生气的火冒三丈 一旁的无心禅师 也是有些尴尬 他天天吃斋念佛 不问世事 因此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明如施主 即便是调成了结丹 云谷宗的原因 宗主还会这么怕他 上官施主 我们还继续等了他问 还等个毛 等着看他装帅吗 上官生骂骂咧咧道 这云谷宗太耸了 根本都不需要 这狗贼出手 估计就得直接跪地求饶 走走走 我们也要去装一波 李明如这狗贼太过分了 每次都是这样 只知道自己装帅 然后让本家主 无帅可装 这次本家主说什么 也要去装一会 天空之中 一众云谷宗修士 纷纷听话地落下 颤颤巍巍地 站在云谷宗宗主身后 大气都不敢出 而江宁的弟弟江远安 更是目中写满了惊恐 他加入云谷宗时间不长 并不认识李明如 但这不妨碍他察觉到不对 他能感受到 自己师父的恐惧 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一直以来 自己心中强大无比的师尊 此刻居然会怕得直哆嗦 而就在他觉得事情不对 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远处的天空中 忽然传来一道 嚣张至极的狂笑声 微闻其人 先闻其声 远处的天空中 一位身穿黑色沙衣的男子 带着极其作作的 装帅笑声飞来 其身旁还跟着一个满脸 尴尬的瞎眼老和尚 云谷宗宗主 看到这二人 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老和尚他没认出来 但这个黑衣中年人 他认出来了 获自难来 魔门大开 上官一起 神舟大乱 此刻 场中所有人都听见了 这逼格虽高 但却尴尬至极的笑声 但谁都不敢笑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笑声的主人 是上官声 而与云谷宗一众羞逝的 惊恐反应不同 林小路一行人 看到上官声 和无心蝉尸后的反应是 纷纷猛逼 上官十六 老爹吴够 师父你怎么来了江宁 林小路 这就是吴够的师父 和花蝴蝶的爹爹嘛 吴够的师父好穷 加杀上好多不丁 花蝴蝶的爹爹还挺帅的 以后我也要这么出场 相比这几个少年人的反应 李明如则比较奇特了 因为于杭镇离吴心寺不远 所以吴心蝉尸现身 在他的意料之中 可上官声来了 就让他有些惊喜了 因此 当他看到上官声 春风满面 逼格满满地落地后 直接惊呼出声 二狗子 哈哈哈哈 可可还刚落地 正放声大笑的上官声 听到李明如 对自己的称呼 顿时呛的一阵咳嗽 然后顾不得 自家闺女对自己打招呼 对着李明如 就开始怒目而视 狗贼 你特么在喊我小明试试 小尊称 李明如也反应过来了 先冲吴心蝉尸点头 然后对着上官声 抱歉一笑 二狗兄 你来了 李 明 如 被破坏逼格的上官声 赫然大怒 一脑瓜扑上来 对着李明如 就挥舞起了拳头 李明如也丝毫不怕 和上官声两个人 当街扭打在了一起 把林小鹿一行人 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特么什么情况 这就是当时魔门魁首 和人间正道三百年 场中 李明如和上官声 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道袍飞舞 黑袍荡漾 两个中年人 当街在雪地中打滚 而一身补丁的无心蝉尸 则默默地站着 脸上毫无表情 仿佛早已习惯了一样 这把林小鹿 吴构 江宁 上官十六 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几人呆愣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上去拉架 老大 算了算了 这还有正事要办呢 爹 别激动别激动 您先松开李前辈的裤子吧 一旁 一脸呆滞的吴构 同样看着这一幕 然后猛逼地看了看自己师傅 师傅 李老师主和上官老师主 无心蝉尸笑了笑 庶掌于胸前 对自己的徒弟倾倒 徒儿莫慌 俗话说 男人至死是少年 修行也是如此 讲究一个心如成静 尤其像李师主和上官师主 这样的人间大能 更是完全不用受世俗礼法的约束 毕竟心性早已经达到了反扑归真之境 所以 偶尔智力不高 也是可以理解的 吴构听得一脸猛逼 梁九 他才一本正经地点头 弟子明白了 李明如 你把白女图鉴 还给本家主 二狗子 今天本座就是被你打得欺翘流血 口吐白沫 本座也不还你 狗贼 那玩意儿你就知道看 你又不用里面的招式 给你看 就是糟蹋东西 你管我 本座就是要看 每天看一遍 神清气爽 延年益寿 啊 狗贼 我弄死你 此刻 林小璐抱着自己老大 一边劝架 一边将他拖走 上官十六 也抱着自己爹爹 将其拉开 而二人被分开后还不服气 手打不到对方了 就拿脚踹 两个人四条腿直灯 把在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也把他们心中对大佬的幻想 全都击碎 而云谷中的宗主 看到这一幕后 目光微动 迟疑了半想 身子忽然变得透明起来 李明如不试杀 如果只是他来了 自己即便打不过 跪地求饶痛哭流涕一番 倒是还有活命的机会 可现在上官生也来了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个魔头肯定会把自己剁成碎肉 连魂魄都抽出来 装进他的本命法器里 因此 自己必须要跑路了 哪怕丢下 这一众弟子 也得跑 场中 李明如和上官生杀身震天 打得不可开交 一头白发的云谷宗宗主 死死地盯着 见他俩的视线都不在自己身上 顿时身子一紧 当即就要不动声色地瞬移出去 可就在他即将消失的瞬间 他的肩膀忽然被人一拍 场中 一百多名云谷宗修士 全都吓了一跳 纷纷惊恐地看着 这突然出现的老和尚 看着他按住自己宗主的肩膀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一百多个修士 其中杰丹长老也不少 但愣是 没有一个人发现 无心禅师的出现 而云谷宗宗主 也是惊恶地站着 丝毫不敢乱动 这老和尚 明明只是一个结誕 但他的出现 自己居然都没能察觉到 他艰难地扭过头 看了看无心禅师 那双白茫茫一片的瞳孔 感受着他那只有结誕镜的修为 整个人恐惧地 都开始微微颤抖 老施主 上官施主和李施主正在斗法 还请看完 无心禅师温柔笑道 云谷宗宗主 瞅了一眼李明如和上官生 见他俩还在相互大骂 并没有看自己 便强压心中惊恐 低声恐吓道 老突驴本宗主是原因 你最好不要不识抬举 恐吓的话语放出 无心却依然只是微笑 请道 老施主 武力上的境界 向来都只是一方面 大到三千 皆有境界之分 施主这香了 平僧是结单不假 但平僧不只是结单 不幸的话 老施主可以动一下试试 平僧会给老施主一个惊喜 云谷宗宗主 他深深喘了几口气 但却依旧不敢反抗 开玩笑 能跟李明如上官生一起玩的 能有小角色 别说这老和尚是结单 他就是个凡人 自己今天也得警惕警惕 此刻 云谷宗宗主 被无心地混沌眼瞳看着 丝毫不敢乱动 只好苦涩求饶道 和尚 你慈悲 放本宗主一条生路吧 上官生那个魔道头子 会将本宗主扒皮抽筋 你们佛祖不是说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说什么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吗 本宗主愿意放下屠刀 真的愿意 本宗主可以发誓 一百多位云谷宗修士的目光注视下 无心禅师却依旧摇了摇头 老施主 贫僧不是佛 佛是贫僧 所以 佛说什么 和贫僧无关 至于老施主的屠刀 放 或是不放 贫僧说了不算 老施主 说了也不算 那位大唐女施主说了才算 毕竟 老施主所害 是她的家人 听到无心禅师的话 云谷宗宗主差点吓尿 她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带着哭腔道 大师 你慈悲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修行了数百年 才有今天的修为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我还有这么多徒弟呢 大师 云谷宗宗主 已经吓得腿肚子不住打仗 但无心禅师 却是依旧微笑着摇头 老施主 不要怕 有贫僧在 不会让你无辜的弟子受牵连的 此话一出 云谷宗其他修士 顿时松了口气 而云谷宗宗主 则是两眼一黑 听得差点晕过去 无心禅师继续说道 老施主 天道茫茫 皆有因果 如若没有当初颠覆大唐的因 又何来今日的果呢 所以 请安心接受 自己亲手栽种的果吧 脱驴 恐惧到极致的云谷宗宗主 彻底绷不住了 对着无心 直接破口大骂 你根本不配做出家人 你没有慈悲 无心被骂 却是没什么反应 似乎已经习惯了 只继续按着面前 暴跳如雷的老者 面无表情地讲述道 老施主 很抱歉 贫僧确实不太配做出家人 但贫僧依旧认为 如果今天对老施主慈悲了 那就是对大唐那些无辜凡人的残忍 因此 这个世道上并没有真正 绝对的慈悲 每个人的慈悲都各不相同 而今天 请老施主面对因果 这便是贫僧的慈悲 佛来了都没用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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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地中 上官生双手插腰 不停地喘着气 面前的李明如也好不到哪去 她甩起道袍擦了下汗 然后抱着酒葫芦 一阵痛疑 两个人结实累得够呛 怎么样还骂吗骂不动了 狗子你自己骂吧 我也骂不动了 呼 不过我女儿在这儿 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叫我一声上官家主 我叫你明如兄 行吧行吧 我徒弟也在 我们就互相给面子 给小辈留下点好印象 不然他们以后 要是以为人间最强 就你我这副德行 道心估计都会垮 有道理有道理 场中 四个少年人 看着李明如和上官生 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 正等得有些着急时 他俩忽然哈哈大笑 勾肩搭背地拥抱起来 哈哈 上官家主好久不见了 哈哈 明如兄 本家主想死你了 所有人 上官生亲切拉着李明如的手 来到了江宁面前 小姑娘别害怕 你是石榴的朋友 今天这事 本家主和明如兄 来替你摆平 江宁文言 眼眶一红 当即道谢 而随后 上官生和李明如 就仿佛两个多年好友一般 一同走向不断哆嗦的云谷宗宗主 俩人一边走 还一边拱手谦虚 上官家主请 明如兄请 上官家主客气了 上官家主请 明如兄太谦虚了 明如兄请 上官家主是魔道魁首 还是上官家主先请 哈哈 明如兄天下无双 又有摘心之能 还是明如兄请 哈哈 要不 我们同请 哈哈 好 说完 俩人皆豪情万丈的大笑 并肩走向快被吓死的云谷宗宗主 四个少年人 见他俩这一副惺惺相惜的模样 顿时风中凌乱 而云谷宗宗主见 他俩一同走向自己 顿时吓得一击灵 裤子直接湿透 一旁的无心蝉狮看不见 但却闻到了一股子尿骚味 颇有些无奈 他按着云谷宗宗主 面向李明如 温柔提醒 李施主 你刚才说 要让江宁小施主 自己讨回公道的 李明如文言一愣 随后再次豪情万丈的大笑 哈哈哈哈 上官家主见笑 在下忘了 哈哈哈哈 无妨 我们一同 去给大唐小丫头公道 好 上官家主请 明如兄请 上官家主再请 明如兄再请 所有人 林小璐和上官十六 眼睁睁看着他俩 再次回到了江宁面前 场中 李明如和上官生 跟两个大傻子似的 一阵请来请去地 走到江宁面前 随后李明如笑道 小丫头 把你的乾隆红音拿出来 满脸泪痕的江宁一愣 便抬手 将手中的黑色布包提起 并摘下了黑布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林小璐也好奇地看着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江宁的 这把乾隆红音 因为一直以来江宁都很小心 即便是他都不给看 而此刻 他也终于见到了 这把所谓的神器 这是一把黄铜色的长枪 枪头与枪杆的连接处 有着厚厚的红音 看起来很普通 就是一把红音枪 而此刻 江宁擦了下眼泪 抱着这把长枪哽咽道 两位前辈 我尝试过无数次 想要召唤 这把乾隆红音的龙魂 但他一直都不愿理我 李明如笑了笑 冲江宁伸出手掌 来 给本座看看 江宁微微一迟疑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 将乾隆红音 放到李明如手中 远处的云谷宗宗主 和已经面无吐色的江远安 也眼巴巴地看着 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李明如接过乾隆红音 打亮了几眼后 便呼得抬手一握 下一刻 一股狂暴的灵力 直接从李明如体内爆出 天空中的云层 都被赫然冲散 一旁的上官声 更是直接吓了一跳 李明如原因了 同一时间 另一处世界之中 无数闭关的老者 几乎是同时睁眼 不敢置信地感受着 界内生出的独特灵压 是那个人的灵力 此刻 李明如身上的灵力 不断扩散 全身都隐隐透着奇妙的流光 而紧接着 一道清光忽然从天而降 直接就要降落在 她的眉心之中 看到这一幕 上官声再次一惊 天人 场中 云谷宗宗主彻底崩溃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木讷地看着李明如的身影 这一刻的她彻底明白 云谷宗到了自己这一带 完了 同一时间 东瓜村 一位戴着圆框眼镜 正在房间内烤红薯的老者 感受着那天地间的无限威压 嘖嘖惊叹 路啊 我给你找的这个师傅 够掉了把此时 所有人都惊讶无比地看到 那一道笔直的清光 从天而降 眼看就要 落在李明如的额头上 可李明如却猛地一抬头 直接看向那落下的清光 清光赫然被吓住 居然直接停在了半空 再不敢落下 见到这一幕 全场都梦了 无垢 上官十六 林小璐三人并不太清楚 这清光是什么 但大概也能猜到 这清光 应该是来自天道吧 而一旁的上官生 和无形禅师 则是非常清楚 这是已经三百多年 没有出现过的 飞升林侠 而就在大伙 都在惊叹万分时 下一刻 一个令所有人 头皮发麻的场景出现 只见李明如看着头顶 那停滞不前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尴尬无比的清光 赫然说了一句 滚 滚字一出 那笔直的仿佛 贯彻天地的清光 居然真的缩了回去 且缩回去的速度 快得惊人 所有人都猛猛地 看着清光消失 而紧接着 李明如手中握着的 乾隆红鹰 就闪耀出一抹刺眼的寒芒 一道苍茫的龙银声 自枪声内响起 看到这一幕的江宁 顿时泪目原睁 激动地捂住了嘴 一旁的上官生 见状老脸一黑 不服气地哼哼 又让这狗贼装到了 场中 李明如握着乾隆红鹰 对其笑问 为何不认将是丫头为主吼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银声响起 乾隆红鹰上绽放的流光 化作一条巨大的 银白色龙银飞出 转瞬之间盘旋于空 其如梦似幻的一幕 把林小鹿看得鼻涕都冒了出来 几个少年人 都正正地看着 那不断飞舞盘绕的巨大身影 惊叹万分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龙 而没过多久 一身银白色的苍龙 便飞到了空中 带着满身的荧光飞舞盘绕 并看着下方站着的李明如 龙口一开 沙哑地发出声音 大唐苍龙敖心 见过李天尊 李明如点了下头 随后握着乾隆红鹰继续问道 回答本作的问题 为何不认将是丫头为主 李天尊 在下曾和太清定下誓言 只见男儿险 不认女儿婚 还望天尊 不要为难在下 苍龙开口解释道 而他这一解释 直接把李明如给气笑了 你大唐都特么快亡了 你还跟我说 你不认女儿婚 江太清跟你定下的誓言 是守护大唐 怎么着 你不认这小丫头 难不成 要认那师父杀亲的兔崽子 远处的江远安 听到这话 顿时吓得一哆嗦 跟云谷宗宗主一样 跌坐在地 师徒俩开始相依为命起来 场中 李明如继续骂道 最讨厌你们这帮迂腐不堪的老家伙 丝毫不懂得变通 江家丫头没点比男儿差了 你对他是不满意 还是怎么这苍龙文言沉默了一下 随后用那双璀璨的银色龙目 看向一脸泪痕的少女 梁九 他人性化地叹了口气 听到 江宁性情刚烈 也有智谋 确实非常不错 这些在下也是知道的 可是 他顿了一下 随后重重地叹息道 可是李天尊 誓言就是誓言 在下如若违背 定将遭受天道反噬 在下 有本作在这里 你问问天道 敢不敢反噬你 李明如直接打断苍龙之语 随后抬头望天 发出一声 仿佛上古苍穹传出的红音 天道 你敢不敢 巨大的声音骤然乍响 把林小璐都给震的耳朵疼 万里无云的天空中 静悄悄地 没有一丝动静 而李明如见天空没有动静 眉头一皱 声音再次拔高 怒然鹤问 我问你敢不敢 狂暴的话语一出 深邃的天空中 立即传来一声闷响 轰隆 晴空霹雳 听到这声闷响 苍龙的龙目中 亮起了不敢置信的神情 他感受到了 自己不可让女子驾驭的那条誓言 没了 场中 所有人都被李明如一连串的手段 震惊地瞠目结舌 林小璐更是鼻涕 都懒得擦了 就睁着大眼睛 一脸呆滞地看着 而感受到天道誓言被解之后 李明如背着手 逼格满满地哼了一句 哼 惯得都是毛病 看到这一幕 上官十六 悄悄拉拉拉自己老爹的袖子 小声问道 爹 你能跟天道说话吗 上官声闻言 老脸一红 随后咳嗽了一下 一脸淡定道 如果只是说话的话 那倒是可以 但天道里不理你爹 那就不知道了 上官十六 此刻 李明如收回目光 转向苍龙 现在 可以任将丫头为主了 已经被吓到的苍龙脑瓜子指点 李明如被他的反应斗得一乐 笑眯眯地看了他一眼 抬手一挥 红鹰枪顺势飞出 在空中转了个圈后 哄 得一声插在江宁面前 而苍龙也心领神会 不再犹豫 巨大的身躯一转 直接飞入长枪之中 然后对着泪流满面的江宁 响起阵阵龙吟 大唐苍龙敖心 拜见女皇陛下 江宁眼眶种种地 看着眼前的长枪 一时间有些猛 而李明如则对他笑道 丫头 公道 要自己去取 仇 要自己来报 因为只有这样 今后你回想起来 才不会觉得遗憾 这是你先祖留给你的力量 一个可以依靠龙魂 硬汉元英的力量 使用它吧 为了你死去的亲人 说完 李明如便一手背在身后 一手提着酒糊落 看向面前的一众云谷宗修士 和已经下滩的云谷宗宗主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喜欢欺负人的元英大佬来 你过来 过来和江丫头单挑 本座看着 云谷宗宗主文言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他先是瞥了一眼江宁 随后带着讨好的笑容 对李明如问道 前辈 如果我赢了 能否放我一条生路 李明如抱着胳膊笑笑 本座考虑考虑 说完 他就懒洋洋地提着葫芦 走到客栈旁边 往一架农用的小推车上一座 冬瓜村一把 滚过来 坐为师旁边看打戏 哦 好的老大 林小璐鼻涕一甩 跑到李明如身边坐下 同时小手 放在脸颊两边高喊 阿宁不要怕 拿你的长枪捅他 你可以的 上官十六 也拍着少女的肩膀 哈哈大笑 阿宁你放心 有我爹在这儿 狠狠地揍他 替你父皇母后皇叔报仇 江施主 我们与你同在 无垢双手合十地微笑道 场中 众人纷纷让开 独流江宁 站在雪道上 面对云谷宗宗主 泪流满面的江宁冲大伙 点了下头 随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看着面前杀害自己父母亲朋的罪魁祸首 红肿湿润的眼眸中 渐渐闪烁起滔天的恨意 而云谷宗宗主 此刻也是有些跃跃欲试 乾隆红鹰的龙魂 可以让凡人拥有 元英级别的实力不假 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宁就可以打败自己 毕竟自己成为元英已久 而这小姑娘 第一次使用乾隆红鹰 必然生疏 因此 她还是有些自信的 只要打败这乳羞未干的丫头 自己就有希望活下来 云谷宗宗主 努力地将今日的遭遇 震惊 恐惧 全部抛到脑后 苍老的目光之中 赫然只剩下江宁一人 而江宁 也终于拔起了面前的红鹰枪 下一刻 身穿红色大肠的她 便当着所有人的面 声音颤抖地念出口诀 青山中谷 叹我煞血枪猴 枪指中流 赶向苍穹妖宫 壮士断手 热血由先红 先凡有别 却可天下大同 今日红鹰在手 何时再赴苍龙 死后 宛如诗词一般的口诀 被完整念出 冲天的龙鹰声再次响起 红鹰枪一阵闪烁 让江宁全身都闪耀出了 银白色的霞光 在冬日的暖阳照耀下 显得格外刺眼 手推车的车板上 林小璐看着全身流光一彩 面容坚定的少女惊讶 老大 阿宁突然变好看了 没以前那么丑了 她以前很丑吗 李明如喝着酒笑问 挺丑的 林小璐点头 比你掌门还丑李明如惊讶 嗯 差不多吧 她俩瞅得半惊八两 林小璐评价道 嗯 那确实挺丑的了 李明如非常认真的表示赞同 雪地之中 浑身闪耀银色光芒的少女 抬手抓住身上裹着的红色大肠 然后猛然一挥 哗 红色大肠飞起 而下一刻 少女银白色的身躯 便直接飞升起来 持枪冲出 速度快的林小璐 都有些看不清 只看到荧光一闪 然后雪地上的积雪 便直接炸开 掀起两道长长的雪浪 好快 客栈旁边 和无垢坐在一起的无心禅师 见江宁 已经和云谷宗宗主 在天空中对上 便默默抛起一颗念珠 念珠涌现出一道道金光 寝客之间 就给周围的房屋 地面 商铺 农具 全都贴上了一层金色薄膜 凡人生活不易 若是被破坏了 就不好了 无心禅师笑道 这有什么的 上官生翘着二郎腿鄙视道 打坏了本家主来陪 别问 问就是钱没地方花 说完 他扭头看向李明如 你别光顾着自己喝呀 给我也来点 正抱着酒葫芦痛凝的李明如 瞥了他一眼 笑道 上官家主也想喝可以呀 不过 我讹没摘心的膳食堂 年久失修 需要一些零食 上官家主 您怎么看上官生 呸 你个狗贼 哼 此刻 天空之中 身负苍龙之魂的江宁 已经彻底和云谷宗宗主对上 现在的他 拥有种种玄妙的神通 长枪一甩之间 一道龙影便伴随着阵阵呼啸声 自枪间内传出 和云谷宗宗主的紫色流光 凶狠对撞 在半空中掀起满天凌浪 若不是无形禅师提前做了布置 只这一下 整个渔航阵就会被夷为平地 林小鹿养着脑瓜 眼巴巴地看着可以飞的江宁 在高空中和云谷宗宗主对打 看着他人枪合一 化作一条咆哮的银色苍龙 席卷苍穹间 龙银声阵阵 惊讶的嘴巴都喝不拢 安宁好厉害 现在我都打不过他了 很正常 李明如同样看着化作苍龙的少女 笑道 这头苍龙本就是原因境界 此刻附在这丫头身上 这丫头自然也就不虚原因 说完 他笑呵呵地看了眼自己这傻徒弟 为师本来还在助小月儿天道助击 结果半道被掌门喊了出来 这才知道 你小子都下山一年多了 我妹妹怎么样了呀 林小鹿问 非常不错 李明如谈起小月儿非常自豪 略显兴奋到 小月儿的天赋比为师还高 一旦助击成功 寻常结单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一听这话 林小鹿顿时开心地眉飞色舞起来 兴奋了好一会儿 才再次看向李明如 老大 我都不知道你以前坚守人间正到三百年 还打得天上的神仙不敢下凡 你藏得也太深了 李明如文言 哈哈大笑了几声 拍着她的肩膀笑道 这有什么的 别说你了 你师姐和师兄也不知道啊 小月儿也不知道 目前咱们鹅没知道为师牛逼的 只有掌门和你这小鬼 说完 她就嘴角一翘 露出一个邪魅眷狂的笑容道 徒儿 你对为师的牛逼 根本一无所知 哈哈哈哈 林小鹿 场中 三个少年人 跟着各自的长辈 悠哉悠哉地闲聊着 而苍穹之上 被苍龙环绕的江宁 则是长枪乱舞 龙银振振 直逼的云古宗宗主 止不住地后退 云古宗宗主 此刻已经有些慌了 她根本没想到 江宁居然瞬间 就掌握了乾龙红鹰 且枪法造诣颇深 此刻的她 有龙魂护体 不但可以飞行 一朝一世 还都夹带着苍龙之威 居然让自己感受到了 莫大的压力 一对一的情况下 自己好像还真不是 她和苍龙的对手 二人在空中化作两道琳琅 相互对冲数次 其扩散出的灵威不断扩散 冲天的巨响 一声接着一声 而感到压力的云古宗宗主 在连斗数个回合后 不敢再留守 身躯一闪间 灵气暴涨 周身灵力 顿时化作 树道长长的紫色气浪 旋转着 想要束缚住 江宁所化的苍龙 而苍龙却根本不管不顾 咆哮之间全力冲锋 双目中更是带着滔天愤狠 血债 要用血来尝 死后 一声历然的龙吼声 再次响起 树道紫色气浪的 旋转束缚之中 全力冲刺的苍龙 被死死束缚住 离云古宗宗主 只有一步之遥 而下一刻 少女伤痕累累的身躯 居然直接从苍龙的眉心中冲出 一枪命中云古宗宗主的胸膛 哄 白发苍苍的云古宗宗主 瞬间坠落在地 捂着胸口 吐出一口鲜红 哄 又是一声巨响 面容冷峻 手持红鹰枪的江宁 从天而降 立在了老者对面 老爹 来 吃个橘子 上官十六 吃了一枚橘子 上官生吃得很开心 然后看着从天而降的江宁笑道 这小丫头不错 第一次使用乾隆红鹰 居然就这么契合 可见平时没少下功夫 对啊 阿宁很努力的 只是可惜他 无法修行 上官十六夸赞道 场中 云古宗宗主刚刚站起 就再次被持枪而行的江宁近身 面对他龙影相随的连环攻击 只能不断后退 慌乱之中 抬手要用纳戒 但无数次在心里幻想击杀仙人的江宁 又怎会给他机会 红鹰枪毫不犹豫的一挥 苍龙赫然飞出 一口咬住他的手腕 直接将其生生咬断 血剑无步 啊 云古宗宗主捂着血流不止的断手 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 新红的血浆 洒在地面的积雪上 显得无比刺眼 而此刻同样受了些伤的江宁 却继续进攻 长枪挥舞间 一枪挥在云古宗宗主的脸上 直接将其打翻在地 云古宗宗主倒地后 挣扎着爬起 刚起身 江宁就单手握枪一冲 锋利的枪间甩动着红鹰 瞬间捅穿他的喉咙 死后 银白色的苍龙 赫然从云古宗宗主的后颈穿出 云古宗宗主 抓着位于喉咙位置的红鹰枪 双目圆睁 死死看着面前的少女 少女的脸上沾染着他的血 目中含着愤怒的眼泪 问道 痛吗不过 我父皇母后死的时候 应该更痛吧 说完就猛地一抽红鹰枪 云古宗宗主的喉咙顿时扑斥一响 大鼓大鼓的温热血浆喷涌而出 扑通 云古宗宗主跪倒在了雪地上 颤颤巍巍地看着被血染红的地面 他都没能想到 自己居然会输得这么快 不久 云古宗宗主的瞳孔开始涣散 最终在一众云古宗修饰惊恐的注视之下 一头栽倒在血泊之中 而江宁则看着他的尸体 孤零零地站着 然后甩了下红鹰枪上沾染了血子 而就在他准备去问罪他弟弟时 云古宗宗主的尸体 忽然升起一道透明的灵体 转瞬就要飞走 看到这一幕 江宁顿时吃了一惊 他忘了原因休逝死后 可以魂魄离身 场中 江宁看着灵魂飞走 一时间急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该怎么打魂魄 小丫头 别着急 正猛逼着 吃着橘子的上官声 却忽然笑道 这个家伙的魂魄 让给本家主可好笑完 他又一脸眉飞色舞地 看向吴欣和李明如 你俩都不动了吧 不动 给我装一装吴欣蝉食一脸无语 一副懒得搭理他的样子 而正在跟林小璐讨论 叶青鸾和江宁 谁更丑的李明如 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示意他自便 见自己的两位老伙计都不想装 上官声顿时意气风发 逼格满满地站起了身 抬头看着那远顿离去的原因魂魄 豪情万丈地开始大笑 上官十六 看到自己老爹这副德行 顿时急地直翻白眼 爹 你快别笑了 再笑他就要跑掉了 哈哈哈哈 不急 不让他多费一会儿 怎么能体现本家主的牛逼呢 说完 上官声又狂笑了好一阵 直到云谷宗宗主的魂魄 都已经没了影 才得意洋洋地对林小璐等少年人显摆道 来 今天就让你们这些晚辈 来瞻仰一下上官家的绝学 说完 一身黑色长袍的上官声 便霸气地双臂一盏 身后顿时涌现出无尽的黑气 紧接着 这些黑气在他头顶汇聚 凝结出一颗巨大的黑色狗头 对着远处的天空张开了巨口 一股强大的吸扯力立刻出现 周遭天地间的灵气 都被其疯狂地吸收 林小璐看到这一幕 瞬间梦了 怪不得老大喊上官大叔二狗子 原来他是真的狗啊 黑色狗头引出的吸扯力 似乎只针对灵气 其他人和气物都感受不到 而没过多久 远处的天空中 就出现一个不断挣扎惨叫的透明灵体 绝望地被狗头吸进口中 这便是云谷宗宗主的魂魄 黑色狗头消散 上官声再次哈哈大笑 原音尽修饰的魂魄 就是不啊 林小璐猛猛地看完 惊讶到 狗大叔 哦不 上官大叔 你这是什么神通啊 上官声剑 林小璐问自己 顿时开心不已 觉得这小家伙不错 懂得配合自己装帅 故双手一倍 逼格满满道 小子 这是本家主的天狗十月诀 可夺天地之灵气 十万物之灵魂 是魔道中非常厉害的本命法诀 不管是修行还是对敌 都是一等一的强悍 花蝴蝶 你也会骂林小璐好奇地 看向上官十六 本小姐才不学 上官十六见她看向自己 抱着胳膊横道 这个法诀太丑了 我们家只有傻狗哥哥 和老爹才会学 我和大姐都不学 这么丑的法诀的 上官声剑女儿 吐槽自己的法诀丑 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 这丫头怎么说话呢 自己这法诀掉的一逼好不好 场中 几人正在说话扯淡 江宁则持握着红音枪 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弟弟江远安 江远安身边的云古宗修士 默默让开 独留她一个人面对江宁 扑通 面容与江宁有几分相似的少年 直接跪了下去 满脸泪痕 姐 我错了 你杀了我吧 少年一脸追悔莫及的模样 对着江宁苦涩一笑 姐 对不起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我愿意为我的过错付出代价 远处 喝着酒的李明如 看到这一幕 笑盈盈到了剧 这小崽子 有点头脑啊 上官声也是抱着胳膊点头 确实是个有点脑袋的肿 上官石榴疑惑 李前辈 老爹 你俩在说 啥这家伙 不是在认错吗 李明如和上官声皆是笑而不语 林小璐也有些不理解他俩的意思 而一旁的吴构和师傅无心禅师 也是静静地看着 并未出声 场中 江远安抬起头看向江宁 脸上露出追悔莫及的神情 而江宁只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真怀念我们小时候啊 姐 那时候你 经常带着我在皇宫里顽皮 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可惜已经回不去了 江远安的眼神中 透露出回忆 说着儿时的事情 而他正说到动情处 江宁却忽然一台红鹰枪 扑哧 一抹热血 洒在了洁白的雪地上 江远安喉咙被穿 不敢相信地看着江宁 他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可刚一开口 就被嗓子里涌出的血浆堵住 什么也说不出来 李明如和上官声 看到这一幕 揭露出了些许意外的神色 这丫头可以啊 才十几岁的年纪 就如此冷静 丝毫不感情用事 倒真有点君王的意思 不管是李明如 还是上官声 都对江宁的表现很欣赏 就连一旁的无心禅师 也默默说了一句 小施主 够果断 天空开始下雪了 江宁持握着红鹰枪 看着面前弟弟的尸体 凉酒 抬起头 因着天空中落下的雪花 含泪露出了笑容 而他的面前 一百多位云古宗修士 面面相去地站着 冤有头 债有主 你们走吧 云古宗余下的修士文言 便冲江宁拱了拱手 然后小心翼翼地 看了李明如和上官声一眼 见他俩没有阻拦 这才飞顿而离 夜晚 虚实 客栈内阿 林小璐嘴巴张得老大 一口吞下 三枚之多味美的猪肉大葱水酒 开心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你慢点吃 跟多少年没吃过饭似的 一旁的上官十六嫌弃道 闺女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男人就是要像小璐小兄弟这样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这才是男子哈 长方形的桌前 上官声将碗中酒水一饮而尽 然后看着面前的李明如 老李啊 你不行啊 喝酒怎么喝得跟娘们一样 闺女 再给你颠满上 上官十六翻了个白眼 抱起酒坛子 一边倒酒 一边嘟囔 喝吧喝吧 迟早喝成糊涂蛋 到时候 本小姐就夺了你的位置 然后让三千魔道的魔头们 天天围在本小姐身边 夸本小姐漂亮 林小璐一边吃着饺子 一边鼓着脸看向李明如 老大 你吃完饭就要走了吗 嗯 你妹妹还在闭关 不能没有人看着 说完 李明如看向无心禅师笑道 无心 我徒弟要去你那儿 学什么一金金核心一把 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无心禅师温柔笑应 李施主放心 小璐施主跟着平僧 平僧定当竭尽全力 不让他饿死 哈哈 那我就放心了 李明如笑着说完 又看向江宁笑道 江丫头 你确定要回大堂此话一出 饭桌上的林小璐 无垢 上官十六等人 全都停下了动作 同时看向江宁 江宁已经抱了血海深仇 也掌握了乾隆红英 要回大堂了 饭桌上 少女看了一眼大伙 然后默默点了点头 林小璐健壮抿了下嘴 没说话 继续闷头吃水饺 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 好在几个大佬并没有什么感触 上官声将酒水一饮而尽 然后对着上官十六问道 闺女 你真不跟你爹回去 你娘一直念叨你 因为你的事 三天两头地跟我吵架 搞得你爹我在一众魔头面前很没面子 上次跟三千魔道的魔头们商量事情 你爹我是全程跪着搓衣板开的 你知道 你爹跪着搓衣板 还要努力装出一副豪情万丈的大佬模样 有多累吗 我就不回去 上官十六才不管他 撅着嘴哼道 我也要去无心四晚 上官声尖自己丫头 这副意料之中的德行 也就没说什么 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手从手指上摘下一枚那剑 摆在无心禅师面前 无心 本家主也把犬女交给你了 无心禅师笑了笑 将那戒推回 轻道 上官施主不必如此 好友之女 平僧定当好生教导 上官生知道无心的脾气 见他不收 也就带回了那剑 然后再次对上官十六嘱咐 闺女 你要去无心四晚 爹不拦你 但你一定要听无心的话 他是世间少有的智者 不可顽皮 明白吗 哎呀我知道了 爹你真烦 上官十六哼道 你就放心回去吧 我跟鹿崽子和无狗关系可好了 夜晚 李明如和上官生九过三巡 林小鹿也吃得贼撑 而当他努力 想要再吃几块时 李明如却把他喊了出来 这会儿 渔航镇上的居民都已经回来了 客栈外也很热闹 虽然下着雪 白天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但在这大年三十的夜晚 却依旧洋溢着 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 客栈大门外的台阶上 李明如和林小鹿 一大一小并肩而坐 看着雪景中相互道喜 恭贺新春快乐的人们 一个打了个酒格 一个打了个宝格 模样颇有些滑稽 老大 你一会儿叫走吗 林小鹿摸着小肚子 有些不舍得问 李明如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别那么多愁善感 你能体验一次江湖 我也是觉得挺好的 等过段时间你回峨眉 一定会变得比现在更加出色 嗯 我一定把一金金核心一把学会 然后看能不能在武道的路上 更进一步 少年非常认真的说道 李明如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对自己这努力的徒弟 确实非常喜欢 常言道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自己这个徒弟会思考 也有悟性 而且足够努力 自己这个做师父的 自然愿意全力帮助他 毕竟 师父从来不只是一个称号 更多的 也代表一种责任 老大 天人静的修仙者 真的是在天上吗 你为什么没有去天上啊 林小鹿忽然问道 他对李明如的过去 特别好奇 而李明如听到这个问题后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看着面前大雪纷飞的官道 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 目光闪烁着回应道 因为人间 有好的风景啊 好的风景 李明如看了这傻小子一眼 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头 每个人心里啊 都有着 一道最好的风景 而对于为师来说 当那道风景出现的时候 全世界都换不走 林小鹿茫然地点了下头 现在的他 还不太懂这话的意思 不过他能感觉到 老大说的这个风景 一定很重要 而且特别好看 一身道袍的李明如喝了口酒 话匣子似乎也打开了 继续拍着他的肩膀笑问 对于小鹿来说 最美的风景 是什么呢 我妹妹开心地笑 林小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李明如笑问 那如果小鹿长大了 变得非常厉害 可以去更厉害的地方 但不能带小鹿去 小鹿会怎么办 那我就不去了 小鹿直接回答 而回答完 他顿时就明白过来 然后惊讶地看着李明如 李明如也笑呵呵地看着他 看 咱们师徒俩其实很像 都是心怀正义 和美好风景的帅逼 林小鹿瞬间被逗乐了 抱着小肚子 哈哈直乐 老大这话说的真是一点都对 一听就是大实话 他笑了好一阵 然后才继续兴趣勃勃地问道 老大 你们都说我现在 是在行走江湖 可是江湖上的人 都很尊崇修仙者 所以到底是江湖大 还是仙介大 这个问题困扰他好久了 即便是机智如他 目前也并不知道 什么是江湖 而面对这个问题 李明如更是直接笑了出来 当然是江湖大了 李明如坐在客栈台阶上 仰起头 又喝了口酒 随后笑道 小鹿 等你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恩怨 而有恩怨的地方 就是江湖 人就是江湖 仙人也是人 他们的恩怨 比起凡人来说 只多不少 因此 仙介也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江湖罢了 说完 似乎回忆起往事的李明如 晃了晃 已经喝空了的酒葫芦 苦涩一笑 修为高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酒又喝完了 但还是没能痛快地醉上一场了 林小璐听到这话一愣 是啊 自己几乎每次见到老大 老大都是在喝酒 但他从来没醉过 连脸红都没有过 这就是老大的境界吗 他看着李明如惋惜的模样 有些不理解 老大为何都这么强了 还这么执着于醉一场 而正疑惑着 喝空酒葫芦的李明如 却突然画风一转 问道 蹲在客栈厨房的那只鸭子 你是怎么遇到的 啊 林小璐一愣 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明如 他没想到 老大居然发现了帅帅鸭 而思维灵敏的他 也立刻意识到 帅帅鸭真的不简单 虽然他早就有怀疑 但他看得出 帅帅鸭不想说 而自己作为帅帅鸭的老大 肯定也不好逼他 于是也就一直没细问 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 自己收帅帅鸭当小弟 也不会在乎他的过去 反正只要不是做监犯科就行 可此刻自己老大居然都问了 那就说明 事情真的不简单了 学业之下 林小璐有些迟疑地回答道 帅帅鸭是我买的 花了多少钱李明如问 六十文 贵了 林小璐 还不等他继续发问 陷入回忆的李明如 就突然起身 迎着大雪离开 只给林小璐留下了一个 孤独的背影 和一道充满遗憾的晚叹 天上仙人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道魔如是谈笑间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见问九夜辉宇 白骨如山龙惊飞 往事回首千百年 此番仙鹿 几人回 好想醉一场啊 哈哈哈哈 大年三十的夜晚 少年猛逼地看着李明如 消失在雪夜之中 少年挠了挠头 不知道老大今天是怎么了 自己只是因为 阿宁要走有些不开心 就问了他一些问题 他却来了这么多感慨 大人可真奇怪 当天夜里 李明如和上官生相继离开 而第二日一早 江宁也不告而别 只给林小璐留下了一封书信 上午 晨时 几人正在吃早饭 无垢 上官十六 林小璐三人 和躲了一夜的帅帅鸭 以及柳玉娘都在 无心禅师则默默地坐着 等待他们吃完一起上路 林小璐依旧没有问帅帅鸭的过去 他觉得自己早晚是要回峨眉的 到时候把他带去 见到老大和掌门姐姐 就什么都知道了 此刻 他正在无心禅师面前 一边吃烧饼 一边虚心请教道 无心大师 按您走后 给我留了一封信 可是我看不懂 您能帮我看看 那蛮一旁的上官十六 听到这话 顿时来了兴趣 吐槽道 路崽子 你笨死了 这点小事 还用劳架无心禅师 来来来 你把信给本小姐 本小姐帮你看 林小璐冲上官十六一撅嘴 呸 上官十六 无心禅师笑呵呵地示意 林小璐念 林小璐便拿出纸张 高声朗读起来 小璐 我回大堂了 因为怕当面告别会舍不得大家 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非常抱歉 你别担心 现在的我有乾隆红鹰在 实力不虚原因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我 很感谢你 吴构师父 还有上官妹妹一路上的帮助 你们永远是我大堂的朋友 今后有空 一定记得来大堂找我玩 就像当初说的 我一定给你和还没见过面的小月妹妹 一人一个大官当 帅帅鸭听到这里 鸭脸顿时疑惑起来 老大这不是挺好的吗 这有啥不懂的 我不懂的是最后一句 林小璐指着信旨继续念叨 指缘赶军一回顾 使我司君朝雨暮 这是什么意思啊 林小璐眼巴巴地看向大伙 吴构老神再再不说话 上官时乐的文化水平 比林小璐好不了多少 也开始沉思起来 只有帅帅鸭用鸭翅捂住扁嘴 一副想笑而不敢笑的模样 无形蝉食看不见 但他却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请道 小璐施主 这是江宁施主 在对你表达爱慕之意 林小璐 客栈内 十四岁虚岁的林小璐愣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仰天长笑 哇哈哈 我特么也有人追了 老天有眼啊 无形寺 坐落在一座名为青旅山的山沟沟里 位置隐蔽 显为人知 除了山下的村民以外 很少有人知道 而即便是村民 他们也只是知道 山上有座不知名的古寺 寺庙里既不拜菩萨 也不拜佛祖 只有一个老和尚 和一个相貌清秀的小和尚居住 根本不清楚他们的身份 而关于无形寺 据吴构自己说 整个神州所知道的人 也不超过二十人 毕竟他自幼便和师父生活在这里 虽然也修行 但从来不用灵法 每天就和普通人一样 研究佛法 然后挑水 种菜 有时候 师父还会充当一下赤脚大夫 下山给村民们吃个病啥的 吴构骄傲地说 师父的医术和佛法一样高深 曾用几根银针 就为村民们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 此刻 林小璐 上官十六 帅帅鸭 以及柳玉娘等人 就跟随着吴构和无形禅师 来到了这所谓的无形寺面前 而这座藏匿于深山竹林中的古寺 给这群少年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破 太破了 整座寺庙 几乎都是用竹子和泥土搭建而成 连个牌匾都没有 更别提菩萨法乡了 若是不说 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这里是寺庙 无形禅师 原来你真的这么穷啊 林小璐扎巴着嘴感叹 看着眼前的无形寺 他想到了当初唐国的弥陀律寺 相比之下 那些个假和尚待的寺庙 都非常的金碧辉煌 里面的菩萨佛祖法乡 各个度了精深 逼格满满 而无形禅师 好歹是个修仙者 居住的无形寺 却是破成这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乞丐窝呢 几个少年人在寺庙周围 好奇地东瞅瞅膝看看 无形禅师则是微笑道 请为小施主先坐一会儿 平僧去给你们准备斋饭 说完 他便让无垢带他们四处转转 然后独自去了竹林后的菜地取菜 眼见无形禅师离开 林小璐立刻拉着无垢激动道 无垢 带我去看一斤斤核心一把 我要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牛逼武学 无垢被他牵着手 脸色微红 震了一下没震开 只能听到 小璐施主请随小僧来 上官十六等人也好奇地跟着 一行人在无垢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专门存放书籍的木楼 咔嚓 木门打开 走进楼内 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排排的书架 大部分的书籍都在师父的纳戒里 这里的书基本都是一些药理 经络 武术 星象之类的杂书 无垢一边在书架内翻找 一边介绍道 师父喜欢看书 所以收藏很多 几乎各个方向的书都看 林小璐好奇地拿起一本书 随手翻了两页 发现上面写的东西艰深晦涩 根本看不懂 无垢 你师父不是瞎子吗 怎么看书的林小璐问 无垢笑道 师父并不是瞎子 只是这两年为了参禅 而开始关闭眼耳鼻舌生意 用心去感知天地万物 因果轮回 以此来追求什么都知道 具有什么都不知的境界 帅帅鸭听见这话后 点了下鸭头 我听过 这就是传说中的 无心圣有心的大境界 鸭施主说得对 无垢带着几人上了二楼 继续翻找着书本 笑道 师父很厉害 不管是医术还是佛法 都是小僧最近养的人 说着 他从书架上 找到了一本灰蒙蒙的册子 小璐施主 这便是无上缠工心一把 林小璐闻言一喜 激动地接过册子 上官十六 也好奇地跟在他身旁张望 林小璐一把翻开书本 发现内容有点深 看不太懂 便准备回头慢慢研究 然后继续问道 一斤斤呢在这里 无垢抬手指了指 一座放满竹简的书架 微笑道 这座书架上所有的竹简 便是一斤斤 林小璐猛了 他面前的书架 比他人还高 上面堆积的竹简 更是密密麻麻 至少有好几百卷之多 而这 居然就是一斤斤 他从没见过 哪个武术 需要用这么多竹简来写的 林小璐猛逼得上前 随手取出一卷竹简 打开一看 然后 看不懂 第一句话 就直接看不懂 好家伙 心一把还能勉强看懂一些 这一斤斤就直接一点 都看不懂了 只见竹简上第一句写道 剑剑飞是剑 无名未能惜 道眼未精明 眉毛未落地 眉毛眉毛怎么落地 把眉毛剪掉吗 练功还需要剪眉毛 这一斤斤 也太任性了吧 他咋不让自己剪其他地方的眉毛 林小璐看不懂 上官十六也好奇瞅了两眼 然后他就捂着脑瓜 直说自己脑瓜疼 无垢见林小璐 看竹简看得斗鸡眼 都快瞪出来了 羞涩一笑 小璐施主 您喜欢吗 林小璐 无垢 你师父能看懂这上面写的啥吗 捧着竹简的林小璐 期盼问道 而令他绝望的是 无垢摇头了 师父不懂武学 对于一斤斤 也只能看懂一半 师父说 这一斤斤上所记载的 似乎是把养生功法 引气心法 还有武学里面相互结合 其中 人体内的经络 穴位 经脉 这些师父都能看懂 并且对自身的医术 受益肥浅 但对于武学和引导真气的法门 师父看得就一知半解了 毕竟师父并不是舞者 听到这话 林小璐瞬间就梦了 气鼓鼓地大叫 那怎么办我 好不容易来一趟 结果看不懂 无形禅师都没办法教我 他又翻看了几卷竹简 却发现上面的内容 是一个比一个难懂 别说明白意思了 自他都认不全 直接就看得脑壳生疼 鹿仔子你慌傻 本小姐可以陪你一起研究呀 一旁的上官十六 幸灾乐祸道 林小璐正在气头上 见上官十六 还在那里嘲笑自己 顿时瞪了一眼 这身穿花裙子的女孩 你再反我信不信 我在你头上抹巴巴 上官十六文言 傲娇的一番白眼 抱着胳膊哼了起来 不久 输假前 悲痛欲绝的少年 抱着竹简嚎啕大哭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太伤心了 坐拥宝山而不能取 这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舞痴来说 实在是难以接受 而就在他哭得快要昏死过去时 一旁看了几眼竹简的帅帅鸭 忽然开了鸭口 老大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我可以帮你看 哇 林小璐哭声一停 然后眼泪汪汪地看向帅帅鸭 上官十六 也好奇忘了过去 美目中充满了惊讶 鸭子 你能看懂上面的字幕楼的竹质地板上 帅帅鸭神秘莫测的一笑 如果有什么书 是连本鸭都看不懂的 那只能说明 这本书不是写给人看的 五十 几个少年人在寺庙里 享用到了第一顿斋饭 出乎意料的是 味道居然还挺不错 他们吃的 都是无心禅师自己种的大米蔬菜 很丰盛 青炒青菜 冬瓜汤 面汤菜丸子 全都是正儿八经的斋饭 但林小璐依旧吃得很开心 吃惯了大鱼大肉 偶尔吃一次斋饭 还挺好吃的 似乎是为了照顾林小璐的食量 无心禅师做的很多 还一直问林小璐量够不够 面对这样的一位大师 顽皮惯了的少年 也没好意思吃太多 只吃了十五碗米饭后 就嘻嘻哈哈地表示自己吃饱了 然后又吃了三根黄瓜 和一盆洗过的野果 就开始对一斤斤和新一把进行研究 习武不等人 林小璐首先学习的 就是目前勉强能看懂的新一把 而对于这门武术 他刚接触到时 其实是非常猛的 书籍上描述 新一把是非常厉害的无上缠工 又被称之为除绝透 其最高境界便是禅权合一 传说这门功夫 最初是由凡间一座 名为少林寺的寺庙僧人所创 这些僧人 经过千百年来的自耕自重 自食其力 在田间劳动食寿除地 掘土 摇露炉等动作的启发 悟出的一门上乘功法 而这新一把也很简单 锦衣母士和几个大事 只要练好一个母士 领悟其中奥妙 就可以变化无穷 发展成一个武术流派 此刻 竹林学院中 林小璐按照册子上的描述 反复练习着 新一把中的母士除绝头 说实话 动作挺丑的 她像个小猴子一样 在雪地里蹦跌来蹦跌去 把一旁的上官石榴 逗得咯咯直笑 无心禅师 则坐在寺庙的露天主板上 用一双瞎眼 看着少年习武 林小璐因为身体素质强悍 很快便把除绝头 这个丑兮兮的母士 练得有模有样 接着她又练起了 新一把的十二个大事 其分别为亮翅把 反身劈把锤 进步劈把锤 移伸把 斜式把 顺势把 反身推仓把 辽音把 腾挪把 斩翅把 推仓把 虎扑把 整体练下来 林小璐自己也不知道 这玩意儿有啥用 就感觉挺一般的 这些招式 或许并不能称之为招式 就是母士除绝头的变种 练习下来 感觉动作非常简单 一点没有其他武学招式的困难复杂 搞得她都有些不理解 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本册子 是怎么敢吹嘘心意 把是大臣无上拳法的 练了几遍 少年看着上官十六 在那儿笑得直蹬腿 仿佛在看耍猴一样 顿时气的脸颊一鼓 瞪了她一眼道 笑笑笑 咋不笑死你 恨本小姐就是要笑 你管我 上官十六 傲娇得一抱胳膊 然后继续哈哈大笑 林小璐健壮气的鼻子 都歪了 只能选择无视她 看向老神在在的无形禅师 郁闷问道 大师 这心意把真的那么厉害吗 我感觉好一般啊 无形禅师持着念珠 一边拨弄 一边笑问 小璐施主 怎样 才算是厉害呢 就是可以打败很多人呀 林小璐直言不会道 我学的第一门武术 是八级拳 刚猛无比 普通人练到大成 可以以一敌十 我学的第二门武术 是横练气功 普通人练到大成 可以不惧寻常刀剑 之后我又学了太极 以柔克刚 可以让一个体重不够百的瘦弱舞者 拥有打败远超自己体重的对手 我还学了锦衣卫八刀和窝刀术 皆是非常厉害的刀法 可是我就没见过 哪个武术像心一把这样的 这好像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招式 就是一个基础动作 然后在这个动作上 变来变去 简单的要死 一点都不复杂 无形禅师文言笑了笑 和蔼可亲地问 复杂的就是厉害的吗 呃 林小璐愣了一下 随后摇头道 也不是吧 不过 我还是觉得这个武术好一般啊 我练了一会儿都没发现 他强在哪里 无形禅师听到这里 歪着头想了想 随后笑道 小璐施主 贫僧不懂武功 但这本心一把 贫僧也是看过的 小璐施主只管练习就好 一朝一世 用心去做 尽量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 剩下的只管交给自然 林小璐听无形这么说 也就没再说啥 继续练习起了枯燥乏味的心一把 而无形禅师 就这么一直看着少年练功 笑而不语 一整个下午 整整两个时辰的时间 少年都在反复地练习心一把 从武士除噘头 一直到十二大士 不断地反复练习 不管有多枯燥 多无聊 他都用尽全身的力气 用尽全身的精力去练功 愣声声甩出了一身汗水 功夫 是靠时间和汗水磨练出来的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只有日复一日的苦练 反复地去钻研 去学习 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才能拥有远超他人的成果 一下午的时光匆匆而过 到了夜晚 再次用了清新淡雅的斋饭后 无心禅师在饭桌上 对林小璐笑道 小璐施主 冬天快要过去了 马上就到了播种的季节 田地里的泥土 被冻了一整个冬天 小璐施主 明天随平僧去翻土吧 啊 正在喝丝瓜汤的林小璐愣了一下 吃一道 我还要练功呢 大师你让花蝴蝶陪你去吧 他闲得很 我每天看到 他就来气 我看到你还来气呢 上官十六 冲他可爱的一拱鼻子 你每天吃那么多 让你种点地咋了 再不种 就让无心大师断你的粮 把你饿哭 把你饿得直夸 本小姐是小仙女 少年听到这话 瞬间捂住了嘴 差点吐出来 太特么恶心了 这花蝴蝶长得 比阿宁还丑 居然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小仙女 真是长得丑 想得美 不过他对于种地 倒也没有什么 不愿去的想法 见无心禅师 依旧慈祥地看自己 也就表示了同意 毕竟自己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力气又那么大 帮人家种些地 也是应该的事情 人要知恩图报吗 师姐说的 吃完晚饭 风风火火的少年 又扎了半个时辰马步 随后便拽起帅帅鸭 去了藏书楼 开始让他帮忙研究一斤斤 无心寺的夜晚是很安静的 空气也是极为清新 无心禅师和无垢用过晚饭后 便服了洗尘单 默默地回禅房 开始钻研佛法 刘玉娘因为冬眠的习性 早早就开始睡下 从不修行的上官十六 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惬意 在一间禅房内 开始修行家传的磨道法门 而相比于大家伙的安静祥和 林小璐那边 则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 此刻 存放书籍的藏经楼内 这一人一压 正就着油灯 对着面前数之不尽的竹简 彻夜苦毒 而博览群术的帅帅 压读了好一阵之后 就用自己的压尺 指着竹简上的一段话 对林小璐大声惊呼道 老大 这一斤斤 真是太牛逼了 比好多修行法门还要玄傲 我活了二百多年 都没看到过这样的 说完 他见林小璐一脸痴呆 便指着竹简上的一段话说道 你看这一句 星空深自画 随意认所知 一切无挂碍 原通关自在 影显度众生 弹指超无始 代报四重恩 永简三图山 了不得呀 林小璐 他没好气 拍了一下帅帅鸭的丫头 说人话 哦 帅帅鸭继续讲解道 老大 这一斤斤其实不难 总体上来说 分为洗水 易经 燃经 魔论 内壮 柔法 引真气精华法七个点 我先跟你说一下 最重要的引真气精华的点吧 这个最简单 引真气精华法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日取于朔 未雨月初之交 齐气芳心 勘取于金 月取于望 未精水引满 齐气正望 勘取月华 设朔望日 欲有英语或直不暇 则取初二 初三 十六 十七 有可宁神不取 若过此六日 则日宴月亏 须而不足取也 朔取日经 以银卯时 高处莫对 调云鼻息 细息光滑 和满一口 碧心宁神 细细宴下 以意诵之 至于中宫 视为一宴 如此七夜 尽首片时 然后起行 任从仇应 毫无妨碍 望取月华 一准前法 于须害时 彩吞七雁 此乃天地自然之力 唯有恒心者 乃能享用之 亦唯有信心者 乃能取用之 此为法中之一部大功 切勿呼悟也 尤灯闪耀的 橘黄色亮光下 少年怀疑 人生地看着鸭子 在那里高谈阔论 鸭嘴巴巴个不停 最终彻底听不下去 鼓着脸颊气道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很有学问当晚 漆黑的夜色透过云层 温柔笼罩着木质的阁楼 仿佛是给其盖上了一层 薄薄的黑色沙衣 而阁楼那被橘黄色油灯 照亮的窗户上 则一直印着 少年和帅帅鸭的影子 帅帅鸭一点一点地 将尖色难懂地 一斤斤拆解开来 揉碎了 交给眼前十四岁的少年 好在少年悟性不错 也肯用心 愣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 理解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也是从这一刻 少年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管是舞者 还是修仙 基础的学问都不能太差 不然 即便是有好的秘籍摆在眼前 都无法学习 他觉得 帅帅鸭是一只 很有学问的鸭子 以后还是要多向他请教才是 毕竟学堂里的杨先生说过 学无先后 打者为师 人还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的 要懂得不耻下问的道理 次日 吃过早饭 林小璐就扛着锄头 跟随无心禅师 去了竹林后的一块田地 无所事事的上官十六 背着小手 在他俩身后跟着 花蝴蝶你好乏啊 我走到哪你跟到哪的 我一会儿 也跟着喝 本小姐乐意 你管得着骂你 无心大师 你说我们现在正好扛着锄头 要不趁手 把花蝴蝶埋了吧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一路上 无心听着这对少年少女吵架半嘴 倒是也觉得有趣 慈祥的面容中 都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 无心思 好久没有出现这样 热闹的情况了 不久 三人来到被冻起来的冻土田地中 一身补丁袈裟的无心 挽起了袖子 便准备翻土 林小璐却是扛着锄头大笑 大师 就这么点地方 我用手刨都能很快完事 我力气贼大 瞧我的 说完 少年就力所地挥舞起锄头 一把打在泥土中 当 好似铁气的碰撞声响起 林小璐心头一惊 自己挥舞出的锄头 居然只在土壤中 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 自己什么力气 居然没能刨开土 大师 你这 你这是什么土啊 居然这么硬少年惊讶 无心微笑 土是地灵土 锄头是耕弩锄 无心蝉食玩好袖子 随后抬起锄头一挥 顿时身上灵力绽放 催哭拉朽间 击碎堪比金石的洞土 刨出一个小坑 小璐施主 平僧用灵力 你用武力 这片土地一人一半 鄙视鄙视一听鄙视 林小璐不服输的脾气 立马上来了 他兴奋地到了身后 然后也学着无心的模样 挽起袖子 奋力挥舞锄头 生生用一身武力 刨开了一块泥土 怎么样大师 我的武力还挺厉害的吧 少年笑道 无心蝉食笑着点了下头 小璐施主确实不俗 鄙视开始嚎 话音一落 一老一少就开始 卖力地挥舞锄头翻土 上官十六 则美答答地蹲在一旁的田梗上看 田地中 少年一下又一下挥舞锄头翻动泥土 每一下都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速度却始终和无心蝉食平起 而且挥舞了没多久 他就开始满头大汗 这土太特么硬了 即便是身负蛟龙之力的他 都觉得吃力 而无心蝉食 却依旧很轻松 一身灵力 仿佛用之不竭 不一会儿就超过了他 十四岁的林小璐不服输 挥舞起锄头 就开始继续翻土 并且将八级的刚猛 太级的棉柔 永春的寸镜等全部用了出来 动作飞快 居然愣声声赶了上来 不久 上午清晨的阳光落下 照耀在这一老一少 一佛一道的身躯之上 为这二人的身躯 兜度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上官十六拖着下巴笑盈盈地看着 看着那不服输的少年 在田地里流汗 努力 而直到一个时辰之后 林小璐和无心蝉食 几乎是同时翻完了土 累坏了的林小璐 直接摊在了土壤之中 大口大口传起了粗气 累 太累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 这么累的感觉了 不过好在自己没输 跟无心蝉食拼了个平手 嘿嘿 这倒是还不错 无心大师 我厉害把少年骄傲地问道 厉害 无心蝉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 赞叹道 小璐施主身强体壮 世俗罕见 不愧是李施主的高徒 日后就陪平僧种地吧 啊 林小璐一屁股坐起 眨巴着猛逼的大眼睛疑惑 种多酒 种到明年秋收 我还要练功吗 什么是功功就是 林小璐一下掖住 脸憋得通红 哼哧哼哧地回答不上来 目不能是的无心蝉食 扛着锄头 笑呵呵地说道 小璐施主 当你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人世间的一切 无论是你 是平僧 是李施主 又或是心一把 一斤斤 再或是一厘米 一片叶 一座大山 一壶浆水 一颗骄阳 一轮残月 这世间的种种 都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又都是情理之中的必然 因此 这些都是功 都是道 一旁的上官十六号旗 无心大师 您的意思是说 种地和鹿崽子练功一样吗 对 但又不全对 无心禅师笑道 大道三千 从来都不止一种 无论是练武 修仙 种地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特别的道 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适用和不适用的不同 种地 是一种高雅的艺术 一种代表着神州百姓们 千古以来自食其力 自强不息的艺术 贫僧认为 某些时候 种地要比修仙还要神奇 所以 小鹿施主想真正学会心一把 不如先随贫僧种一年的地 然后自然而然便学会了 因为创造这门无上禅宫的僧人 就是在年复一年的自耕自重中 悟出来的 可心一把有那么难吗 那些动作 我都能做出来了呀 为啥还要重点 林小鹿不服气地说道 听到林小鹿的问题 无心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了一个 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小鹿施主会写字吗 会呀 这有啥的 林小鹿道 哦 那小鹿施主和平僧比比看 看谁写的字号 如何林小鹿 田地之中 无心禅师扛起锄头 一边往回走 一边笑着招呼道 小鹿施主 五十一道 该吃饭了 今天的饭菜有大米 白萝卜 菜心 土豆 山药 冬笋 芋头 这些东西 这些粮食 都好珍贵啊 因为就算是 李道长那样的大能 也无法凭空 造出一粒真正意义上的米 因此 一粒米 一颗青菜 一块萝卜 就是道 就是佛 就是自然万物 就是宇宙洪荒 就是这世间 最美的奇迹 当天中午 林小鹿胃口大开 一口气吃了二十碗米饭 而且一粒米 都没浪费 只因为 他听了无心禅师 逼格满满的话语之后 便意识到了一件 很严肃的事情 那就是 每一粒米都很牛逼 下午的时间里 他们倒是没在下地干活 无心禅师带着无垢 去禅院中打坐参禅去了 而林小鹿 则继续和帅帅鸭 去了藏金楼 并且开始着手 易经经的修炼 从第一步洗水开始 此刻 阁楼内 少年开始了 仿佛修宪一样的闭目打坐 而帅帅鸭则坐在他面前 捧着竹简翻一道 其洗水之说 为人之声敢于 一落有形之身 而藏府之还细为子慧所染 避洗笛静静 无以豪之狭障 方可不超凡 八胜之门 不由此 则尽到无稽 所言喜随者 欲清其内 欲经者 欲间其外 如果能内清静 外坚固 登寿欲在凡掌之间而 何患无成 你别墨记了 直接说练习之法 林小鹿不耐烦地催促 哦 好的老大 我看看啊 帅帅鸭找了找 后面的几块竹简 然后张着鸭嘴开口道 老大 你把呼吸调整一下 然后把鼻子压住 尽量压出鼻腔音 让吐气带动胸部 林小鹿闻言一愣 随后深吸一口气 抿住嘴 绷紧鼻子 用力且缓慢地一压 瞬间 两股肉眼可见的白浪 从她的鼻孔里喷出 帅帅压看了看她的情况 又看了看竹简 反应过来 林小鹿的体质 和普通人天差地别 而易晶晶 最初毕竟是给普通舞者练的 所以 效果与竹简上描写的不一致 也很正常 现在她也有点搞不懂 自己老大这恋的对不对 不过管她呢 不死就行 老大 你未来一段时间 就保持这个呼吸姿势 除非吃饭以外 尽量不要张嘴 更不要用嘴呼吸 每一口气 都拼尽全力吸到最长 然后再拼尽全力 压迫胸腔吐出 这样子 先坚持一个月 这样就行了林小鹿疑惑 洗水就这么简单不 这只是第一步 洗鼻腔呼吸管 和心肺肠胃 帅帅压一本正经道 后面五脏六腑得挨个洗 然后还要洗周身经络 齐筋八脉什么的 不过老大 你体质特殊 修炼应该会很快 估计洗个小半年 就洗完了 林小鹿 小半年 这特磨 也太能折腾了吧 一下午的时间 林小鹿都开始 按照这个看似简单 实则脑子有泡的 呼吸法呼吸 说实话 刚开始还挺容易的 但慢慢的 她就开始不舒服了 整个人陷入一种 呼不上气来的感觉 而且她还不能开口说话 只能硬生生憋着 到最后 甚至整个人 都憋得微微抽搐起来 晚上 吃饭的时候 林小鹿也是一言不发 张嘴就只为了吃饭 一开口 就立刻用食物堵住嘴 然后继续用鼻子吸长气 呼白浪 整个人难受得 恨不得撞墙 吴构和上官十六 见她这样都吓了一跳 想要让她歇一会儿再练 但林小鹿却始终摇头 然后默默忍受 据吴星禅师说 这一斤斤 是一个叫达摩的高人所创 那位高人也不是修仙者 只是一个凡人 而既然凡人都可以忍受这奇妙诡异的呼吸法 自己一个喝了受血的大帅笔 为什么不可以 少年就抱着这种心态 继续呼吸 不久 吃过晚饭 林小鹿扎了马步 然后又开始 去绕着山道跑步 而即便是跑步的时候 她都硬逼着自己练习呼吸法 这差点没把她给难受死 半个时辰的跑步锻炼 到了最后 她甚至感觉自己的肺腰炸了似的 火辣辣的疼 疼得她差点跪倒在地上 而大伙儿 也纷纷被她的毅力惊讶到了 不管是吴构 上官十六 还是帅帅鸭 柳玉娘 他们都并未见过林小鹿为了习武吃大苦的模样 虽然他们可以想象到 林小鹿这身 足以比肩修仙者的实力 是怎么来的 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艰辛 但此刻真发生在眼前 那感觉却还是完全不一样 夜晚 跑完步 林小鹿默默地 在寺庙前的雪地中 坐俯卧撑 每坐一下 她的鼻子里 就会呼出灼热的白浪 将面前的鸡血都给烫花 上官十六搬了个小凳子 坐在她旁边 见她坐着坐着 身体就开始止不住地进鸾 也把原本想要嘲笑的话语 给声声咽了回去 陆崽崽 你要是难受你就正常呼吸吗 不用那么为难自己 一身花裙子的上官十六 踩着粉丝的绣花鞋 在雪地中露出白皙的脚面 劝道 你不能休闲 却那么努力习武 是也想要长生吗 哎呀 没事的了 等你以后年纪大了 快死了 本小姐可以让爹爹把你的魂魄抽出来 然后找个新的身体 让你戒时还魂 这样也算是一种长生 正在做俯卧撑的林小璐 听到这话动作一停 然后一只手撑着地面 一只手抬起对上官十六 竖了个终指 这是说书先生教给他的手势 以德福人帮的兄弟们都会 上官十六看不懂终指的意思 眨着美目疑惑 你在干嘛少年不能说话 没搭理他 继续做着俯卧撑 不久 在极其难熬的状态下 半个时辰的俯卧撑终于做完 林小璐直接一头趴在了地上 难受的直拱地 鹿崽子你咋了 上官十六被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将他扶起 同时抓住他手上的银手拙道 你是不是要死了 你死了 把你那把青铜大刀送给本小姐吧 本小姐看上那把刀很久了 林小璐 碰 一技重拳 啊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无论是吃饭 种地 练功 林小璐都不说话 坚持用这种呼吸法去呼吸 甚至连睡觉都养成了记忆 而渐渐的 他也就习惯了 现在的他 呼吸非常平稳 而且比之前绵长了不少 而在他这样坚持到第七天的时候 他拉肚子了 这天 无心思的茅房外 帅帅压开心的大笑 老大 你成功了 拉肚子这个症状 跟经书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不过经书上写的是一个月之后 你这七天就拉肚子确实有些快 估计是你练习呼吸的时候 还去锻炼的缘故吧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小璐每天都在拉肚子 几乎跟直肠子似的 是多少拉多少 而这种每天拉肚子的情况 一直到七八天左右 才渐渐开始减少 一直到第十天的时候 拉肚子的情况彻底消失 他的皮肤 也开始比以前变得更加光滑白嫩 比起上官十六这样的女孩 都要白上不少 整个人一点看不出来是个舞者 仿佛是个英俊的小书生似的 搞得上官十六一阵极度 成天嚷嚷着自己 也要去学艺精精 而几人当中 唯一看不见东西的无心禅师 在听到林小璐呼吸 走路 吃饭 种地 锻炼等一系列的动静后 也笑着 对他感叹了一下 小璐施主 已经初步达到通真达灵 反本还原的状态 可喜可贺 了解 好 有点 什么 的 好